离开了经济旅社之后,孟畅将自己这个月宣传的目标锁定了继任者。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孟畅就比较倾向于继任者,但奔着实事求是但态度,还是需要考察一番的。 现在考察完了,确定了,这个过山车项目确实不太适用于陪逝宣传法,当然,也没必要用。 只要搞一搞常规宣传就能火的项目,犯不着用上屠龙之术。 据孟畅所知,继任者,那边的拍摄工作还算顺利,已经拍出来了前面的三集,后边的还在继续拍摄中。 其实具体的故事情节,他已经知道了,毕竟终点中文网上就有继任者的原著小说。 但影视剧跟小说的表现形式,毕竟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具体应该如何宣传,还是得看到继任者,影视剧的详细情况之后,才能做出进一步的规划。 孟畅刚准备坐车回去,电话响了。 范晓东打来的,兄弟,你真是神了。 昨天神华地产和树篮公寓联合起来搞中介平台的公告一出来,当晚住家集团的股价又音声大跌。 不过我很费解啊,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内幕消息?到底是提前听到了风声啊?还是纯预判?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书有大本营,可以领红包。 看到这个消息,范晓东当然是欣喜若狂的。 因为这就意味着,住家集团的股价还要继续跌。 而且,这几天之内,可能跌得比上一次还要狠。 这次做空,可以说是转大发了。 唯一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孟畅当初让他晚点平仓,说的是,以我对裴总的了解,这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 也就是说,孟畅当时似乎并没有获得相关的信息。 这让范晓东感到双重疑惑。 孟畅看起来消息灵通,但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他事先好像并不知情。 可要说孟畅不知情吧,又是怎么预判到这件事情会发生的? 就感觉这前传的,处处透着诡异。 孟畅笑了笑,解释道,我事先确实没有听到一点风声。 你不要觉得奇怪,裴总的行事风格是这样的。 他非常重视多产业联动的保密工作,很多计划都是在别人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完全规划好的。 哪怕是在腾达内部,负责人们也只知道跟自己部门有关的事情对其他部门所知甚少。 除非是在需要多部门联动的时候,能真正掌握整个腾达集团方方面面细节的只有裴总。 我虽然也负责了一些工作,但在这方面跟裴总还差得远,完全没到那个级别。 但以我对裴总的了解,肯定是会有后手的。 大炮已经架起来了,不会只发射一次。 我能猜到裴总会安排后手,但却猜不到具体是怎么样的后手。 这次借持行工作室之手,以游戏为踏板,整合神华地产和树懒公寓的资源,对树懒公寓的业务进行又一次大规模扩张。 这确实也很出乎我的意料。 范小冬,行,我服气了。 如果说刚开始,范小冬还对孟常说的话将信将疑,怀疑他是不是被骗了,那现在就是深信不疑。 毕竟赚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米刀,钱可不会骗人。 而且,对付住家集团的组合权也确实杀伤力太强。 任谁把自己带入到住家集团的那个角色中,都会觉得不寒而栗,感受到裴总深深的恶意。 范小冬顿了毒,又说道,那这样,我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平仓,然后抽时间把钱转给你。 还是跟之前说好的一样,对半分。 梦畅赶忙说道,不急给我转钱。 我现在是被执行人,账户都被冻结着,只能用最低限度的消费。 你转给我,这钱我也用不了。 你先替我拿着,咱们两个的钱放在一处,以后再遇到这种机会,才能多赚。 不能总是让你一个人担风险,这不合适。 梦畅当然是希望这笔钱能继续生钱,而给到自己手里,那就生不了钱了。 更何况,跟之前相比,梦畅想要尽快还完钱,离开腾达的愿望,也没有那么强烈了。 在腾达这边,有吃有喝有住的地方,虽然不能高消费,出行等各方面都受到限制,但大不了就摆出一副学生心态,相当于是在苦修,学艺了吗? 这边学艺,范小冬那边赚钱,等学艺归来了,说不定那边攒的钱不仅够还清债务,还能支持自己东山再起。 岂不美哉?范小冬沉默片刻之后说道,好,那回头,咱们签个简单的协议。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更何况,俩人只是好朋友,还不是亲兄弟。 范小冬也不知道,未来这笔钱到底能滚多大,梦畅把这笔钱交给自己保管。 这是对自己的信任,万一到时候自己抵制不住诱惑怎么办? 所以,还是按生意人的办法,凡事都签个协议,俩人心里都踏实,也不会产生什么芥蒂。 毕竟朋友一场,以后还要合伙赚钱,互利共赢,莫必要在这种事情上产生隔阂。 回到广告营销部之后,梦畅稍微在自己的工位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准备去找裴总。 据说,继任者,前面三集的内容已经出来了,不过目前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所以是由黄思博亲自带回来的,梦畅要过去跟裴总一起看。 这部片子一共12集,每集50分钟左右,从体量上来说,也就相当于某些米句一句的量而已。 但如果放在国内,这种形式的聚集,还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国内的剧集,往往是时间短,集数多,这样的好处在于传小好掉头,每一集拍摄,剪辑的周期可以缩短,同时集数多,更新勤快,也能尽可能地维持热度。 甚至有些网络短剧,每一集的时间都快压到十几分钟了,有像动漫剧集靠拢的趋势。 但朱小策导演认为,继任者不适合这种模式,所以还是坚持按照目前的这种分级来拍摄。 这些都是梦畅在之前就已经做过的功课。 来到会议室门口,梦畅不由得一惊。 因为裴总已经到了,梦畅赶忙看了看时间,距离约好的会议时间还有五分钟,显然自己并没有迟到。 裴总早来可能只是因为恰好在公司,所以提前过来了。 会议室的投影屏幕已经放下来了,黄思博和继任者的原作者崔梗都在场,还有几个飞黄工作室的工作人员。 至于朱小策导演,当然是还在受苦,所以不能来。 裴总正在跟黄思博闲聊,简单地问了问继任者拍摄相关的事情。 毕竟整个剧组远在米国,平时也基本上掌握不到那边的情况。 梦畅默默地找了个位置坐下。 这时,会议室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影,轻轻地敲了敲开着的门。 裴总,树懒公寓下一阶段的具体方案,我先让人放在您办公室了。 梁清帆显然是来给裴总看方案的,但看到裴总有事,就打算放下方案先走。 看到梁清帆,裴谦的脸瞬间垮了下来。 好家伙,你还有脸来陷我? 你跟持行工作室还有神华地产搞出来了多大的事? 不过转念一想,收拾的毕竟是住家集团,那没事了。 裴谦看了看时间,没事。 你把方案拿过来,给我看一眼吧。 还有五分钟才开会,五分钟的时间足够了。 反正看不看的,也就那么回事。 梁清帆立刻点头,把方案递了过来。 裴谦伸手接过,随手翻了翻。 行吧。 反正整体上还是自己之前叮嘱的事情,往其他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扩展。 无非就是多了跟持行工作室的县市服务部合作之类的内容。 对住家集团来说,这可能是如临大敌的事情。 但对裴谦来说,这在腾达集团里头,根本都不叫事。 在自己最担心的事情里估计都排不进前十。 就梁清帆闹的这点幺蛾子,供过乡抵之后,都不足以安排进受苦旅行的。 于是他翻了翻之后,就把方案递了回去。 行,就这么办吧。 反正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梁清帆点点头,好的裴总。 虽然从头到尾翻完了整个方案,只用了三分钟,让人十分怀疑裴总到底有没有认真看。 但裴总说,看过了,那肯定就是看过了。 再说了,这方案本来也是按照裴总的指导思想来做的。 所以,梁清帆什么都没说,点头之后,拿着方案走了。 但梦畅在一边坐着,却不由地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其他的事情也就算了,这次的事情闹这摩大,裴总竟然还是这摩云淡风清。 一个方案三分钟就看完了,这工作效率,简直不是人。 也怪不得腾达这么大的企业,裴总在严格贯彻八小时工作制的前提下,还能管理得井井有条。 梦畅觉得,自己还是太嫩了,无非是知道了内幕消息,去跟好兄弟做空了一下股票,赚了几十万,就高兴成这样。 而真正的幕后黑手裴总,也不过是花了三分钟看了看方案而已,还说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什么叫格局? 不得不说,裴总的成功确实不是偶然,从看方案这个小事上,就能看出来。 打发走了碍眼的梁青帆之后,裴谦看向黄思博,那就看片子吧。 把会议室的门关上,灯光关闭之后,投影仪的大屏幕开始播放《继任者》的前三集。 《继任者》的剧集一开场,是一个城市上空的俯拍。 我建了个微信公众号,书有大本营,给大家发年终福利,可以去看看。 就像很多超级英雄电影中出现的俯拍镜头一样,一座宏伟壮丽的现代城市坐落于东海岸,广袤的海洋上漂浮着几艘邮轮。 而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高楼林立一片繁华景象。 天色已晚,天空有些阴沉,还飘着稀里里的雨滴,让整座城市蒙上了一层阴霾。 镜头逐渐降低,从一撞撞高楼的外形,上面的广告牌等细节,可以看出这是一座西方国家的城市。 镜头继续拉低,来到宽阔无人的大街上。 这座城市虽然非常繁华,但雨夜中这条路上却没有什么车辆,莫名地给人一种危机感。 一辆跑车急迟而过,跑车里还想着劲爆的音乐。 一个满头金发,身材高挑的帅气小伙正在展示单手开跑车的绝技。 而另一只手则是在揉捏着身旁女伴穿着丝袜的风鱼大腿。 这显然就是主角菲尔。 镜头从后座往前拍,可以看到菲尔英俊的侧脸和女伴妩媚又欲聚害营的表情。 雨刷摆动着,前方道路的能见度不高, 但显然空旷的道路,令人肾上限速激增的音乐和手上的触感,让菲尔很是亢奋。 一脚油门之后,跑车发出轰鸣声,转速表和时速表也开始疯狂摆动起来。 但就在这时,一个壮汉突然毫无征兆地出现在道路中央,拦住了菲尔的去路。 在女人的尖叫声中,菲尔一边下意识地破口大骂,一边猛踩刹车。 轮胎与雨夜的道路摩擦发出尖锐的丝鸣,跑车还是撞上了这个如同小山一般的壮汉。 一声巨响之后,镜头天旋地转,安全气囊爆开,菲尔陷入了半昏迷状态。 然而紧接着,车门被暴力地扯开,一只粗壮的手臂将菲尔从车里拖了出来。 被单手抓着的菲尔在镜头前晃着,那条纤红色的领带来回飘荡,有点像是吊死鬼的长蛇。 接下来的内容都是梦畅已经在原著小说中看过的剧情。 壮汉把菲尔带到了附近一座大楼的天台上,菲尔被吓得涕泪横流,好在两个超级英雄及时赶到,第二天,菲尔痛哭流涕,形象禁毁的丑罩就上了头版头条。 显然在剧情方面,朱小策导演拍摄时高度尊重了原著的内容,只是最大化地利用镜头增降了整个故事的表现力。 比如开头的这一段,镜头从城市上空俯拍又不断拉低,最后通过车内的视角展现出菲尔出车祸的一幕,把很多细节都隐藏到了镜头中,在植入主题的同时又隐含了丰富的信息量。 在剧情的表现力方面,具体的画面和声音显然比单薄的文字要强得多。 而菲尔在面对歹徒时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样子,也通过镜头给完全展现了出来。 在这位年轻演员的精湛演技下,甚至给人带来了一些轻微的不适感。 毕竟一开场,就耸成这样的主角,可不多现。 之后的剧情,大致是按照继任者的原作来的,但在具体的叙事顺序上做出了一些变动。 朱小策导演用影视剧的手法,把原本的线性故事稍微打乱了一些,制造了更多悬念,同时也让许多经典场面变得更具感染力和表现力。 而且,同一段剧情的具体表现形式,小说和影视剧也不尽相同。 比如,文中有一段内容,是讲述菲尔卿自出资办超级英雄选秀节目的动机。 富豪参加选秀节目天然的存在劣势,观众们更喜欢那些平民阶层出身,有悲惨绅士,表现出强烈设惠责任感的平民英雄。 如果是富豪参加选秀节目给评委色钱的话,很容易遭到观众的抵制。 所以,菲尔才决定自己做一档选秀节目,也就是继任者。 在原文中,崔耿对这一段的描写,就是很正常的平铺直序,以菲尔和他父亲的对话,以及菲尔自己的思考来讲述的。 这种表达方式,在小说中都不算特别优秀,就更别说在影视剧中了。 所以,朱小策换了一种表现形式,安排了一段菲尔去现场观看,考察其他的超级英雄选秀节目的剧情。 在这段剧情中,非常具体地展现出了富豪和平民英雄参加选秀时,观众的差别对待。 整个剧情就显得更加流畅,自然,对观众而言也更有说服力。 在具体的细节内容上,跟原著相比,也发生了变化。 崔耿在写原作故事的时候,虽然也查了很多的相关资料,对整个故事背景,进行了长时间的规划,但一个人的努力,毕竟是有局限的。 崔耿从没有在米国生活,常住过,所以很多细节肯定表现得不那么到位,甚至是有疏漏的。 朱小策导演带着飞黄工作室的编剧团队,把整个故事的细节又重新捋顺了一遍,也跟米国那边的编剧交换了意见,对这些细节内容进行了查落不缺。 三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会议室的灯重新打开,而后,黄思伯江之后几集的故事梗盖发给会议室的众人。 梦畅也拿到一份,简单翻了一下就对上了他曾经看过的原著剧情。 按照《继任者》剧集的规划,一共是十二集,前三集相当于是四分之一的剧情。 前三集的内容主要包括,菲尔被劫持上头条,在自己的豪宅里大发雷霆,砸东西,甚至暴打女仆和管家。 跟自己的父亲提出要成为超级英雄,考察其他的选秀节目。 开始规划自己的选秀节目,继任者这档选秀节目提上日程,开始策划海选节目进行宣传,网上一片嘲笑之声。 而之后的三个部分剧情分别是。 第四到六集,继任者这档节目收视率持续高涨,节目中的花样也层出不穷,菲尔变得如鱼得水。 菲尔小组的黑人凭借出色表现拿到第二名,菲尔也通过继任者这个选秀节目扭转了所有人对自己的印象,但他却并未借此成为超级英雄,而是潜伏了起来。 希望事发生一起绑架案,某个负伤的小女儿被害。 菲尔开始在网上炮轰参与救援的三位超级英雄。 第七到九集,菲尔在幕后策划操控着一切,站在上帝视角指点江山收割民众对自己的信任,但仍旧不愿成为超级英雄,只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在推特上评点相关事件。 菲尔的那位黑人学徒在执行任务时陷入昏迷,菲尔借此契机终于决定成为超级英雄,但却被超级英雄协会拒之门外。 菲尔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非常高兴,甚至开始准备超级英雄纲领,准备参与超级英雄竞选。 最后三集,菲尔选择了正确的代表群体,竞选的出战告捷,但很快就迎来了超级英雄们的疯狂反击,双方互报黑料和丑闻, 但菲尔已经通过信息检防把自己的粉丝跟自己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最终,菲尔通过一次巨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成功把目前最将的超级英雄拉下马并取而代之,登上了力量的顶峰。 跟崔耿的原著小说相比,继任者,剧集的内容算是拍摄了一半。 因为按照崔耿的规划,菲尔成为最将的超级英雄只是故事的前半部分,也可以看成是菲尔肮脏的发家史。 而在剧情的后半部分,菲尔会被传统的利益集团和新兴的超级英雄们群起而攻之,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但菲尔仍旧通过各种肮脏的手段和手中的权力不断地打压一击,压榨超级英雄们,让他们成为自己的附庸,用虚假的犯罪数据蒙骗民众,反而在超级英雄的至高王座上一直安稳地坐了下去。 继任者的剧集,目前的十二集只规划了菲尔肮脏的发家史这一部分。 这一方面是因为剧集的容量有限,就只能表现这磨多内容。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后半部分的剧情其实不如前半部分精彩。 这一点其实不难感觉出来。 后半部分是前半部分的强化和补充,就像很多优秀剧集的续集一样,只能说剧情中归中矩,过得去,但已经完全没有前半部分出剑时给人带来的新鲜感。 所以,对于继任者的改编,只规划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具体要不要出,还在考察之中。 不出的话,以前半部分的留白作为结尾,其实也不错。 菲尔成为了罪将的超级英雄,但他却面临着旧势力和新势力的双重挑战,他到底是会被传统势力? 反菲尔派用更加无耻的手段赶下神坛,还是会稳固统治,让整个希望势陷入无尽的黑暗中? 每个人心中应该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原作清定的结局,显然就让观众少了几分相像的空间。 很快,众人全都看完了后面积极的故事梗概。 黄思博有些忐忑地问道,裴总,您觉得怎么样? 他心想,就算有锅,那也是朱小册的锅,毕竟这剧极开拍的时候我还在受苦旅行。 其实黄思博接手的时候都快拍得差不多了,就算想改也很难改了。 虽然可以重新剪辑,但拍摄的素材已经都定下来了,强行剪辑只会越剪越糟。 黄思博顿了读,又说道,前面三集看起来可能会比较憋屈,但故事结构就是这样的,也很难改了。 作者的故事,从够思辨成文字,很可能会跟预想中的,有很大出入。 同样的,从小说改成影视剧,最后的成品,很可能也跟预想中有很大出入。 黄思博对于继任者的前三集,其实并没有什么强烈的信心。 一方面,继任者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讽刺的题材,里边的很多剧情可能会让人觉得不符合常理,也很难用传统的标准去评价它。 另一方面,前三集应该是继任者最不好看的三集。 菲尔作为主角,一出场,就被壮汉蹂躏,在天台上替泪横流跪地求饶,出尽了阳下。 而之后的剧情中,又是奏家里的女仆和管家撒气,又是无能狂怒的,也绝对会让观众感到不适。 菲尔去考察超级英雄选秀节目的这段剧情,算是一种必要的铺垫。 没有这段剧情,后边的剧情就无法成立,但它本身与主线的关联也比较弱。 后边的几集多多少少都有些大场面,不论是在选秀节目中,学员们互相比拼,还是最后的一系列公共安全事件,超级英雄们挺身而出秀特效,都至少算是打得很热闹。 唯独前三集,热闹得打戏一点没有。 概括地说就是,这剧集可能本来就剑走偏锋,没有迎合大众的口味,前面三集还全都是在铺垫,根本爽不起来。 黄思博虽然也看过原著,但他是抱着要改编的心思去看的。 而且,看书本身可以一目十行,快速跳过这些情节。 所以那时候,他莫觉得这个问题有这么严重。 现在成片出来了之后,才突然担心起来,这三集放出去之后不会被喷成狗吧? 别说观众了,黄思博自己都能找到很多喷点,但这些喷点,严格来说也不是喷点,关键看怎么去理解这个故事。 一部分观众完全不接受的内容,在另一部分观众看来,反而是这个故事的精髓所在。 这就让黄思博很纠结,心里也前所未有的莫敌。 如果这部剧是个成本很低的小短剧,那也就罢了,关键是他投资很大。 这要是亏惨了,飞黄工作室的牌子还保得住。 然而让黄思博莫想到的是,裴总竟然微微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嗯,很好,不错,裴谦跟黄思博的感觉差不多,这前三集看完了,剧情是相当的不讨喜啊。 当然,这片子的细节是很不错的,演员们的演技在线,各种细节拉满,拍摄的手法也很成熟,完全是一部高质量的剧集。 陆之遥,张祖亭和林家强等人,也都去剧里面跑了龙套。 其中,陆之遥演一个华裔的超级英雄,戏份相对多一点。 张祖亭演的是选秀节目的一个评委,毕竟是评委专业户了。 林家强演了一个戏份比较多的路人,代表着被菲尔完全蒙在信息检房中被耍得团团转的普通民众。 此外,张祖亭的几位老朋友,甚至剧组的工作人员也都去里面稍微跑了跑龙套,扮演了一下路人。 这部剧也确实把继任者原著的内核给很好地表现了出来,但问题在于原著也不咋样啊。 它终究是一部不太符合主流审美的剧集。 菲尔这个形象和他的所作所为本来就很让人生厌,放在小说里还好,真的用画面表现出来,这种厌恶程度又翻倍提升了。 这部剧是在美国拍摄的,投资不小,只在国内上现却又是全英文的,天然有一种劝退效果。 这三集一放出去,那还不得来个开门红,哦不,开门黑。 很好,总算还是有个好消息的。 裴谦甚至有点想要褒奖朱小策,让他从受苦旅行提前解脱出来了。 不过转念一想,还是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一来,这剧集还莫上映,到底会不会活也说不准。 当初,美好明天,也觉得肯定活不了。 但谁能想到呢? 二来,功过不能相抵,朱小策现在受苦,是因为之前那些电影赚来的票房。 就算继任者真的亏惨了,要奖励,那也是之后的事情了。 看到裴总满意的表情,黄思博不由得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裴总竟然这么看好,那显然是我太不自信了。 仔细一想也对,继任者是裴总清点的版权改编项目。 自然是对这个故事高度认可的。 现在朱小策完全拍出了原著的精髓,这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勇舵轮回》作为终点中文网改编辑化的第一部作品已经一炮而红了, 足以献得裴总眼光之精准。 那么,继任者,肯定也莫问题。 裴千看向梦长,怎么样? 这个题材应该很好发挥吧? 开局都这磨细碎了,这不是随便搞一搞就能拿高提成? 梦长点了点头。 嗯,难度算是适中,我尽力而为。 在他看来,这部剧确实符合裴视宣传法的基调,路子是很清楚的。 但对于影视剧这一块,他毕竟莫太多经验,拿提成可能相对容易, 但最后翻转爆火,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 现在的梦长早就已经不满足于拿多少提成了。 在他看来,既拿了提成又完美实践了裴视宣传法,让项目最终爆火,那才叫真正的圆满。 所以,他认为这个项目难度适中不算很难,但也需要好好地动一下心思。 对于梦长这个回应,裴谦不是特别满意。 这抹简单的宣传方案,你还说难度适中? 你还是那个,自信满满,聪明绝顶的梦长吗? 不过转念一想,梦长可能是一招被蛇咬,十年怕锦绳,之前失败的次数太多, 到手地提成又飞了的惨痛经历,让他变得不那么自信了,这倒是,也可以理解。 看来以后的多鼓励鼓励他了。 陪谦看向梦长,以后的自信点,这某简单的方案怎么能叫难度适中呢? 梦长有些羞愧的点点头,是,裴总,我以后肯定更加努力。 目送裴总离开,梦长不由地暗自感慨。 不论学了多少东西,在裴总面前,总觉得自己还是个不让人满意的笨学生啊。 看来这次继任者的宣传方案,一定得认真做了。 要让裴总看到自己的进步才行。 与此同时,星鸟健身旗舰店。 车容正在给李时讲解星鸟健身下一阶段的扩张规划。 李总,我想好了,关于最新的房产中介模拟器。 我打算额外采购一批VR眼镜安排在休息区,专门用来在游戏中看房子。 不额外收费,但必须当天在店内消费人益额度才能使用。 哪怕是只买了一瓶矿泉水也可以。 还是跟之前一样的指导思想。 不跟腾达的树懒公寓抢生意,错位发展。 而且,我觉得星鸟健身差不多也可以跟着树懒公寓和墨鱼网咖一起,往省外的其他城市扩张了。 只要跟腾达的产业配套起来,发展肯定会很顺利。 李时一边喝着茶水,一边频频点头。 自从星鸟健身走对路了之后,就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腾达的圆梦创投以及李总等投资人都对星鸟健身投资了。 现在星鸟健身的资金十分充裕,门店已经快要变布汉东省的主要城市。 彻荣一直坚持最初定下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跟墨鱼网咖错位竞争。 开在距离腾达产业不远的地方,但运营的核心业务又跟腾达的各项产业不发生冲突,就能很自然地融入到腾达的体系中。 分店一家一家地开起来了,效益也都不错,正缺少一个冲出汉东省,进入一线城市的契机。 毕竟DeltVR演进前段时间的热度稍微有所回落,而星鸟健身全靠健身大作战和智能健身量一架来推广,有点底气不足。 但现在,随着房产中介模拟器和持行工作室现实服务部的成立,星鸟健身自然也有了新的业务模式。 车容知道,星鸟健身肯定要抓稳这个机会,服务好房产中介模拟器这款游戏。 看到此消息的,都能领现金。 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书有大本营。 但具体应该如何去做,这还得细细斟酌一番。 最终,车容决定跟墨鱼网咖错开,强调两种不同的体验。 墨鱼网咖有VR游戏专区,体验的是完整的,没有任何阉割的游戏内容。 玩家去了之后,既可以在房产中介模拟器中看房子,也可以上传自己的房型或者体验游戏的其他内容。 既然墨鱼网咖已经做了,那魔星鸟健身就不宜再做。 一方面是因为二者的业务不能重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星鸟健身终究还是得以健身为主业。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完整体验需要很大的一块空间,星鸟健身的门店很难允得出来。 所以,车容正好把门店里本来就有的休息区给利用起来。 顾客当天只要在店内消费任意金额,就可以在休息区使用VR眼镜看房,这相当于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引导。 对星鸟健身来说,这项当于是给自家顾客提供的一个额外福利,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店内消费,说不定一来二去就转化成了客户。 而对那些租客们来说,如果舍不得购入VR眼镜的话,来这边随意消费一些金额之后戴上VR眼镜看看房子,也不是为一种选择。 毕竟只是看房子的话,用VR眼镜就可以完成了,而且也不需要多大的地方,站着,坐着都能看。 如果租客有因此对这款游戏或者VR眼镜内的其他游戏内容产生了兴趣,那也可以出门左拐去附近的摸鱼网咖, 或者干脆在网上下单一个VR眼镜,体验完整内容。 听完车容的讲述,李时满意地点点头。 嗯,不错。 你要记住,拿到圆梦创投的投资之后,星鸟健身实际上已经开始融入腾达的产业。 只要始终牢记跟腾达现有的产业错位竞争,专心做好,绿叶当陪衬。 同时遵循腾达的一贯风格,纳摩只是喝汤,也能喝得很撑。 千万不要像住家集团一样,跟腾达集团的宗旨完全对立,那就糟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多学学陪总的商业模式,否则陪总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星鸟健身发展壮大,也能翻脸无情,像对付住家集团一样对付你。 车容赶忙扁头,李总您放心,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星鸟健身能发展起来,全靠腾达带来的新机遇。 我就算脑子抽了,也不敢跟裴总对着干啊。 李时和车容都对星鸟健身的现状十分满意。 其实在圆梦创投也对星鸟健身进行投资之后,包括李时在内的投资人们对星鸟健身的掌控力已经有所下降了。 车容作为星鸟健身的老板,实际上是有很降的自主权的。 但车容还是习惯于经常向李时汇报,然后从李时这边听取一些建议。 因为车容很清楚,星鸟健身能有现在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李时出了钱,更重要的是李时为他指点了一条名路。 如果不是按照李时的说法,用智能健身量衣架,全面改造了星鸟健身的营业模式,在摸鱼网咖和托管健身这两个腾达产业的夹缝中找到了自己定位,并搭上了腾达打造出来的快车道。 那么,就算拿到了投资,星鸟健身也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好。 毕竟是瘦人以鱼和瘦人以鱼的区别,投钱只是帮星鸟健身暂时渡过了难关,但真正要发展壮大,还是得靠盈利模式。 俩个人默默地喝了一会儿茶水。 车容斟酌了一下之后说道,李总,我还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现在星鸟健身已经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期,门店都已经快速地开到汉东省的其他城市了。 你说接下来星鸟健身到底是继续烧钱扩张呢?还是暂时停一停?先盈利呢? 目前星鸟健身并没有盈利,虽然也赚到了钱。 而且,也有其他投资人在不断跟头,想要进来奋一杯羹,但在业务的高速扩展阶段,钱全都拿来开分店了。 起初,车容可以说是雄心勃勃,先是把所有的门店都改造了一遍,然后就是在荆州开更多的门店,甚至是向汉东省其他城市扩张。 但现在,门店的规模已经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车容自然地有了一种倦怠的心理。 有点想要休息休息,躺着赚钱了。 毕竟以车容的视角来看,能拿到这么多投资,把分店开到整个汉东省。 作为一家,健身房来说,已经足够成功了。 很多健身房老板,就只是在一座城市开了那某几家连锁店,都已经开始躺着赚钱了。 更何况是星鸟健身现在这个情况。 车容能安安心心地享清福,投资人们也可以很快获得回报。 躺下吃老本,虽然显得有些不思进取,但重在安稳,继续扩张吧。 虽然看起来很有进取心,但万一失败了呢? 盲目扩张的话,一旦资金链断裂,那说不定就要彻底翻车了,不可能期待起死回生的奇迹出现两次。 所以,车容对此也很纠结,他自己很犹豫,所以想让李氏来帮忙拿主意。 李氏眉头微皱,把茶杯放下了。 你怎么会在这种问题上犹豫呢? 当然是要继续扩张了。 这可不是什么胆破的问题,单纯就是眼光问题啊。 你会这么问,说明压根就没搞懂形式,目光短浅啊。 车容有些羞愧。 李总,我在创业这方面确实没什么经验,顶多也就是对金银健身房有一点心得。 所以,还是请您能指点一二。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书有大本营,可以领红包和点币,先到先得。 李氏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车容在这方面确实不太行,否则星鸟健身之前也不至于落得濒临破产。 一个普通人又不可能突然开窍,一跃成为裴总那样的商业天才,这时候就得理事多多指点了。 你想停止扩张,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害怕风险,对吧? 说什么短期利益或者长期利益,那都是虚的。 如果扩张就一定能成功,未来一定能赚更多钱,那傻子都会选择继续扩张的。 车容点点头,嗯,是这个道理。 表面上是倦怠了,不想奋斗了,实际上还是因为心里觉得继续奋斗下去,性价比太低了,承担的风险,付出的努力跟可能的回报相比,太不划算。 李时继续说道,但只要你多看看腾达的商业模式,多看看裴总的形式风格,就会知道,新鸟健身继续扩张下去的收益是远大于风险的,失败的几率其实很低。 他一边喝茶,一边开始结合腾达各个产业的实际情况,给车容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 首先,圆梦创投的模式是投资的公司盈利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撤资,而不盈利的话,就会一直投。 其他公司会怎么想赞且不论,但放在新鸟健身上,这就是在鼓励扩张啊。 意思就是说,你保持进取心不断扩张,就一直给你继续投钱。 如果你觉得电开的够多了,想闲鱼了,那咱们就白白了。 换句话说,你保持进取心,那我们就永远是朋友。 你想要安于享乐了,那之前的收益你拿走,你去享乐吧,但我还要继续前行。 圆梦创投会拿着这笔钱,继续去投下一家勇于进取的公司。 这态度还不明确吗? 哪怕用最功利的角度看问题,继续扩张也可以从圆梦创投这边继续白嫖资金支持。 它不香吗? 放弃扩张,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圆梦创投的资金支持,也放弃了腾达的庇护和裴总的友谊。 其次,想要停止扩张,无非是害怕风险。 但对于新鸟健身来说,这种风险其实很低。 因为新鸟健身的商业模式已经在荆州乃至汉东省得到了验证,说明消费者是认可的。 摸鱼网咖,摸鱼外卖,托管健身房等等腾达的一系列产业都是先荆州后汉东省,最后扩展到全国的。 这个路线已经走了无数遍,而且都走成了。 新鸟健身也按照这个老路子走下去,稳稳的呀。 而且,前期选址,宣传与市场开拓等工作,腾达的店面都已经完成了,新鸟健身很省事。 去了新的城市,直接在腾达的产业周边开新店就行了,这多简单。 只要紧紧地跟在腾达的屁股后边,那就根本不怕踩到坑了。 以裴总的布局能力和创业的超高成功率来说,新鸟健身只要不太蠢,跟在后边躺着喊666都能赢。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不继续扩张呢? 商场上的事情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对,新鸟健身不跟着腾达扩张,那自然会有其他的公司看到这个商机,到时候就会想办法把新鸟健身给挤走。 到时候,裴总会不会过多地关照一家没有进取心的公司? 会不会跟一个没有进取心的老板讲人情? 这可不好说。 李时又喝了口茶水,最后总结道,所以,从任何角度考虑,新鸟健身都必须紧跟腾达的脚步,不断地扩张下去,直到跟墨鱼网咖,墨鱼外卖等产业一起开遍全国。 车容恍然大悟,点头说道,原来如此,明白了。 李总,你这么一讲,我简直是茅塞顿开。 也就是说,不仅是从客观条件上来讲,新鸟健身应该扩张,就连裴总实际上也在鼓励新鸟健身继续扩张。 李时点点头,那当然了。 否则你以为,裴总为什么点名,让圆梦创头来着投资呢? 裴总看好的项目,那肯定都有独到之处啊。 裴总看好你的项目,结果你一点都不想着做大,就想着赚点小钱,你觉得裴总会高兴? 车容赶忙点头,明白了,明白了。 那我就没事模好纠结的了,一定跟裴总一起,争取把新鸟健身开遍全国。 看到车容这么上道,李时也不由地微微点头。 一开始,不懂没关系,只要讲得通道理,能紧密围绕在腾达周围,那这个创业者就还有得救。 李时喝着茶水,突然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对了,我这边有个项目,你要不要参与进来? 车容精神一震,哦?什么项目? 在荆州的投资圈里,如果说裴总是高高在上的神,那李总就是离神最近的人。 李总提到的项目,那肯定是好项目啊。 李时不紧不慢地说道,经济旅社的过山车项目。 车容愣了一下,啊?这,恐怕不是我能参与的吧? 经济旅社是腾达的产业,其他人就算想插手,也根本插不进去啊。 李时微微摇头,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经济旅社这个项目,虽然无法直接插手,但可以间接地参与。 经济旅社周边的那些餐厅、店铺、旅店,其实都是我和其他投资人出资的,现在效益很好。 近期,裴总又在经济旅社豪制一个多亿,建了一座室内过山车。 经济旅社的负责人陈康拓,中午才刚照顾我,说这个过山车,月底就要正式开放运营了,没有宣传经费。 所以希望在宣传方面,我们这些投资人,可以多帮衬一下。 车容听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这听起来,怎么像是在额前呢? 李时不由的嘴角微微抽动?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经济旅社可是腾达集团投了一个多亿的项目,真要宣传经费,裴总能不给吗? 陈康拓说莫宣传经费? 你信? 显然裴总不是舍不得给宣传经费,而是在给我们暗示,要向我们让利啊。 车容眨了眨眼睛,脸上写满了困惑。 没听错吧? 经济旅社的负责人跑过来,让负责人们给过山车出宣传经费,这不就是要钱吗? 怎么还变成让利了呢? 李总你确定,你的脑回路没有出问题。 虽然车容高度付费,但也莫敢表现出来。 而是往下问道,那啊,李总,你打算怎么做宣传? 李时考虑片刻之后说道,这个很简单,首先是掏钱,按照经济旅社刚,开业时的规格,投放传统广告。 其次是投资,在这个过山车项目周围再多开一点配套的产业。 最后嘛,跟陈康拓敲定一下这些产业的具体类型和位置,拿出一小部分利润来跟腾达分成。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至于你这边嘛,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在那附近也开一家店,当然肯定不能用星鸟健身这个模式了。 最好是搞一个跟腾达游戏有关的体验店或者周边店。 目前经济旅社周边还没有类似的店,开一家的话可以很好地弥补空白。 当然,具体的布局和经营内容得好好地规划一下。 车容表情严肃,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等一下,李总,我捋一捋。 也就是说,陈康拓希望投资人们出钱给经济旅社的过山车做宣传。 而你们做宣传的方式是,自己掏钱出宣传经费,自己掏钱在周边开配套产业,最后还要把赚来的钱给腾达分成。 李时点点头,对啊,这就是喝汤吗?怎么了? 车容挠了挠头,那这跟直接把钱送给腾达有什么区别? 这叫腾达向我们让利? 这明明就是,我们自己出锅,自己出肉和各种食材,然后把煮熟的肉给腾达,然后自己喝汤啊。 李时差点鼻子都气歪了。 你怎么能这么理解呢? 就离谱! 你怎么不想想,腾达已经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巨大成本,这都是你看不现的隐姓成本。 如果没有经济旅社,你把店开到老工业区去,能赚到钱。 修建室内过山车的一个多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里藏出来的? 这么说吧,经济旅社这边早就已经规划了地铁方案。 而且,他以后肯定不单纯做鬼屋,也是要往综合游乐园方向去发展,只会是内容越来越丰富,人流量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随便去附近开一家店,只要做得不是特别离谱,那就都能挣到钱。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陈康拓为什么不找别人,先找到我。 我如果不乐意出钱,不表现得敞亮一点。 你觉得他会不会去找别人? 如果还不懂,那你就想想美食街的那些商铺,不愿意跟腾达合作的商铺后来都怎么样了? 不用我多说吧。 车容不由得有些羞愧。 李总说的是,我的说法确实是欠考虑了。 这样吧,我好好考虑一下,在经济旅社附近的店具体要做一个什么模式,尽可能利用起腾达游戏的元素。 李总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我就跟着李总喝汤了。 李师满意地点点头? 嗯,你放心好了,虽然跟陪总合作永远都只能喝汤,但陪总的项目,哪怕是汤也比别人的肉有营养啊。 你现在既然已经跟我们一起来到腾达的这艘船上了,就得多学学腾达的商业模式,多了解跟腾达合作的规则。 只要你读懂了腾达,甚至都不需要再去研究市场,只要跟在腾达后边就可以了,这多简单。 车容再度点头,对李师的一番教导,深感幸福。 12月7日,周五,杨诚,天火工作室。 敏靖超刚刚吃完午饭,准备进入午休时间。 弹痕2立项之后,开发工作一直都非常顺利,也让敏靖超这个主设计师非常省心。 天火工作室毕竟是一家成熟的游戏公司了,不缺钱也不缺人,更不缺FPS游戏方面的开发经验,所以整体都比较顺利。 当然,弹痕2中某些功能的开发遭遇了一些小挫折,因为天火工作室的设计师们习惯了先找一个类似的成品游戏借鉴之后再照着制作,现在拿到了一份纯原创的方案,时常会感到茫然和措手不及。 但在敏靖超的引导下,这些小问题也很快就都克服了,天火工作室的设计师们也开始慢慢地习惯这种尽情发挥想象力的设计模式,甚至主动提出一些修改建议供敏靖超采纳。 其中不乏一些相当有建设性的好建议,对游戏的细节体验有很大提升。 此外,整个项目组也一直在坚持敏靖超不加班的原则。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设计师都还很不适应,下午总是习惯性地工作到忘记下班,周末也有员工闹了乌龙,明明不用上班,但还是过来了。 当然,具体是真的忘记了,还是害怕周总记恨,所以才来上班的呢。 这不好说,本来大家也没当回事,不就是晚下班一两个小时,周末来加个半天班吗? 跟之前那种高强度996的开发状态相比,这已经算是小打小闹了。 但敏靖超对此非常重视,三令五声地要求大家必须遵守正常的上下班时间,每天下班都往外赶人。 一分钟也不允许大家在项目组多待。 那些不好意思不来加班的人,看到敏靖超如此坚持,而且其他人确实也都莫来,渐渐地也就心安理得地在家里休息了。 初期的开发效率确实因此有所降低,但敏靖超顶住了压力,仍旧坚决不让大家加班。 至于开发效率低,那就延期嘛,多大点事。 结果一个月过去了,开发进度反而又有所回升,相当的神奇。 到目前为止,弹痕二的开发工作已经趋于平稳,应该能够如期完成并上线。 刚吃完饭,困境有一会才会上来,敏靖超用手机打开吐尾直播,看了一下乔老师今天的直播。 对敏靖超这样的工作党来说,一小时的限制完全无所谓。 在上午工作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手机上挂完了一个小时的专注模式,不仅什么都不耽误,还能提高工作效率。 乔老师还是和之前一样,在整个团队中垫底。 但敏靖超关注的,压根不是乔老师,而是受苦旅行。 借由乔老师的直播,受苦旅行的诸多细节更清晰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之前受苦旅行虽然也出过宣传片和纪录片,但跟直播比起来,确实还是隔了一层。 看到乔老师受苦,直播间里飘过一片2333的愉悦谈幕。 但敏靖超却是,完全笑不出来,只感觉到苦涩。 因为周慕言说了,等弹痕二,项目开发完成之后,就把项目组的所有人都送去受苦旅行。 到时候,敏靖超就承受跟乔老师一样的命运。 这谁还能笑得出来? 所以,得自救。 之前敏靖超已经跟孙希讨论过了,只要受苦旅行的价格足够高, 周慕言心疼钱肯定就会取消这次旅行,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案代替。 反正只要不去受苦旅行,去哪都行。 但如何才能让孙希把价格定得很高? 以至于让周慕言觉得肉疼? 这就得想一套合适的说辞。 如果做得太明显,被孙希识破了,那不仅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反而还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 敏靖超每天工作之余就在愁这个事情,一直发愁到今天,仍旧没有想到太好的办法。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书有大本营,可以领红包和点币,先到先得。 眼瞅着第二期受苦旅行都开起来了,受苦旅行官网也就快要正式开放预约了。 敏靖超越来越急。 不能再拖了,这两天必须想出办法。 赶紧想想腾达有什么特别贵的业务,想想定价标准是什么,说不定能得到一点启发。 敏靖超把腾达目前的产业捋了一遍,把那些比较贵的业务总结了一下,努力寻找他们的共同点。 目前看来,墨鱼网咖,墨鱼外卖,托管健身房等实体产业都符合这个标准。 而ROF装机和欧图手机等数码产品也符合这个标准。 但这种贵并不是无脑的贵,而是因为加入了大量的附加价值。 就拿欧图手机来说,初代之所以卖纳摩柜,还有人买账,就是因为附加了很多腾达的配套服务。 如果把这些全都纳入考量的话,那这手机还是挺划算的。 其他的产业差不多也都是同理,价格上去了。 但服务、品质和体验等等也提升了。 所以,强行让包序提高受苦旅行的收费肯定不行,会被怀疑。 但如果从侧面入手,向包序讲清楚这其中的定价规则, 建议他在受苦旅行中多加入一些配套服务, 那么再提升价格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嗯,这样一来还不会暴露。 毕竟包序又不知道周沐妍要给我们安排受苦旅行。 明经超很快想好了一套说辞。 很快,乔老师那边的训练也告一段落,到了中午,该吃饭了。 优胜组可以自己动手烤鸡,而失败组只能吃罐头和各种压缩食品。 虽然能吃饱,营养上也能保证,但实在是不好吃啊。 乔老师不用说,肯定是失败组的,看着优胜组那边的烤鸡滋滋直冒游, 他简直是望眼欲穿,似乎都能通过手机听到他吞咽口水的声音。 惨,太惨了。 谭木还纷纷秀出自己的午饭,什么烤串,炸鸡,奶茶, 把乔梁岛的心态有点崩,差点气得当场下播。 既然那边也到中午休息时间了,那就说明,包续也闲下来了。 闽静超深吸一口气,把自己准备好的说辞又在心里过了一遍, 想着尽量避其功于一意。 为了不去受苦,一定要说服包续涨价。 想好了说辞之后,闽静超拨通了包续的电话。 包哥,最近怎么样?在忙吗? 闽静超小心翼翼地问道。 还可以,忙是有一点,不过很充实。 怎么?你是想来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吗? 电话那头,包续显然稍微有一点点诧异。 因为自从他成为受苦旅行的负责人之后, 这些老朋友们对他都充满了恐惧, 平时打电话联系的次数也直线下降, 似乎是生怕一联系,就提醒了包续, 还有自己这模一号人被安排到新一期的受苦旅行里去。 对此,包续很想大呼冤枉。 受苦旅行的名单可都是裴总定的啊, 我根本没参与。 当然,如果让包续来定这个名单, 说不定会更加丧心病狂。 但现在嘛,郭毕竟还是裴总的。 闽静超去阳城之后, 一直也没打电话联系, 所以,此时打电话过来还是有一点可疑的。 闽静超赶忙说道, 支持你的工作。 哦不不不, 包哥你误会了。 不对, 其实也不算误会。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是这样的, 我在天火工作室这边的新同事, 对受苦旅行比较感兴趣, 所以托我跟你稍微打听一些消息。 为了不饮火烧身, 闽静超只能无中生有了。 不过这样, 也显得更加真实, 毕竟包序很清楚, 闽静超自己, 肯定是对受苦旅行, 唯恐避之不及的。 如果是天火工作室那边, 不了解内情的人再问, 显得更加合理一些, 这有助于闽静超, 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 包序果然没有怀疑, 反而很高兴。 是魔? 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 告诉你的那些新同事, 受苦旅行最近就要开放报名了, 欢迎踊跃参加。 都是熟人, 好说好商量。 来了之后, 我肯定重点照顾。 嗨嗨。 闽静超干咳两声, 总觉得包序全面黑话之后, 性格跟以前变化巨大, 完全不是一个人了。 其实日常训练的内容吧, 他们都稍有了解了, 不过他们目前最关心的, 还是价格问题。 这个受苦旅行, 具体是按什么标准收费的呢? 包序介绍道, 目前受苦旅行内部, 倒是已经有了大致的收费方案, 但还没有对外公布。 受苦旅行正式开放以后, 每一期的时间, 还是两个月, 一个月在基地室内训练, 另一个月外出旅行。 时速方面条件, 肯定都是很到位的, 再加上机票和各种出行的费用, 专业工作人员的辅助配合, 以及一些隐性成本, 例如科学训练方案的指定, 和后勤保障团队。 目前受苦旅行都是在国内, 每个人的收费标准是三万五, 这是在受苦旅行, 跟相关商户谈好协议价, 并尽可能压低利润之后的价格了。 不过, 每一期受苦旅行去的地方不一样, 价格肯定也会有变动, 如果要到国外去, 机票, 时速等成本都会全面提升, 那么, 价格肯定也会相应地上吊。 受苦旅行, 也有建立户外特训基地的计划, 如果能成行, 这个价格应该还能再降低一些。 不过大体, 也就是在这个价位上下浮动了。 敏靖超若有所思, 嗯, 三万五。 这个价格怎么说呢? 也贵, 也不贵, 关键是看怎么比。 要说不贵, 这毕竟为期两个月。 像一些欧洲的跟团游, 晚两周的价格差不多就得三万上下。 而国内的一些景点, 按照旅行团的价格, 五天大概两千左右来算, 晚两个月大概也得花个两万多。 像那些特别坑的低价旅行团, 就别说了, 多多少少都存在诱导消费的行为, 比较坑, 体验肯定不会好。 腾达这边安排的时速条件, 肯定是比较好的, 还得考虑到训练内容的收费。 毕竟健身房私教收费, 还得一小时两三百呢。 受苦旅行, 这也教攀岩和各种野外生存技巧。 三万五这个价格, 大致可以确认两点。 首先, 包序肯定没有考虑多赚钱的事, 目前这个定价, 单纯就是不亏, 或者不亏太多就行。 这可能是因为裴总的受益, 也有可能是包序, 自己想通过压低一些价格, 吸引更多人来受苦, 完成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次, 时速标准应该是走的优质路线, 但也有一定的性价比, 没有无脑地安排五星级酒店之类的地方。 毕竟受苦旅行嘛, 还是得受苦的。 包序肯定是觉得, 要保障好所有团员的休息, 但也不能搞得太过铺张浪费, 这有为受苦旅行的初衷。 在包序自己看来, 这显然已经是骨折吐血良心价了。 而对于那些, 对受苦旅行完全不感兴趣的人来说, 这个价格不太能承受。 三万五, 去国外玩一玩不好吗? 干嘛, 要跑到山沟沟里去受苦? 而且, 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时间。 受苦旅行为期两个月, 哪个上班族能搞来长达两个月的假期? 时间多的人往往墨前, 对三万五这个收费更是难以承受。 所以, 看到这个价格, 大部分网友肯定也会表示打扰了。 当然, 敏金超看待这个价格, 肯定不是从以上两个视角。 他要考虑的是, 人均三万五的价格, 对周慕妍来说, 到底会不会肉疼? 嗯, 可能会肉疼, 但不一定能百分之一百地让周慕妍放弃。 毕竟项目成功了之后, 天火工作室发奖金分到每个人头上可能都有几万块。 以周慕妍对受苦旅行的关注来看, 区区人均三万五的价格, 想要让他改变主意, 难度有点大。 所以, 还是得想办法互有包序一下, 让给这个价格再抬高。 敏京超已经提前想好了说辞, 包哥, 我觉得, 哦不, 我同事们觉得, 这个定价不太好, 有点打击他们参与的热情。 包序有些意外, 嗯, 怎么会呢?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低了, 不说别的, 就算去上一节私教的攀岩客, 怎么也得二百吧。 虽说那个, 是一对一, 我这边是一对多, 但考虑到各种后勤保障和其他开销, 这个价格很难再降了。 敏京超赶忙说道, 包哥, 你听我说完, 我不是说这个价格贵, 而是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包序, 啊? 敏京超解释道, 包哥, 天火工作室这边的员工, 都是什么人? 虽然福利待遇整体不如腾达, 但人家员工一个个的, 也都不差钱啊。 一个项目成了, 每个月的奖金都有大几万。 对他们来说, 两个月的时间, 比这三万块钱宝贵多了。 你这三万五的定价, 明显就是两头不挨着。 对于没钱的人来说, 人家每天努力上班, 都累得够腔了。 哪有这个闲心和闲钱来受苦? 对于这种人, 你就算降到两万, 他们也不会来的。 对于有钱的人来说, 人家都愿意拿出两个月的时间来受苦了, 定价具体是三万五还是五万, 区别很大吗? 关键是你得给人家足够好的服务, 让他们觉得, 这两个月收获很大, 有无法替代的价值。 你现在给的服务, 在普通人看来也许不错, 但在这部分人看来, 多半是不够的。 人家一听说两个月才三万五, 就觉得肯定安排不了什么有意思的特殊内容, 一点都没有逼格, 还不如飞去欧洲拍个照发朋友圈呢。 包续沉默片刻, 试探着问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 得涨价。 敏靖超点点头, 对, 得涨价, 而且得涨多一点。 我觉得, 涨到一个人五万比较合适。 五万这可不是小数字了, 是很多工薪阶层小半年的工资。 而且, 涨到五万之后, 就跟一般的出行、 旅游的费用拉开了明显的差距。 对于周沐妍来说, 他肯定还是能出得起这个钱, 但在他看来, 很可能性价比会变得非常差。 就像很多人在消费的时候, 同一件商品, 降价五百就是真香, 涨价五百就是恶臭。 包序思考片刻之后说道, 但是目前, 我们提供的服务, 应该是达不到这个五万的这个档次。 也就是说, 得稍微升级一下服务的内容。 比如, 增加一些受苦的项目。 听到这个, 敏靖超有点不寒而栗。 好家伙, 还增加受苦项目。 这个事情, 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提议的, 否则我就完了。 但既然已经话赶话说到这了, 敏靖超也只能说道, 这个你自己考虑。 他是不太想让包序服务升级的, 可涨价之后不升级服务, 这也说不过去。 包序又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像是想通了, 高兴地说道, 谢谢, 这个提议对我而言很有启发, 我会认真考虑的。 替我感谢一下你的那几位同事, 等他们来参加受苦旅行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给他们一个巨大的内部折扣。 敏靖超心中, 表示呵呵, 我的那几位同事, 抱歉, 他们指定是不会去了。 周沐妍看到价格, 这摩柜, 很可能会选择其他方案替代, 到时候, 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但恒二项目组的同事们, 愉快地带心旅行, 逃过了去受苦的恶语。 好嘞包哥, 那你先忙, 咱们回头再聊。 挂了电话, 敏靖超长出了一口气。 事成一半了, 接下来就是去找周沐妍, 完成另一半。 午休结束之后, 敏靖超照常来找周沐妍, 汇报开发进度。 汇报完毕之后, 敏靖超假装无意间提了一句, 关于受苦旅行的事情。 对了周总, 我之前跟腾达那边的朋友闲聊的时候, 打听到了受苦旅行那边的价格。 周沐妍原本在看方案, 立刻抬起头来, 哦, 多少钱? 敏靖超说道, 每个人应该在五万以上。 嘶, 周沐妍不由得微微皱眉, 倒吸一口凉气。 每人五万? 那这就有点太多了。 虽然周沐妍对受苦旅行的内容很满意, 但在场馆内练练攀岩, 去搞一下野外生存, 就花这么多钱。 这笔钱, 如果是自己组织员工出去旅游, 似乎能玩得更好啊。 周沐妍皱眉说道, 是有点贵了。 我觉得, 定价如果在三万左右, 还能接受。 要不, 你跟孙希商量商量, 咱们换个方案。 敏靖超简直是喜出望外, 但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努力保持平静。 嗯, 我们当然都没问题, 听周总你的安排。 周沐妍说道, 好, 那我找人去考察一下其他的替代方案, 带薪旅游也好, 带薪休假也罢, 总之在考虑考虑。 而且受苦旅行那边, 也不及否定, 这不是价格还没出来呢吗? 你那边的消息我, 当然信得过, 但价格毕竟还没定死, 说不定还会有变化。 敏靖超不由的心中偷笑, 价格确实会有变化, 但包序明显已经被自己忽悠住了, 就算变化, 也只会更高, 不会更低。 可以, 逃避受苦旅行计划, 到目前为止大成功。 挂了电话之后, 包序陷入了沉思。 不得不说, 敏靖超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受苦旅行目前的这个商业模式, 实在是不怎么成熟, 有点两头不沾的意思。 可能是前两期主要是以腾达内部员工为主, 顶多加了几个抽奖抽来的免费名额, 所以让包序在这方面失去了敏锐性。 而且, 自从受苦旅行开办以来, 包序主要的精力, 也全都放在日常训练和出游时 的各项细节上, 整天想着如何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受苦体验。 所以, 对商业模式这方面有点欠考虑了。 每个人三万五的价格, 对包序而言已经是尽可能降到最低了, 但这并不是一个好定价。 对于普通人来说, 他们基本上不会有来受苦旅行的需求, 这笔钱, 不论是暴旅行团, 还是自由行, 都能玩得很开心, 完全不必要来受苦。 对于有钱人来说, 时间更加宝贵。 在长达两个月的旅行时间面前, 其实三万和五万的区别也没有很大。 关键是, 受苦旅行能不能给他们提供独一无二的体验。 这就像当初欧图手机的定价一样, 一款堆料的手机成本在这摆着, 正常定价的话, 穷人买不起, 富人看不上, 这就尬住了。 而常有当时, 在裴总的指导下, 为欧图手机加入了很多的附加价值, 这才成功盘活。 受苦旅行想要成功, 就得复制这个模式。 虽说包序的第一目标不是为了赚钱, 但他也不想故意赔钱。 如果受苦旅行做得特别失败, 那来参加的人只会越来越少, 人流量断了, 那快乐之源不就没有了吗? 相反, 如果受苦旅行办得红火起来, 就可以去买更多的训练基地, 继续扩大规模, 以后接收的, 就不只是20人了, 也可能是100人, 200人甚至更多, 业务也可以遍布全国各地, 和世界各地。 那岂不是多倍快乐? 当然, 现在想那些为时尚早, 反正只要受苦旅行能活起来, 能获得足够的关注和名气, 根本就不用愁赚钱的问题。 所以对包旭来说, 这个商业模式还是得好好考虑一番。 现在关键是想通一个问题, 受苦旅行到底有什么不可替代性? 除了受苦这个标签之外, 还能不能从他身上挖出点更有价值的东西来了? 包旭当初提出创办受苦旅行, 目的很单纯, 就是安排腾达各部门的负责人们。 但是, 裴总对此大力支持, 大家赞扬。 那么裴总的目的, 显然不会像包旭一样单纯。 换言之, 既然裴总点头了, 那就说明, 受苦旅行这个点子, 在商业上, 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只是包旭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暂时还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 如果按照欧图手机的经验, 应该给受苦旅行加入更多的附加价值。 加点什么附加价值呢?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嗯, 过往的经验告诉我, 遇事不绝靠联动, 包旭很快就找到了方向。 欧图手机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一穷二白, 没实摩资源, 但只要跟腾达的其他产业联动起来, 那就可以获得很多的附加值, 跟其他手机品牌展现出明显的差异。 受苦旅行显然也应该走这个路线。 把人均三万五的价格提升到五万, 然后通过跟其他产业的联动, 让受苦旅行获得不同于其他旅行的额外附加内容, 从而在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消费者中, 产生不可替代性。 先用高价确立品牌, 再逐渐降低价格, 扩大用户群体。 这是很多品牌都用过的办法, 非常有效。 当然, 这个办法不是谁都能玩的, 毕竟想一上来就进入高端市场。 这需要丰厚的资金, 强大的营销和宣传能力, 以及独特的资源。 这些, 恰好腾达集团都有。 背靠着腾达集团这个大树, 有这么好的资源, 却不知道利用。 光想着靠自己部门单打独斗, 这得是多蠢的人才能干得出来的事情。 包序认真地把目前腾达集团的诸多产业给捋了一遍。 受苦旅行应该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能完成受苦旅行的人都是意志坚定, 能吃苦, 能拼搏的人。 就像社会上应该对军人有很多的优待政策一样, 完成受苦旅行的人, 也应该在腾达各项产业内部获得一种特殊待遇。 而且这种福利待遇, 最好和欧图手机那边的福利给错开, 不能重负了, 否则就展现不出受苦旅行的价值。 欧图手机的特殊待遇, 主要是各种福利, 网咖, 外卖打折, 还送电影票之类的。 那么受苦旅行的福利, 应该给一种身份上的优待。 让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人是参加过受苦旅行的。 包序很快就有了大致的想法。 首先, 在腾达游戏, TPDB网站和有用APP等用腾达账号登录的地方, 参加过受苦旅行的人都将获得一个特殊头衔, 苦行者。 这个头衔非常珍贵, 只有参加过受苦旅行的人才能获得。 而且还有详细信息, 会标注具体是参加的哪一期受苦旅行, 最终的成绩如何。 其次, 在受苦旅行结束之后, 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块定制的绝版纪念章, 会做得很大, 很漂亮, 搭配一份证书, 极具收藏价值。 再次, 苦行者将在腾达的其他周边产业中, 也获得一些特殊优待。 比如, 苦行者们将默认获得腾达所有新游戏的抢先体验权。 在经济旅社等娱乐场所中, 获得优先体验权, 也就是类似于Fast Pass的快捷通道。 在墨语网咖, 墨语外卖, 托管健身等相关产业中, 拥有苦行者身份的顾客将会被特别关照, 获得真正的VIP待遇。 在某些地方可以绕开限制, 比如在使用兔尾直播的时候, 可以不受一小时学习模式的限制, 等等。 毕竟人家连受苦旅行的地域难度都扛过来了, 享受点优待合情合理。 你不服你, 也来参加受苦旅行吗? 只要参加了, 这些优待你也会有的。 跟欧图手机的那些福利的不同之处在于, 欧图手机的福利主要是打折优惠, 是经济上的, 而受苦旅行的福利是一种特殊的身份, 是花钱也买不到的。 最后, 包序觉得应该加强苦行者这个团体对彼此的认同。 不论是建群, 互留联系方式, 或者是官方定期聚会, 要让同期的苦行者们产生类似于战友一样的情感, 让不同期的苦行者们也能拉近关系。 假如某天, 两个受苦旅行的成员相遇了, 他们就可能会发生如下对话。 咦? 你也是苦行者? 你是参加了哪一期的受苦旅行? 我是第十九期, 你呢? 我是二十七期, 前辈啊! 幸会幸会! 不敢不敢! 哎, 你这奖章是优秀成员才能拿到的啊! 那还是你比较厉害!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受苦旅行就拥有独特的价值了。 而且, 价格提升之后, 受苦旅行的各项待遇也可以提升了, 包括时速、 训练、 活动选址、 采购的设备, 以及结束后发放的纪念品等等, 都可以获得全面更新和提升。 至少顾客参加受苦旅行之后, 完全不觉得掉价, 甚至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 那才行。 包序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一套方案很快地在心中成行了。 当然, 想要争取到这些福利, 还需要去跟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沟通, 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和配合。 对此, 包序信心满满, 谁敢不配合? 当场拉来受苦旅行体验体验。 嗨嗨, 这摩说也不合适, 显得好像受苦旅行是个特务机构一样。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受苦旅行在腾达集团内部的话语权相当重, 一般的负责人是不太敢拒绝包序的要求的。 否则万一被穿小鞋, 被包序安排个部门全员受苦旅行, 那还得了。 更何况, 受苦旅行发展得越好, 从外界吸纳的游客越多, 那么, 腾达内部的人就相对更加安全。 万一受苦旅行从外面招不到人, 那岂不是只能加大力度安排腾达内部的人了? 这是所有部门的负责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 这个方案应该会得到其他部门的权利配合。 当然了, 包序也莫忘记敏京超以及他在天火工作室那边同事的功劳, 提出了这摩有建设性的意见, 全面改善了受苦旅行的商业模式, 这不得计个大功。 怎么回报一下呢? 嗯, 既然敏京超说天火工作室那边有几个同事对受苦旅行感兴趣, 那就改天联系一下周沐妍, 告诉他可以给天火工作室一个内部折扣好了。 折扣少了肯定不合适, 显得太不常量, 直接打个五折, 价格从五万变两万五, 正合适。 想到这里, 包序立刻兴致勃勃地起身, 到旁边休息室拿着笔记本电脑改方案去了。 原定是近期就要公布受苦旅行面向外部的报名价格, 公告都已经写好了, 但现在得紧急改动一下。 不过倒也问题不大, 毕竟下一期开始,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可以先改公告, 下周把公告发出去, 让大家先报名, 一个多月之内, 再把其他各部门的联动活动安排好就可以了。 十二月十日, 周一, 腾达集团总裁办公室门还莫开门, 孟畅和黄思博两个人在旁边的休息室等着。 咦? 今天裴总怎么来晚了? 以往周一不都是一上班就来了吗? 不知道啊, 可能是有别的工作要处理。 嗯, 你那边的宣传方案准备得怎么样了? 还可以, 大体有眉目了。 继任者, 具体要上哪个网站定了吗? 还没有, 有几家网站都在争, 给的价码也不一样。 所以我来请裴总拿个主意。 俩人等得有点无聊, 就开始聊天。 经过考察之后, 孟畅已经决定选, 继任者, 做宣传。 这也意味着, 他将动用手头的大部分宣传资源, 砸到, 继任者, 这个项目上。 经过这段时间的考虑, 宣传方案也有了大致的头绪, 但具体是否可行, 还得请裴总把关一下。 而黄思博这边, 也已经跟几家国内的视频平台接触过了。 真别说, 包括爱立岛网站在内的几家视频平台, 都对, 继任者, 表现出了比较浓厚的兴趣, 而且出价不低。 当然, 黄思博自己也很清楚, 这恐怕并不是出于对继任者, 内容的看好, 而仅仅是出于对飞黄工作室之前成绩的尊重。 自从飞黄工作室成立以来, 做过小短剧, 做过纪录片, 也拍过大制作的电影, 全都是大获成功。 哪怕是不怎么赚钱的纪录片, 也都在网上引发了热烈反响, 莫挣钱, 但口碑赚翻了。 这次飞黄工作室, 又是剑走偏锋, 投了这么多钱, 去米国拍了一部网剧在国内播, 这个行为本身虽然看起来有点不靠谱, 但考虑到飞黄工作室屡次创造的奇迹, 这些视频网站, 还是愿意花钱买下这个剧集。 当然, 具体买不买独播, 要出多高的价码, 买了剧集之后, 能给到多少的平台资源作为宣传。 这些合作的细节, 还需要仔细考虑。 不同平台给出的条件不同, 黄思博这边也有点拿不定主意, 所以, 还是来请教裴总。 但今天上午, 本该准时出现在办公室的裴总莫来, 俩人只好一边等一边聊。 反正这俩人归根结底, 都是在负责, 继任者, 这个项目的, 需要密切合作。 所以很多消息共享一下, 也是必须的。 孟畅向黄思博详细地问了一下, 各家直播平台开出的条件, 然后陷入了沉思。 我觉得, 裴总多半还是会选择爱丽岛作为合作伙伴。 黄思博愣了一下, 哦? 是魔? 可是爱丽岛的出价, 跟其他视频网站的出价相比, 也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是说更看重爱丽岛的用户量, 和活跃程度吗? 孟畅摇了摇头, 这只是一个方面, 我觉得, 裴总会更在意爱丽岛的, 环境和氛围。 这是个比较玄学的东西, 但每家视频网站的观众口味不同, 习惯也不同, 不同用户群体对同一部聚集的评价也会有所区别。 而这种评价, 又会影响后来者对这部剧的影响。 继任者, 更加适合爱丽岛的风格, 也跟我的宣传方案更加契合一些。 至于出价, 这不是问题, 裴总肯定不会接受一口价的买断, 而是多半会采取与播放量和评分等数据挂钩的分成模式。 黄思博面带优色, 话虽如此, 但我有点不放心啊。 现在各家视频网站开出的买断价都很高, 足以覆盖我们的拍摄成本, 确实是更加稳妥的选择。 可如果用分成模式的话, 万一小翻车一下, 那不就亏了吗? 继任者, 要是那种很正经的商业片也就罢了。 关键, 它是个很特殊的小众片子, 这种商业上翻车的概率可不低。 孟畅说道, 怕亏钱, 那就不是裴总了。 上周看样片的时候, 裴总不是很满意吗? 足以见得他对这个剧非常满意。 黄思博点点头, 也有道理。 对了, 你的宣传方案准备怎么做? 孟畅拿出方案, 这次的方案跟以往会有一些小的差别, 但内核上还是殊途同归的, 无非是。 他还没说完, 就看到裴总从休息室的门口走过, 到办公室里去了。 孟畅和黄思博赶忙收好各自的方案, 准备向裴总汇报。 黄思博有些疑惑, 怎么感觉裴总今天的脸色不大好? 是哪个产业出了什么问题吗? 孟畅想了想, 也不一定, 可能是在想更长远的规划, 提前预估一些最糟糕的情况, 所以在表情上表现出来了。 嗯? 你先请? 黄思博摇了摇头, 你先吧。 孟畅, 还是先定下让, 继任者上哪个网站, 这样也能大致推测出裴总的宣传意图, 然后我才好对宣传方案做出一些细微调整。 黄思博想了想, 倒是也对, 于是没有再推辞。 好, 那我尽快。 与此同时, 裴谦正在办公室里生闷气, 看到此消息的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你说说这指头公司和龙宇集团, 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 上个周末, 裴谦继续在家里看比赛, 结果把自己给看得一肚子火。 八强赛都已经打完一周多了, 四强赛都已经开打了, 指头公司那边怎么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什么都没做啊。 之前, GAUK配合兔尾直播推出了PC和手机客户端的观赛功能, 简直是备受好评, 以至于各大论坛, 视频网站上, GAUK比赛的相关讨论和分析热度暴涨, 把IOI世界赛的热度给挤压得没法看了。 本来, GAUK这边玩家就多, 关注度也高, 再加上这个观赛功能, 从观众里面炸出了很多的微生物学家, 一个个都举着放大镜看比赛, 更是引发了讨论热度的全面暴涨。 要是这个功能推出好几个月, 那大家的热度可能会降下去了, 但现在才刚出没多久, 玩家们都还在信头上玩得不亦乐乎, 连国外都快沦陷了, 就更别说国内了。 结果面临着这么大的压力, IOI那边硬是什么都没做, 就离谱。 当然, 说什么都莫做也不太客观, 他们还是砸了一些宣传经费的, 只不过莫砸出什么效果而已。 唯一值得称道的, 就是围绕FV俱乐部进行营销, 成功摆出了一副世界其他俱乐部围堵FV大魔王的架势, 勉强地保住了一些热度。 但问题在于, GAUT这边的对抗性也并不差啊。 上上周是八强赛, 上周是四强赛, GAUT这边在八强赛有五支外国队伍, 而四强赛则是剩下两支外国队伍。 虽说最后还是GPL的两支国内队伍脱颖而出, 杀入了决赛, 但八强赛, 四强赛中, 国外队伍的镜头也是拉满了。 尤其是四强赛中, 这两支国外队伍也是努力整活, 拿出了一些骚战术, 一支队伍赢了一个小局, 而另一支队伍则是赢了两局, 差点拿下比赛。 这是因为随着GAUT在国外的普及, 各家俱乐部对GAUT分布更加重视联赛体系的建立, 让这些国外队伍也逐渐追赶了上来, GPL的队伍不再有那么大的先发优势。 对于国外观众来说, 这些队伍也奉献出了非常精彩的比赛, 而且可以说是虽败犹荣。 八强赛, 四强赛的讨论度也是直接拉满。 而反观IOI这边, FV战队有惊无险地杀入四强赛, 又杀入决赛, 过程稍微有些磕半, 不再像去年那样碾压, 但整体而言, 还是能看出来, FV战队即使被指头公司针对削弱过, 硬实力也依旧很强。 虽然, FV战队到底能不能连贯, 这是个很好的悬念。 但这个话题, 跟GOD那边的话题相比, 也就那么回事, 并没石磨之的变化。 再加上观赛模式的影响, 这就让IOI这边的热度相当堪忧。 陪谦晚上熬夜, 看完IOI的比赛之后, 有刷了回论坛, 越刷越生气。 因为根本没石磨人讨论IOI这边的事情, 就算讨论, 也都是在讨论FV战队能不能连贯的。 你说, 这能不让人生气吗? 很多IOI的观众还抱着期待, 希望决赛热度能高一点, 毕竟IOI是外战, 而GOG是内战。 可问题来了, 你八强, 四强赛的热度都被碾压了, 指望着决赛突然反超, 这可能吗? 陪谦越想越气, 结果今天早上就莫能起来, 晚来了一个小时, 正生着闷气,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陪谦抬头一看, 是黄思博。 陪总, 我已经跟几家视频平台谈过了, 他们都对, 继任者, 很感兴趣。 这是跟他们初步谈好的报价, 您过目。 看到方案上各家平台的报价, 陪谦就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很感兴趣是什么意思? 就这磨个剧集, 你们竟然也很感兴趣, 而且, 还要花高价买独播? 你们没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吗? 没有最基本的, 对剧集好坏的判断吗? 就离谱! 可别是看到飞黄工作室的牌子, 就无脑买入了呀! 你们要这么干, 那我也帮不了你们, 亏钱也别怪我! 这里边有些网站, 是陪谦近两年很少去逛的, 比如藩鼠网。 自从爱立岛网站崛起之后, 藩鼠网还是一直在走原定路线, 没有去掉视频开头的广告, 所以陪谦已经很少去逛了。 虽说开会员能去广告, 但陪谦宁可, 花钱买爱立岛网站的会员, 也不愿意买藩鼠网的会员。 因为一个是自愿的, 一个是被迫的。 这在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 朕可以给你钱, 但朕不想给, 你不能抢。 本来陪谦以为藩鼠网是不是凉了, 结果看到, 这个报价才知道, 人家没有凉, 还活得好好的, 可见广告费确实挺赚钱。 不过, 这个具体的合作模式, 要改一改, 不要买断, 我们要根据剧集的播放量, 谈目量, 评分等数据算钱。 既然视频网站的出价都差不多, 去哪都是挨骂, 那就还是选爱立岛吧。 但肯定不能买断, 因为买断就意味着回本了, 那怎么能行? 反正这个剧一上映, 估计就要被骂惨, 谈目量多不多不好说, 毕竟挨骂也涨谈目量, 但播放量和评分肯定不咋样。 前三集, 观众被恶心到了, 肯定不会继续往后看。 至于评分突然逆袭这种事情, 概率也微乎其微, 大部分剧集的评分只会逐渐走低, 从低分逆袭到高分的情况太少。 按这个算钱, 能亏。 毕竟来看, 继任者的, 只有很小很小一部分援助的读者, 其他大部分都是完全不知道, 剧情的吃瓜群众。 对初见者来说, 继任者的剧情, 绝对是值得骂一骂的, 而且喷点很多。 黄思博有些意外, 咦? 孟畅竟然全猜对了? 怪不得感觉, 最近裴总对孟畅越来越器重。 孟畅这个人, 确实是有点东西的。 至于分成的细节, 你去跟爱丽岛网站谈吧, 我们也是经常合作, 适当给他们让典例, 也没关系。 裴谦说完, 把方案递了回去。 他倒是想尽可能多递给爱丽岛让利, 但又不能说得太明显, 只能这样稍微点一下了。 反正少赚一点试一点嘛。 具体怎么分成, 其实谈来谈去, 差别也不会很大。 关键还是看, 继任者上映之后的表现了。 黄思博接过方案, 对了裴总, 还有一件事情。 继任者, 后续的剧集拍摄也很顺利。 我们考虑是一周播一集, 一直播到下个月的月底, 把十二集全部播完。 这个进度应该莫问题吧? 裴谦在电脑上看了一眼日历, 按照一周一集的速度, 确实是刚好可以播到一月底, 二月初。 能不能? 再快点。 裴谦问道。 他看了看时间, 如果整个剧集要播近两个月的话, 热度其实是会一直延续的。 很多热门影视剧都是这周放一部分, 下周再放一部分, 这样一直播上一个月, 就是为了维持网上的讨论度。 否则一下子全放完了, 大家就只讨论结局, 那磨热度很快就过去了。 但到了继任者, 这里, 裴谦肯定是希望反其道而行之。 拖得越久, 情况越容易发生变化。 最好可以一下子把整个剧集全都放出来, 然后观众们全都一口气看完, 然后轰轰烈烈地集中骂一毒, 就可以完事收工了。 黄思博面露南色, 这个最极限的情况下, 可以缩短到一周两集, 最后两集一起放, 一个月左右就能播完。 也就是到1月12号左右。 不过这样对热度积累不太好, 可能一下子给观众们喂得太多了, 毕竟我们每一集的内容都接近一小时。 陪签一抬手, 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就相当好。 那就这么定了, 一周两集, 1月12号就全都播完。 时间短的话, 宣传预热达不到太好的效果。 而且, 网友们的讨论也难以积累起热度, 感觉是个不错的选择。 黄思博有些疑惑, 呃, 裴总你是说, 1月12号左右的这段时间, 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对, 继任者的热度有帮助。 否则的话, 为什么要这么赶呢? 陪签? 谁让你这么理解了? 但是转念一想, 黄思博似乎也只能这么理解了, 毕竟从各个方面考虑都没理由这么快地把整部剧给放完。 陪签只好不知可否地说道, 这个嘛, 有可能有用, 也有可能没用, 不用抱什么期待, 但碰一碰运气, 也无所谓。 黄思博立刻点头, 明白了, 那就这么定了。 我这就去跟爱丽岛网站那边谈合作的细节。 黄思博从裴总办公室退了出来, 正好跟在休息室等着的孟畅无缝衔接。 看到孟畅, 黄思博低声说道, 你猜对了, 裴总确实选了爱丽岛网站, 而且还要求把买段改成分层。 孟畅微点头, 脸上也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可以, 这就说明自己理解了裴总的用意。 那么, 继任者的宣传方案多半也会比较符合裴总的要求, 成功的几率大幅上升。 黄思博快步离开, 准备回到飞黄工作室去继续跟爱丽岛的工作人员谈合作的具体细节。 虽然裴总敲定了分层的这种方案, 但具体分多少? 每一种数据如何计算? 这个还是要仔细研究的。 对于继任者的播放量和评分大致达到一个什么级别, 分层能够赶上买段的收入, 这个需要好好考量。 但总体来说, 如果这部剧集能够比较成功的话, 分层收入肯定要比买段收入高一届才对。 毕竟买段的话, 承担风险的是爱丽岛网站, 而分层的话, 承担风险的就变成飞黄工作室了。 承担风险更多的一方应该获得一定的补偿,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梦畅则是来到裴总的办公室门前敲门进入。 裴总, 这是我给继任者做的初期宣传方案。 梦畅把方案递了过去。 裴总您看一下, 稍微给我提点意见吧。 裴谦非常满意地伸手结果。 梦畅可以啊, 越来越伤到了。 之前梦畅做好了宣传方案, 总是藏着掖着的, 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裴谦知道, 然后方案失败了之后, 还总觉得是裴谦在针对他。 这就挺让人伤心的。 但现在梦畅主动把方案拿来, 还认真听取意见, 这就是一种进步吗? 裴谦对此非常满意, 觉得梦畅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 是能够为以重认的。 看到裴总满意的表情, 梦畅也很高兴。 他也意识到, 之前的那种做法是错误的。 因为裴总看他的方案, 也只是想看看, 他对裴氏宣传法的掌握程度如何, 完全是好心好意。 主动把方案拿给裴总看, 说不定能学到更多有用的东西。 裴谦简单把方案翻看了一遍。 梦畅的这个方案, 可以说是相当的简单粗暴,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粗糙。 他宣传的主题是 最丑陋的超级英雄。 在宣传的物料中, 会放上很多主角菲尔的丑照和吃扁的画面, 并以另类的超级英雄题材来为这部剧集做宣传。 此外, 还有诸如真正原汁原味的超级英雄电影, 解构超级英雄本质等, 看起来八杆子打不着, 甚至是有点自相矛盾的宣传语作为配合。 除此之外, 宣传片当然也是少不了的。 其实在剪辑正片的时候, 飞黄工作室那边就顺手把宣传片也剪出来了, 但由于那边也不清楚具体要剪成什么效果, 所以就剪了好几版。 梦畅专门挑了一版以菲尔的剧情为主要镜头, 进行剪辑的宣传片, 前半部分是菲尔一直吃瘪的镜头, 把她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后半部分则是菲尔通过种种肮脏手段攫取权力的镜头。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总之, 都不是什么正经镜头。 没有非常别出心裁的宣传方式, 跟以前一样, 完全就是粗暴的花钱堆物料。 看完了这个方案, 裴谦不由地微微点头。 可以, 不愧是梦场。 这个方案, 还是很靠谱的嘛。 粗暴的堆宣传物料, 可以在保证多花钱的前提下, 得到不太好的宣传效果。 把菲尔的丑态完全表现出来, 有助于让观众对这个主角产生反感和厌恶, 通过第一印象, 就劝退不少观众。 而这些自相矛盾的宣传语,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标题党的效果。 让一些观众对剧集的内容预估产生偏差, 在看到前面三集之后, 大呼上当, 当场差评。 不过在裴谦看来, 这个方案, 也有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 方案整体的思路是对的。 不过, 我有个问题。 原汁原味的超级英雄电影, 和解构超级英雄本质, 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宣传词。 前者暗示, 这是一部正统的超级英雄电影, 能对观众起到欺骗的效果。 而后者则暗示, 这是一部反超级英雄的电影。 为什么要用这种自相矛盾的方式来宣传呢? 也可以考虑, 完全往反方向宣传, 对观众造成一种误导的效果吗? 听到裴总发问, 梦畅不仅没有紧张, 反而很是高兴。 可以, 看来裴总这是, 要检验我的学习成果了。 这就像很多老师在拿到学生的作业之后, 发现某一个环节, 缺少了论证过程, 直接给出了结果。 这时就会问, 这个结果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来测试学生, 到底是真正掌握了这块知识, 还是打算糊弄过去。 现在裴总显然也是在做类似的事情。 梦畅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裴总您说的, 不就是当初, 奋斗, 用过的宣传手法吗? 其实我最开始也考虑过, 也就是在宣传之初, 用完全错位的内容, 对观众或者玩家, 产生一种错误的诱导。 这样一来, 他们在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之后, 就会大呼上当, 从而在初期全面拉低评价。 但是具体分析了一下之后, 就发现, 继任者目前的情况跟奋斗不一样, 不太能用这种办法。 因为, 奋斗在上线之前是高度保密的, 玩家们对游戏内容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所以能糊弄过去。 但, 继任者的原著小说就挂在终点中文网上, 有不少老读者都看过, 想骗过所有人是不可能的。 如果强行这么搞的话, 可能反而会让观众们意识到问题, 激发他们的逆反心理, 造成初期宣传的结果, 与我们预期中的情况背道而驰。 也就是说, 如果梦畅单纯用这是一部真正的超级英雄电影来宣传, 那么我肯定会被继任者的老读者们给拆穿, 从而产生一些难以预估的后果。 而用正反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宣传, 就可以起到很好的迷惑作用, 让那些新观众更加难以把握这部电影的本质。 毕竟不是谁都有耐心去为了一部不太好看的新剧去肯玩几十万字的原著的。 陪迁点点头, 对梦畅的回答非常满意。 梦畅考虑到了用奋斗的宣传方法, 这是一种进步。 虽说, 奋斗, 这款游戏最终成功了吧, 但, 奋斗的宣传方法, 确实还是招来了很多差评的。 而梦畅能看到, 这种宣传方法的不足, 没有强行去用。 而是结合自己的理解, 给出了新的方案, 这是值得赞扬的一件事情。 梦畅现在用的办法, 本质上还是跟奋斗一样, 用错误的宣传导向, 为观众构建一种虚假的预期, 一旦这种预期落空, 他们就会愤怒地打差评。 只不过它的办法相比于奋斗, 更加隐蔽, 更加令人防不胜防, 不会轻易地被拆穿。 如果按照梦畅所说, 纳摩, 继任者, 上映之后, 不同群体肯定会吵得不可开交。 人在看宣传内容的时候, 往往是挑自己感兴趣的看。 很多电影的宣传过程, 都有点像是缝合怪, 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 喜欢不同题材的观众来看。 但这种做法, 往往是被骂得很惨。 就拿《继任者》来说, 通过这种宣传方式, 喜欢超级英雄题材的观众会来看, 他们可能压根没听说过原著, 以为《继任者》就是一部正常的超级英雄电影。 而对《继任者》的内容有所了解的人也回来看, 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期待了。 这就必然造成一种两极分化的评价。 这两众人在看完前三集之后, 反应肯定会不同, 有些人可能会破口大骂, 甚至互相吵起来。 到时候, 免不了有人要报复性地打低分, 这样就达到了明明已经有了原著, 但还是有人被宣传内容骗到了的目的。 打拆评的人, 看完前三集, 或者看完第一集就跑了, 既产生不了多少播放量, 又拉低了评分, 岂不美哉? 裴谦点了点头, 把方案递了回去, 可以, 就按这个方案来吧。 虽然觉得, 还不能算是尽善尽美, 但反向宣传这个事情, 本身就是很有难度的。 裴谦搞了那摩多次的反向宣传, 翻车的时候也不少, 现在这个方案, 已经让他比较满意了。 梦畅双手接过方案, 非常开心。 可以, 方案得到了裴总的认可。 这就说明, 自己对裴氏, 宣传法的理解, 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 他的这个方案只写了一半, 并没有写最后, 要如何让宣传的热度反转过来。 这一方面, 是因为裴总肯定是看到前半部分, 就能猜到后半部分, 不需要多此一举。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 后半部分的方案并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实际上, 还是要等前期的宣传方案出来了, 看一看观众们的实际反馈, 再对之后的操作进行一些微调。 不管怎么说, 孟畅都觉得自己进步明显。 在腾达打工还债, 确实很苦, 可如果换一种思路呢? 自己欠着裴总的钱, 裴总还得教自己真本事, 这岂不是写传? 欠钱的, 才是大爷啊。 孟畅开开心心地拿着方案去推进了。 穆松孟畅离开之后, 裴迁又简单看了看各部门发来的工作报告。 现在部门太多了, 部门的业务也越来越多, 所以即使是裴迁强调了, 让这些部门在写工作报告的时候, 尽可能简单。 这报告的篇幅, 也难以避免得越来越长了。 裴迁看得头晕, 简单过了一遍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爱立岛网站, 开始追剧了。 中午吃完饭之后, 小睡了一会儿, 喝了杯咖啡, 提神之后, 又逛了逛论坛, 看了一下大家对GOG和IOI世界赛的讨论。 看了眼时间, 快到三点钟了, 裴迁琢磨着, 现在结束一天辛苦的工作, 提前下班, 似乎还是稍微有一点早了。 那在前点啥呢? 他突然想到, 今天还默看快乐之缘, 于是赶忙打开吐尾直播, 开始看乔老师的直播。 中午睡觉的时候, 已经把专注模式的时间给挂完了, 所以, 现在就可以直接看。 在看到乔老师不论如何努力, 却仍旧在第二期所有人中垫底的时候, 裴迁琢磨得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 啊, 老乔可真是我的快乐之缘啊。 这世上, 还有什么看乔老师受苦, 更让人开心的事情呢? 没有了, 绝对没有了。 只可惜, 这样的受苦只有一次。 以后再想回味这种快乐, 可怎么办呢? 总不能看录播吧, 那也太没意思了。 裴迁也很清楚, 乔良这次来, 主要是因为暗箱操作的抽奖, 把他给抽到了。 这魔多人都在看着, 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得不来。 而且, 乔良显然也是低估了这里的受苦程度。 下次可莫法再骗他了。 一来, 抽奖这个方法, 只能用一次, 下次再抽到乔良, 那就是妥妥的黑幕了。 太假。 二来, 乔良已经体验过受苦旅行了, 就算下次再抽到, 他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说, 自己已经体验过了, 把机会让给别人。 总之, 这应该就是乔良在受苦旅行的第一场表演, 也是最后一场表演了。 且看且珍惜吧。 看了一会儿之后, 裴谦感到有点奇怪。 咦? 今天怎么摸摸看线包序啊? 都是撒子然在带着这群人训练。 难不成是包序游戏饮饭了? 打游戏去了? 正纳闷着,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裴谦抬头一看, 正是包序。 你怎么来了? 裴谦感到有些诧异。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怪不得没看到包序呢。 原来是找上门来了。 包序递过来一份方案。 裴总, 这是我给受苦旅行做的新方案, 主要就是, 把价格从三万五提升到了五万。 同时加入了一些附加内容。 附加内容? 裴谦伸手接过方案, 快速浏览了一遍。 这…… 裴谦眉头微皱, 一时间有点说不清这些措施是好还是坏。 价格是提高了很多, 从三万五直升五万, 对于那些自费来参加的人来说, 应该能起到更好的劝退作用。 但问题在于, 这福利给的也太多了。 顶着一个苦行者的头衔, 走到哪都能获得一些特殊的优待。 这对很多腾达铁粉的吸引力, 可不弱呀。 裴谦本来想拒绝, 但看到直播间里正在受苦的乔梁, 突然灵机一动。 咦? 有了这个规定, 不就可以让乔梁主动地来反复刷受苦旅行了吗? 像乔梁这样的性格, 肯定不甘心自己是最后一名。 如果没有包序的这个方案, 那乔梁拿地锦名其实都无所谓, 但按照这个方案推行之后, 乔梁多半是要来刷一下名次的。 到时候, 每隔那磨一两个月, 就能看到乔梁在受苦。 这可太让人快乐了。 为了获得这种快乐, 稍微赚点钱也值得呀。 而且, 裴谦的小本本上还有很多公司之外的人, 比如李时、 林长这一类人, 抽奖的办法根本抽不到他们。 但包序推出的, 这个苦刑者身份一旦被广泛地认同, 说不定也能把他们给骗进来。 骗进来一次, 就能骗进来第二次, 因为他们会想刷名次的。 这磨一想, 这个方案还是有一点可取之处的, 至少诱补外面的人更容易了, 而且名正言顺地涨了价。 想到这里, 裴谦微微点头, 倒也算是个不错的尝试。 不过有个问题, 这些福利需要各部门的配合, 他们同意了吗? 包序点点头, 同意了。 今天上午, 我给所有相关部门群发了这个方案, 他们很快就回复我了, 完全同意, 全力配合。 裴谦? 好家伙, 包大人, 你这个官微, 可是不小啊。 一个方案发过去, 大家就全力配合, 看起来都很害怕你。 不过, 这也没石磨大问题, 只要包序一心一意地让大家受苦, 那就是自己的骨功之臣, 权力大一点, 又何妨。 更何况对受苦旅行真正有决定权的, 还是裴谦自己。 裴谦考虑片刻之后说道, 方案整体是OK的, 但有一点小问题, 需要改一改。 就是目前给苦行者的好处, 有点太多了。 我觉得苦行者的奖励, 更多应该侧重于身份上的认同, 而不是直接的福利。 依我看, 账号登录之后的头衔, 记录, 发的纪念章, 证书, 苦行者们的建新号新号流等等, 都没问题。 但在福利方面, 应该改一改。 一来, 不能参加一次受苦旅行, 就直接福利给到顶, 应该有一个升级的过程。 当然, 这个等级也不能定得太高, 参加三次受苦旅行, 就大致封顶。 之后, 参加受苦旅行升级的经验, 就大大减少就可以。 二来, 这些福利必须大砍。 比如直接跳过 吐尾直播的一小时, 限制这个福利, 就有点缺乏弹性。 我觉得, 给苦行者定期发一些 免时长的券, 有几分钟的, 有半小时的, 根据苦行者的等级, 做出一些弹性, 也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在产业内部, 也可以考虑向核心用户, 有限度地发这些福利, 让用户 除了成为苦行者, 可以一次性地全都获得这些福利之外, 也可以在这些产业内部, 通过另外的渠道, 有限获得。 还有像墨语网咖, 外卖等产业中, 给苦行者一些特殊的, VIP优待之类的优待, 我们可以这样搞, 但不要写在公告里, 不要让大家冲着这个来参加受苦旅行, 那就有点变味了。 受苦旅行应该强调的, 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升华, 不应该带有那么多的功利性。 陪千砍的这些, 全都是针对桥梁量身打造。 桥梁更在意的, 肯定是这个头衔, 至于这些福利, 对桥梁来说, 肯定莫那么重要。 既然如此, 那就尽可能地砍一砍, 藏一藏, 尽量让无知的路人不要被诱惑, 精准打击像桥梁一样的人, 让他们多来几趟, 挺好。 包续稍微犹豫了一下, 可是裴总, 这样一来, 受苦旅行对大家的吸引力, 就大大下降了, 到时候, 要是莫多少人来受苦, 那多可惜。 裴千微微一笑, 莫是, 腾达内部这些人, 还不够你安排吗? 再说了, 现在受苦旅行容量有限, 你一下子吸引来那摩多人, 他们也是得慢慢排队, 还不如劝退一部分, 以后如果缺人了, 可以再想别的办法吗? 包续考虑片刻之后, 微微点头, 嗯, 也对。 那我这, 就去安排了, 争取今天发公告, 明天开始正式报名。 加福利德指的其他部门同意, 但砍福利德话就不用了, 所以, 盖起来很方便。 裴千点点头, 嗯, 去吧。 有点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到乔老师二进宫了, 开心。 12月12日, 周三, 杨诚, 天火工作室。 明京超正在忙着手头的工作, 莫注意, 孙希已经不声不响地拉了把椅子, 在他身边坐下了。 超哥, 受苦旅行好像说是今天就要正式开放预约了, 你确定, 已经全都安排妥了? 孙希的脸上满是忐忑。 慌啊! 之前周沐妍已经说了, 要给向牧组的人全都安排上受苦旅行, 孙希最近忍不住地多看了积天乔老师的直播, 越看心越凉。 这还只是第一个月的训练阶段呢, 就已经惨成这样了, 下个月才是真正的受苦, 那得是一副什么样的光景? 不过前两天, 事情又有了一些转机, 明京超说他已经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 让孙希拭目以待。 明京超莫透露, 具体是怎么解决的, 所以孙希还是难免有些不放心。 看到孙希这慌得不行的表情, 明京超不由地想笑。 当初是谁说很羡慕腾达员工, 能去受苦旅行的? 人那都是这样, 光看贼吃肉, 不见贼挨打。 等真的轮到自己了, 才知道后悔。 但还好有哥在。 明京超把胸脯拍得啪啪响。 你放心吧, 两头我都已经打点过了。 我还顺便探了一下周总的口风, 定了一个周总多半会放弃的价格。 如果是只送一两个人也就罢了, 现在的这个价格, 送整个项目组, 周总绝对舍不得, 你就放心吧。 孙希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魔?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暂时放下心来以后, 孙希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上, 继续工作。 过了一个多小时, 孙希又回来了。 只不过, 这次她的脸上不再是那种忐忑的表情, 而是充满了兴奋。 超哥, 你真牛逼。 刚才受苦旅行发公告了, 宣布外界预约报名正式开始, 价格是五万每个人, 这个价格, 周总肯定不舍得送整个项目组了。 太好了。 敏静超不由得微微一笑。 哼哼。 小事, 小事, 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表面上风轻云淡, 实际上心里已经默默为自己点赞。 包序又如何? 不还是被我三言两语给忽悠住了? 敏静超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 打开受苦旅行的官方网站查看公告。 哦, 加了很多的福利内容啊, 看起来是跟其他部门联动了。 意料之中, 毕竟想涨价, 就必须有附加价值。 别说, 还挺有吸引力的。 不过莫大爱, 这些福利对个人来说很是诱惑, 但对周总这样打算请员工组团去的人来说, 就没石膜吸引力了。 这个机制, 怎么好像是为乔老师这众人量身打造的呢? 又是升级, 又是游戏体验游戏特权, 甚至还有大奖章, 也就是对乔老师这种UP主, 主播, 自诩为腾达游戏忠实玩家的人, 特别有吸引力吧? 难不成是故意的针对? 嗨嗨, 不至于不至于, 人不能, 至少不应该黑心到这种程度。 我相信, 包哥内心应该还是有一丝良知, 没有泯灭的。 再说了, 他跟乔老师无冤无仇, 针对人家干什么? 敏靖超没有仔细去看这些福利的内容, 因为他完全不在意。 不就是一些虚假的头衔吗? 没有不也一样活着。 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 千万不能被这种迎头小利给诱惑到。 反正不管怎么说, 劝包序涨价的目的算是完美达成了。 敏靖超和孙希正在暗自庆幸着呢, 就看到内部聊天软件上周慕言发来了一条消息。 靖超, 你跟孙希来我办公室一趟。 嗯? 敏靖超不由得心头一喜。 这显然, 是把我们叫过去, 跟我们谈, 取消受苦旅行的事情啊。 周慕言表面上, 还是一个充分尊重员工意见的老板。 之前说好了, 请向牧组所有人去受苦旅行, 现在因为价格原因要取消了, 肯定也得装模作样跟俩人沟通一下。 肯定也不是完全取消, 而是用其他的方案来代替一下。 正好, 敏靖超和孙希两个人就可以趁这个机会顺波下路, 表示坚决拥护舟沐言的英明决定, 并且趁机提出几个舒坦的, 有件设性的替代方案。 这次受苦旅行的大危机, 也就可以轻松地翻篇了。 敏靖超和孙希两个人相视一笑, 很快地对好了口风, 然后来到周慕言的办公室。 周慕言的表情有些纠结, 看到两人之后,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今天受苦旅行开始预约报名了, 价格也出来了, 你们都知道了吧。 孙希赶忙摇头, 没有, 完全没关注这个事情, 周总你看着安排就行。 其实我觉得这个受苦旅行也就那样, 去不去的都行, 我们现在还是以开发工作为重。 周慕言倾可两声, 又看向敏靖超。 嗨嗨, 靖超你的内部消息还真的挺准, 受苦旅行的价格还真是五万块钱一个人。 我觉得吧, 五万一个人确实是有点缺乏性价比了, 其实有很多更好的方案可以选择。 而且, 以这样的规格安排整个项目组去, 也不太合适, 一方面是性价比很差, 另一方面, 大家每个人的习惯不同, 爱好也不同, 这样搞一刀切稍微有些不合适。 要不我们还是考察考察其他的方案, 每个人两三万的预算就能玩得很好了。 敏靖超和孙希立刻点头如卓敏, 没错, 我们也是这摩绝得的。 受苦旅行的性价比, 确实太低了。 周总您看着安排吧, 我们都听您的。 周沐妍对两个人的态度很满意, 微微点头之后说道, 好, 其实我之前也找人初步考察了几个方案, 在国内玩呢, 玩的时间可以相对长一点, 可以去一些风景名胜, 国外的话, 可以考虑去欧洲那边滑雪, 或者去泥红泡温泉, 要不找个海岛去度假, 也是不错的选择。 你们觉得呢? 敏敏超和孙希努力不让自己的狂喜表现出来, 周总您看着安排就行, 我们都听您的。 好家伙, 又是滑雪, 又是泡温泉的。 哪个, 都比去受苦旅行幸福一百倍啊。 我们不挑剑, 反正只要不去受苦, 去哪都行。 孙希很清楚, 要是以前的周沐妍, 搞这种大型团建活动, 基本是不可能的。 这次显然是沾了敏敬超的光, 周沐妍之前, 答应了送整个项目组去受苦旅行, 变卦之后,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 才给出这些方案, 作为一种补偿。 总之, 地狱到天堂啊。 不过呢, 周沐妍画风一转, 我这个做老板的, 也不能轻易食言, 当初是你们特别提出, 想去受苦旅行的。 项目组其他人, 没有这种强烈的诉求也就算了。 但对于你们, 我觉得应该满足这个诉求。 所以, 我想的是, 项目组其他人, 按照替代方案来, 你们几个骨干成员, 还是去受苦旅行。 虽说你们的规格和待遇, 比其他人高, 但你们毕竟围项目组做出的贡献也多。 我相信, 其他人是不会有什么怨言的。 孙熙脸色当场就变了。 玩犊子, 周总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你可别吓我, 我这小心脏, 可经不起这么折腾。 还是敏静超反应快, 毕竟是在腾达锻炼过, 赶忙说道, 周总, 这非常不妥。 我们作为骨干成员, 更加不能搞特权, 应该跟普通, 成员警秘团接在一起才对。 他们去啊, 我们就去啊, 绝对不能搞特殊化。 孙熙也反应了过来, 立刻附和, 对, 周总, 我们绝对不搞特殊化, 要跟项目组其他人同干苦, 共进退。 周沐妍还是有些犹豫, 这不太好, 其实我觉得, 受苦旅行也挺好的, 就是价格贵了点。 你们当时毕竟强烈要求过。 敏经超赶忙说道, 不不不, 我们当时也没有强烈要求, 只是随口提了一嘴而已。 周总, 你千万别想多了, 我们去不去, 完全没关系的。 正在纠结着, 周沐妍桌上的电话响了。 三人暂时停止了讨论, 显然还是周总的正事要紧。 周沐妍接起桌上的电话, 喂, 啊, 对, 是我, 您是? 哦, 久仰久仰, 记得之前有过一面之缘, 哎呀, 物是人非, 令人唏嘘啊。 敏经超和孙希, 默默地对视一眼, 心想, 这还是周总的老朋友。 他们有点犹豫, 到底要不要出去, 回避一下。 但看到周总, 似乎并没有这个意思, 就莫走。 什么? 这个, 倒是有过这个计划, 不过这个价格嘛, 稍微有一点点超出预算了, 所以,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嗯? 优惠? 半价? 哎呀, 我这人稍微有点多, 全都半价。 那怎么好意思呢? 感谢, 太感谢了。 哎, 好好好, 改天来阳城, 一定请你喝酒。 敏经超听的有点迷茫, 周总的老朋友, 在跟他说什么半价? 是说周总要从老朋友, 手里买什么东西摸? 周慕妍满脸堆笑, 那就先这磨定了, 给我留好位置啊, 顺便替我向裴总问好啊, 拜拜。 听到向裴总问好这几个字, 敏经超和孙希两个人心里咯噔一下, 瞬间凉透了。 坏了坏了, 不对劲啊。 周总这个所谓的有一面之缘的朋友, 该不会是。 周慕妍满脸堆笑, 好了, 这个问题妥善地解决了, 你们也不用委屈自己了。 敬超啊, 包续说让我带他点你问好。 他给弹痕二, 整个项目组安排了一个五折的大折扣。 敏经超瞬间明白了, 原来刚才打电话来的就是包续啊。 怪不得周慕妍说, 有过一面之缘呢。 敏经超听说, 当初腾达开发海上堡垒, 期间曾经组织所有人到阳城搞过一次团建, 也参观了天火工作室, 应该就是那时候有过一面之缘。 当然了, 那时候包续就是个普通员工, 非常不起眼, 周慕妍不见得注意到了他, 这么说更多的是一种客套。 但他俩聊的这些事情就太吓人了, 全员半价是什么意思? 看到敏经超猛逼了, 孙熙瞬间爆发出强烈的求生欲。 嗨嗨, 周总, 这不太好吧。 我们就为了出去玩一趟, 就让您欠了这么大一个人情, 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啊。 要不还是选替代方案吧, 我觉得替代方案也挺好的。 周慕妍摇了摇头, 哎, 你这么想就不对了, 替代方案就是替代方案, 现在原本的方案既然没有预算的问题了, 那还要替代方案做什么呢? 以我跟裴总的关系, 什么欠不欠人情的, 根本不需要这么生分。 再说了, 包续在电话里说, 这也是为了还靖超之前的一个人情。 你们不是也自己说了吗? 对受苦旅行很感兴趣, 同时又一定要跟其他员工一起, 同甘苦, 共患难。 现在这种解决方式, 不是非常圆满膜。 敏经超和孙熙两个人, 哑口无言, 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完了, 之前用过的所有借口, 都被周总给串起来了。 现在根本找不出不去的理由了。 周沐妍挥了挥手, 好了, 这事算是完美解决了, 报名的事情, 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我这里统一来报, 你们继续认真工作, 把, 谈恨二, 开发好就可以了。 去吧。 敏经超和孙熙, 失魂落魄地走出周沐妍的办公室, 回到自己的宫位上坐着, 呆若两只木鸡。 完了, 缺完了。 敏经超简直恨不得想要抽自己, 这特模的, 完全是聪明反被聪明握啊。 早知道最开始, 就不该跟周沐妍提受苦旅行这个茶的, 现在好了, 想不去都不行了。 突然, 孙熙像是想到了什么, 有些疑惑地问道, 超哥, 周总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包序啊, 还你一个人情? 敏经超刚打算喝口水缓一缓, 结果一听这话差点腔道, 嗨嗨嗨嗨嗨。 没失魔, 就是之前骂我, 曾经帮过包序一个小忙, 很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 但莫想到, 包序竟然还记得。 孙熙义愤填膺地说, 那他这, 完全是恩将仇报啊。 敏经超有些尴尬地点点头, 对啊, 谁说不是呢? 他可不敢把自己说服包序涨价的详情告诉孙熙, 如果让项目组的人知道详情, 那还不得把自己给活丝了。 也万幸, 包序并没有跟周沐言说起详情, 说得很含糊。 如果细说, 那可就出大事了。 现在孙熙也只是稍微有点怀疑, 但显然, 正沉浸在悲痛中, 没有深究。 虽说对敏经超而言, 已经是危机四伏的可怕境地, 但郭目前还主要是在周总身上。 总之, 现在只能低调做事, 夹起尾巴做人, 就当自己对这一切并不知情, 郭全都是周沐言的。 等挨过了这一段, 自己离开天火工作室以后, 这些人就算知道了真相, 也不可能找自己算账了。 敏经超本来万念俱灰, 现在突然有了动力, 抓紧时间工作。 尽快把弹痕二开发出来。 而且, 一定得大火才行。 弹痕二, 毕竟挂着裴总的名头, 如果没有大火的话, 岂不是砸了裴总的招牌? 那样的话, 自己肯定得继续留在天火工作室, 对游戏的内容进行整改。 多留一天, 就多一份危险。 现在敏经超就想着一件事, 赶紧把弹痕二, 完成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能跑多远跑多远。 与此同时, 裴谦也在关注着网友们 对受苦旅行的讨论, 以及受苦旅行的报名预约情况。 从网友们的评价来看, 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涨价策略起到了效果。 从网友们的反应来看, 大部分人还是以一种戏谑。 调侃的态度在讨论这件事情, 并没有真的想要报名。 五万的这个门槛, 确实劝退了大多数人。 好家伙, 我也不跟你多要, 一口价, 五万。 五万我钱点什么不好, 脑子抽了去受苦, 真, 花钱找最受啊。 本来还挺好奇, 这是个什么内容的, 结果看了乔老师的直播, M打扰了, 就算抽到免费资格, 我也不会去的。 这种项目竟然还能办到第三期, 到底是我有问题? 还是这个世界有问题? 就离谱。 不会真有人报名吧? 不会吧, 不会吧。 这次报名, 好像有二百个名额, 能带得动这么多人。 好像是先报名预约, 然后会有工作人员一一联系, 确定时间, 有些人要云出两个月的假期不容易, 可能得排到一年以后了。 总之, 安排人员名单, 这工作量也不小啊。 反正现在还莫报满, 估计一个月之内, 能报满二百人就不错了。 其实这些福利, 还是挺吸引人的, 这个苦行者的身份, 还是蛮有逼格的。 如果能拿到的话, 到游戏里, 应该会很有面子。 哼, 就为了拿一个头衔, 就花五万块钱去买最受。 谁爱去谁去, 反正我不去。 我觉得, 可以让主播们去挑战一下自我。 大家觉得呢? 我现在, 就去直播间里拱火。 看到大家的讨论, 赔钱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看起来大家的头脑都是很清醒的。 虽然苦行者, 这个头衔有一定的诱惑力, 但在五万块和两个月受苦的代价面前, 绝大多数人的脑袋都是清醒的。 至于有些人, 说要去直播间里拱火, 让主播们来参与, 这确实是个问题, 但应该不是大问题。 一方面, 主播们也不傻。 另一方面, 主播终究是少数人, 就算有那么几个想不开的, 也不会影响受苦旅行长久的亏钱大计。 可以, 这也算是开门红了。 赔钱很高兴, 但也不敢掉以轻心, 打算到晚上或者明天的时候, 再看看报名人数的情况。 与此同时, 赴挥资本。 李时才刚刚忙完了星鸟健身那边的事情, 又开始看这段时间累积起来的投资计划书。 翻了许久之后, 李时感到有些头疼, 于是停下来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想找到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真的太难了。 很多外界不明真相的人会说, 李时这个投资人名不副实, 就是闷头投腾达相关的产业。 就这, 我上我也行。 可问题在于, 其他的项目真的没有任何投资的价值啊。 李时倒是也想投点其他的项目, 可这摩多投资计划书翻完了, 根本就找不到有足够潜力和价值的项目。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拳头到腾达相关的产业中去呢。 有时候李时都觉得, 翻这些投资计划书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有这个闲功夫, 还不如一边从腾达那边喝汤, 一边休息享受生活。 刚休息了一会儿, 办公室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请进。 李时抬头一看, 是自己手下的一个员工。 李总, 之前你让我一直盯着受苦旅行, 今天那边刚发了个公告, 说开启报名了, 价格是五万一个人。 李时不由的眼前一亮, 来了兴趣, 是摩。 我先看看公告, 你去通知一下公司几个部门的核心员工, 一会儿到大会议室开会。 员工点了点头, 退出去了。 李时立刻搜到受苦旅行的官网, 把公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做到心里有数, 然后就来到大会议室开会。 众人有些不明所以, 不知道这次是有什么大项目要做, 竟然把公司里比较有资历的老员工, 全都喊来开会了。 李时也莫卖关子, 直接说道, 我一直在, 关注着受苦旅行, 今天终于开放报名了。 各位都是公司的老员工, 中间层, 现在我给大家提供一个额外的福利, 有想去参加受苦旅行的, 我给你们批两个月的带薪假, 再给大家额外报销两万块钱, 你们只需要自己掏三万, 就可以去。 纯自愿, 想去的, 可以去人力那里报个名, 人力不回头给我一份名单。 听完李时这番话, 会议室内的众人全都猛了, 面面相去。 李总, 我们和你无冤无仇。 而且在付费资本干了, 这磨掌时间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为何叫我们当憨批? 这福利倒是挺好的, 两个月的带薪假, 还额外报销两万块钱, 这样一来, 只要自掏腰包三万, 就可以去原价五万的受苦旅行了。 可是, 谁特摩要去受苦旅行啊? 那是什么好地方吗? 众人全都面面相去, 根本默认举手。 李时也不着急, 淡定地等着。 终于, 有人按捺不住了, 举手打破了沉默。 李总, 我有个问题, 您为什么希望我们去受苦旅行? 这地方有什么好的? 还是说单纯为了支持裴总的新产业? 看到此消息的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输有大本盈。 李时微微摇头, 支持裴总的新产业, 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原因, 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还是为你们考虑, 也是为公司长远的发展考虑。 你们都是公司的中间阶层, 你们成长得更好, 对公司发展有好处。 提问的员工更费解了, 李总, 您该不会也信, 受苦旅行能磨练意志这种话吧? 李时又摇了摇头, 磨练意志, 只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一方面。 我在意的当然不是这个, 我在意的是人脉。 人脉? 众人都有些不明所以, 李时不由地默默地叹了口气, 自己这群员工整体还比较让人满意, 干活踏实, 勤勤恳恳。 可就是在发散思维, 深入思考这方面, 跟腾达的员工简直差得太远了, 根本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这也没办法, 毕竟复辉资本和腾达集团有差距, 李时自己也跟裴总有差距。 这事也急不得, 只能慢慢交, 慢慢待。 李时解释道, 做投资最重要的是什么? 看项目的眼光。 看项目的眼光靠什么? 靠你对最新商业模式的了解和领悟, 靠你认识的人。 如果你认识一位商业天才, 那么跟他多交流, 多学习, 或者干脆直接去投他的项目, 这也算是你投资能力的一部分。 我一直强调, 你们不要总是闷头做这些重负劳动, 要多动脑, 多思考, 破展自己的人脉, 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但是, 这种人才, 哪是随随便便就能接触到的? 现在我问你们, 受苦旅行第一期, 第二期, 都是些什么人? 众人不由地面面相去,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对此还真的不清楚。 因为受苦旅行并没有刻意地宣传过这些, 到目前为止, 所有人对受苦旅行的了解, 都是来自于三个方面, 梦唱之前拍的宣传片, 纪录片, 以及乔老师的直播。 前两期的成员们, 确实出境了, 但上边也莫标明他们的身份, 很多人也没有深究这一点, 都以为, 他们就是腾达内部的普通员工而已。 但还是有人知道的。 之前那个一直按照李时的要求, 关注受苦旅行的员工, 举手说道, 第一批受苦旅行的所有人, 都是腾达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第二批受苦旅行, 除了各部门负责人之外, 还有抽奖抽出来的对腾达有过重大贡献的外部人士, 比如阮光健和乔老师。 李时点了点头, 所以, 你们明白了吗? 众人愣了一会儿之后, 纷纷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这就是李总所说的人脉啊。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裴总是商业奇才, 而李总最成功的那些投资, 全都是跟着裴总投的。 纳摩按照人脉的说法, 裴总就是李总最大的人脉了。 但裴总的层次, 哪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 所以, 很多人都羡慕李总能跟裴总牵上线。 也有人说就, 李总这种无脑跟头的做法, 换个人来样摸问题。 但李总今天的一番话, 可以说是阵龙发聩, 让会议室的众人意识到了 自己之前陷入的巨大误区。 能找到有用的人脉, 这本身也是投资能力的一部分。 大家只看到了, 李总跟着裴总无脑跟头, 可又有谁看到, 李总在腾达还莫完全发展, 起来之前就已经看到了腾达的潜力, 并和裴总建立了深厚有益的这种前瞻性呢? 普通人确实够不到裴总的那个层级, 但是如果能接触到腾达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呢? 这些负责人各个都能独当一面, 把本部门的业务做得风生水起, 深受裴总的信任。 虽说不能直接投资他们, 但跟他们聊聊天, 了解一下他们的思维方式, 聊一聊对目前流行的商业模式的看法, 这不也是受益匪浅吗? 按照一般情况, 复辉资本的这些人是绝对接触不到腾达各部门的负责人的, 因为没有直接的业务层面的往来, 私下里联系就更不可能了。 你是谁啊? 人家干嘛? 要跟你聊? 但在受苦旅行这个地方可就不一样了。 大家都是受苦两个月, 期间一起训练, 一起受苦, 又不能玩手机, 休息的时候就只能聊天, 再加上有足够多的共同话题, 自然而然的就熟了。 更何况, 受苦旅行的公告上还说了, 会给苦行者们, 见群提供更多交流的途径。 一来二去, 这不就认识了吗? 而且还不是那种点头之交, 泛泛之交, 大家都是一起受过苦的, 这有意相对比较经得住考验。 如果能跟腾达各部门的负责人建立这种联系, 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啊。 虽说第一期已经有很多负责人受苦了, 但保不齐裴总还会安排他们, 在第二次参加受苦旅行, 这完全有可能。 当然, 也有可能只此一次。 但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即使腾达各部门的负责人全都安排了一个遍, 接下来肯定也会继续安排各部门的负责人候选, 骨干员工, 能跟这些人牵上线同样也是很有价值的。 腾达各部门的人员变动这么快, 说不定某天这个潜力股就变成负责人了呢? 而且在往深了想, 越是报名早, 就越是能接触到腾达偏高层, 偏核心的员工, 报名晚了。 说不定遇到的就是一些普通员工了。 虽然也有一定的人脉价值, 但相比于最开始的这几期, 人脉价值就大大减弱了, 不是很划算。 很多人终于理解了李时的高瞻远瞩。 这无疑是对自家公司骨干员工的一种福利, 一种栽培啊。 当然, 这些骨干员工成长起来之后, 也能为富贵资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李时也能少费点心。 但不管怎么说, 作为老板愿意掏钱, 贴上两个月的代薪价, 以及每人两万块钱, 这也确实是大手笔, 相当厚道了。 李总还真没说错, 这确实是为了大家好。 想通了这一层之后, 在场的人立刻纷纷举手。 我去, 我也愿意去。 别说公司给带薪价和补贴了, 就算公司不给补贴, 只要允许清两个月的假, 那我也会有人愿意去的。 毕竟受苦是次要的, 锻炼精神也是次要的, 关键是为了人脉。 为了以后的职业发展。 要是这么一想的话, 区区五万块钱, 对这些在投资公司上班的人来说, 还真不算贵。 因为人脉是无价的, 掏钱也买不到。 看到众人全都踊跃举手, 李时也不由得露出了笑容。 很好, 这些人毕竟是付费资本的骨干员工, 一个个的都还不算太蠢, 一点就透。 好, 既然如此, 人力部尽快出个名单报名吧, 报名越早, 这五万块钱就花得越有价值。 与此同时, 受苦旅行特训基地, 刚刚结束训练的众人, 获得了短暂的休息时间, 姚波因为攀岩永夺第一名, 而获得了玩手机的特权。 这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他是所有人里面最专业的, 要不是特, 故意让着别人, 估计每次玩手机的特权, 都会被他给抢走。 看着姚波玩手机的样子, 众人纷纷流露出羡慕的眼光。 姚波刷了一下消息, 突然精神一震, 包绪之前离开, 果然是去办事了, 受苦旅行终于开放报名了。 我这就给人力部发一条消息。 让他们安排我们公司的人, 来受苦旅行团见一下。 这话刚一说出口, 姚波就发现, 朱小策、 郝云等腾达员工, 看他的眼光有点怪怪的。 乔梁显然是良心未明, 倾可两声之后说道, 姚总,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啊。 这么受苦的地方, 你忍心让手下人来吗? 姚波很是诧异, 怎么受苦了? 我觉得, 这个地方挺好的啊。 虽然我早就玩过很多年攀岩了, 但是这个地方教得还挺规范的, 训练日程安排得也非常合理啊。 我们金鼎集团的主营业务, 本来就是健身服饰和饮料。 结果员工们一个一个的都不健身, 不锻炼, 这能说得过去吗? 这种活动, 就该多组织组织。 我算了算, 攀岩的课程本来也挺贵的, 一个小时的私教课怎么也得两三百, 来受苦旅行这边不仅能学攀岩, 还有各种野外生存活动的锻炼, 有助于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 挺划算的嘛。 再说了, 我都以身作则了,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来? 听完姚波的这番话, 乔良哑口无言。 确实啊, 姚波已经以身作则了, 而且在受苦旅行这边, 玩得还挺开心的, 他安排自家公司的员工, 跟包序完全是出于不同的动机。 姚波继续说道, 而且受苦旅行, 还有这么多的官方认证的内容, 就算让我们员工自愿报名, 应该也会有人想来的。 你看, 姚波一边说着, 一边把受苦旅行的公告内容给乔良看。 乔良愣了, 苦行者称号, 还有各种福利。 我去, 他突然觉得, 受苦旅行似乎也不是那么受苦了。 作为一个游戏玩家来说, 你跟我说受苦, 那我可能没什么免去, 但要是跟我说全成就, 说升级的事, 那我可就不困了呀。 乔良感觉, 自己作为一个游戏玩家, 可在骨子里的基因复苏了, 突然充满了动力。 苦行者这个称号, 可不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魔? 但是看到这里边有一条, 会记录本期的成绩, 乔良又慌了。 到时候, 该不会给自己的苦行者, 称号后边, 加一行小字第二期, 垫底成员之类的吧。 那这个称号, 可就不是荣誉了, 完全就是丢人了呀。 当然, 公告上对于记录成绩这个事情并没有详细的说明, 写清楚名次算是记录, 凭优秀, 卓越之类的称号也算是记录, 后者在心理上就让人更能接受一些。 但不管怎么说, 乔良觉得自己必须得努力了, 来一趟受苦旅行, 怎么也不能落个垫底的下场啊。 乔良这边正在给自己加油打气呢, 就听到姚伯懊恼地说道, 哎呀, 报名已经报满了呀。 金鼎集团这边才报了十几个人, 就已经满了。 没想到网友们一个个闲着闲啊, 真报名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踊跃。 算了, 只能等下一期了, 我让人力部门留意一下, 下次报名, 尽可能多报吧。 姚伯感到很是惋惜, 二百人的名额这才刚过去几个小时就报满了, 足以见得受苦旅行的受欢迎程度。 还是下手慢了呀, 已经报满了。 不光是姚伯, 包括乔良在内的其他人, 也感到非常诧异。 尤其是朱小策等人, 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被震惊了。 因为腾达内部大部分人都觉得, 这个受苦旅行单纯是包序搞出来折磨人的。 如果真开放报名的话, 别说是收费五万了, 就算免费也不会有人来啊。 裴总多半是出于对包序的溺爱和纵容, 才支持了这个产业。 可现在看来, 外面的人报名竟然这么永远。 难道说, 裴总真的看到了受苦旅行背后的商业价值, 把包序拿来折磨人的项目, 也做成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难道这就是商业之神的魅力吗? 朱小策对王小斌低声说道, 裴总是真厉害啊, 受苦这种事情, 竟然也能做成一种产业。 难不成是我们错怪包哥了? 包哥确实是想这儿八斤地, 做出一番事业来的。 王小斌表示, 就算错怪, 那也是错怪裴总, 跟信包的有什么关系? 就包序这种小肚鸡肠的人, 能想到把受苦旅行, 做成一个产业。 我觉得太高看他了, 还不是靠着裴总的高瞻远瞩。 朱小策点点头, 嗯, 倒也是这么个道理。 王好出想,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毕竟本来也是要受苦的, 现在还能多拿个苦行者的称号, 和一些福利, 四舍五入, 等于白嫖啊。 不过我还是很费解, 到底哪来的这么多人报名啊? 虽说苦行者的头衔和那些福利还比较吸引人, 但五万块钱毕竟是实打实的, 受苦两个月也是实打实的, 不至于有这么多人来抢吧。 王小斌微微摇头, 你问这个, 就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呀? 我要是知道, 我就达到裴总那个高度了。 朱小策想了一会儿, 也莫想到特别有说服力的理由, 只好暂时放弃。 同时默默感慨, 果然不愧是裴总, 商业头脑无人能及。 与此同时, 腾达集团总裁办公室, 不是, 哪来的这么多人报名啊? 这特模都能报满, 这群人怕不是疯了吧? 老子出问题了? 五万块钱买两个月的受苦, 钱多了烧的, 嫌自己钱多, 可以转账到我的私人账户上吗? 给腾达白送钱算什么本事? 啊, 真是气死我了。 裴谦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本来上午的时候还好好的, 结果还没过几个小时, 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裴谦本来还美滋滋地, 等着受苦旅行的报名报不满呢。 那样的话, 要么就是多安排腾达集团内部的员工, 要不就是用更少的人数成团, 不论哪个都能烧更多的钱。 可万万没想到, 爆满了。 而且, 以现在这个人数来看, 不仅没法少烧钱, 可能还得考虑扩充受苦旅行的规模了。 总不能让人家真等个一年吧? 不行, 我得打电话问问包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是不是背地里还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才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本来裴谦对包序是很信任的, 毕竟包序把涨价的事情和苦行者, 头衔的事情都提前汇报了。 裴谦觉得包序并不像其他负责人一样, 总是藏私, 值得信赖。 可问题在于, 光是这点改动, 应该也不足以让受苦旅行爆满吧? 一定还有什么隐藏的理由, 自己所不知道的理由。 关键在于, 这到底是个巧合, 还是包序有意为之?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如果是前者, 那也就罢了。 如果是后者的话, 那包序这个人表面忠诚, 实际上, 内心肯定是大大的坏, 陪迁不介意再给受苦旅行加加难度, 让包序这个负责人身先士卒一下。 很快, 电话接通了。 电话那头传来包序有些惊讶的声音。 咦? 裴总, 我刚想给您打电话汇报呢。 受苦旅行这边接了的大单。 裴迁一愣, 嗯? 什么大单? 包序说道, 是这样的, 天火工作室那边周总说, 想给手下的员工安排一下受苦旅行。 我当时, 说给一个友情嫁, 五折。 我本来以为就能磨几个人呢, 结果周总又说, 是整个, 弹痕二, 项目组的人都要来。 一百大几十号人, 而且, 这还只是项目组的核心开发成员, 外围成员都磨算上。 这折扣一下子就有点太多了, 所以我刚才还想给您汇报一下。 裴迁一听, 喜上眉烧, 哦, 磨问题啊, 周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给点折扣, 合情合理。 以后这种给折扣的事情, 你自己拍板就行了。 不用跟我汇报。 听包绪这么一说, 赔钱心情瞬间好转。 怪不得二百人的名额一下子就爆满了呢。 原来天火工作室那边就一下子占了一百大几啊。 如果只是友情捧场, 那其实不用太担心。 毕竟跟腾达关系密切的公司就这么多, 就算出现个别友情捧场的情况, 应该也不会长久。 周沐妍总不至于把员工一遍一遍地往受苦旅行这边送吧。 那就太没人性了。 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 连赔签自己都干不出来。 更何况, 这些人的报名价格都不是原价, 是五折的友情价。 两万五一个人的话, 受苦旅行这边妥妥的是亏的。 虽然亏的这点钱, 对整个受苦旅行来说算不上什么大钱, 但能亏总是好的吗? 包续继续说道, 好的裴总, 那我就在目前的名单之外, 另外再给他们开一期了。 毕竟目前的二百人都已经爆满了, 他们这批人没法跟目前的二百人一起。 裴迁愣了一下, 头上缓缓飘出一个问号, 等一下, 天火工作室那边的一百多号人, 不在目前的这二百人里面。 包续理所当然地回道, 对啊, 周总来联系我确定人数的时候, 二百人都已经爆满了。 所以我就想, 这一期的受苦旅行结束之后, 必须对整个受苦旅行的架构, 做出一些调整了, 否则吃不下现在如此高涨的需求。 就算之后受苦旅行一期, 带四十个人, 十个腾达员工, 加三十个外部人员, 要带完这三百多号人, 也得十几期, 也就是两年, 这个时间完全不能接受。 我觉得, 还是抓紧扩充队伍, 把每期的受苦旅行, 分成三到四个班, 甚至更多, 室内场馆和室外场地, 也得抓紧筹备新的。 当然, 人员培训也得跟上, 多开班可以, 但不能以降低, 培训质量为代价。 名字叫受苦旅行, 那受苦肯定得到位。 扩充之后, 当然也有好处, 就是可以按照人员比例, 安排更多腾达的员工进来了。 腾达的员工这么多, 每期安排十个人, 这得安排到猴年马月去, 效率太低了。 包续后边说的这些话, 裴谦是一句都莫听进去。 他现在的脑海里, 只有一个硕大的问号。 凭什么? 凭什么? 受苦旅行都搞成现在的这种情况了, 价格又高又受苦, 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挤破头的想要进来。 关键这还是在有200人员限额的情况下, 这要是没限额, 排队岂不是得排到十年后了? 包续好不容易讲完了 对受苦旅行后续的规划。 裴谦沉默片刻, 问道, 所以, 你看懂了受苦旅行为什么会爆满了吗? 包续愣了一下, 随即有些羞愧地说道, 抱歉裴总, 我天资鲁顿, 默看懂您到底是怎么对受苦旅行布局的。 其实对于受苦旅行现在的火爆, 我也非常费解。 或者, 您可以稍微指点我一下。 裴谦?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到底谁知道? 受苦旅行到底怎么就突然火了? 行吧, 你继续安排吧。 裴谦默默地挂了电话, 受苦旅行出问题了, 但根本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而且出问题的环节, 大概率在自己身上。 现在应该怎么办? 在线的? 挺急的。 与此同时, 网友们也对受苦旅行的情况展开了第二轮的热议。 什么情况? 上午还说, 这玩意根本不会有人报名吗? 下午, 就已经报满了。 我刚费了好大劲在直播间里拱火, 想让主播去参加受苦旅行, 其他人也跟着一起拱火。 主播总算是没办法了, 无奈地去报名, 结果人数已经满了。 WTF? 主播肯定老开心了吧? 逃过一劫。 不, 他的心情似乎比较复杂, 一边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一边又怀疑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毕竟受苦旅行能这么快爆满, 说明很多人都对他非常认可, 甚至觉得五万块钱挺值。 日, 这个疯狂的事件, 我看不懂了。 该不会是造假吧? 不可能, 腾达向来不屑于做这种事情, 腾达的数据全都是真实数据, 爆满那就是真的爆满, 绝对不打折扣。 那就奇了怪了, 这世界上真有这么多抖呀。 花五万块钱买最瘦, 到底图啥呢? 网友们全都百思不得其解, 只能说有钱人的世界就是这么魔幻, 花钱的脑回路跟正常人完全不一样。 但这种费解, 反而让关于受苦旅行的话题被持续热议。 之前受苦旅行第一期的时候, 虽然也有宣传片和纪录片放出来, 但并没有在网上激发太多的讨论, 因为大家都是当段子和笑话来看的。 顶多也就是调侃两句, 然后就不再关注了。 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这玩意对外报名也光速爆满, 在某种程度上说明, 他的商业模式已经获得一定成功了。 虽然尚不能断言, 一定能延续这种火爆, 但至少已经做到了开门红。 这种巨大的反差, 就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和讨论, 强烈的求知心也让他们想要努力挖掘受苦旅行的细节和深层商业逻辑, 从而在网上形成了热点话题。 而很多自媒体, 大V, 公众号, UP主等等也全都看到了这次事件, 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素材, 一定能抓人眼球。 于是, 很多对于受苦旅行的分析开始逐渐增多。 这些分析可能是片面的, 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但这显然不是什么坏事, 反而会继续提升全网对受苦旅行的讨论度。 所有人都很好奇, 裴总到底是如何做到, 让受苦也能成为一种商业模式的。 12月13日, 周四, 裴谦顶着一头睡得乱糟糟的头发, 在自家沙发上抱着笔记本电脑, 全神贯注, 似乎在研究着什么。 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一幕, 肯定会觉得, 裴总真辛苦。 大早上的就起来了, 连头都默洗, 就开始考虑工作的事情。 然而, 裴谦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 受苦旅行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这些自媒体, 能不能统一一下口径? 给我一个正确答案。 昨天受苦旅行被全网热议, 都上各种网站的热搜了, 各种对热度趋之若鹜的自媒体, 自然也是光速蹭, 导致裴谦想看不到都很难。 而且这种情况可能还得持续好几天, 毕竟做视频的UP主们都还在剪视频, 等审核呢。 出于对网友们的信任, 裴谦把很多网友的讨论以及自媒体的分析文章全都看了一遍, 想要从中找出受苦旅行爆满的真相。 结果越看越切。 这届网友不行啊, 一点都不靠谱。 要么就是一顿分析猛如虎, 过程却完全经不起推敲, 要么就是放弃分析, 带着裴总一顿猛吹。 说什么, 这是裴总又一次的精妙布局, 又一次对旅行商业模式的颠覆, 受苦旅行的未来大有可为之类的。 看得裴谦心里直冒火, 他内心有点矛盾, 一边是期待着有一个类似于乔老师的人站出来, 像解读游戏一样解读一下受苦旅行成功的真正原因, 让自己能把这件事情彻底搞清楚。 虽说这多半是对自己本意的曲解, 但至少能说明市场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反应。 另一边则是又有点担心, 这个解释一旦出来, 万一引得更多网友纷纷赞同, 导致受苦旅行更加火爆了怎么办? 许久之后, 裴谦把笔记本电脑放到一边, 无奈放弃。 算了, 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自媒体们为了吸引眼球, 倒是提出了很多惊世骇俗的观点, 但这些内容完全禁不住推敲, 对裴谦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还是搞不懂受苦旅行为什么会火。 只能暂时搁置了。 裴谦平复了一下心情, 又把目光转移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上。 今天, 继任者的宣传工作就要全面铺开了。 黄思博已经跟爱丽岛那边谈妥了合作的具体方案, 今天就开始铺天盖地的预热宣传, 不光是腾达这边宣传, 爱丽岛那边也会给足宣传资源。 这个周日晚上八点, 继任者三集一起放出, 之后每周两集, 分别在定在周六, 周日晚上, 最后两集一起出。 这样一来, 到1月13日的周日, 正好全部播完。 裴谦倒是想把首播的时间放在周六晚上, 因为正好是Gaulk和IOI的最后决赛, 可以抢走大量的热度。 但爱丽岛那边肯定是不希望互抢热度的, 毕竟他们那边也给了继任者很多网站内的宣传资源。 裴谦自然也莫多说什么, 就按爱丽岛网站这边订的时间来了。 反正, 继任者铺接纯靠实力, 什么时间发, 结果都不会差得太多。 爱丽岛网站上已经放出了继任者的宣传片, 而且各种宣传物料也已经挂了出来, 还在聚集板块给了继任者, 一个大幅的滚屏推荐和列表推荐置顶。 宣传物料上, 飞黄工作室星座等几个大字也是格外醒目。 总之, 该给的牌面是完全给到了。 裴谦点开宣传片看了一眼, 因为是飞黄工作室官方账号发布的, 而且有爱丽岛网站的算法推荐, 所以宣传片发出来没多久, 已经有了很多的谈目和留言。 继任者终于要上线了吗? 终点中文网第二部版权改编作品, 期待。 援助党在此, 剧集看起来还是挺还原的, 好评。 这是超级英雄电影, 我完全没看到超级英雄在哪啊。 弱弱地说一句, 那个被吓尿的金发帅哥就是主角。 他是主角? 那这宣传片里怎么一个打斗镜头都没有, 前半段被虐惭, 后半段全都在暗搓搓地搞阴谋诡计。 这, 我有预感, 这个片子可能会挺坑的, 太令类太烈奇了, 不符合我的口味。 援助党表示, 不符合口味是很正常的, 这个题材本身就是剑走偏锋的小众题材。 而且, 鸽子精这个原著作者, 对主角就是故意丑化的。 你要是真喜欢上了这个主角, 那反而有大问题。 原著党不要剧透啊。 让莫看过原著的观众, 从头开始享受剧情吧。 一眼看过去, 宣传片的评论区, 可以说是什么样的评论, 都有。 别说形成统一意见了, 连针锋相对的两重意见, 都形成不了。 观众们至少有好几种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是因为, 孟畅在做宣传方案的时候, 就顾不一阵, 让新观众压根无法从宣传内容上看出这电影的本质。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 剧透党们保持了克制。 很多没看过原著的人, 看到这个标题, 这个宣传片, 肯定会产生五花八门的理解。 而那些看过原著的人, 也没有在底下剧透, 或者解释太多。 因为,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没品的行为。 有些原著党想解释, 但这一解释, 就必然涉及到剧透。 所以, 还是硬憋了回去。 更何况, 继任者的原著, 在终点中文网, 也不属于那种火出圈的作品。 顶多算是一个小众精品, 原著党放到网上体量太小, 根本行不成气候。 原著党和新观众, 形成了两众不同的态度。 新观众里, 又有很多众, 又奔着超级英雄, 题材来的, 有喜欢另类故事的, 还有单纯是飞黄工作室粉丝的。 总之, 宣传虽然搞得阵仗不小, 但热度并不算高。 因为想要热度爆炸, 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备受好评, 大部分人都疯狂地坐自来水。 另一种就是, 毁欲参半, 双方针锋相对, 谁也不服谁, 吵得不可开交。 像, 继任者, 目前的这种情况, 就属于两边都不挨着。 看到这里, 裴谦总算是满意的点点头, 把之前受苦旅行的事情, 暂时抛到了一边。 看起来, 梦畅的初期宣传策略, 算是成功了。 等, 继任者, 一上映, 很多观众大呼上当, 骂声一片, 那就更稳了。 12月15日, 周六, 欧洲, IOI全球总决赛比赛场馆。 赵总, 这边。 艾瑞克满脸微笑, 在汹涌的人潮中, 准确地找到了赵旭明。 两人积了个掌, 代表着胜利会师。 自从, GOG全球邀请赛开始之后, 艾瑞克就一直在欧洲盯着, 而赵旭明, 则是在国内负责国内的线下活动, 和转播等各项事宜。 现在比赛总算是接近尾声了, GOG高歌猛进, IOI看起来日薄西山, 俩人自然也可以放松放松了。 上周末四强赛打完的时候, GOG这边两支国内队伍杀出重围, 虽然过程稍微有点艰难, 但结果是好的。 既然是内战, 那GOG这边就不用担心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 谁赢都一样。 更何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GOG已经凭借着新的观赛功能, 抢尽了热度, 在国内的热度, 可以说是完全碾压, 在世界上的热度, 也全面盖过了IOI, 已经可以提前开香槟了。 艾瑞克和赵旭明两个人, 提前就已经订好了IOI决赛的票, 正好来看最终决赛。 这边显然更有悬念一些。 当然, FV战队到底能不能赢, 这谁都不敢保证, 但这只是一场局部战役, 在整个战场已经接近尘埃落定之后, 就算FV战队输了, 也不会对GOG的全面胜利, 造成太大的影响。 当然了, 最好还是赢。 赵旭明看了看时间, 比赛还有一会儿才开始, 不过已经得入场了。 可惜的是, 艾瑞克和赵旭明两个人是分开买的票, 位置也不在一块, 所以只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各自入座。 赵旭明才刚刚坐下莫多久, 就听到有人稍显诧异地说道, 赵总。 他抬头一看, 发现是自己之前在龙羽集团的老搭档, 金勇。 送福利去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咦? 你也来了? 赵旭明这话问出来, 才意识到有点问题, 自己也笑了。 金勇现在接了他的班, 也算是IOI国服的负责人, 出现在IOI世界总决赛的现场, 有什么奇怪的吗? 反而是他这个叛徒, 跑过来才有问题吧。 金勇点了点头, 嗯, 我就坐那边, 隔了大概十几个座位。 他也没多说什么, 毕竟是老上司, 情义还在。 正好赵旭明旁边, 座位的人还莫来, 是空着的, 金勇就暂且坐了下来, 跟赵旭明闲聊两句。 赵总, 你们搞的这个观赛功能, 真的是太厉害了, 完全让我们猝不及防。 而且开会研究了半天, 还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不容易起来的那点热度, 也全都被你们不声不响地吃掉了。 这点子是你想出来的, 还是艾瑞克想出来的? 又或者, 是裴总想出来的? 金勇对此一直特别好奇, 现在总算可以问了。 为什么艾瑞克跟赵旭明两个人在IOI这边的时候, 就一直是被动防御, 被腾打, 打得分不清东西南北, 可到了DOT那边, 就突然开窍了一样, 各种骚点子都来了。 你们两个, 该不会是一直在演吧? 排到我这边就快乐游戏, 排到我对面, 就重拳出街。 虽然金勇本能地认为 不该这样揣测老上级, 但目前, 这个情况实在太像了, 让人很难不怀疑。 赵旭明笑了笑, 都不是。 是被调到兔尾直播的前任 腾达游戏部门负责人 想出来的。 什么? 被调人到兔尾直播的前任 腾达游戏部门负责人? 金勇差点就被赵旭明给绕晕了。 这都是哪个哪啊? 腾达游戏部门跟 Dark项目组并不是一个部门, 腾达游戏部门 克制开发了 回头是暗、 奋斗等一系列单机游戏的部门。 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被调人到兔尾直播去了。 这是贬值吧? 游戏部门 可是腾达的最核心部门啊。 而且, 这个人到了兔尾直播, 竟然还主导了直播观赛功能的开发, 从而对IOI 形成了致命一击。 这就很离谱了。 如果是赵旭明或者艾瑞克, 甚至是裴总想出来的这个办法, 那金勇没实谋好说的, 人家技高一筹, 只能甘败下风。 可现在才知道, 原来捅出致命一刀的, 是个原本跟这块业务扒杆子 打不着的一个人, 这就让人很难接受了。 这就好像两方大军激战正憨, 结果突然不知道, 从哪冒出来一个路人, 直接把自己这边大将斩于马下, 导致己方瞬间兵败如山倒。 就离谱! 金勇彻底沉默了, 他似乎有点明白, 为什么IOI这边毫无还手之力了。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腾达这边的人才储备, 未免也太可怕了吧。 像赵旭明这样的人去做GOG的国服负责人, 都不需要费尽心思想什么套路, 只要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做到60分, 那么其他各部门就会自然地把它给带到80分, 甚至100分。 金勇简直是羡慕的不行, 我怎么就遇不到这种躺赢的时候呢? 聊不动了, 越聊越难过。 金勇又跟赵旭明简单寒暄了两句, 考虑到现在两个人立场的不同, 已经没法再聊下去了。 金勇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克雷迪安跟他是内部票, 所以就坐在旁边, 此时正在等待着比赛的开始,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金勇说道, 赵总也来现场了, 艾瑞克有可能也来了。 克雷迪安不由得一皱眉, 他们来干石魔。 是因为Dalgan那边已经没有悬念了, 所以来看, FV战队的。 金勇点点头, 多半是这样了。 他犹豫了一下, 又说道, 赵总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很不错。 我问了一下, 他说God的观赛功能是被调人到兔尾直播的腾达游戏前任负责人搞的。 克雷迪安也沉默了。 他现在很想说, 一个叛徒你神气什么, 但这样又会显得自己很酸。 是啊, 如果能躺赢, 谁又愿意去做败方SVP呢? 看比赛吧。 克雷迪安默默地叹了口气, 不得不说, IOI的全球总决赛排面还是拉满的, 为了不在场面上输给God, 指头公司这次可以说是不惜血本, 还请了国外很有名的摇滚乐团来现场表演。 之前围绕着两支决赛队伍的宣传预热, 更是让两支队伍登场时的现场气氛达到了高峰。 但明显能听出来FV战队的呼声要高于对面的SAM战队。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FV战队的吃到的热度本来就比SAM战队要高。 之前指头公司是想给FV战队打造一个大魔王人设的, 所以在宣传资源上, 就算想不倾斜, FV战队也没办法。 FV战队是上届总冠军, 又特别喜欢整活, 在全球范围内本来就有很多的粉丝。 而且, 从淘汰赛的表现来看, FV战队虽然被版本针对了之后不再有去年的那种统治力, 但硬实力在这摆着, 进入决赛仍旧是大概率事件。 而SAM战队就不一样了, 在淘汰赛阶段, 他们只是指头公司看好的国外队伍之一。 不论是欧洲还是北米, 来的队伍看起来实力都不错, 其中的三四支强队都有可能杀入到决赛中。 所以, 指头公司再给他们做宣传的时候, 就会很纠结, 到底该压保谁呢? 热度就这么多, 压保某一支队伍, 万一被淘汰了, 连决赛都没进去怎么办? 所以只能是平摊热度了。 于是, 这就造成一种很尴尬的情况。 大家都有曝光度, 但曝光度多远不如FV战队。 好在最终是, SAM这支欧洲老牌强队杀入决赛, 还有主场优势, 所以, 现场的欢呼声还不会显得特别碾压,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SAM就是去年在八强赛被FV战队3比0打赢的那支队伍, 刚输比赛那会可莫少被粉丝们骂。 队员们也都备受打击, 参加世界赛本来至少是打算冲击一下决赛的, 结果八强就被淘汰了。 而且还是3比0淘汰, 这谁造得住啊? 结果后边的比赛看下来, 心里突然就平衡了。 因为大家都是3比0, 决赛的Fry战队不也是被碾压磨? 表现还不如自己呢? 于是, 心里又平衡了。 今年, 指头公司针对FV战队把他们擅长的几个英雄砍了之后, 又加强了一下欧美那边队伍擅长的几个英雄, 恰好都在SAM战队的英雄池里, 所以, 他们也算是吃到了指头公司改版的红利, 实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很快, 比赛正式开始。 金勇发现, 克雷蒂安似乎有点紧张, 捏着一把汗。 指头公司这边, 肯定都是希望SAM战队赢的。 如果FV战队又赢了, 那岂不是之前宣传积累的所有热度, 又全都便宜了FV战队吗? 更何况, 指头公司都这么调整版本, 真对了, FV战队竟然还能赢, 这未免也太打脸了。 FV说了的话, 怪版本也没用, 大家只会喷你菜。 可要是赢了, 那后果不堪设想。 克雷蒂安一开场, 就显得有点紧张, 多半是因为去年观赛时的PTSD犯了。 那时候谁都不觉得, FV战队是个强队, 结果一举一个骚套路, 别说对手了, 连观众和解说都被秀晕了, 完全颠覆了所有人对IOI的认知。 甚至一些IOI的设计师们, 都默想到, 这游戏竟然还能这么玩。 克雷蒂安显然是怕FV战队, 又像去年一样, 小组赛唯唯诺诺, 决赛重拳出击, 万一再掏出什么完全没见过的新套路, 把Sam虐个3比0, 那可真是太让人绝望了。 但看完了BP环节之后, 克雷蒂安明显放松了下来, 擦了一把汗。 可以可以, 终于正常了。 FV战队这次并, 没有给出特别惊世骇俗的BP和战术, 他们的阵容与半决赛相比, 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更多的是, 临场应变和见招拆招, 所有的选择, 尚在观众和解说的理解范围之内。 这也就意味着, FV战队要跟Sam比拼硬实力了。 这也很正常, 因为这次的世界总决赛指头公司, 可以说是势在必得, 提前确定版本, 把FV战队拿手的英雄砍了一遍, 给了国外队伍充足的战术研究时间。 不像去年那样, 世界赛版本变化太大, 很多国外队伍都莫适应好, 让战术储备强大的FV钻了空子。 打到决赛阶段, 两支队伍对当前版本都研究透了, 就算阵容和战术上出现一点差距, 也不足以对比赛结果和走势, 造成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归根结底, 还是拼硬实力。 而硬实力, 无非就是队员们对英雄的掌握程度, 以及整个队伍的配合, 以及执行力。 前者肯定是Sam战队有优势, 因为这些强势英雄本来就是Sam队员们的拿手英雄, FV战队的队员们虽然在改版之后就一直在苦练, 但在怎么苦练肯定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这让克雷蒂安看到了希望, 有机会赢。 一旦Sam战队赢了, 纳摩就可以把FV战队身上的热度抢过来, 对于提振欧美市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指头公司的面子也有了, 这次IOI世界赛就算是成功了。 而这种成功肯定也会影响达亚克集团高层对IOI这款游戏的态度, 肯定会相对和缓一点, 不会再像之前一样光想着如何去压榨剩余价值。 克雷蒂安怀着一种紧张而期待的心情, 关注着比赛的进展。 第一局, Sam先下一城, 但FV战队很快做出了战术调整, 在第二局还以颜色。 双方你来我往, 互不相让, 最后竟然打到了决胜局。 金勇也看得大呼过瘾, 好久莫看过这模精彩的比赛了。 他现在虽然是IOI国服的负责人, 但也不影响他以纯粹观众的角度, 欣赏精彩的比赛。 而且他的态度跟指头公司不一样, 指头公司对FV战队很不待见, 但金勇对FV战队还是很有好感的, 内心中其实也期待着FV战队能够连贯。 最后的决胜局开始之前, 金勇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克雷蒂安。 突然发现克雷蒂安竟然脸色有些煞白, 似乎比第一局开始前还要更加紧张了。 而且, 这似乎不完全是紧张, 还有一种很浓重的担忧。 金勇稍微有些费解, 问道, 都到了决胜局了, 意味着FV战队和Sam战队都有机会。 就算很想让Sam赢, 也不必担忧到这种程度吧。 克雷蒂安摇了摇头, 不, 不是的。 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最后一局的结果如何,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无论Sam战队最后一局是输还是赢, 我们都已经输给裴总了。 金勇愣了, 这怎么可能? 赢就是赢, 输就是输啊。 克雷蒂安说道, 我们赢的唯一机会就只有Sam战队3比0或者3比1干脆利落地拿下FV战队。 现在这种情况, 已经进入死局了。 金勇很是困惑, 怎么就陷入死局了? 送福利去微信公众号输有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按照克雷蒂安的说法, 这场决赛其实只有四种情况, FV战队碾压Sam, Sam碾压FV, FV艰难胜利, Sam艰难胜利。 而这其中只有Sam碾压了FV战队, 对指托公司而言才算是可以接受的结果。 为什么? Sam就算赢得末, 那么干脆利落, 3比2赢了也是赢吗? 拿了世界冠军, 不是一样可以把之前FV战队身上的热度抢过来吗? 克雷蒂安摇了摇头, 解释道, 关键在于, 世界赛的版本变动针对FV战队实在太明显了, 这无形中就给FV战队加了很多的感情分。 即使FV战队已2比3输了, 会认可Sam这个冠军含金量的人也不会多。 可反过来, 如果FV战队3比2赢了, 克雷蒂安没有继续说下去, 因为那种情况是他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金勇总算是明白了, 他的双眼微微睁大, 原来如此。 如果本次的决赛是一场绝对公平的对决, 那么, 谁夺冠谁就是最大的赢家, 这毫无疑问。 可关键在于, 指头公司的世界赛版本针对FV战队擅长的英雄下了重手, 又对欧美俱乐部擅长的英雄进行了大幅增强。 这等于是把我不想让FV拿冠军写在脸上了。 刚公布这个版本变动的时候, 玩家们其实就对此产生过热议, 认为指头公司这魔干虽然完全在规则之内, 但还是显得有点无耻了。 如果一家游戏公司调整游戏平衡性不是出于让比赛更好看的目的, 而是为了偏向某些战队, 那作为主办方, 这显然是一种不公正的立场。 其实在传统体育也有这种情况, 比如乒乓球就不停地改规则, 但传统体育方面的改动莫这么明显, 不像IOI一样, 把增强哪几个英雄一列出来, 大家全都心领神会了。 虽说引发了一定的争议, 但当时毕竟世界赛还没开打, 谁也说不清剧情会如何发展, 所以没有掀起太大的反对声望。 很多国外的俱乐部也不至于得了便宜还卖乖, 既然指头公司已经做出了有利于他们的变动, 那叫安心接受, 认真备战, 少说两句拿下冠军是最实际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观众们的这种想法彻底消失了, 而只是暂时潜藏了起来。 可比赛真正开打以后, FV战队一路走来, 打过的一场场比赛全都在提醒观众们这件事情。 从小组赛的有惊无险到淘汰赛的磕磕绊绊, 再到决赛可以跟最擅长强势英雄的SAM用版本阵容拼硬实力。 FV战队的队员们硬是用大量的练习, 把这些英雄的熟练度提升到了能上决赛舞台的程度。 SAM战队拿出版本强势英雄, 观众们不会觉得惊喜,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本来就玩得好。 但FV战队拿出版本强势英雄, 观众们会觉得很惊喜, 因为FV战队原本是不玩这些英雄的, 现在拿出来之后, 大家都想看他们发挥的到底怎么样。 而如果是一个原本玩得不好的英雄, 拿出来却打出了效果, 这就足以让人看到FV战队在背后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所以克雷迪安才说, 只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 那就是SAM战队碾压FV战队。 观众们对于毫无抵抗之力的失败者是不会有多少同情的, 如果FV战队真的惨败, 那抹冷嘲热讽, 落井下石的人绝对会比体谅他们的人要多得多。 到时候, 如果再有观众提到版本的问题, 也只会迎来其他人的嘲笑。 你练不会版本英雄怪谁? 可现在, FV战队硬是把这些英雄给练出来了, 虽然还完全达不到绝活哥的那种熟练度, 但却凭借着良好的团队配合, 以及强大的战术执行力, 跟SAM战队这个版本的宠儿, 打到了第五局。 那么, 即使最后一局输了, FV战队也会变成一个悲情英雄, 变成IOI与GOG斗争中无辜的牺牲品, 变成指头公司改版本, 薛冠军的一个铁证。 而, SAM战队这个冠军的含金量, 自然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保留很大的争议。 如果, FV战队最终赢了, 那就更糟糕了。 甚至会比FV战队碾压SAM战队的结局更加糟糕。 因为, FV战队再次碾压并轻松夺冠的话, 证明这支队伍就是强, 版本怎么便都不会受到影响。 这样一来, 指头公司改版本的行为也就显得不那么刻意了。 失败的队伍心服口服, FV战队的粉丝们也不会揪着不放, 这个事情也就一笑而过了。 但现在, 双方打成了2比2, 实力如此接近, 纳摩全球观众对于指头公司改版本的这个事情, 肯定会有很多诸多意见。 比赛结束后, 不论结果如何, 在网上炒翻天的情况, 怕是难以避免了。 金勇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发现指头公司竟然没有太好的办法。 裴总投入大量资源打造的FV战队就像是一颗钉子, 死死地钉入了指头公司的心脏地带, 根本就没法处理。 FV战队本来就是将国内最优秀的一批选手集中到一起, 然后用严格的训练, 优厚的条件和DOT那边专业的数据分析团队磨练出来的队伍, 水平跟国内其他队伍相比, 是一支独秀的。 而这支队伍在IOI国服不断衰退的大环境下, 显得如此引人瞩目。 如果FV战队赢了, 那么在国服IOI整体维米不振的情况下, 更加凸显了裴总以及GOG团队在战队培养方面的强大实力。 如果FV战队输了, 那也只能算是独目难知是IOI国服维米不振的问题, 归根到底还是GOG牛逼抢了IOI的市场。 反观指头公司, 面对FV夺冠, 他们能做得实在不多。 如果版本不变, 延续下去或者改动很小, 指望着国外队伍通过一年的自然发展, 就稳赢FV战队。 那其实不太现实, 顶多是追赶, 不一定能超越。 而且, 版本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因为玩家们要玩新东西。 版本变化之后, 必然针对FV战队有所削弱, 必然希望其他的战队能夺得冠军。 可这样一来, 又会给所有人留下指头公司针对FV这支国内队伍独苗的影响。 尤其是决赛打得如此胶着, 就更加强化了这种印象。 这似乎是一个死局, 怎么都做不通。 指头公司要做的一切决策, 都无法绕开FV战队。 FV战队不论是输还是赢, 似乎都变得情有可原。 只要FV战队保持初心, 不自爆, 不膨胀, 不爆出巨大的负面丑闻, 不出现队员实力的断崖式下滑, 那么对于指头公司来说, 这就是一根永远拔不掉的钉子, 永远都会插在心脏地带, 隐隐作痛。 虽然现场已经放起了热血沸腾的战歌, 氛围也已经达到了最高峰, 但金勇之前激动的心情已经是荡然无存。 他开始跟克雷蒂安一样, 对比赛之后的舆论产生严重的担忧。 恭喜FV战队, 在所有人都以为, 他们将会因为版本的变化与两连贯失之交臂的情况下, 他们却凭借着强大的毅力和坚持成功适应了版本, 并最终敖战五局战胜了SAM战队, 最终拿下了本次IOI全球总决赛的冠军。 让我们再次恭喜FV战队, 也对SAM战队的精彩表现抱以热烈的掌声。 台上的解说毕竟是专业解说, 在解说的过程中并没有像纸头公司高层一样完全倒向SAM战队, 而是秉持着客观和公正。 可能解说们多多少少也被FV战队的表现所打动了, 毕竟他们是看得懂比赛的。 舞台上的礼花和金色飘带瞬间喷出, 伴随着场馆内山呼海啸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FV战队的五个人再次激动地抱在一起, 登上了领奖台。 至于颁奖的达亚克集团和纸头公司高层的几位大佬, 则是依旧只能强颜欢笑着为他们颁奖。 可能这其中的某些人还在懊恼, SAM战队怎么这么不争气呢? 再坚持一下, 再少饭点失误, 再多打赢一波团呢? 那不就赢了吗? 但是已至此, 说什么都没用了。 金勇看了看旁边空空如也的座位, 克雷蒂安这次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现实不妙就提前开溜了, 没有撞见FV夺冠的尴尬一幕。 而且, 克雷蒂安的立场也跟去年不一样了, 去年他是主办人, 今年就是个打酱油的, 何必留下来给自己添堵? 颁奖之后, 就到了采访环节。 虽然主办方的大佬们都很不情愿, 但这种必要的流程, 该走还是要走的。 跟上次的采访不同, 这次FV队员们的采访显得更加出动。 毕竟职业选手用肉身对抗版本, 这是一键听起来就很难, 实际上做到更难的事情。 相比于去年, 凭借版本优势和战术领先 大杀四方, 今年被版本针对之下敖战拿到冠军, 显然更让人感动。 最后, 主持人来到FV战队的队长潘英面前。 作为队伍的辅助兼指挥, 潘英采访黑洞的人设还是挺讨喜的, 也算是观众和主持的老熟人了。 在问了几个常规问题, 比如战术理解, 团队配合等问题之后, 主持人突然灵机一动, 决定临场发挥一下。 去年夺冠采访时, 你曾经说过, 最重要的, 要感谢自己的老板裴总, 因为他安排了这一切。 那么今年你认为最应该感谢的人是谁呢? 潘英考虑片刻之后说道, 今年我要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粉丝和玩家们, 尤其是国服的玩家们。 请你们放心, FV战队一定会和你们一起战斗到最后一刻, 捍卫ICL联赛的荣誉。 不知为何, 明明是应该高兴的颁奖典礼, 潘英的这句话说出来, 却凭空多了几分英雄耻目的悲壮色彩, 让人唏嘘不已。 直播间里, 论坛上, 全球的粉丝们都在看着 FV战队的颁奖。 虽说国内此时已经是深夜, 但还是有很多观众手在直播间, 见证着这一幕。 在听到潘英最后的这番话之后, 很多粉丝, 尤其是国内的粉丝和IOI的玩家们, 绷不住了。 卧槽, 潘队别说这话, 多丧气啊。 你们可是才刚拿了世界冠军的队伍啊。 来年还想要看你们三连冠呢? 什么三连冠? 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年 FV战队都能代表ICL联赛夺冠。 确实啊, 夺冠的大喜日子, 莫必要说这么丧气的话, 怎么就战斗到最后一刻了? 唉, 大家也别自欺欺人了。 IOI目前的这种状态还不懂吗? FV战队就是国父IOI最后的荣光了。 如果FV战队哪天真的不行了, 那这世界赛也没有看的必要了。 其他的ICL队伍怕是连冲出小组赛都困难。 关键是指头公司明年肯定还要继续针对FV战队的, 他们绝对不希望看到同一支队伍三连冠。 这对其他赛区可能是个好消息, 但对ICL来说, 没办法, IOI国父没人啊。 根本没有新鲜血液, ICL联赛都成立快一年了, 结果各家队伍还都是那些老人在打, 各家俱乐部都在努力地挖掘新人, 但乃挖掘得到? 高分段的路人断档太严重了。 Gog那边待遇更好, 有点实力的新人都去玩Gog, 干嘛要来打IOI这种墨前途的职业联赛? 说白了不还是IOI整体不行了吗? 别说国内, 国外也被Gog按在地上摩擦。 唉, 这种精彩的比赛看一天少一天了, 大家且看且珍惜吧。 论坛上的帖子全都有一种丧丧的感觉。 虽然FV战队这次赢了冠军, 但谁都能看出来他们这次赢得非常艰难, 可以说是磕磕绊绊的。 这次的冠军确实有努力的成分, 有实力的成分, 但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如果作为对手的SAM战队在某些细节上处理得更好一点呢? 如果他们的硬实力更强一点呢? 那是不是比赛的结果就会变化了? 毕竟从结果上来看, 双方打得很胶着。 如果明年指托公司继续针对FV战队削弱的话, 此消彼长, 他迟早会被国外的队伍打败。 唯一的问题只是在于具体被哪一支队伍打败而已。 这就让国内的粉丝们感到难以接受。 因为FV战队的队员仍旧很努力, 也还有实力, 但在Mobile游戏中被版本针对这种事情真的是无解的。 FV战队凭借着过去的底子, 队员的努力以及战术的调整, 成功赢下了这一次, 但下一次呢? 也就是说, 在拿到冠军的这一刻, 包括队员和观众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 FV战队明年几乎已经不可能再夺冠了。 还觉得可以夺冠的, 要么是高看了队员们作为人的极限, 要么是高看了指头公司在这件事情上的下限。 国内所有的IOI玩家几乎都是FV战队的粉丝, 毕竟整个赛区除了FV战队之外, 也没什么其他的队伍好粉了。 所以, 虽然FV战队夺冠是一件大好事, IOI国服也已经放出了各种夺冠活动, 开始普天同庆, 但对于玩家们而言, 这种快乐始终是不完整的, 总是夹杂着深深的担忧。 但就在这时, 有人发了一个新帖子。 我觉得, 大家不用太难过, 这已经是目前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指头公司本来就对FV战队不待见, 这个事情人尽皆知, 大家不会忘了, 去年指头公司决赛前, 偷偷摸摸地找数据分析师, 给Fry战队开小灶的事情了吧。 但那时候, 版本已经定了, FV战队吃透了版本, 所以指头公司这么干, 虽然丢了人, 但也莫改变最后, Fry战队被横扫的命运。 今年就不一样了, 指头公司世界赛之前, 很长时间, 就上了新版本, 专门针对FV战队, 把他们擅长的英雄砍了一个遍。 说真的, 我觉得, 世界上的任何一支队伍, 在面对游戏开发者的针对时, 都做不到FV战队这种程度。 如果, FV战队惜败了, 那我觉得, 指头公司这家公司, 可以被盯上耻辱住了。 我从没, 欠过任何一家公司, 作为赛事的主办方, 屁股能振膜歪, 能搞出振膜多不光彩的手段。 现在这种情况其实正好, FV战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硬实力证明了, 哪怕被主办方针对, 他们也一样能拿到冠军。 这也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建议, 明年的IOI比赛, 大家也不用看了, 既然指头公司一门心思的想让欧美队伍拿冠军, 那就让他们拿去吧, 我们不陪他们玩了。 现在像我们这样, 还在继续玩IOI国服的, 多多少少都沾点脑瘫, 你说人家, GOG福利更好, 玩法更丰富, 玩家人数更是碾压。 IOI匹配五分钟才能开一局游戏, 对面直接秒镜。 IOI你们心自问, 你哪比得过GOG? 你凭什么留住这些玩家? 大家无非是玩IOI习惯了, 哪怕看到好友们一个个都转去了GOG, 也依旧在坚持。 去年FV夺冠的时候, 大家都很振奋。 这毕竟是为我们国服玩家争光了, 也让我们感觉自己不算孤独。 毕竟这五个老将 也还在IOI这款游戏中坚持, 还拿到了冠军。 但现在呢? 他们慢慢的巅峰期也快过去了, 指头公司又不择手段的针对, 就像IOI国服一样, 在各种活动里, 永远都是最后才被考虑到的群体。 我真的替他们感到不值, 也对所有IOI国服的玩家们感到不值。 反观GOG真是把国服玩家当成跌在供着, 而不论是玩家还是职业选手, 在IOI这边都只能当孙子。 所以我也想通了, 都快两年了, 初见IOI时给我的那些快乐和感动, 也基本上都已经消磨殆尽了。 我觉得, 以FV战队两连冠作为一个完美的收尾, 挺不错的。 我决定去GOG了, 有很多之前的朋友都在那边等着我。 至于IOI这边, 等FV的新冠军皮肤出了之后, 我会再买一套。 但我以后应该不会再碰这个游戏了。 我也希望FV战队干脆也不要打ICL联赛了, 指头公司不配。 既然指头公司上上下下都这么讨厌FV战队, 那希望FV战队直接转走吧。 反正本来也是裴总的队伍, 加个塞去打GPL也挺好。 虽然到了GPL估计要被那几只变态的国内队伍吊打, 但也无所谓, 那边至少绝对公正, 输也是输得心服口服, 不像在这边输得窝囊, 赢得憋屈。 如果一只队伍的对手不是其他的队伍, 而是赛事的主办方, 那这事就真的太没意思了。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输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我理解FV战队与ICL联赛 共存亡的悲壮心情, 但我还是忠心建议, 算了, 莫必要跟这种莫前途的联赛, 莫前途的游戏, 强行绑在一起。 总之我想对FV的队员们说一句, 你们辛苦了, 已经很棒了, 算是我在这磨掌时间的IOI游戏生涯中, 唯一值得回忆的亮点。 接下来, 不论你们如何选择, 我都会支持你们。 这篇帖子, 只是一个普通玩家发出来的, 但却引发了论坛上广泛的共鸣。 尤其是IOI国父的玩家们, 对这位玩家说的话, 简直是感同身受。 玩IOI时, 遇到的各种不公正待遇, 瞬间涌上心头。 可以说FV战队寄托着IOI国父玩家们的期望, 同时也可以看成是IOI国父玩家的一个缩影。 FV战队一直被针对, 国父玩家又何尝被重视过呢? Galke那边事事都是先考虑国父玩家, 玩家群体越来越多, 游戏功能越来越完善, 网上的热度也越来越高。 而反观IOI这边, 明显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 国父玩家流失越多, 就越是不重视, 越是不重视, 就越是流失。 想看, FV战队二连贯, 是很多观众一直还在坚持的原因之一。 现在二连贯已经做到了, 三连贯几乎绝无可能, 很多观众扪心自问, 为什么还要继续留在IOI这款游戏里, 给自己找罪兽呢? 而且, 就像这个观众说的一样, FV战队已经被这魔针对了, 干嘛还要在IOI这边继续受气呢? 与其, FV战队被指头公司继续针对, 英雄迟暮, 在明年的世界赛上被其他队伍踩着上位, 被一些别有用心的观众嘲笑, 那还不如直接不打了。 整支队伍直接转到GPL去算了。 到了那边从零开始, 不论输赢大家都不会苛责, 而且, 至少那边是一个绝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你指头公司明年还想继续针对FV战队, 非要把FV战队的热度分给其他国外队伍, 让他们踩着FV的尸体风神。 不好意思, 也不陪你玩了。 在玩家们的热议中, 两个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单。 一个是警号FV战队两连贯警号, 另一个是警号支持FV战队转型GALK警号。 12月16日, 周日, 裴谦一觉醒来, 看到各种热搜榜单上的话题, 完全猛逼了。 警号支持FV战队转型GALK警号, 这玩意是怎么上热搜话题的? 太离谱了。 裴谦昨天看完FV战队的比赛之后就睡觉了, 莫去太多关注论坛上的讨论。 要说昨天比赛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 就是FV战队夺冠以后, 总算没有再说感谢裴总。 至于FV战队具体是输或者赢, 对裴谦而言都可以接受, 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睡醒了, 随便一刷手机, 看到这个热搜话题, 裴谦彻底淡定不能了。 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支持FV战队转型GALK? 刚开始, 裴谦还以为这个话题是GALK的玩家们发起的, 是在拱火, 挖IOI那边的墙角。 但点进话题之后, 看了一下大家的讨论, 发现自己猜错了。 昨天比赛打完之后, GALK的玩家们都在热烈讨论, 全球邀请赛上两支国内队伍奉献的精彩内战, 第一时间压根莫关注FV战队。 也就是一些通风报信的, 跑来GALK这边的论坛, 恭喜裴总再次斩下GALK和IOI的双冠, 普天同庆一下。 最先开始变位的是IOI那边的论坛。 如果FV战队输了, 再去翻纸头公司变版本, 偷偷给其他队伍送平衡师的旧账, 就显得有点酸了。 但现在FV战队赢了, 那薪酬救恨可就得好好说到说到了。 因为电子竞技里, 赢了才有话语权, 喷人才喷得理直气壮。 送福利去微信公众号输有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FV战队已经证明了, 他们在主办方指头公司的版本针对下, 依旧能夺冠。 但这也意味着, 他们明年要受到更多的针对。 于是, IOI的玩家们不高兴了, 纷纷为FV战队感到不值, 于是发起话题, 希望他们转头GOG, 作为玩家, 当然也是跟着转。 这个话题本来只是在IOI的圈子里被热议, 但很多GOG的玩家们一看, 这是好事啊。 举双手欢迎啊。 你们这些IOI的玩家, 明显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错就错在, 你们决定得太晚了。 早在去年的时候, 你们就该转头GOG的怀抱了。 所以, GOG这边的玩家, 自然也乐得为这个话题的热度, 再添一把火。 一晚上的时间, 就把警号支持FV战队转型, GOG警号这个话题, 给顶成了热点话题, 甚至超过了GOG和IOI两个世界赛夺冠的话题。 就连FV战队夺冠庆祝的微博下面, 前几条热评也都是清一色的为他们感到不值, 希望他们早点转去GOG的。 看到这些内容, 赔钱傻眼了。 这可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件了。 FV战队要是真的转到GOG那还了得? 要知道, FV战队可是IOI那边世界赛的两贯王啊, 有两套冠军皮肤的队伍。 这要冠军皮肤还没做出来呢, 就已经转到GOG了, 岂不是相当于把指头公司的脸, 按在地上摩擦? 怎么办? 要不要做点什么? 赔钱毕竟还是FV战队的老板, 不管他说什么, 不管是让FV战队转来GOG或者留在IOI那边, FV战队的人多半都是会听的。 但赔钱考虑了一下, 还是决定不管这个事了。 FV战队如果想转来GOG, 那就转, 不想转就不转。 这个事情, 还是看他们自己的意思吧。 如果FV战队真觉得留在IOI 有点委屈了, 那赔钱也不忍心把他们强留在那边。 就算FV战队真的转来了GOG这边, 带过来一批玩家, 多半也是带过来一些IOI国服的玩家, 而IOI国服的玩家本来也莫剩几个了。 所以, 赔钱没再继续纠结这个事情。 既然GOG和IOI的世界赛都已经落幕了, 那这是差不多也就可以翻篇了, 还是继续去头疼其他的事情吧。 欧洲时间下午2点, 国内时间晚上8点。 指头公司工作人员下榻的酒店里, 克雷蒂安、金勇和几个指头公司的高层 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按理说这种层次的会议, 金勇是不太应该参加的。 可问题在于, 这次要讨论的问题, 主要在国服。 在昨天FV战队夺冠之后, 国内网上的舆论热度爆炸, 但国服玩家的活跃度反而下降了。 今天, IOI国服那边的运营人员已经发来了消息, 说, 夺冠第二天的玩家活跃度跟同期相比, 暴跌。 这还是在IOI国服已经开了诸如夺冠皮肤半价, 玩游戏就送额外经验等各种福利活动的情况下。 而且, 今天还是周日, 玩家人数应该更多才对。 对于其他的地区而言, 冠军被FV战队抢走了, 难以激发起玩家们的热情也就罢了, 为什么国服的玩家活跃度也暴跌? 甚至跌得比其他地方还要更加严重。 这就完全不能接受了。 要知道, IOI国服本来也没剩多少玩家了, 再这么继续下去, 这国服还能不能有足够的人开游戏都不好说了。 如果是单机游戏的话, 在线活跃玩家数多少都无所谓, 反正大家都是各玩各的, 互不影响。 可Mobile游戏中玩家的游戏体验, 完全取决于玩家总数的多少, 人少了, 根本匹配不到实力相近的对手, 低层次的玩家很容易被吊打, 碾压, 这会进一步加剧, 整个金字塔结构自下而上的崩塌。 在这磨下去的话, 过不了几个月, 国服怕是可以停运了。 就算咬牙死撑着, 也没有意义, 到时候十分钟才能排进去一盘, 跟官服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区别了。 这次紧急开会, 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 如果才能让IOI国服的玩家不再流失。 第二, 国内网上关于鼓动FV战队转战GOT的负面言论, 应该如何化解? 克雷蒂安和金勇作为IOI国服的负责人, 自然也是跑不了的, 被第一时间拉来开会。 金勇坐在会议桌的一个角落, 听着指头公司高层们, 还有克雷蒂安, 叽叽喳喳地说着英语, 感觉有点生无可恋。 他的英语水平倒是不错, 但在这种场合, 还是觉得浑身难受。 本来以为IOI世界赛都打完了, 明天就能坐飞机回去了, 禁忌内应该也不会再有什么重大的任务了。 万万没想到, 人还莫飞走了, 锅就先飞来了。 明明都不在国内, 但IOI国服出了事情, 还是要背锅, 就离谱。 金勇觉得, 自己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之前他被选入IOI合作部, 还觉得很幸运, 毕竟这是龙宇集团高层清定的重点项目, 但现在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 这就是个天坑。 从加入这个部门之后, 就根本没消停过。 总是会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 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严重问题。 不处理不行, 处理还处理不了。 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 金勇就算是想破了头, 也想不出这是到底该怎么处理。 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就是指头公司老老实实地认怂。 然后下个版本再把砍掉FV战队的那些内容再调整回来, 做出一副我们确实是在认真地做数据平衡, 并不是针对FV战队的样子。 但这可能吗? 指头公司要这, 这么干了, 确实有可能挽回一部分IOI国服的玩家, 也留住FV战队, 但也很可能会引发另外的一系列损失。 国外玩家和战队, 会不会认为你这是屈服于国内玩家的威势? 会不会觉得, 这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国外玩家, 要是也以退游相威胁, 那怎么办? 把FV战队擅长的英雄再加强回来, 明年真给FV战队整个三连贯, 其他赛区的队伍还玩不完了。 要知道, 指头公司现在的战略就是让IOI国服混吃等死, 把重点放在欧洲市场, 这次好歹捧起来了一个Sam, 距离冠军就一步之遥, 全都改回去了, 那岂不是前功尽弃? 现在的情况是, IOI国服玩家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不想陪你玩了, 但欧美那边的玩家年年拿不到冠军, 年年看不到希望, 也很不高兴啊。 如果世界上只有IOI这一款游戏那也就罢了, 只能怪自己泰菜。 但Gaug目前在欧美市场的扩张力度也很强, 联赛也都建立起来了, 欧美队伍从去年的被吊打, 到今年的杀入四强, 也算是进步明显, 都是拿不到冠军。 那对于欧洲的那些玩家来说, 去哪不一样? Gaug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IOI, 而且近几个月的势头明显比IOI要猛多了, 怎么看都比IOI更值得投资, 更值得期待。 于是, IOI这边就出现一个非常诡异的情况, 大家都觉得自己应该被照顾。 继续针对FV战队, 国服玩家不干了, 改回去, 欧美玩家不干了。 这个根源性质的矛盾压根就没法解决, 从指头公司为了让欧美队伍夺冠而针对性地砍FV战队英雄的时候, 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如果, Sam战队能夺冠, 那说不定还能保住欧洲那边, 现在嘛, 两头都逃不到好了。 众人讨论来讨论去, 说的也都是一些很肤浅的办法, 比如, 把冠军皮肤做好看点, 多搞搞活动, 在国内宣传一下, FV战队, 春季赛版本先把FV战队擅长的英雄改回来一点世界赛, 再考虑要不要砍之类的。 但在场的众人也都很清楚, 这些错失莫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算能起到效果, 效果也多半有限。 在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 克雷迪安说道, 也许我们要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如果国服的玩家流失到难以正常运营了, ICL联赛的价值也濒临东盘了, 我们该怎么做? 这话一问出来, 现场又陷入了沉默。 虽然这话听着相当不好听, 但大家也都知道, 这种极端的情况真的有可能会发生。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而且很有可能近期就会发生。 本来IOI国服就已经没多少人了, 再经过最后这这么一折腾, 人数继续暴跌, 还能撑得起一整个服务器吗? 玩家大量流失会进一步加剧匹配机制和排位机制的崩盘, 玩家难以匹配到实力相近的对局, 游戏体验越来越差, 自然会继续流失引发连锁反应。 而一旦玩家人数少了, 观赛的人数自然也会变少, 热度变低了, 整个联赛的商业价值也会变低。 到时候, 各大资本不再看好ICL联赛, 各家俱乐部也无法再从IOI分布的队伍身上看到收益, 那整个ICL联赛还办得下去吗? 一位指头公司的高层说道, 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 只能通过和服的方式, 将玩家们的数据转移, 与新开不久的东南亚服或者韩服合并成为亚服, 取消ICL联赛, 将ICL联赛的队伍与附近的其他赛区合并, 维持联赛的商业价值。 另一位高管周梅说道, 可这样等于官服, 会让玩家进一步流失, 毕竟大部分人既不愿意跟非本语言的玩家一起玩, 也不想很麻烦地进行数据迁移。 克雷迪安叹了口气,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们在大华夏区的市场中已经是惨败了, 现在不论怎么做, 无非是选一个相对体面一些的收场。 对于这种处境, 金勇实在太懂了。 这就像很多游戏一样, 到了后期服务器内的玩家自然流失, 不论合幅还是不合幅, 都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不合幅, 很多玩家会说整个服务器生态已经僵化了, 没有竞争, 玩得末意思越来越想弃坑。 合幅, 又会引发那些只想混日子种田玩家的反感, 他们本来在旧服牌的挺靠前, 结果到了新服, 又被欺负了, 觉得自己再度变成了小若鸡, 可能立刻就会流失。 而且, 合幅这个事情搞的时候轰轰烈烈, 合完之后, 确实也能刺激一段时间, 但很快就会因为玩家的流失, 而再度进入僵化状态。 于是, 玩家们又会嚷嚷着继续合幅, 合幅就会导致又一批玩家流失, 陷入了恶性循环。 也就是说, 一旦合幅, 就完全停不下来了, 实际上只能算是饮阵止渴。 现在IOI国服的处境也差不多, 不论做什么, 都会有玩家流失, 换不同的处理方式, 也无非是换一种流失的方法。 但真到了那一步的话, 不合幅也不行, 因为玩家们最基本的游戏体验, 可能都无法保证了。 克雷迪安看向金勇, 从刚才起你就一直没有发表意见。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金勇不由得一缩薄, 你别问我呀, 我怎么会知道? 现在这种情况, 除非是裴总清零, 否则多半是神仙难救了。 但众人全都纷纷看了过来, 金勇也没法再缩着了, 只能硬着头皮回答道, 我认为, FV的新冠军皮肤可以做快一点, 做好看一点。 合幅这种大事, 他可不敢讨论, 这里头莫他发表意见的份。 最后是合幅还是不合幅, 多半要指头公司高层商量之后, 去找达亚克集团高层汇报, 才能最终拍板敲定下来。 所以, 金勇也就只能说一下, 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了。 反正说起来, 我也在会上发言了, 国情少分给我一点, 谢谢。 然而, 克雷蒂安却是眼前一亮, 赞许道, 嗯? 这倒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我们之前忽略了。 这次, FV战队的冠军皮肤, 确实应该做出新意, 跟去年的, 要有明显区别才行。 不管怎么说, 这对于挽留玩家, 挽留, FV战队的粉丝们而言, 肯定都是有用的, 也是相对好做, 没石磨风险的措施。 在场的众人纷纷点头, 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做皮肤, 还能最后, 从IOI国服赚一波钱, 达亚克集团高层, 肯定会举双手支持。 到时候, 把皮肤做好看一点, 既好说又好听, 也显得指头公司对FV战队 辛苦拿到的这个冠军, 非常尊重和重视。 克雷蒂安对金勇说道, 冠军皮肤的事情, 你来跟FV战队沟通吧, 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 如果是直接让指头公司这边的 皮肤设计师去沟通的话, 毕竟还是存在一些语言 和文化上的隔阂, 所以, 克雷蒂安就想让金勇来做这个中间人, 推动冠军皮肤的制作, 能尽可能地保证 让FV战队的队员们满意。 金勇给点头, 好的, 回去之后, 我就立刻准备, 开始推动这个事情。 与此同时, FV战队的队员们正在逛当地最大的商场, 开心享受胜利。 FV战队的老板吴岳和队长潘英 有点逛累了, 找了个咖啡厅, 准备坐下休息一会儿。 网上的话题看到了吧? 你怎么想? 吴岳问道, 虽说比赛打得很坎坷, 但打完之后, 队员们还是很激动的, 一个个全都抱着手机刷了很久, 热搜话题肯定也都看到了。 潘英想了想, 转高的事情吗? 我觉得, 大家的初衷是好的, 但还是有点太理想化了吧。 我们五个人, 一直打的都是IOI, 转高要从头练起, 都已经现在这个岁数了, 怕是连甲级联赛都打不动, 还不如直接退一算了。 再说了, FV战队再怎么说也是, 拿了两个IOI的世界冠军, 转GOG这个事, 是不是有点好说不好听? 裴总买FV战队的初衷, 就是让我们打入IOI内部, 如果我们转去GOG了, 裴总那边会同意吗? 吴岳说道, 我打电话问过裴总了, 裴总说会尊重队员们的决定, FV战队是否继续留在IOI这边, 对裴总来说都无所谓。 裴总在这方面, 还是非常开明的。 你大可放心。 潘英还是摇了摇头, 这事还是从长记忆吧? 虽然指头公司不当人, 但我们对IOI这款游戏, 还是有一点感情的, 暂时下不了这个决心。 五月点点头, 嗯, 这事也不着急, 可以从长记忆。 对了, 今年的冠军皮肤, 想好做什么题材了吗? 潘英摇了摇头, 没想好。 用过的英雄, 都是不喜欢的英雄, 而且长得基本上都是奇形怪状, 实在是没时摩好选的。 这次的版本强势英雄, 都是欧美那边, 一些战队的绝活英雄。 而众所周知, 欧美公司做出来的游戏, 会有一些比较奇形怪状的角色, 偏偏欧美那边的玩家, 还特别喜欢。 所以, FV战队这次夺冠, 也是捏着鼻子练了很久, 从小组赛开始, 就一直在练, 根本没有选过自己喜欢的英雄。 因为他们, 也没想过自己一定能夺冠, 每一场都不敢懈怠。 所以, 可选的英雄, 基本上都是不怎么喜欢的。 给不喜欢的英雄做冠军皮肤, 自然也没什么兴趣, 只能是矮子里拔将军了。 吴越想了想, 唉, 我突然想到, 一个办法, 能不能把这些英雄的冠军皮肤, 做成你们最喜欢的那几个英雄。 潘因愣了一下, 啊? 套娃? 这能行? 吴越说道, 跟官方提嘛, 他们答不答应是他们的事。 再说了, 这完全在规则允许之内, 怎么就不能做了? 潘因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种办法, 一时间有点没回过未来。 吴越的意思是说, 可以把这几个不喜欢的英雄, 做成他们本命英雄的样子, 这样不就看着顺眼多了吗? 至于具体做成什么样子, 那是指头公司皮肤设计师的事, 要相信指头公司那边的专业素养。 潘因考虑了一下之后说道, 似乎也是一个办法。 那我回头去跟其他队员说一下, 如果他们也同意的话, 可以这模式试。 比如在这些英雄的皮肤里, 加一些我们喜欢的英雄元素, 诸如武器, 风格, 特征之类的, 感觉应该也会挺有意思的。 潘因想了想, 突然觉得, 这个做法还挺有意思的, 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 应该会比较有趣, 所以也赞同了这个方案。 与此同时, 国内已经是晚上了。 裴谦在电视上打开爱立岛网站的电视端, 一边等着继任者开播, 一边在手机上翻看关于继任者的讨论。 好消息是GOG和IOI的世界赛, 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大家的讨论热情, 还都很高涨, 仍旧会占据全网一段时间的热度。 包括爱立岛网站上面, 也有大量的UP主在做视频分析, 总结世界赛, 专业分析也好, 玩梗调侃也罢, 基本上都是一种普天同庆的状态, 在很多稍微有点关联的游戏区视频下方, 也能看到在刷GOG世界赛相关内容的评论。 对于裴谦而言, 这倒也算是因祸得福, 毕竟那边的热度越高, 继任者所能获得的热度就越少, 起到了很好的分摊作用。 至于大家对继任者的讨论, 也没有什么新内容, 显然大家都在等爱立岛网站上的首播, 竟然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帖子, 对此表示很期待。 裴谦微微一笑, 大家继续期待吧, 反正这三集播出来之后, 该跑的观众就差不多要跑光了。 继任者的前三集, 很快就播完了。 虽说裴谦已经看过一遍了, 但这种一看就赚不了钱的剧集, 看几遍都觉得不够啊。 不得不说用电视的大屏看剧集, 还是很爽的。 而且在爱立岛网站上, 看还能选择打开谈目, 跟其他的观众实时互动, 看剧体验又有提升。 虽说热度被吸了不少, 而且刚开播, 谈目量可能不如一些备受期待, 万众瞩目的热门剧集, 但也基本上可以从谈目和评论中 看出第一批观众对 继任者这不惧的看法。 啊? 这个黄毛真是主角啊! 这也太耸了吧! 不是很懂把一个有钱人, 刻画成这样的丑觉和废物, 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 还是, 奋斗, 里面的那个富人主角, 比较接近现实中的情况。 事实上, 现实中的富二代, 有能力的不少, 像这种单纯的废物, 还是少数。 是啊, 我以为飞黄工作室出的剧集会 类似于, 奋斗, 那样的, 失望了。 这个菲尔性格真是引起我的强烈不适, 被歹徒吓尿也就算了, 对身边人也不咋地, 真就是个脸谱化的纯废物啊, 打扰了再见, 这种人, 就算后边要逆袭, 我也根本不想看。 主角的人设概括起来, 就是一个披着高肤帅皮的纯垃圾, 我莫理解错吧? 没理解错, 这就是原著作者清定的人设, 当然你也可以有其他的理解, 比如, 他其实也不是很帅。 这个世界观, 设定是怎么回事? 超级英雄靠粉丝获得超能力, 也太奇葩了吧。 我觉得, 这个设定倒是还好, 关键是, 强制严重啊。 这里边的普通人, 都蠢到一定程度了, 明明犯罪率那膜高, 超级英雄们, 都有作秀的嫌疑, 结果还在迷信超级英雄, 而且越陷越深, 他们都没脑子的嘛。 我是冲着陆志尧来的, 陆志尧人呢? 陆志尧跟张祖婷都是友情客串, 估计会在后边出场吧, 但也不要期待太多了, 所谓的龙套, 能跑个两三级就不错了, 大部分时间, 肯定还是只能看这个主角。 哎, 算了, 不是我的菜, 气了气了, 大家有缘再见。 别啊, 原著党表示, 前三集拍得挺好的, 真的很好地表现出了原作的内容, 大家再看两集, 我觉得后边的剧情, 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很好地表现出了原著的内容, 对不起, 那更要跑了, 如果后边还是这种内容, 那我何必折磨自己? 看着这些谈目和评价, 裴谦不由得喜上眉梢, 不错啊, 大家都能一眼看到, 这片子招人艳的地方, 说明大家的脑回路还是正常的, 可喜可贺。 这也说明, 裴谦找飞黄工作室, 投入巨资, 改编, 继任者, 这个事情是非常明智的一步棋。 不过呢, 好像还差点意思, 我建了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裴谦把这些评论看了一圈, 发现不知道是因为大家素质都太高了, 还是因为对飞黄工作室这个品牌, 有天然的好感, 大家骂的都不是直接, 有点委婉, 很多话说的吧, 明显不够重。 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观众对剧集不满的地方, 主要集中于主角的人设, 世界观的设定, 陆志尧和张祖庭等龙套, 什么时候出场。 这些倒也不是不能喷, 关键是喷了之后, 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就比如喷设定这个事情, 虽然它也算是一个喷点, 但杀伤力完全不够。 而且, 随着后续剧集的播出, 剧情的不断进展, 喷点也是会逐渐发生变化的。 现在这些喷点并不足以稳住局势, 后面还是有可能发生口碑反转的。 要说最好的喷点, 还是从根源出发, 直接攻击这个故事的内核比较好。 但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的影评人做出这样的事情。 裴谦想了想, 既然这个地方出现了漏洞, 那肯定要稍微填补一下的。 没有影评, 那就自己制造影评吗? 之前飞黄工作室已经拍过不少电影了, 裴谦印象中也记得几个颇有影响力的影评人, 甚至还可以找水军来配合一波。 自从裴谦的私人腰包鼓起来之后, 底气就变得很足。 那么应该找谁呢? 裴谦犯了许久, 突然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钱某? 这个人当时在《美好明天》上映的时候, 就写了一个各种角度黑的影评, 虽然也挨了骂, 但当初的反响还是挺不错的。 当然, 后来裴谦给他塞钱让他尬吹, 他真的一通尬吹之后, 反而被捧上了天。 这波只能说配合得不是很好。 裴谦考虑了一下, 主要是他当时确实吹得太认真了, 而且恰好吹到了《美好明天》电影里的广告这个点, 所以一不小心就给翻车了。 这次, 如果只是让他黑一下, 再给出一个明确方向的话, 应该还是挺稳的。 想到这里, 裴谦立刻翻出了这个钱某的联系方式, 决定自掏腰包让他写一篇针对继任者的黑稿。 莫办法, 系统不得报。 为了能确保继任者可以亏钱, 只能适当地自己出点血了。 好在现在裴谦的小金库逐渐充盈了起来, 他自己平时又没石磨开销的地方, 花个三四千块买个黑稿, 虽然有点肉痛, 但想想亏钱之后的提成, 还是很有必要的。 裴谦也很直接, 明说了, 让钱某写一篇关于继任者的黑稿, 主要是攻击一下这款游戏的反讽内核, 如果觉得前三集的内容太少, 不够分析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原著。 过了许久, 那边多莫回应, 已经睡觉了。 裴谦有点意外, 按理说现在还早, 美好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吧。 又过了一会儿之后, 钱某终于回复了。 我翻了聊天记录, 你这边不是美好明天的资方吗? 显然, 钱某没有立刻回复, 是翻聊天记录去了。 翻完之后他很是困惑, 不对劲啊。 之前这人自称是美好明天的资方, 那不就是飞黄工作室的人吗? 继任者, 也是飞黄工作室的聚集啊。 他为什么要花钱黑自家的聚集? 脑子坏了。 裴谦也愣了一下, 莫想到这个钱某, 竟然还去翻了聊天记录, 这确实有点尴尬。 嘿嘿, 其实是这样的, 我已经从员公司离职了, 现在的立场有一点微妙, 你懂吗? 钱某恍然, 哦, 了解, 那就没问题了。 原来是从员公司离职之后, 因爱生恨。 哦不, 也可能是被竞争对手挖了, 所以来花钱买个黑稿, 这很正常。 钱某, 一口价五千, 你跳槽归跳槽, 给我的钱总不能往下砍吧。 裴谦, 真是热了狗了。 之前钱某不想带影评, 是裴谦发动课金大法, 从一千一直加价到五千, 硬是按着钱某的头让他给改了评价。 结果现在钱某要钱, 要得理直气壮。 你之前都给五千了, 现在, 也得给五千啊。 总不能换个公司, 就不算数了吧。 裴谦现在的感觉就是后悔, 非常的后悔。 当初也是, 花系统资金一点都不知道心疼, 一千一千的往上加, 现在回想起来, 也许给他四千五就够了呢。 算了算了, 五千就五千吧。 都是老熟人了, 说不定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 裴谦先给他打了一千块的订金, 等他黑稿写出来了, 再结尾款。 钱某非常利索地收了钱, 没问题, 我这, 就去恶补剧集和小说, 稿子三天之内给你。 不得不说, 这消费体验, 还是可以的。 至少这个钱某, 收钱办事, 效率也很高, 裴谦的心理, 稍微好受了一点。 既然如此, 那就耐心等着好了。 反正接下来的一周, 继任者, 估计还得继续挨骂, 然后热度, 才会渐渐降下去。 三天后, 这个影评出来黑一波, 带动一下潮流, 让, 继任者, 量得更快一点。 时间上, 倒也算是刚刚好。 12月17日, 周一, GAUK和IOI那边的世界赛, 已经结束了。 这一周, 队员们还有工作人员, 就会陆续回国。 当然, 裴谦也莫忘了, 让大家在欧洲多玩几天, 能多花一点钱是一点, 尤其是FV战队。 毕竟, FV战队, 从IOI那边赚来的奖金, 还会给俱乐部分成, 得想办法再花出去才行。 继任者, 那边算是莫出什么幺蛾子, 基本上, 还是按照计划发展的。 裴谦等前某黑稿的这段时间, 也没什么事情做。 突然想到, 自己差不多, 也该到经济旅社这边来看看了。 早就说这边要建个过山车, 这过山车, 到底建成啥样了? 裴谦还真不太清楚。 主要是其他的事情太多了, 经济旅社本来就很偏远, 过山车的施工区域, 离原本经济旅社的区域, 有一段距离, 交通不大方便, 施工过程中的工地, 又没石膜好看的, 所以裴谦一直莫来过。 现在, 既然过山车已经完工, 再等着开放了, 那就可以稍微过来看一看了。 当然, 体验肯定是免谈的, 就算当初裴谦刻意强调了, 这个过山车一定要建得比较矮小, 不那么刺激, 用来劝退游客, 但再怎么矮它也是个过山车, 上去还是稍微有点小吓人的。 远远的望眼, 大致做到心里有数, 明确陈康拓到底要不要进下一期的受苦旅行名单, 也就可以了。 裴谦直接来到经济旅社的服务区, 找到了正在忙碌的陈康拓和好穷。 现在是周一上午, 经济旅社这边的游客, 相对周末来说要少了很多, 所以, 陈康拓和好穷两个人, 主要是在忙碌过山车的事情。 在过山车正式开放运营之前, 经济旅社园区肯定也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布置, 包括各种指引、 宣传, 还要跟员工们强调开放后现场管理的诸多细节, 确保万无一失。 毕竟这种游乐场所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好不好玩那都是后面的零, 只有安全才是前面的一, 保证不了安全, 那就不用谈什么游玩体验了。 裴总的突然出现, 让陈康拓有些意外, 咦? 裴总您怎么来了? 送福利去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陈康拓甚至莫名的有点小激动, 毕竟都一年多莫献过裴总了。 自从上次裴总简单地给经济旅社的过山车项目指点了一个方向之后, 就再也莫来过了。 虽说这样体现出了对陈康拓和好穷两个人的充分信任, 也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发挥空间, 但总还是有一点被忽视的感觉。 要不是这个过山车项目投资甚至, 陈康拓差点就以为自己这边真的成为被孤立的边缘部门了呢。 现在过山车都修完了, 已经进入了前期的宣传工作, 裴总也终于来视察了。 陈康拓在沙发上坐下, 随意地问道, 过山车项目怎么样了?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陈康拓立刻摇头, 没有, 一切顺利。 毕竟我们找的施工方非常靠谱, 进度很快, 质量安全也有保证。 至于过山车的效果, 我已经体验过很多次了, 也进行了一些微调。 目前这个情况, 应该说是基本上达到了我最初的预期。 陈康拓话也不敢说得太满, 也不能说自己对这个过山车百分之一百满意吧。 在陈总面前, 不能那么张扬, 显得自己像是晃荡个不停的半瓶水。 所以还是谦虚一点, 说这个过山车基本上达到了自己最初的预期。 陈康拓点点头, 对陈康拓的回答并不感到意外。 他本来也没期待着陈康拓真能把这个项目给做砸了。 那未免也太乐观了。 之前经济旅舍的一系列项目都是陈康拓负责的,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次的过山车项目虽然投资比之前的三个项目加起来都多, 但毕竟是跟专业的施工方合作, 难度上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陈康拓是从游戏部门出来的, 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如果这过山车造出来, 连他自己都不满意, 那才是怪事了。 裴谦也只能是寄希望于自己之前给过山车提出的那些限制条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过山车的好玩程度, 减少客流量, 从而让整个项目难以收回成本了。 对了, 孟畅似乎没有给这边的项目安排宣传经费吧。 裴谦问道, 之前他让孟畅从过山车项目和继任者中二选一座宣传, 孟畅考察之后, 选了继任者, 目前来看, 宣传工作完成得不错, 完全默契到什么太好的宣传效果。 而且, 孟畅似乎还在摩拳擦掌, 积蓄力量, 准备开始第二轮的宣传攻势, 巩固战果。 既然孟畅把宣传经费全都砸到, 继任者, 那边去了, 过山车这边, 肯定也就没有太多的宣传经费了。 裴谦完全认可孟畅的这种做法, 毕竟过山车这个东西, 一亿多的投资在这摆着呢, 体验的底线肯定还是可以保障的。 多给宣传资源活起来的危险性比, 继任者这个聚集要高多了。 孟畅肯定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决定不给经济旅社这边任何的宣传资源。 不过裴谦稍微有点担心, 陈康拓不会因为没有宣传资源而不平衡, 劲儿起疑心吧。 如果有这个苗头的话, 一定要及时安抚, 打消陈康拓的这种想法。 然而陈康拓非常豁达地笑了笑, 没关系, 我觉得宣传资源应该给到更需要他的项目上去, 继任者显然比我们更需要这些资源。 至于经济旅社这边的宣传资源嘛, 就不劳梦畅费心了, 我们自己解决就行了。 听完前面一句, 裴谦本来挺高兴, 陈康拓很有觉悟嘛。 像你这样有觉悟的员工, 再腾达多一点就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省下很多唇舌, 不用每次都给员工费心费力地解释了。 但是听到后一句, 裴谦又突然感觉到有点不对, 头上缓缓飘出一个问号。 自己解决? 怎么解决? 这宣传经费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之前拨给经济旅社的钱全都用来施工啊, 现在这边应该没有太多可以动用的资金。 总不能搞一些不怎么花钱的土味宣传吧。 看陈康拓这自信满满的样子, 宣传的事情明显没有妥协, 甚至让他还比较满意。 陈康拓说道, 要不陪总我带您去看一下目前的宣传情况? 陪谦点点头。 嗯。 陈康拓立刻起身, 带着陪谦走出经济旅社的服务区, 叫了一辆园区内的观光车往过山车那边开去。 经济旅社的园区越来越大了, 光是腿着逛完整个园区已经有点累了。 所以, 陈康拓也在积极规划园区内的各种交通设施, 比如观光车、 公单人用的平衡车等等。 除此之外, 环绕经济旅社的游轨观光车也已经在规划中了。 只不过, 暂时还没有提上建设日程。 陪谦坐在观光车里, 向外面四下打量。 首先看到了, 经济旅社内部挂出了一些广告牌, 对过山车的位置进行了一些指引。 只不过, 这些广告牌的内容都相当低调, 并没有给出过山车的具体外形, 只是给出了路线指引, 广告词也都比较简洁, 诸如独一无二的室内过山车, 原创, IP, 互动式剧情带来独特体验。 相信我, 你不会只来一次之类。 上面还画着一个黑色的过山车路线图剪影, 看起来有点错综复杂, 让人难以猜到具体的线路。 陈康拓稍显骄傲地介绍道, 裴总, 这是我和好穷给过山车项目设计的广告牌。 室内过山车相比于传统过山车而言, 有极大优势。 比如, 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不论是大风还是雨雪天气都可以正常开放, 温度的高低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便于讲故事, 做题材, 室内过山车更容易营造一种相对真实的场景, 给人一种穿越的感觉。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防剧透。 室外的过山车, 刚进游乐园就能看到它的整个轨迹, 而室内过山车则是整个隐藏起来的, 哪怕是已经坐上去了, 也猜不到之后的路线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神秘感。 所以, 这边的广告牌也都没有剧透, 让游客可以到项目里面再自行体验。 裴谦微微点头, 对于这点, 他倒是还勉强可以接受。 毕竟之前他把预算拉得很高, 又限制了过山车的高度不能太高。 陈康拓他们发散思维, 想到室内过山车这个点子, 其实并不奇怪。 只不过, 他们这个原创IP具体是怎么个原创法呢? 还是得现场看了才知道。 观光车继续前行, 很快就看到了这个室内过山车项目的外部场景。 它离经济旅社的主园区稍微有点远, 中间预留了很大的空间, 为之后留下了很好的可拓展性。 如果过山车和经济旅社的园区紧挨着的话, 想要在中间穿插一些其他的小项目或者商铺, 就非常困难了。 而且也会显得很紧, 不那么大气。 经济旅社开在老工业区这边, 也算是荆州支持的重点项目, 地方不是问题。 当然, 这只是明面上的理由。 实际上, 裴迁之所以在当时规划的时候, 特意要求过山车离经济旅社的原有项目尽可能地远, 主要还是因为, 怕经济旅社的人流量把过山车也给带火了, 所以要保持距离。 虽说经济旅社内有观光车、 平衡车等各种交通工具, 但如果在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可能还是有一些人需要腿着过来的。 如果在其他的园区, 项目和项目之间比较紧凑, 或者有其他商铺之类的穿插, 那么游客们可以边逛边走, 体验还比较好。 而这边就一个孤零零的过山车, 过山车和经济旅社原本的项目之间什么都没有, 对游客来说肯定是一种折磨。 裴迁觉得这个战略应该还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的。 但是观光车开了一段距离之后, 裴迁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怎么这个路线上, 多了一些商铺啊。 这些商铺五花八门, 有餐厅、 咖啡馆, 也有卖东西的。 不过他们的风格比较统一, 跟经济旅社的整体风格比较大, 一点都不显得突兀。 好像他们本来就该在这里似的。 在从经济旅社到过山车项目路线的终点上, 还有一家比较大的店, 也是用之前的厂房重新装修, 改造的, 隐约能看到里面的VR体感设备。 这些商铺还在紧张地装修, 改造中, 虽说都是利用了老工业区原本的那些建筑, 但免不了要大改一番。 只是看目前的进度, 在月底跟过山车项目一起开放, 应该是问题不大。 裴谦的脸上满是疑惑。 不对劲啊, 跟我想象中的情况,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裴谦本来以为, 这些建筑短期内多半不会被利用起来, 陈康拓多半会在道路两边搞个比较简单的围墙, 引导观众顺着大路去到过山车那边。 毕竟腾达手头也莫多余的资金, 用来改造这些建筑, 建设商铺了。 可现在, 去往过山车的这条路上, 大大小小的建筑, 基本上都在紧锣密鼓的施工,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裴谦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该不会又是。 裴谦的猜测, 很快得到了确认, 因为他在那个最大的, 能看到里面有VRT杆设备的店门口, 看到了李时的身影。 裴谦嘴角不由地微微抽动, 心情非常的不美丽。 就知道, 又是李总这个坑爹玩意。 怎么每次经济旅社出事, 都有你在啊? 不用说了, 肯定是李总带着一众莫名其妙,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投资人, 把这条路线上, 以及过山车项目周边的商铺, 给包园了。 怪不得陈康拓说, 不缺宣传资金呢, 有其他人给他出钱啊。 李时也看到了裴谦, 不由得眼前一亮, 快不赢了上来。 裴总, 李时的心情大好, 眼瞅着这些商铺一个个地改造完成, 而且规划合理, 布局完美, 他彭扶看到了这些商铺未来的前景。 而裴总, 显然就是一个行走的活财神啊。 之前陈康拓跟李时来谈的时候, 李时还有点担心, 毕竟裴总并没有给指示, 这个事情似乎是陈康拓自作主张。 虽说陈康拓是经济旅设项目的负责人吧, 但裴总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汤, 裴总到底乐不乐意让我们喝呢? 送福利去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这是个问题。 但在他到现场逛了一圈之后确定了, 裴总肯定是默许, 甚至是支持的。 因为你看, 这过山车项目, 离这经济旅设原本的项目这么老远, 中间空着这么多的地方, 路都建设好了。 甚至路边的这些就建筑杂草也清理了, 外墙也美化了, 就圣里边改造改造, 装修装修, 就可以直接拿来做商铺了。 这不就是一种暗示吗? 当然, 对于陈康托而言, 他没有别的办法, 这条路通往过山车项目, 周边的环境肯定是要美化一下的, 总不能还像以前一样继续慌着吧, 那也太不雅观了。 但在李时看来, 过山车项目的这个位置, 还有周边的环境, 这不就是明示了让大家来踊跃参与吗? 既然如此, 那就不用多说了。 立刻把投资人们全都喊来, 开更多的商铺。 陪迁下了车, 跟李时一边往过山车项目那边走, 一边听李时高谈阔论, 讲述他的丰功伪迹。 李时振臂一呼, 这些投资人们又是跟之前一样, 在陈康托的调节之下, 各自选址, 把周围的这一圈商铺给, 瓜分得干干净净, 各自改造。 就连星鸟健身的老板车容, 也被李时给拉来了。 在这条路线中点出的黄金位置, 开了一个VR设备的体验店。 VR设备当然还是用的Delt VR眼镜了, 但里面的结构和布局, 却跟星鸟健身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除了智能健身晾衣架等设备之外, 还采购了市面上的一些比较贵的游乐用的VR设备, 比如模拟驾驶舱, VR设计平台等等。 这些设备都是专供游乐场和商场使用的, 占地面积大, 价格贵, 一般的玩家买不起, 二般的玩家买得起, 家里也放不下。 但把这些设备放在经济旅社的这家大体验店里, 就非常合适了。 更何况, 这些设备经过调试之后, 和Delt VR眼镜一起来用, 快乐加倍。 唯一可惜的是, 这些设备支持的游戏有点拉胯, 比如模拟赛车游戏, 画面只能说是凑合, 设备的体感倒是挺丰富, 但玩法跟那些优秀的赛车游戏就差得太远了。 不过这也没大碍, 反正持行工作室那边还在持续不断地开发新的VR游戏, 后续还有很降的可拓展性。 至于其他位置的商铺, 则是想开什么开什么, 餐厅, 咖啡厅, 甚至网咖, 都可以。 唯一的要求就是风格的统一, 而且内容得跟经纪旅社稍微沾点边, 不能直接开个经手式的专卖店之类差别太明显的店铺。 这样一通操作下来, 倒显得经纪旅社不太像是传统的游乐场, 反而隐约地有了一个小商圈的雏形, 似乎是在一众商铺中塞进来了一个游乐项目。 把这周围的情况讲述一遍之后, 李时非常骄傲地看着裴迁。 裴迁心中呵呵。 怎么? 李总, 还让我给你发一朵小红花吗? 嗯, 挺好的。 裴迁一边说着, 挺好, 一边又把李时在小本门上的地位往前移了移。 得到裴总认可的李时更加来劲了。 还有, 裴总, 关于过山车项目宣传的事情, 我也已经都安排妥当了。 常规的宣传手段, 买广告, 递推这些, 还是跟之前经纪旅社刚开业的时候一样, 全部拉满。 另外, 上次我们莫想到还能用共享电话亭来宣传, 还是裴总你想到了, 所以这次我们也吸取了教训, 在全国的共享电话亭上全都投放了广告。 总之, 这次的宣传力度只会比上次更大, 绝对不会缩水。 你就放心吧。 李时本来对宣传这些事情也不是特别擅长, 所以, 陈康拓来请他帮忙宣传的时候, 第一反应还有点犯难。 但转念一想, 之前经纪旅社开业时, 裴总不是已经做过示范了吗? 照搬一下就完了吗? 而且还可以延续之前的经验, 把性价比低的宣传手段调整调整, 在性价比高的宣传手段上多砸点钱。 这宣传方案做的, 可能谈不上很优秀, 跟腾达的广告营销部没法比, 但来个及格分总是没问题的吧。 裴谦默默地看了一眼李时, 有点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倒是挺机智。 李时显然把这当成了某众正面的评价, 微笑着说道, 那是自然。 对了裴总, 我已经给付费资本的员工们安排了受苦旅行, 到时候还请你多多关照了。 裴谦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李时, 一时间无语宁耶。 好家伙, 我就说为什么受苦旅行莫名其妙地爆满了呢? 原来除了周母言, 还有你啊? 受苦旅行报名的那二百人里面, 到底还有多少内鬼, 是我没有揪出来的? 行了, 啥也别说了。 顺时仇恨已经报表了。 虽然李总在小本门上的排名, 可能还到不了桥梁和软光剑的那种地位, 但至少这个三连嘲讽, 已经把当前的仇恨给拉得稳稳的了。 哼, 没问题, 我跟包旭说一声, 到时候对你的员工, 一定会特别关照的。 裴谦一边咬牙切齿地感谢他的支持, 一边已经在琢磨着, 如何安排他了。 可惜李时自己没有报名受苦旅行, 所以指望着用受苦旅行安排, 是不太可能了。 正好, 俩人往前溜达着, 来到了室内过山车的外围。 所谓的室内过山车, 肯定会有一个巨大的外部建筑。 一般而言, 主体乐园中的室内过山车, 外部建筑都会根据IP内容做出特定的布景, 比如某巫师题材的室内过山车, 外面就修建了一个巨大的巫师城堡, 城堡外面, 还有各占地巨大的威缩板巫师小镇, 魔法书店, 卖法杖的店等等, 一应俱全。 游客去了之后, 彭扶真的置身于巫师的世界中。 当然, 经济旅社因为经费问题, 修不起这么多的东西, 而且, 就算经费够了, 时间也完全不够。 所以, 这个室内过山车项目, 从外面看病, 没有纳膜的花里胡哨, 但毕竟占地面积很大, 所以看起来同样是气派无比。 从外部来看, 外部建筑用了大量的钢结构, 这些钢结构的框架互相支撑, 形成一种网格状的构架, 呈现出灰色矿质般的感觉。 而且, 这些钢结构的线条, 没有那么硬朗, 而是有着一定的弧度, 有一种高低起伏的波动感。 在钢结构上面, 覆盖着一层半透明的外壳, 随着钢结构而绵延起伏, 有些部分升高, 有些部分降低, 从外面看建筑的最高处, 大概有近20米, 但还有地下的部分的将近10米。 最大高差加起来, 刚刚好是赔签之前要求的30米。 从外部来看, 既能从材质上体现出一些科幻感, 又能从造型上体现出重足巢穴的主题。 其实陈康拓在最初设计的时候, 也考虑过是不是要在外观上也复原一下, 搞成个新红色的星球地表外观, 但考虑了一下之后觉得, 那样做出来应该会比较土, 颜值太低, 所以, 还是采用了目前的这个方案。 来到入口处, 陪迁仰面打量整个建筑。 嗯, 远处看导演末, 觉得什么? 但离近了看, 还是比较高的。 应该还是可以保留一些惊吓程度的吧。 三十米高差的过山车, 那也是过山车啊。 想到这里, 陪迁看向李时, 李总, 体验过这个新项目没有? 李时摇头, 没有啊。 我上次来的时候, 这个项目还没有彻底完工呢。 后来一直在忙外面商铺的事情, 也莫来得及体验。 陪迁不由得微微一笑, 那正好, 要不你把投资人们全都喊过来, 一起体验一下。 李时愣了一下, 现在, 陪迁点点头, 对, 能喊来几个是几个吗? 恰好有事来不了的也就算了。 能来的, 有一个算一个, 都别跑。 李时面路犹豫, 可是, 过山车比较吓人啊。 我这老胳膊, 老腿的, 不比你们年轻人, 要不还是算了。 陪迁微微一笑, 呵呵, 没关系, 这个过山车, 一点都不吓人的, 反而很好玩。 你说吧, 陈康拓, 陈康拓点点头, 没错, 一点都不吓人的, 李总你大可放心。 陈康拓, 赞许的点了点头, 心想, 这小子还挺伤到的, 知道帮腔。 行, 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 等你去受苦旅行的时候, 可以让包续少关注你。 李时稍微纠结了一下, 最后还是觉得盛情难缺, 给那些在经济旅社投资的负责人们, 全都喊了过来。 有几个人恰好有事走不开, 比如, 车容正在其他城市, 跟合作方谈开连锁店的事情, 顺便给新开的这家体验店考察, 采购一批体感ZR设备, 所以来不了。 李时也莫抢求, 就只是把有空的那几个投资人喊了过来。 趁着李时打电话的功夫, 裴谦把陈康拓拉到一边, 小声问道, 过山车能掉速度膜? 陈康拓点点头, 能调, 但只能小幅地掉一点点。 裴谦稍微有点失望, 但还是说道, 好, 给我拉满。 半个多小时以后, 投资人们纷纷赶到, 一个个都像是翘着尾巴的大功绩一样, 来裴谦面前邀功。 简直就像是跟李时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裴谦的脸上带着假笑, 把他们和李时一起, 挨个送上过山车, 非常亲切地帮他们扎好安全带。 虽然裴总亲自己扎安全带这件事情, 让投资人们有点受宠若惊, 但看裴总的表情, 总有一种是在送他们上路的感觉。 可能只是因为这个地方太黑了, 所以裴总脸上的阴影, 看起来比较吓人吧。 室内过山车的起点处, 漆黑一片, 里边什么都看不到, 稍微还有些让人心慌。 过山车是四人一排, 同一排的四个人之间也有比较大的间隔, 双脚悬空, 彼此之间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 但不会互相干扰。 除此之外, 这个过山车项目跟其他的过山车项目 也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别。 比如, 悬挂式座椅上有很多的零碎, 头部的侧前方有一个带有科技感的显示屏, 上面还有各种UI信息, 显示云确计划, 准备行动等字样, 还有一个立体的地形图, 上面标注着档前在虫巢的具体位置。 整个虫巢的结构看起来错综复杂, 各种路线交叉环绕。 这个图并不是要向游客剧透整个虫组母巢的结构, 所以故意做得很乱, 各种信息很多, 只是为了让游客能大致搞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 同时有一种这个虫巢的结构好复杂, 好牛逼的感觉。 在座椅侧边有特制的磁轨步枪模型, 显然是用于战斗场景的。 李时稍微颠了颠这把磁轨步枪, 不算轻, 看来是加了配重。 而且摸起来的质感也非常好, 不像是某些粗制滥造的玩具。 这拳套的武装安排上了之后, 李时感觉自己还真有点战式全副武装, 赶赴战场的味道了。 四人一组, 依次出发。 每一组之间都有一定的间隔时间, 毕竟每组在实际的游玩过程中走的路线都可能不一样, 彼此之间是看不到对方的, 不会互相影响。 当然, 大家的大致完成时间都是类似的, 所有的路线都是经过仔细规划的, 不会出现后发先制, 路线打架之类的问题。 直到最后一组人也准备出发了, 陈康拓才惊讶地问道, 裴总, 您不去体验一下吗? 裴倩摇了摇头, 我就不必了。 三十米的过山车, 那也是过山车呀。 而且, 这个过山车似乎是虫组主题的, 到时候, 真要是铺天盖地的虫群冲过来, 那还是稍微有点吓人的。 这个苦, 还是让李总他们去承受吧。 裴倩觉得自己在旁边默默围观就可以了。 反正一会儿能看到李总苍白的脸色和慌乱的表情, 就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陈康拓感到很是疑惑。 这个项目又不可怕, 裴总干嘛不去体验呢? 难道是要通过李总他们的表情, 来确定这个过山车, 做的具体怎么样? 这个玩法有点花哨啊。 难道这就是云玩家的最高境界? 看一下别人玩, 就能深入挖掘出这个项目的本质, 为它盖观定论。 这种能力有点牛逼, 我也得好好学习一番, 培养一下这方面的能力。 陈康拓的思维, 不由地发散开来, 产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 李时抱着瓷轨步枪, 双脚悬空, 从洞穴的入口进入之后, 不断地向着深处前进。 周围的景观, 开始快速地发生变化。 从最开始的狭窄入口开始下沉, 在逐渐变得宽敞的同时, 给人带来的紧张感, 也越来越强烈。 刚开始, 整个过山车的行动, 速度比较慢, 而且周围极度安静, 侧前方的显示屏, 也没有发出任何的提示音, 就像是真的在执行潜入任务一样。 众人不由自主地将注意力放到周围, 只限视野中开始出现一些 虫族未孵化的卵, 正在休眠状态的虫族, 远处隐约还能看到许多虫族, 正在忙碌着, 在各种洞穴和路线上进进出出, 不知道在搬运着什么。 甚至有一段, 还可以向下看到一只 只如同坦克一般的虫族巨兽, 或休眠, 或缓缓爬行, 让人觉得浑身发毛, 不寒而栗。 这里的布景, 基本上是采用了虚实结合的办法, 比较近的, 基本上都是物理布景, 比如近处洞穴墙壁的材质, 上面发出幽光的虫族接晶体, 不远处的虫卵等等。 而远处的景象, 则是用巨大的投影屏幕所展示出的画面, 因为光照和距离的原因, 再加上游客的心理暗示, 足以达到一种以假乱真的效果。 很快, 四人来到了一处相对开阔的场景, 过山车缓缓升高, 来到一个高点。 而对四人来说, 此时的感觉, 就像是穿着云雀战斗服, 缓缓向上飞, 并悬停在重足一处开阔巢穴的高点, 不自觉地四下观望。 这是一个极其开阔的场景, 能看到下方密密麻麻的虫裙, 正在分工明确地忙碌着, 让人不由地浑身起鸡皮疙瘩。 一个身穿云雀战斗服的身影, 从旁边的一个洞穴出现, 与此同时, 众人耳边传来语音通讯, 小心, 我们即将深入重巢的内部, 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 所有人打开战斗服的光学迷彩, 做好战斗准备。 这个身影, 显然就是情义队长了。 类似的这种, NPC互动模式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真人扮演, 通过调威亚等方式, 参与到整个流程中, 另一种, 就是将虚拟形象, 做到巨大的投影屏幕中。 前者虽然看起来真实度更高, 但有一定的危险性, 而且比较麻烦, 受到的限制也多, 不可能大范围的移动。 所以, 云雀行动还是采用了后者, 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 情义队长只能在类似有投影屏幕的核心场景中才能出现, 在转场, 走过场的时候, 就没法出现了。 不过, 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用剧情来解释一下就可以了。 在情义队长的带领下, 过山车开始沿着右侧的岩壁缓缓前行,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整个小队在执行潜入任务, 悄悄地绕开下方洞穴中密集的虫群, 伸入虫巢一样。 突然, 情义队长一抬手, 过山车缓缓地停了下来, 只见前方的洞穴中突然冲出了一对虫族, 密密麻麻地顺着岩壁向着远方爬去。 在巨型投影上, 这些虫族的细节都被展现了出来, 虫族在墙壁上爬行的沙沙声让人感到全身发麻, 大气都不敢喘。 就在这一对虫族即将全部离开的时候, 走在最后的攻风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猛地转过头来, 向情义队长所在的地方爬去。 情义队长开启了战斗符上的光学迷彩, 此时庞腑和岩壁融为一体, 虫族在他周围爬过, 差一点就要碰到, 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 转了一圈之后, 这只虫子没有发现异样, 于是再度钻入之前的洞中离开了。 众人全都尝出了一口气, 之前紧张到极点的心情总算是稍微松弛了下来。 然而就在这时, 在众人旁边的岩壁洞穴中突然钻出来一个巨大的虫族, 显然是之前那个虫族去而复返, 又从另一个洞穴中钻出来了。 之前在情义队长周围爬的时候, 是巨幅投影上的图像, 而这次出现在众人身边的, 是一个真实的模型。 虽然巨幅投影上的虫子, 做得也很逼真, 二者几乎难以区分, 但真实的模型, 毕竟是具有更强的立体感, 显得更加真实。 李时等四个人, 瞬间被吓了一跳。 就在四人全都愣住的时候, 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虫族发出剧烈的嘶吼声, 然后从洞穴中缩了回去。 原来是情义队长眼看着队员们暴露, 而不得已开枪了。 进入战斗状态, 情义队长一边慷慨激昂地呐喊, 一边带领着众人向前冲, 而过山车此时也快速地动了起来。 在此之前, 众人手中的瓷轨步枪是锁定状态, 扳机键是扣不动的, 现在可以自由开火了。 下方那些密密麻麻的虫裙 瞬间被搅动, 铺天盖地地向这边冲来。 洞穴非常开阔, 有一些虫裙顺着岩壁往上爬, 还有一些虫族长着 有点类似于蝉翼的翅膀, 可以短暂地飞行一段距离, 在上空盘旋着飞向众人。 在直面投影屏幕时, 众人甚至能清楚地看到 虫族锋利的口气和被子弹击中时 爆出的绿色, 黄色的黏液。 过山车的座椅似乎也开始放飞自我, 不再是像之前那样平滑的飞行, 时而仰面上升, 时而俯冲下降, 时而在墙面上侧身滑行, 甚至还会水平旋转, 配合着投影上的画面进行多角度运动。 看到此消息的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面前的画面天旋地转, 给人一种加速度很快, 非常惊险刺激的感觉, 肾上线速飙升, 但实际上过山车的速度并不快, 这是过山车的移动和大屏幕画面结合起来 营造出的视觉效果。 李时等人开始下意识地疯狂开枪, 枪声传来强烈的震感和后座力, 枪声, 虫族的嘶鸣声, 各种音效的声音, 琴翼队长的指挥, 显示屏上的电子提示音, 全都交织在一起, 让人瞬间进入忘我状态, 沉浸在激烈的战场中。 而后, 过山车会按照在每个场景内的战斗情况, 来走向不同的路线。 比如, 所有人都集中攻击某个方向, 让这边的虫族力量薄弱, 那么琴翼队长就会带着大家从这个方向突围。 整个流程中的情绪也不是一直这么亢奋, 而是如波浪线一般上下起伏的。 激烈的战斗往往是天旋地转的。 而在转场的时候, 过山车的速度会降低一些, 让众人稍微平复一下心情。 在大家以为已经暂时摆脱危机的时候, 更大的危机又突然来临, 让人猝不及防。 再加上路线选择的随机性, 以及系统内的一系列突发事件, 让众人根本猜不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全程精神高度集中。 而且李氏注意到, 这个过山车虽然据说高差只有不到30米, 但在体验过程中却完全感觉不出来, 甚至觉得远比30米要高。 宋福利区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因为剧屏投影, 可以播放快速拉升的画面, 配合过山车本身的移动和晃动, 再加上迎面而来的气流, 让人觉得自己似乎真的一下子向上拉升, 或者向下俯冲了几百米, 从在重足巢穴的巨大的地底世界中上下飞驰。 配合着过山车座椅整排的旋转, 给人的感觉就是, 一位云雀战士时而面向虫群冲锋, 疯狂射击, 时而倒着飞, 阻拦追上来的虫群, 整个战斗的流程可以说是惊险刺激。 这种以假乱真的效果, 甚至让人怀疑, 我们真的只是在这个场馆内。 从外边看, 这个是内过山车, 也没这么大。 不只是李时, 其他的三个投资人显然也被震惊到了, 全城时不时地发出惊呼, 虽说一个个都是大老板, 但在这种场合, 完全失去了平时的风度。 终于, 在秦义队长的带领下, 众人成功地从铺天盖地的虫群中杀了出来, 逃出了虫族巢穴。 秦义队长对众人的英勇战斗表达了赞许, 同时语气也稍微有些惋惜, 这次虽然成功逃脱, 但并没有完成斩杀虫族女皇的任务, 只能下次任务再想办法了。 李时仍旧在死死地抱着手里的雌鬼步枪, 还没有从那重兴奋的感觉中完全平静下来。 这种感觉非常奇特, 明明感觉在里面的时间非常漫长, 庞福已经经历了无数场熬战, 身体和精神都感到疲劳, 真能感受到云雀战士深入重巢后幸存的那种九死一生的感觉。 可真的出来之后, 知道整个项目已经结束了, 却还是有一种意犹未尽的失落, 很想再重来一遍。 过山车缓缓地向终点前进, 投资人们仍旧难以平复激动的行情, 纷纷发表感言。 这也太有意思了, 过山车竟然还能做成游戏。 裴总真是个天才。 室内过山车, 我倒是也在国外的游乐园玩过, 跟这个相比怎么说呢? 题材上来说各有千秋, 但这个互动设计的感觉, 是我从没体验过的。 确实, 做到差不多沉浸程度的室内过山车有很多, 但互动性这么强的, 还是第一次见到。 而且时间上感觉比其他游乐园的室内过山车都要长, 路线也更复杂, 看起来在内容设计上没少下功夫, 做得太精巧了。 游戏里不是有人专门做关卡设计吗? 讲究的就是, 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中塞入足够多的内容, 还得让玩家像走迷宫一样被耍得团团转。 裴总自己是游戏设计大师, 陈康拓肯定也懂关卡设计。 怪不得腾达游戏部门出来的, 个个都能独当一面, 确实有真本事啊。 李总, 当初你让我无脑跟头, 我还有点犹豫, 现在才知道自己错得离谱。 只要是腾达的项目, 确实无脑跟就完事了, 压根不需要考察。 这番话在李氏听起来, 简直是说不出的受用。 虽说这些投资人们是在夸裴总, 夸腾达, 但间接也算是夸了李氏。 之前陈康拓找到李氏之后, 李氏也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些投资人们, 其中还真有人稍微犹豫了一下。 虽说之前开在经济旅社的商铺都赚钱了, 但这次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一个新的过山车项目, 又离原本的项目很远, 万一不那么好玩, 人流量稀少怎么办呢? 投资摩多钱改造这些商铺岂不是亏了吗? 而且, 裴总为什么会故意把这些商铺留出来? 到底是让我们喝汤呢? 还是对这个过山车项目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想让我们分摊风险呢? 虽说投资人们最终也都决定跟着李氏往里投钱, 但一些人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墨底的, 不像李氏的信仰那么坚定。 但现在体验完了这个过山车项目, 投资人们全都心服口服了。 这确实是个摇钱术啊。 裴总把这些商铺留给我们, 确实够敞亮。 多给腾达一些分城, 这是应该的。 目前像这种级别的室内过山车, 基本上也就全球几个超大型城市中的超大型游乐园里面有。 而且在那些游乐园里面, 往往也要排队两个小时以上, 足以限的它是多么的功不应求。 就比如, 某巫师主题的过山车, 很多人千里迢迢地到那边的游乐园去, 别的项目都只能算是天头, 玩不玩根本无所谓, 但这个巫师主题的过山车是必须要体验的。 也就是说, 光这一个室内过山车, 就足以吸引游客源源不断地光顾。 更何况经济旅社原本的项目也很出色, 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 而荆州这边, 除了经济旅社之外, 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 比如GPL场馆, 腾达体验店, 无名餐厅, 各家俱乐部的训练基地, 甚至是软光剑亲自绘制的Dog英雄电话亭。 这个云雀计划过山车, 相当于直接把腾达为整个荆州打造的旅游资源, 给拔高了一个台阶。 之前来荆州, 打卡的地方虽多, 但对很多人来说, 缺少一个非来不可的理由。 经济旅社虽然很独特, 但它毕竟是个鬼屋, 就算里边有相对不难磨下人, 充满互动趣味的项目, 但终究无法满足所有人。 但现在, 这个过山车项目几乎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男女皆可, 老少嫌疑。 现在回想起来, 之前进来的时候, 裴总亲自己大家系安全带, 还有人觉得裴总的笑容有点不怀好意。 现在看来, 这绝对是纯粹的误解。 都怪这里边灯光照明太暗了, 显得裴总脸上有很多阴影, 才给人这种错觉。 裴总那明明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过山车项目非常自信, 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投资是正确的, 让我们尽情体验。 误会裴总啊, 真是罪该万死。 回头一定要像李总一样, 坚定不移地跟在裴总身后, 绝不动摇。 裴谦在终点等着, 突然有一点点小后悔, 应该跟这些投资人们一起去体验一下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 听不到他们的尖叫声, 也看不到他们失魂落魄的画面。 室内过山车就是这点不好, 别说是在外面了, 即使进到项目里面, 也看不到项目的细节。 可能这就是包序虽然非常不爱旅行, 但每次受苦旅行都要亲自带队的原因吧。 不过裴谦也并没有很纠结这一点, 毕竟如果亲自上的话, 自己也会受到惊吓的。 等大家出来之后, 看一看大家因为惊吓而沙白的脸, 心里也就平衡了。 等了大概十分钟, 一排排座位这才依次出来, 缓缓地回到起点。 一般而言, 其他游乐园的室内过山车, 大概五分钟之内就会结束。 室外过山车可能还会更快一些, 真正的排队两小时, 体验三分钟。 但云雀计划安排了一整套错综复杂的路线, 有些大场景可能会经历两次, 但前后两次的场景内容有区别, 比如第一次是前行, 第二次是战斗, 或者第一次是一批普通敌人, 第二次是精英敌人, 甚至有时候连场景都变了。 所以, 虽然路线上有一定的重负, 但游客是感觉不太出来的, 这种对场景稍微有些熟悉的感觉, 反而让人觉得更加刺激。 第一批的四个人显然还没有完全从之前的兴奋中回过神来, 还在热烈地讨论。 过了末多久, 后面的投资人们也都纷纷到了。 裴谦看到第一批的四个人脸色红润, 表情十分兴奋之后, 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此情此景, 让他莫名地联想到了软光剑。 显然, 这些人根本没有害怕, 也没有惊恐, 而是对此非常享受啊。 这显然有为裴谦让他们坐过山车的初衷。 这就好像故意送了个不咋样的礼物, 结果对方一看, 竟然很高兴地说谢谢啊, 然后一脸幸福地收下了。 难受。 不过裴谦心里还存在着一些侥幸, 也许只是因为第一批这四个投资人, 恰好胆子比较大, 比较能适应这众相对刺激的项目呢? 结果后边的投资人们也都回来了, 一个个的全都是脸色红润, 表情亢奋, 跟第一批人别无二致。 总不能所有人都恰好喜欢这种刺激的项目吧。 裴谦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也许这些投资人们莫问题, 是这个过山车项目有大问题。 投资人们开始交流心得, 这个过山车真的太好玩了, 太有意思了。 最后那个直冲高空的场景, 真的太震撼, 太壮观了, 天上都是盘旋的星剑, 下边是一望无际的红土, 还有密密麻麻的虫裙, 就像是真的置身于战场中啊。 虫装女皇才难打呢, 我感觉肩膀都快被枪的, 后座里给震麻了, 可惜最后也莫能打死, 差一点就成功了, 还是得好好练练枪法呀。 等一下, 什么高空场景, 什么虫装女皇, 我们怎么没看到, 投资人们这一聊, 才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 怎么大家体验的内容似乎有区别啊。 陈康拓微笑着解释道, 这个过山车的路线, 有一定的随机性, 也会受到游客选择的影响。 只有你们齐心协力, 做出正确的选择, 才能完成对虫装女皇的斩首行动。 投资人们愣了一下, 随即一口同声地说道, 还能再来一遍吗? 陈康拓笑了笑, 莫问题, 想来多少遍都行, 想再体验一遍的, 就回去做好吧。 投资人们二话没说, 立刻回到了座位上, 要体验第二遍。 竟然还能真的斩首重组女皇。 你早说啊, 早说我们打枪就打得认真一点, 不滑水了。 之前有些投资人以为这个项目跟其他的是那过山车一样, 是固定路线, 这个枪只是为了增加带入感和沉浸感的, 对路线多半不会有影响。 但现在看来, 根本不是那魔回事啊。 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小队, 在战场中的表现决定了之后的路线。 一听说, 竟然还有很多内容根本就没有体验到, 这些投资人们忍不了了。 本来就有点想再体验一遍, 但是又觉得, 重负内容体验起来没时莫必要。 现在知道竟然还有新内容。 那当然是迫不及待地再整一个了。 裴谦在一旁, 看得目瞪口呆。 不对劲吧? 本来裴谦还想着, 如果这些投资人们回来之后, 被吓得不行了, 那自己说什么, 也得发挥一下三寸不烂之蛇, 把他们再重新忽悠上去, 再做一遍。 结果根本不需要忽悠了, 他们主动做上去了, 一个不辣。 这就让人很难受了。 陈康拓低声问道, 裴总, 你真的不去体验一下? 裴谦摇了摇头, 虽然他也挺好奇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李总他们都已经是第二次玩了, 自己才第一次玩, 万一叫出声来岂不是人设崩了? 今天看李总他们玩得正在信头上, 怕不是要玩到尽兴才走了。 还是改天等没人的时候, 再过来自己偷偷地体验一下吧。 12月19日, 周三, 裴谦在电脑前, 翘首已判前某交稿。 过山车那边是别指望了, 前天去逛了一圈之后, 裴谦已经彻底新凉了。 关键是, 现场被刺激了一下, 回来之后的两天, 又被连续地刺激了好几次。 走在路上, 能看到公交车的广告牌, 再给这个过山车打广告。 回来刷个网页吧, 也能看到这个过山车的广告。 甚至就连海上堡垒和使命与抉择, 这两款游戏里边也给这个过山车打了广告, 做了联动宣传。 当然, 这两款游戏并没有真的把过山车的内容给做到游戏里, 这是为了防止剧透。 但仅仅是在游戏的公告里给过山车做了宣传, 这也已经足够之命了。 毕竟这两款游戏的玩家数太多了, 随便导流一些就够经济旅社吃很久的了。 甚至陪迁听说, 荆州已经有游客按捺不住的跃跃欲试了, 过山车项目还有一周才对外正式开放, 外边已经为了不少人纷纷拍摄现场的情况。 显然, 等过山车正式开放的时候, 估计要全天候爆满了。 陪迁很无奈, 他也没想到自己搞了一堆限制, 结果反而对陈康唾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 搞出来这魔格互动游戏类型的室内过山车。 啥也别说了, 下一期受苦旅行的名单里, 陈康拓已经光荣上榜了。 现在也就是等钱某的这个黑稿到了, 才能给裴迁带来一丝思维解。 终于, 钱某把黑稿发过来了。 他的效率显然还是挺高的, 说三天就三天, 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某些脱稿专业户学习。 陈康很高兴, 把稿子接收了之后, 快速查看。 看完之后, 陈康满意地点点头。 完美。 这个钱某果然还是有点东西的, 这就是自己迫切需要的黑稿。 这个黑稿一发出去, 肯定能引发不错的反响, 让继任者的处境雪上加霜。 好, 发出去吧, 我这就给你打尾款。 裴迁也很干脆, 对于这种能真正帮助自己亏钱的好兄弟, 他一向是不会亏贷的。 钱某收了钱, 合作愉快。 以后有类似的活还可以找我。 我在这方面, 还是很专业的。 裴迁呵呵一笑, 看出来了。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等待。 裴迁本来还考虑要不要再出点血, 买点水军给这篇稿子刷一刷热度, 但看完整篇稿子之后, 裴迁觉得, 似乎也不需要了。 因为钱某的拱火水瓶一流, 这个影评一旦发出来, 绝对会引发巨大争议。 到时候, 网友们自己就会吵得不可开交, 根本不需要水军。 既然如此, 也就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了。 晚上, 崔耿正在附近的摸鱼网卡里开心地打游戏。 写完《继任者》之后, 他就一直在摸鱼, 压根没有开心书。 读者们催得挺紧, 但崔耿无动于衷。 因为他自有一套说辞。 崔耿表示, 自己在做维员著作者帮助飞黄工作室指导拍摄, 所以新书要迟一点才能开。 其实, 这纯粹是个借口。 因为飞黄工作室是去米国拍摄的, 他压根没有跟着, 也就是偶尔朱小册导演会问他几个问题。 往往他还回答不上来, 让飞黄工作室的编剧团队自己拿主意。 但毕竟有永舵轮回的成功先例, 读者们还是被这个鸽子精给骗到了, 还以为他真的在继任者剧集的拍摄中发挥了巨大的, 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其实, 有他莫他一个样。 虽说现在, 继任者的剧集都已经开始在爱丽导网站上放映网, 但拍摄工作还没完全结束呢。 崔耿打定主意, 就等继任者全集都播放完毕之后, 再考虑开新书的事, 怎么也得一个月以后了? 而且一个月以后也只是开始构思新书, 什么时候真的构思出来呢? 那怎么也得个把月吧? 时间短了, 根本不足以体现自己构思的认真, 细致和辛苦。 当然了, 崔耿白天还是在灵感班那边认真汲取灵感的。 自从三部作品改编计划提上日程, 勇舵轮回, 大获成功, 甚至于非都混成了腾达游戏主, 设计师之后, 灵感班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灵感班的作者们一个个都想离开, 现在, 一个个都充满了动力, 彭扶下一个被改编的作品就是自己的。 而且, 终点中文网的其他作者们, 也都以能进入灵感班为荣, 卯足了劲地想要写出成绩。 终点中文网对作者们的吸引力大增, 甚至有不少外战的作者跑来, 但崔耿作为闲鱼, 显然是感受不到太多压力的。 刚打完一局游戏, 电话响了, 崔耿一看, 是黄思博打来的, 赶忙接起来。 情况有些不妙, 我把网上的一篇影评发给你了, 你抓紧看一下, 这篇影评不是一般的黑稿。 你看看, 有没有什么办法反驳一下。 黄思博的声音有点严肃。 因为, 继任者的前三集上线爱力导网站之后, 情况可以说是相当不乐观。 网上给出负面评价的观众不少, 而且, 热度和播放量也迟迟上不来。 虽说梦唱给继任者花了很多的宣传经费, 但从目前来看, 宣传方案起到的效果并不好, 甚至还对一些观众产生了误导, 进一步拉低了口碑与评分。 目前, 继任者在爱力导网站上能稳在七分左右。 跟那些动辄9.5、9.8分的番剧相比, 七分可以说是比较寒酸了, 但也还过得去, 不算特别低。 一方面是因为, 这部片子的观众里, 有一些看过原著, 原著党对剧集的质量和高含原度, 还是很认可的。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 这部剧质量确实过硬, 又是纯英文的, 可能看起来比较有逼格, 给人一种看米剧的感觉。 所以, 在某些观众群体眼中, 这也是加分项。 但现在, 这个影评出来了。 一旦影评里的观点, 得到观众们的广泛认可, 那这评分, 估计还要继续下降。 到时候, 场面可就太难看了。 飞黄工作室, 跟爱丽导网占签的, 可不是买断合同, 而是根据, 继任者的热度, 播放量, 评分等数据算钱的。 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有何面目去献陪总? 崔耿赶忙说道, 黄哥你先别急, 我去看看这个影评。 他点开黄思博发来的网址, 找到了这篇影评。 影评的标题是, 简西, 继任者, 扑街的深层原因, 反超级英雄, 却因为降之过度, 而显得自以为是。 光是看到这个标题, 崔耿也不由地皱了皱眉, 感受到了压力。 看了一眼作者, 叫钱某, 也算是网上一个有点名气的影评人。 虽说这个钱某在网上可以说是毁欲参半, 支持的人和骂的人都很多。 而且有不少人, 说他会收钱写黑稿, 但不得不说, 这个人确实是有点东西的。 而且写出来的稿子, 确实能在网上, 起到不错的影响力。 看到这个标题就知道, 钱某是有备而来。 首先, 简西, 继任者铺接的深层原因这几个字, 就很鸡贼。 其实严格来说, 继任者还没铺接呢。 作为一个剧集而言, 才刚播了前三集而已, 故事才刚开了个头, 现在的评分确实不咋样, 但谁知道后边能不能翻身。 但钱某直接就以 一众概观定论的姿态, 相当于把 继任者已经铺接了 当成一个大的前提条件, 当成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 这样一来, 自己可就不是在黑了。 而仅仅是在分析他铺接的原因。 而后半句话, 则是直指, 继任者的故事内核, 反超级英雄题材。 钱某用了四个字 自以为是来形容, 显然是要直接从故事内核上 消解继任者的价值, 从而造成整个剧集 从思想基础上的崩盘。 催耿如灵大敌, 不敢轻视, 继续看了下去。 影评的前半段,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故事梗盖, 在不剧透太多的情况下, 让读者能大致了解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而这也说明了, 钱某不只是看了前三集, 他还看了继任者的原著。 这意味着情况更加糟糕。 因为如果他只是纠结于前三集的话, 后边还有九集, 很多观众会觉得他的观点比较片面, 还是会保留意见, 继续看后面的。 但现在, 钱某是连继任者的原著也一起批判了。 如果读者认同他的观点, 那么后边的九集也就不用看了。 崔耿扫了一眼, 发现这个钱某对继任者整个故事的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 并没有曲解。 继任者是反超级英雄题材的,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故事, 要讽刺超级英雄这个概念本身, 或者消解超级英雄电影的思想基础, 对传统的超级英雄观念进行批判。 而钱某则是, 认为这种讽刺和批判是一种自以为是。 继任者, 无非是讲述了一个超级英雄, 人人作恶, 民众被蒙蔽, 民意被操控, 好的制度形同虚设, 不择手段者成功上位的故事。 在故事中, 我们压根就找不到任何的一个好人。 主角菲尔就不用多说了, 他对身边的人尚且非打即骂, 想成为超级英雄, 自然也不是为了拯救世界, 让希望式的民众生活得更加安全, 更加美好。 而是为了谋求一己私利, 可以说他是这个坏透了的社会里最坏的人, 所以他成了最将的超级英雄。 除了菲尔之外的其他超级英雄呢? 显然, 他们也跟菲尔一样, 表面光鲜亮丽, 实际上隐隐狗狗, 无恶不作, 在民众面前表现演技, 背地里却与大财团高度捆绑, 完全配不上超级英雄这四个字。 至于那些把持着媒体, 超级英雄选秀节目的大财团, 通过扶持超级英雄, 来增加自己对希望式的掌控力, 大快朵頤地享受着普通民众的明知明高。 所谓的超级英雄选秀节目, 超级英雄选举, 无非是这些别有用心的大财团, 超级英雄们, 在恶意的扭曲, 利用世界队长仪留下来的规则, 让民众选出超级英雄, 间接掌握力量的模式, 变成了超级英雄被大财团操控, 化身演技派, 欺骗民众获得力量的模式。 最终的赢家, 是超级英雄和大财团, 民众自以为拥有权力, 而实际上却是一无所有, 因为这重权力被操控, 窃取了。 看到这里, 也许很多人要说了, 这不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反超级英雄题材电影吗? 为时魔会是自以为是呢? 因为这个故事的假想, 看起来很合理, 逻辑看似很清晰, 实际上却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也可以说是, 漏洞百出。 首先, 这个故事把普通人的智商刻画得实在太低了, 甚至让人觉得, 哪怕是一群猴子, 也不至于被这些大财团和超级英雄们蒙蔽着魔酒。 超级英雄选秀, 从来都是一个骗局, 一查又一查的超级英雄们在台上卖弄人设, 收割民众的支持, 获得力量, 然后又一个接一个的人设崩塌, 爆出丑闻。 这样的循环, 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民众们这都莫发发现, 自己被骗了。 都没有对这些超级英雄们产生怀疑, 没有去想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确实, 他们改变了, 改变的结果, 就是选出了飞尔这魔个奇葩。 只能说, 在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降制行为, 毕竟民众够蠢, 飞尔上位才有足够的合理性。 但这种降制, 本身就会大幅消解整个故事的合理性。 如果一个故事的模型, 在一群正常人里面不能实现, 必须在一群猴子, 甚至是一群猪里面才能实现。 那这个模型对我们来说, 还有意义吗? 其次, 这个故事中, 大财团和其他的超级英雄们, 未免也太蠢了。 同样存在严重的降制现象。 先是超级英雄对飞尔不留情面的嘲讽, 羞辱, 而完全不怕被打击报复, 紧接着, 又是一些大财团亲异地就被飞尔说动, 跟他一起搞了个继任者的综艺节目。 难道他们, 就没看出来飞尔这个人是别有所图吗? 就一点都不会警惕吗? 后来对飞尔的反击更是可笑, 按理说, 只要一个更将的超级英雄出手, 就可以把飞尔给碾死。 然而这些大财团和超级英雄们, 硬是各自为战, 互相撤肘, 硬是被飞尔给各个击破。 这种人, 竟然也能靠超级英雄选举, 成为最将的超级英雄。 这就跟马戏团小丑成为总统一样可笑。 总而言之, 继任者的整个故事, 就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降制光环上的。 不仅给所有的普通民众降制, 也给所有的大财团和全部的超级英雄们降制了。 凭借着这个无差别覆盖的降制光环, 费尔这个不择手段的富二代, 才能登上超级英雄的顶峰, 整个故事才能够成立。 可让我们想一想, 超级英雄题材的电影, 传递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价值观? 是积极, 向上, 承担责任。 反超级英雄电影不是不能存在, 关键是要合理, 要深刻, 要真正剖析问题, 在所有角色智商正常的基础上展开故事, 而不是一拍脑袋, 想一些神展开, 制造一些噱头, 就为反对而反对, 自以为掌握了财富密码。 就不说超级英雄这种超越一般人理解的强大力量了, 哪怕是居民楼里选个楼长呢, 往往也是各种关系错综复杂, 大部分人都智商在线, 最终是极家几户博弈之后的结果, 选出来的往往也都是相对德高望重, 真正有能力的人。 而这魔大的一个希望是, 这魔牛逼的一群超级英雄, 所展现出的水平竟然还不如一栋普通的居民楼, 这实在是太好笑了。 所以, 继任者这部剧集拍摄很精良, 制作也莫得说, 关键就是整个故事从根子上跑偏了, 整个歪掉了, 所以做得再怎么精良也根本没用。 由此看来, 这部剧的扑接也就合情合理了, 因为它既不好看, 也不深刻。 看完了这篇影评, 催梗不由的眉头微皱, 表情明重。 看完标题就觉得对方是有备而来, 看完内容更加确定了。 关键是, 情况有点难搞。 这个影评说的有道理吗? 不能说完全没道理。 表面上看讲了这么多, 实际上就是揪住了一点在猛攻, 降制。 钱某觉得, 继任者的整个故事都是在降制, 超级英雄降制, 大财团降制, 普通民众也降制, 而且降得非常离谱, 所以菲尔的阴谋才能得逞, 反超级英雄的故事才能成立。 但崔耿自己当然不这魔爵的。 他认为这些人的正常智商, 就是这样的。 对于这一点, 谁也无法说服谁, 而且谁也没法证明自己。 只能看观众更容易接受前者还是后者。 如果观众觉得这不是降制, 纳摩前某的影评肯定也起不到什么效果。 可如果观众觉得这就是降制, 纳摩这片影评就会对继任者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 让评分进一步降低, 口碑进一步变差。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显然有不少观众都认同了前某的观点, 还有不少人拿现时钟的情况举例子, 科普一系列的选举是多么的公平, 公正, 充分参与。 就算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也绝对不可能像继任者的剧情中表现得正魔低龄化, 弱智化。 崔耿思考许久之后, 给黄思博打回了电话。 黄哥, 我想了一下, 莫哲, 这个事情本身是属于变不清楚的事情, 就算再怎么解释故事本身的合理性, 认为它不合理的人也不会改变看法的。 我们是提出一个假想, 而别人是站在制高点上挑毛病, 这怎么变得过? 而且, 这件事情本身也没有意义。 黄思博轻轻地叹了口气, 哎, 我也这么觉得, 他给崔耿打电话其实也莫抱太大希望, 只是觉得崔耿作为原作者也许能想到好办法, 但现在看来也确实没什么好办法。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崔耿提议道, 黄哥, 要不你去找广告营销部那边去商量一下, 那边负责继任者的宣传方案, 说不定能想到什么办法。 黄思博恍然, 哦, 也对啊。 行, 那我去给那边打个电话。 继任者的宣传方案是孟畅做的, 虽然目前看起来这宣传方案挺失败, 但毕竟整个剧集还没播完, 不足以给该官定论。 孟畅很聪明, 之前的很多宣传方案也都成功了, 找他说不定还真能有办法。 其实按理来说, 飞黄工作是莫理由, 就因为一个影评就如此紧张, 但问题在于, 继任者的开局确实是有点裂开了, 评分和口碑完全低于预期, 就算没有钱某的这个帖子, 也得想办法扭转这种口碑才行。 否则, 前面三级的热度已经这磨凉了, 后面积极就算播了, 给观众几个大场面, 也根本不足以改变这种现状。 12月20日, 周四上午, 广告营销部, 梦畅去水巴间接了一杯咖啡, 坐在自己的工位上, 一边慢悠悠地喝着咖啡, 一边琢磨着, 针对继任者的第二轮宣传公式。 上周末, 继任者的前三集已经播出了, 这周末会再播两集。 从目前来看, 继任者的起步可以说是相当的理想, 第一轮宣传公式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聚集的评分和播放量比较低, 如果照这个趋势下去, 拿提成肯定是不在话下。 所以, 梦畅觉得应该再接再厉, 按照陪氏宣传法的指导思想, 这个时候就该继续加大宣传投入。 从提成的角度来说, 项目初期已经确定难以翻身了, 那么此时加大宣传经费投入, 必然可以获得更多的提成。 从陪氏宣传法的角度来说, 虽说目前看不出什么, 投入的宣传经费似乎都沉到了水底, 但只要最后宣传方案成功, 评价反转, 那么这些之前沉到水底的热度自然会翻出来, 重新发挥效果, 从而让整个方案报得更加彻底。 总之,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这都是一个加大宣传投入的大好时机。 目前孟畅规划的后续宣传方案, 还是跟第一轮差不多, 以直接宣传为主。 而在他的构想中, 最后的反转可能还是需要田公子出面, 好好解读一下这部剧集的深层内涵, 把继任者的反超级英雄内和给讲述清楚, 再针对性地解释一下剧集中留下的大量细节。 观众们对这部剧集的第一印象不太好没关系, 毕竟前三集本来就是起到铺垫作用, 确实不怎么好看。 但对于后边的剧情, 孟畅还是很有信心的。 随着之后几集的播出, 继任者的口碑应该会逐渐回升, 而全都播放完毕之后, 所有观众都对他有一个整体的, 全面的印象了。 那时候, 也就到了田公子出场的时候了。 孟畅正在美滋滋地想着自己的计划, 黄思博到了。 继任者, 那边有个情况, 我没想到太好的办法, 只好来求助了。 黄思博在手机上找到了前某写的那篇影评, 然后递给孟畅。 孟畅愣了一下, 这是…… 啊? 看到这篇影评, 孟畅愣住了。 紧接着, 他眉头紧锁, 表情困惑, 显然这件事情完全超出他的意料之外。 朱小策解释道, 这篇影评直接攻击继任者的故事内核, 而且非常具有迷惑性, 所以很难办。 我昨天去问了崔哥, 他也没想到太好的办法。 现在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恐怕也只有你了。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任由这篇影评的观点影响越来越多的观众, 那, 继任者的整体评价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差。 最糟糕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不少人压根不看, 继任者就开喷, 已经看了前面积极的观众也会变得没有耐心。 一旦形成了刻板印象, 后续的结果不堪设想。 梦畅没说话, 但表情变得更加凝重了。 他非常理解, 黄思博所说的意思。 继任者的整个故事, 是一个反超级英雄题材的讽刺故事。 如果想要全面地理解整个故事的内涵, 就必须完全了解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 关注故事中的一些细节内容才可以。 只看一部分, 理解很容易出现偏差。 原本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 继任者, 聚集播放的初期, 大家虽然多有不满, 评分也不多, 但这种口碑的不佳, 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因为观众的不满, 大部分是一种纯粹的情绪宣泄, 也很难凝聚成牢不可破的统一意见。 等剧集全都播放完毕之后, 只要对继任者的正确解读放出来,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掉观众的不满。 但现在, 钱某的这篇影评, 完全打乱了这种流程。 与一般观众, 单纯是第一感觉有些不爽不同的是, 钱某的这篇影评, 直指, 《继任者》这个剧集的故事内核, 并且有统一意见的趋势。 那些对《继任者》不满的观众, 本来只是觉得情绪上难以接受, 或者主观觉得不好看, 零零散散行不成什么气候。 但看到钱某的这篇影评之后, 他们可能会无比认同, 认为这就是自己不喜欢《继任者》的原因, 从而形成一种统一的口径。 而这种观点不断传播, 就会影响越来越多的观众, 形成一种印象流。 看过几集的观众, 或者那些完全没看过, 只是道听途说的观众, 是很容易被影响的。 而大部分人, 一旦形成了刻板印象, 也不会主动地把剧集看完, 形成自己的想法, 而是会继续传播这重刻板印象。 到时候, 钱某的这篇影评, 就会大范围地影响观众队, 继任者的看法, 让继任者的口碑难以翻身。 孟畅比黄思博更清楚,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比黄思博更慌。 因为这篇影评会, 直接打乱他的宣传计划, 让他的陪逝宣传法, 功亏一篑。 孟畅本来觉得, 观众们对继任者的不满, 其实全都源自于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 比如菲尔的人设, 或者个别的剧情片段。 但这些, 其实都是跟故事的内核高度相关的。 只要放出正确的解读, 就可以消除观众们的不满。 但现在, 钱某是在攻击整个剧集的精神内核, 很有迷惑性。 而且, 这魔早就发布了。 按照孟畅原本的计划, 下个月月中, 等剧集全都发完了之后, 他才会以田公子的身份发布视频, 扭转舆论。 可那距离现在还有一个月呢? 这一个月的时间内, 钱某的这篇黑稿, 足以让观众们形成刻板印象。 到时候, 田公子的视频就算发出来, 效果也一定会大打折扣, 甚至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因为钱某的观点, 和田公子的观点, 都有一定的道理。 谁也无法说服谁, 谁也无法彻底证明自己。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所以, 哪个观点先出, 能更早获得大量人群的支持, 哪个观点就会获得绝对的优势。 如果那一幕真的发生了, 怕是大事不妙。 对于田公子这个账号而言, 如果出了一起, 视频热度没有爆, 那会严重打击他的人设, 就像长盛将军, 一旦打了败仗, 神话就破了, 很多事情就不好办了。 甚至有些人会怀疑, 田公子是不是在收钱大吹, 继任者, 把攻击上升到人品的层面。 而对于, 继任者, 而言, 后果同样非常严重。 一旦田公子的视频, 莫能扭转他的风平, 那么, 这部剧集, 可能就永远都起不来了。 刻板印象会, 直接把他压得, 永世不得翻身。 总之, 情况危急。 黄思博和崔耿两个人, 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但他们的认识, 显然不如梦唱深刻。 而且, 他们两个人, 还寄希望于梦唱, 认为梦唱的宣传方案, 虽然初期没起到什么效果, 但肯定还有后手。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梦唱所谓的后手, 其实已经被钱某的这个影评给堵死了。 梦唱眉头紧锁, 陷入了沉思。 此时的他, 处境有些尴尬。 就像是一个只知道被棋谱的人, 第一次跟真人下棋, 结果对方压根不按棋谱落子, 他一下子就猛了, 不会下了。 也可以说像游戏里, 一直打木桩, 连输出手法的玩家, 木桩打得很溜, 但跟其他玩家打, 人家稍微刷了点小花样, 自己这边就全乱套了, 不会玩了。 之前在运用陪式, 宣传法的时候, 梦唱都是往里套公式, 套完了, 就能出正确答案。 但这次, 他套公式的过程中, 已知条件变了。 梦唱左思右想, 纠结了很长时间, 硬是想不出任何的解决办法。 这个钱某的出现, 硬是把他的全盘计划都打乱了。 而且毒死了他, 想用田公子发誓凭解毒的这条路, 让他束手无策。 看到梦唱苦思冥想许久都没有结果, 黄思伯更慌了。 但他毕竟是老藤达人了, 各种大风大浪都见过, 还能保持镇定, 甚至还能安抚一下梦唱。 先别急, 暂时想不出对策眼眸关系, 我们还有时间。 以我的经验而言, 遇到这重难以解决的问题, 千万不要自己钻牛角尖, 应该多想想, 如果是裴总的话, 会怎么做。 如果能站在裴总的视角上, 重新复盘全局, 说不定就能有所收获。 梦唱愣了一下, 随即点点头, 黄思伯说的有道理啊。 看来, 他虽然不懂裴氏宣传法, 但他很懂裴总。 裴总遇到这种情况, 会怎么做呢? 肯定不会像我一样, 因为一个变量的出现, 就导致整个计划卡住。 裴总要模式随机应变, 对方案做出调整, 要模式运筹帷幄, 提前就已经想到了这种情况, 并留好了后招。 这两种情况, 显然是后者更加高明一些。 因为再怎么随机应变, 也总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唯有事先考虑到各种可能性, 并及时做好预案, 才能遇到任何问题都不慌不忙, 有条不紊。 裴总添纵之财, 肯定是后一种。 那岂不是意味着, 裴总可能早就预料到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 甚至有可能在我们不经意间, 留下了锦囊妙计。 孟畅赶忙问道, 你好好想想, 关于, 继任者, 裴总又没有给你说过什么特别的叮嘱, 或者特别的要求。 黄思伯愣了一下, 没有啊, 继任者的这个项目, 应该是裴总过问的最少的一个项目了。 基本上都是按照原定规划来进行的, 裴总并没有给出太多的要求或建议。 孟畅摇了摇头, 肯定有。 你仔细想。 之前没想到这一层的时候, 孟畅还有点困惑和迷茫。 但想到这一层之后, 他突然变得无比笃定。 有人写黑稿, 从精神内核上攻击, 继任者, 这件事情其实是个大概率事件。 孟畅觉得, 自己莫想到是因为自己太菜了, 或者被之前运用陪氏宣传法的胜利冲昏头脑, 丧失警惕性了。 我建了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裴总不可能想不到, 既然裴总想到了, 那就绝对留了后招, 也给了提示。 黄思博说没有, 可能是因为他的感觉不够敏锐, 莫想到裴总平凡无奇的话语中, 就已经隐含了破局的提示。 这, 你稍等, 我好好想想。 黄思博见孟畅如此笃定, 如此坚持, 也只好努力搜刮自己的记忆, 把之前去找裴总汇报时的点点滴滴, 全都从记忆深处挖掘了出来。 许久之后, 黄思博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裴总对, 继任者, 这个项目唯一更改的地方, 应该就是播放时间了。 我原本定的是一周一集, 但裴总说, 时间不合适, 要改成一周两集, 1月12号播完。 这一点其实有些奇怪, 因为时间拉长一些, 更有利于积累热度, 继任者的每一集都有近一个小时, 内容也足够丰富, 拿来给观众讨论一周, 问题不大。 但裴总还是要求改成一周两集。 我当时问裴总, 是不是1月12号左右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否则为什么这么敢呢? 裴总当时说得非常含糊, 他说, 有可能有用, 也有可能没用, 不用抱什么期待, 但碰碰运气, 也无所谓。 要说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话, 也只有这个了。 孟畅眉头微皱, 1月12号, 这是个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而且裴总的说辞很奇怪啊, 太模棱两可了吧。 按理说以裴总的眼光, 一般的事情都能精准地洞悉结果, 像裴总都这么不确定的事情, 肯定不是小事。 孟畅稍微分析了一下, 就觉得黄思伯说的这一点, 很有可能是裴总留下的后手。 于是他立刻打开千度搜索引擎, 开始在网上查, 明年的1月12号前后, 到底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似乎,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周末, 甚至都不是什么良辰吉日。 孟畅不死心, 又开始扩大搜索范围, 把日期扩展到1月8号到1月15号之间, 搜索的内容也不再限于国内。 而是扩展到全球, 甚至搜索了一些外文网页。 门头找了半个小时以后, 孟畅在快速翻动网页的过程中, 扫过了一条不太起眼的外文资讯。 欧东某国选举, 会在1月13日晚公布第二轮投票结果, 基本上意味着选举的结束。 孟畅的第一反应并没有特别在意, 因为这个叫尤克拉亚的国家, 虽然在欧东不算小国, 但一直以来在国内的存在感都相当弱。 毕竟全球有那么多个国家和地区, 很多人知道国家名字还得是在看国足踢比赛的时候, 像尤克拉亚这种国家不了解, 也很正常。 但把这条新闻划过去了之后, 孟畅又觉得有点不对劲, 赶忙翻了回来。 可能是因为选举这个关键词触动了他的神经, 让他不自觉地联想到了继任者中的超级英雄选举。 对于尤克拉亚的选举, 孟畅原本一无所知, 所以他开始扒更多的外文网站资讯, 恶补相关的知识。 结果越补, 越觉得神奇。 尤克拉亚四年一次选举, 今年正好是上届总统谋求连任的时机。 这个总统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 但上个四年中也没有犯下什么大错。 按照常理来说, 正常连任应该是毫无问题, 毕竟他的资历很老, 政绩也不错, 其他的竞选者之中应该没有人能对他构成直接威胁。 到目前为止, 形势逐渐明朗, 第一轮投票将在这周末举行。 如果所有人得票率, 都没有超过50%, 就要在之后的第三个周日举行第二轮投票, 而第三个周日恰好就是1月13号。 难道说是跟这个有关? 但感觉也很难跟继任者扯上关系吧? 就算能扯上, 又有多少人会认可呢? 没有爆点的新闻, 是不会有太好传播效果的。 这个就叫尤克拉亚的国家, 本来在国内也不算很出名, 连公知都懒得去碰, 更不会有油纸包的传说。 就拿这次选举来说, 孟畅是在外网找到的一些相关资讯, 国内根本没多少人关注, 这怎么可能用得上呢? 但从时间上来看, 又非常合适。 孟畅不死心, 开始挨个查这些参加竞选的人。 突然, 他眼前一亮。 因为这里边有个哥们, 跟其他人的画风, 明显完全不一样。 这位老兄长得挺帅, 甚至可以说是一脸正气, 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 大学在国外名校就读法律, 毕业后却从事了娱乐传媒行业, 然后成为尤克拉亚的著名演员, 节目主持人。 在三年前, 他曾经拍过一部电影, 在片中扮演一名普通的历史老师, 因为抨击当局, 而在网上走红, 意外当选为尤克拉亚总统, 于是他组建了一个草台班子, 并最终凭借这支杂牌军, 击败了代表寡头利益集团的腐败总理。 这部电影在尤克拉亚国内, 引发了热烈反响, 而他也凭借着这部电影, 一跃成为国民喜剧演员, 深受民众的喜爱。 当然, 虽然他在民调方面表现不错, 但外网上的主流媒体, 都完全不认为他会当选, 觉得目前的民调并不准确, 很多人在被采访时, 都是以一种玩笑的态度表达不满, 最终的选举结果, 必然还是现任的总统成功连任, 这毫无疑问。 难道裴总说的是这件事情? 嗯, 这样的话确实说得通了, 也只有这种级别的事情, 裴总才说不能确定, 给出了正模模棱两可的说法。 可如果裴总都不能确定的话, 这件事情的风险, 未免也太大了吧。 梦畅再度陷入沉思, 黄思博在旁边全程看着梦畅在网上好一顿搜, 甚至还搜了一些英文的资讯页面, 有点不明觉历, 应该不至于正模难找吧。 裴总既然选了某个事情, 作为继任者的辅助宣传手段, 那就意味着, 肯定是一个会引发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才对, 太冷门的话, 起不到引发热议的效果, 就算实际卡得再好也没用啊。 梦畅摇了摇头, 如果现在冷门, 但将来会突然变得非常热门呢。 我已经找到裴总所说的重大事件了, 就是这个, 尤克拉亚的大选。 你看这个叫大瓦西里的候选人, 长相英俊, 出生于富商家庭, 法律专业, 从事传媒领域, 著名演员和主持人, 通过一部电影, 而被人们熟知, 现在又参加了大选, 甚至还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是不是跟菲尔很像?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她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跟同志的那个词很接近, 正好她也是以公仆自居。 最关键的是, 她能参选, 一方面是因为, 她通过电视节目, 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 她拍了一部电影, 在电影中扮演一个力挽狂澜的好总统。 这不比, 继任者的故事, 更加离奇。 菲尔好歹还铺垫了三四部, 先开选秀节目作评委, 再点评超级英雄的热点事件, 最后才勉为其难地成为超级英雄, 前前后后, 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一步一步地向上爬, 还得通过各种阴谋手段, 干掉竞争对手, 费尽周折, 甚至差点把整个家族都搞破产。 结果这个大瓦西里就简单多了, 人家拍完电影之后, 直接就参与竞选了,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铺垫。 事实证明了, 小说需要逻辑, 但现实根本不需要。 你想想, 如果一个月之后, 这个人真的当选了, 会怎么样? 黄思博双眼睁大, 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难道说, 崔耿写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拿他来做的菲尔的原型? 梦畅摇了摇头, 我觉得不是, 因为大瓦西里之前, 就只是一个演员而已, 直到今年尤克拉亚大选之前, 才宣布要参加。 而崔耿写, 继任者, 援助的时间, 要早得多。 大瓦西里在尤克拉亚很出名, 但在我们国家, 根本默认听说过, 崔耿多半也没听说过。 而且, 就算听说过, 也不可能未卜先知, 猜到他要参加大选啊。 这有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巧合, 只不过, 裴总先, 我们一步注意到了。 裴总显然是觉得, 这个大瓦西里, 很有可能赢下大选, 所以才要求, 继任者, 必须在大选结果, 出来之前播放完毕。 因为一旦大选结束, 各种媒体, 肯定会对这件事情, 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 因为没有任何经验的喜剧演员, 成功当选。 这在世界范围内, 都可以说得上是一件大新闻了。 而, 继任者, 必须在此之前播放完毕, 营造出一种口碑尘埃落定的假象, 才能在这件事情发生后, 完美反转。 黄思博, 可是, 按照现在的报道, 他的胜算并不大吧? 孟畅点点头, 是的, 所以裴总也说, 这件事情并不能完全确定, 毕竟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应该更早, 那时候大瓦西里才刚刚宣布要竞选而已。 但是, 就算成功率很低, 我也依然相信裴总的判断。 黄思博没想到, 孟畅竟然也会对裴总如此信任。 可他自己总觉得, 这是风险实在太高了。 这可是一国的选举, 不是二戏。 尤克拉亚这个国家, 好歹也有两三千万的人口。 这么多人身语的投票, 裴总就能笃定, 他们会投一个喜剧演员做总统。 要知道, 大部分媒体也都觉得, 现任总统连任, 那是大概率是假。 可现在想来, 裴总应该是在继任者播放之初, 就已经想到, 要把继任者的聚集, 和这场国外的大戏, 给捆绑在一起了。 否则也不会特意在时间上, 限制的这么死。 这种捆绑, 与赌徒有什么区别? 如果大瓦西里当选了, 那就是大转特转, 继任者原地起飞。 可如果大瓦西里莫当选呢? 那这压根, 就不是个新闻。 到时候, 别人拿这件事情来嘲讽, 继任者, 都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更有可能的结果是, 国内压根默认关注这件事情, 裴总的一番准备, 完全白费, 付诸东流。 也就是说, 裴总把, 继任者的命运, 全都寄托在几千公里外, 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国家身上了。 赌赢了, 当场封神, 赌输了, 那, 继任者, 前期的巨大投入, 就会全部打水漂, 连飞黄工作室的牌子都得搭上。 但是到如今, 也没办法了。 黄思博来找孟畅商量, 是希望, 孟畅想办法扭转这个局面。 孟畅想了半天, 发现裴总已经留下了锦囊妙计。 可这锦囊妙计的内容, 就是继续等, 等尤克拉亚那边大选的结果。 说到底, 还是什么都做不了。 好吧, 事到如今, 也只能选择相信裴总了。 黄思博也没办法, 只能起身离开, 继续忙自己的事情, 然后耐心等待。 走到广告营销部门口, 黄思博掏出手机, 给崔梗打了个电话。 你之前关注过尤克拉亚那边的选举? 黄思博问道, 电话中传来崔梗迷茫的声音, 尤克拉亚的选举? 是今年吗? 黄思博, 没事了。 看来孟畅的推测是对的, 崔梗压根对这是一无所知, 当初他写《继任者》的时候, 这个事情压根一点苗头都没有, 这纯粹是个巧合。 看来还是裴总运筹帷幄。 敏锐地意识到, 这两件事的联系, 在众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安排好了二者的联动。 只不过这种事情, 也没法打包票, 只能耐心等待了。 黄思博走后, 孟畅开始修改自己的宣传方案。 既然情况有变, 那就要随机应变, 立刻调整。 就像上次的宣传方案一样, 发现住家集团要蹭热度, 就用田公子的身份提前发了视频。 虽然这直接导致提成收入锐减, 但培饰宣传法, 还是大获成功了。 孟畅也通过范小冬那边, 做空住家集团股票, 而获得了远超提成的收入。 这次也是同样的道理。 原定的方案已经行不通了, 钱某的这个评测一出, 就把孟畅的路给堵得严严实实的。 但没关系, 裴总早就已经指出了一条明路, 孟畅决定调整计划, 在这个月底, 就用田公子发视频, 直接驳斥钱某的说法。 趁着钱某的说法大范围影响观众, 形成对继任者的刻板印象之前, 通过针锋相对的争论, 保住继任者最后的舆论阵地, 同时伺机反攻。 等继任者最后一集播出完毕, 尤克拉亚那边大选也出最终结果之后, 就是田公子带着继任者全面反击的时候。 当然,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大瓦西里这个喜剧演员, 真的在尤克拉亚大选中胜出的大前提上。 要是没选上, 那就彻底GG。 到时候, 继任者, 废了, 那摩多的拍摄经费和宣传经费, 全都打了水漂。 田公子这个账号废了, 飞黄工作室的口碑不至于崩, 但肯定受到影响。 最关键的是, 在腾达内部, 裴总的不败金身也就告破了。 不得不说, 这是一场豪赌。 但梦唱根本没所谓, 毕竟宣传经费什么的, 都是裴总出的, 裴总愿意直接缩哈, 赌个大的, 那就赌呗。 当然, 这绝对不是鼓励去无脑的赌, 赌狗, bass, 这是肯定的。 在任何情况下, 赌徒心态都是要不得的, 愚蠢的赌只有一种结果, 就是家破人亡, 生不如死。 但裴总的这场豪赌, 显然是源自于对社会现实的剖析, 对人性的洞见, 对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 进行的一种预估。 就像风险投资和买股票一样, 不是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概率和运气, 而是建立在自己的逻辑判断之上。 裴总在该吻的时候非常吻, 运筹帷幄, 不出任何一丝纰漏, 但在需要冒险的时候, 也毫不犹豫。 孟畅觉得, 哪怕田公子, 这个耗费了也无所谓, 反正这个耗, 他也莫投入什么东西, 只是陪逝宣传法的一个衍生品而已。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接下来, 孟畅会围绕这个宣传方案, 投入大把经费, 进行第二轮的宣传攻势, 让, 继任者的讨论度更高, 热度更广, 也就是在桌上投入更多的筹码。 赢了, 赚得更多, 输了, 赔得更多。 订好了方案之后, 孟畅已经做好了, 这个月提成腰斩的准备。 原本, 继任者的热度极低, 在钱某这篇黑稿的打击下, 评分也骤降。 孟畅实魔都不做, 就能拿到高提成。 而如果以田公子的身份发一个视频, 跟钱某针锋相对, 继任者的热度, 肯定会有所提升。 口碑说不定也会小幅上扬。 虽说到下个月月中, 热度才会彻底爆开, 但这个月的提成, 肯定也不会很多就是了。 孟畅很心疼, 但为了培饰宣传法的成功, 他必须像上次一样, 舍弃掉这些提成。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像上次一样, 赚点歪块挥挥雪啊? 自从上次, 从范晓冬那边尝到甜头之后, 孟畅就一发不可收拾, 看提成都有点不香了。 毕竟培饰宣传法这种屠龙之计, 竟然只拿来赚点提成, 实在是抱铁天舞。 但这次, 毕竟跟公司没关系, 做空股票是不太可能啊。 孟畅考虑许久, 突然灵机一动, 搜了一下外网上对于这次尤克拉亚大选的赔率, 发现大瓦西里的赔率竟然达到了五点多。 当然, 这个事情在国内肯定是违法的, 孟畅肯定不敢瞎搞。 但范晓冬在国外, 在当地的法律中, 这是合法的。 孟畅立刻给范晓冬打了个电话, 小冬, 我放在你那的钱现在有多少? 孟畅问道, 范晓冬大概是稍微估算了一下, 说道, 二十万刀出头。 孟畅稍微顿了毒, 似乎是下定了决心。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想把这些钱全都压在尤克拉亚的那个大瓦西里身上。 范晓冬一脸猛逼, 我有什么可不同意的? 这是你的钱, 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不过, 尤克拉亚? 大瓦西里又是谁? 你说的, 我怎么完全听不懂啊? 孟畅说道, 尤克拉亚大选, 你自己去查吧。 范晓冬那边沉默了一会热, 然后震惊道, 大选, 你要压这个人当选尤克拉亚的总统。 兄弟, 你疯了? 这人是个演员啊, 来参加大选就是来搞笑的。 这五点几的赔率虽然看起来挺诱人, 但压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赔率再高又能如何? 你这个行为就是自杀啊, 那可是二十万道。 还是说, 你又从腾达内部得到了小道消息? 也不对劲啊, 腾达就一家普通公司, 怎么还能操纵尤克拉亚大选了? 梦畅这个行为给范晓冬彻底整猛了。 之前住家集团那个事情, 范晓冬确实是心服口服, 但那毕竟是商业上的行为, 相当于是裴总通过持行工作室给住家集团下来的套。 这种事情裴总能操控, 那范晓冬是信的。 可尤克拉亚的大选又是怎么回事? 别说影响了, 就连获得内幕消息也不可能啊。 这玩意得看最后投票结果的, 所有人的判断都只能说是预测, 可能准也可能不准, 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 根本没法确保预测准确。 一下子就要把二十万刀扔进去, 这实在是太疯狂了。 梦畅非常坚定, 我不能解释太多, 但既然我要这么做, 肯定是有根据了。 真失败了, 无非是二十万刀打水漂, 就当之前住家集团的事情末发生过, 身外之物而已, 丢了也不心疼。 但如果成了, 我就能直接还完所有的负债, 甚至还有剩余。 这个时候不搏一把, 以后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梦畅觉得, 裴总敢于压上那么多东西, 包括了继任者的拍摄经费和宣传经费, 甚至包括了飞黄工作室的口碑, 如果失败, 损失不比自己大多了。 二十万刀跟裴总的投入相比, 算得了什么? 更何况, 梦畅本身的性格就非常热衷于冒险, 有赌徒心态, 这种机会如果他不知道也就罢了, 知道了肯定不会放过。 裴总说, 没尸膜把握, 那肯定是存在一定的谦虚成分, 不管怎么说都值得一试。 范晓冬那边沉默了, 显然是彻底被梦畅给惊到了。 他甚至开始, 有点怀疑起腾达的背景, 怀疑梦畅到底是不是在给腾达打工, 还是说, 加入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神秘组织。 许久之后, 范晓冬说道, 行, 那就按你说的办。 我也想征兴地投个五万吧。 要是真成了, 那就赚大了。 PS书里, 搞搞节目效果, 单纯是看一个乐呵, 就像之前的做空一样, 应该不会有人真的当真吧。 架空世界, 时间地点均为虚构, 额外多嘴一句, 独狗biz, 菠菜在我国是违法行为, 类似的东西千万别碰, 甚至都不要去了解, 碰了就只有倾家荡产一个结果, 切记切记。 12月24日, 周一, 裴谦照常来到公司上班, 心情不错。 因为上周末, 继任者又播了两集, 但在爱立岛网站和其他的评分网站上, 继任者的评分都在持续地下跌。 甚至就连腾达自家的TPDB网站上, 评分也跌得很厉害。 因为援助党的存在, 状况比其他的网站稍微好点, 但也好不到哪去。 现在爱立岛网站上, 继任者的评分已经掉到了6.3分, 跟之前刚上映的时候相比, 又跌了将近一分。 对于在爱立岛网站上的聚集而言, 6分早就已经算是掉出及格线了。 因为这种视频网站上的评分本来就偏高, 像很多优秀的番剧, 经常能斩下9.8、9.7之类的高分。 而气氛在很多人眼中, 就已经是相当平庸, 可看可不看的类型了。 现在到了6分左右, 这妥妥的已经算是烂片水准了。 光是这个评分, 就不知道要劝退多少人。 而继任者的第四集, 第五集明明已经开始, 进入正题, 剧情应该开始变得精彩起来了才对。 看一看谈幕和评论就知道, 这显然是前某的那篇黑稿起作用了。 虽说第四集, 第五集的内容比前三集要精彩, 菲尔的大计划也逐渐拉开帷幕。 但关键问题在于, 前某的黑稿是在对, 继任者的故事内核做出攻击, 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做出了预测。 看过这篇稿子的人, 对, 继任者之后发生的事情都已经有了预期, 所以, 看到第四集, 第五集的时候不仅不兴奋, 反而觉得索然无味, 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这篇黑稿的影响力可不仅仅是局限在某个网站, 而是已经成为了大家在讨论, 继任者的时候必然会用到的素材, 换言之, 就是黑继任者的武器和弹药。 网上有人争论, 继任者到底好不好, 必然有人贴出这篇稿子的内容。 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哪怕继任者后面的剧情渐入佳境, 场面越来越大, 故事的节奏越来越快, 对这些已经弃坑的人来说也根本毫无意义了。 送福利去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可以领888红包。 人家都不看后边的剧情了, 怎么可能还特意地跑过来改个评分? 总之, 现在形势一片大好。 另外, 包括FV战队在内的各支战队以及Gaig项目组去欧洲筹办世界赛的工作人员们, 也都要在这周之内陆续回国了。 世界赛结束之后, 陪欠让大家在欧洲玩了一周。 按理说, 世界赛办得很成功, 这些人应该去受苦旅行的。 但俗话说得好, 一马归一马, 让他们在欧洲玩一周, 多花点钱是一回事。 等他们回来, 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 送去包序那受苦又是另一回事。 二者之间是互不影响的关系。 只是对于Gaig项目组的前景, 陪欠是空前担忧。 同样都是半世界赛, IoI那边被FV战队抢了冠军, 国服热度还暴跌了, 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这一衬托, 就显得Gaig这边大赚特赚。 对于国服玩家来说, 国内队伍两连冠当然是值得普天同庆的大好事, 给国服玩家专供的赛前活动也收获了极高的热度。 对国外的玩家来说, 虽然这次欧洲队伍仍然莫杀入决赛, 但相比去年而言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让人看到了希望。 更何况, 这次世界赛在欧洲主场, 腾达作为主办方也给足了面子。 新推出的观赛功能全面提升了观赛体验和讨论度。 各个地区的服务器配合世界赛也推出了一系列活动。 Dark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IoI的市场份额又被挤占了很多。 总之, 赢了, 赢妈了。 但接下来可怎么办呢? 裴谦费尽心思地把艾瑞克和赵旭明两个人挖过来, 不就是希望他们能努努力, 遏制一下Gog快速的扩张势头吗? 结果他俩来了, 扩张得更起劲了。 这一折腾, 过去一两个月Gog的市场份额和营收的提升, 比之前的小半年加起来都要多。 这可咋整? 艾瑞克呀, 艾瑞克, 我可是看错你了。 裴谦很无奈, 有些人哪,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看起来这模靠谱的艾瑞克, 竟然也是个坑货。 不过, 还有唯一的一个好消息, 就是挖艾瑞克时顺便挖来的赵旭明, 还是靠谱的。 国福的线下观赛活动是张员安排的, Gog更新观赛功能, 这是兔尾直播那边前的。 就连直播平台买比赛版权的方案, 也是因为自己指点了一下才坏事的。 四舍五入, 赵总等于啥都莫干吗? 这种表现就很出色。 所以裴谦觉得, 一定要进一步加强赵旭明和艾瑞克之间的内斗, 让赵旭明逐渐掌握主动权, 把鬼迷心窍的艾瑞克给压下去。 之前裴谦已经给过赵旭明暗示, 让他清楚了自己跟艾瑞克是平级的, 不要事事都听艾瑞克的, 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现在看来, 光是这样还不够。 裴谦决定, 等赵旭明和艾瑞克回来的时候, 自己一定要对赵旭明大家表扬, 培养他的信心同时给到一种暗示。 到时候赵旭明发现, 自己一直在混, 混得稳稳的, 还被裴总表扬了, 这以后肯定要继续混下去啊, 甚至还要拖着艾瑞克的后腿一起混。 这样一来, 裴谦就目的达到心满意足了。 裴谦正琢磨着,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抬头一看, 是梦场, 裴总, 这是继任者第二轮的宣传方案, 您过目一下。 梦场把方案双手递上, 裴谦不由地洗上眉梢。 哟, 梦场可真是越来越会了呀。 眼瞅着, 继任者的评分跌得厉害, 热度也起不来,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追加宣传经费, 来争取更高的提成。 不错不错, 这种一将胜勇追穷扣的形式风格, 很有我当年的风范。 快速地扫了一眼方案, 裴谦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这方案, 靠谱。 方案还是跟之前差不多, 继续按照原定渠道, 投放广告和宣传资源, 但有一点发生了变化, 就是要通过官方号去点赞, 转发一些解析, 继任者, 内涵的影评。 继任者, 这部剧集, 在上映之初, 搞出了纳摩大的声响。 有纳摩多人看, 里边肯定也不乏影评人。 有钱某这种把它喷得一无是出的影评人, 自然也会有喜欢, 继任者的影评人。 其中可能也有一些是, 继任者的援助党。 但目前来看, 这些喜欢, 继任者的影评人, 他们的影评并没有像前某的这篇影评一样, 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 原因也很简单, 喷比说叫要更容易被人接受。 为什么很多烂片吐槽节目, 有纳摩多人看? 而这儿巴金的分析电影, 反而关注的人不多? 就是因为, 有理有据的喷烂片会给人一种精神上的畅快感, 舒爽感, 甚至有一种优越感。 而这些对继任者, 给予正面评价的影评, 都是在苦口婆心的解释, 这部剧的内涵如何如何好, 这会给人一种说教的感觉, 会产生逆反心理, 不太容易被人接受。 再加上, 继任者, 前三集, 本来给人的观感就非常不佳, 两种情绪叠加起来, 给了前某这篇影评, 巨大的发挥空间。 而梦唱的方案中, 要通过官方点赞的方式, 对这些影评进行认可。 裴谦对此举非常满意, 因为这种方式, 显然压根就无助于热度的提升, 反而会被骂得更惨。 哪有官方亲自下场解读自家作品内涵呢? 尤其是聚集这种表现形式, 亲自下场解读, 不觉得太吊架了吗? 而且, 这还会让观众们的逆反心理更加严重。 怎么? 你官方点赞这些内容, 是不是在暗示, 继任者, 确实是这个内涵? 是不是在暗示, 我们都蠢, 看不懂你的内涵? 但我们看懂了, 只是不接受而已。 可想而知, 此举必然会进一步激怒那些打低分的观众, 其中一些人可能会更加来劲, 在各种论坛和网站上花更大的力气去黑继任者。 这是好事啊。 裴谦不由地对孟畅此举, 默默地竖了个大拇指, 看起来孟畅这个月为了拿提成, 还是费了很多心思的。 孟畅本来想稍微解释两句的, 但看到裴总面带微笑, 甚至时不时地点头, 就知道裴总肯定是看懂了这个方案。 那样的话, 再解释就显得很多余了。 孟畅的这个方案的思想也很简单, 就是两个目的, 第一, 维持热度, 第二, 挑起争论。 因为, 他已经把所有的宝全都压在三周后了。 上周尤克拉亚那边已经进行了第一轮的选举, 大瓦西里得的票在所有候选人中列第二位, 比现任总统低, 但二者的差距并不大。 由于没有任何一位候选者的得票率超过50%, 所以, 前两名要进行第二轮投票, 这次投票将会一锤定音。 这个结果也让外网的很多人大跌眼镜, 因为他们没想到, 大瓦西里竟然能获得这么多票, 外网上的各种预测也开始发生变化, 赔率也从5点多变成了1.8左右。 孟畅很庆幸, 还好自己下手快。 但外网的主流媒体仍旧认为, 大瓦西里不可能当选。 第一轮投票, 很多人可能有报复性投票的意思, 但第二轮投票, 他们肯定会恢复清醒, 恢复理智的。 但这个结果, 却让孟畅进一步确定了裴总眼光的正确, 也对自己后续的宣传方案更加坚定不一。 孟畅之所以想出官方亲自下场, 去点赞影评的这个办法, 就是为了进一步制造争议。 目前夸, 继任者的影评比较少, 而且反响也不够强烈, 这肯定不行。 通过官方点赞的方式, 相当于是给这些正面的影评站台, 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 拉仇恨又如何? 拉得越高越好。 那些黑, 继任者的影评, 现在得到的支持越多, 反响越强烈, 等下个月现实的打脸, 也就会来得越猛烈。 不过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孟畅默写在方案上, 那就是田公子这个账号的配合。 之所以不写, 主要还是稳妥起见。 田公子就是孟畅, 这个事情不能被发现。 写到方案里, 万一广告营销部那边, 有人泄密了怎么办? 那就全毁了。 所以, 孟畅绝对不会在任何公开或私下的场合, 承认自己就是田公子, 更不会在自己的工作方案中, 写关于田公子的任何事情, 杜绝任何可能的危险。 如果有问题, 那就私下里问问裴总, 不能留下任何的记录。 这件事情, 最好就只有自己和裴总两个人知道, 而且聊的时候, 也不能挑明。 而是要旁敲侧击, 以势不关己的态度讨论, 这样才最为稳妥。 孟畅斟酌了片刻, 说道, 裴总, 你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田公子会怎么做? 嗯? 裴谦抬头看了看孟畅, 可以啊, 孟畅, 知道未雨绸缪了, 第二轮的宣传方案还莫开始推进, 就先提防起田公子了。 显然, 孟畅是怕田公子再发视频, 让自己的提成再度打了水漂, 所以才有此疑问, 想要提前避免。 裴谦考虑片刻之后说道, 现在这种情况, 田公子也做不了什么? 送福利去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我觉得, 发视频的可能性不大, 最多也就是发一条动态。 裴谦觉得, 田公子多半不会发视频, 直接下场, 因为胜算太低了。 前某的这篇影评, 其实很难博倒, 田公子发了视频, 如果不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 就必然会被反噬。 就像一个先锋盗鼓的智者, 亲自下场跟人battle, 到底能不能赢, 且放在一边, 自己形象就全崩了, 这实在是得不偿失。 裴谦觉得, 以田公子这么聪明的人, 应该不至于干这种蠢事吧? 最多最多也就是发条动态而已。 哦? 裴总的这番话, 倒是让梦场有点意外。 因为他原本是打算, 真的拿田公子这个账号, 做一期视频, 压上一切的。 他不怕田公子的人设崩了, 因为只要下个月, 大瓦西里赢了。 那么田公子的人设, 就能再重塑。 但裴总却说, 最多就发一条动态。 梦场想了想, 突然觉得裴总说的也很有道理, 甚至比自己想得更妥当。 田公子不论是做视频, 还是发动态, 都是表面一种立场, 各有利弊。 发视频能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热度, 但就显得刻意了一些, 强行了一些。 而发动态, 似乎就是随手抒发, 移下自己的观点, 就显得很随意, 很漫不经心。 等到了下个月, 大家自然会纷纷震惊于田公子的远见和预见性。 哪众方式更显得云淡风轻? 显然是后者。 而且, 田公子要赢, 靠的根本不是长篇大论的讲道理, 而是铁一般的事实。 既然, 是用事实说话, 那就压根没必要长篇大论。 梦场不由的恍然, 裴总确实还是老谋深算, 想得周全多了。 他立刻点头, 嗯, 我也觉得田公子应该选择发动态, 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回头就按这份方案推进了。 裴谦点点头, 嗯, 去吧。 看着梦场离去的背影, 裴谦很是满意。 这个梦场, 真是越用越顺手了, 自己真是太有远见了, 当初怎么就决定, 把这个人才给逃换到自己手下, 负责宣传工作呢? 真是太明智了。 裴谦掐指一算, 按梦场现在这个进度, 就算每个月都拿十万提成, 想要还清所有欠债, 还得好几年。 按腾达这个发展规模, 等梦场还完了所有欠债, 自己怎么也差不多能亏成首付了吧? 太值了。 眼瞅着, 继任者, 这边的情况十分乐观, 裴谦也基本放心了, 开始转而研究GAUG去了。 12月26日, 周三, 艾瑞克和赵旭明回到了GAUG项目组。 刚一进门, 项目组内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欢迎回来。 两位辛苦了。 张南带头鼓掌。 现在GAUG的研发部门和运营部门 共同组成了GAUG项目组, 实际上是一种密切配合, 同进同退的状态。 GAUG世界邀请赛的成功, 对GAUG的开发部门来说, 当然也是一件大好事, 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艾瑞克和赵旭明当然也很高兴。 这代表着他们这两个外来者, 得到了整个GAUG项目组的认可呀。 这几个月的辛苦, 值了。 二位。 裴总给你们留了礼物。 张南说道。 艾瑞克和赵旭明愣了一下。 裴总。 留了礼物。 俩人来到办公室, 发现各自的桌上放着礼品盒, 艾瑞克桌上的那个比较小, 赵旭明桌上的这个很大。 没听说其他人有, 这多半是给艾瑞克和赵旭明 这两个外来者, 详将的特殊奖励。 俩人都有点疑惑, 各自拆开, 发现盒子里装的都是表彰用的奖杯。 但问题在于, 这俩奖杯一模一样, 造型上根本没有任何差别, 但赵旭明那个明显要大了几圈, 看起来一个像爸爸, 一个像儿子。 赵旭明下意识地以为这盒子放错位置了, 可仔细一看, 奖杯上还刻了名字, 这个大奖杯确实是给自己的。 这, 赵旭明感到非常的不适应, 因为一直以来, 大锅都是艾瑞克杯的, 分功劳的时候, 大头也是给艾瑞克的。 这次自己的奖杯, 竟然比艾瑞克的还大。 这是什么道理? 要说这次Gag全球邀请赛, 自己也没做什么呀, 一直是艾瑞克在欧洲那边操持的。 国服这边, 只是按照原定计划, 搞了个线下, 观赛活动而已。 而且很多内容, 都是配合张元的电竞事业部来做的, 又不是自己的功劳。 赵旭明整个人都尬住了, 浑身都不太自在。 艾瑞克看着手里的小奖杯, 第一反应也是困惑。 但紧接着, 他有所明误, 我知道了, 赵总, 这个奖杯肯定是裴总为了表彰你做观赛功能而发的。 赵旭明愣了一下, 啊? 可是这点子是兔尾直播那边想出来的? 艾瑞克解释道, 想出一个点子固然不容易, 但想要很好地推进它更难。 这次兔尾直播提出这个方案之后, 是你居中协调, 让张南那边的研发部门全力配合, 这才抢在世界赛期间把观赛功能给上线了。 这个观赛功能可以说是影响巨大, 不仅全面提升了GAUK赛事的热度, 在网上让热度始终压着IOI一头, 也为GAUK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此之外, 赵总你当时给裴总提议, 用个平台的热度来算转播权, 这也是大功一键。 赵旭明赶忙纠正, 不不不, 我说的是用真实人数来算转播权的价格, 是裴总纠正了我, 改成了热度, 差值毫厘未有以千里, 这显然得归功于裴总。 艾瑞克笑了笑, 我在欧洲那边, 也不过是按照原定计划, 把GAUK全球邀请赛办起来而已, 虽然有一些苦劳, 但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建设。 而赵总你虽然一直在国内, 但做的这几件事情, 都对GAUK全球邀请赛的热度, 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这个奖杯是你应得的。 裴总应该也是在提醒我们, 不要总是距离于现有的工作, 一定要多发散思维, 开拓思想, 加强跟其他部门的配合。 就比如这次, 如果没有突尾直播和GAUK研发部门的支持, 全球邀请赛肯定也不会这么成功。 赵总, 你就不要太谦虚了, 裴总都已经对你表示认可, 你当然要再接再厉。 赵旭明虽然还是很不适应这种感觉, 但内心中也稍微有些飘飘然。 裴总真这么觉得, 之前裴总鼓励我要多承担责任, 看起来不是一句空话。 我做的事情, 裴总真的都看在眼脸。 赵旭明心里美滋滋的, 突然有一种被认可的自豪感。 在龙宇集团的时候, 可从没有过这种感觉。 那以后确实得更加努力啊, 裴总送来的这个大奖杯, 可不就是一种鞭策吗? 赵旭明和艾瑞克两个人, 本来还想着, 刚回国, 应该歇一歇的。 但是看到这两个奖杯, 哪还好意思些呢? 裴总这么辛苦, 也没有过任何的倦怠心理啊。 对艾瑞克来说, 被赵总抄过去了, 那肯定不能接受, 必须得再接再厉。 对于赵旭明来说, 裴总才刚给大奖杯奖励了, 自己就拉了胯, 这也不合适吧。 于是, 两个人立刻坐回了自己的公位上, 开始忙碌。 与此同时, 龙宇集团, 金勇正在跟指头公司那边派过来的设计师团队讨论FV战队冠军匹夫的事情, 克雷蒂安也在。 昨天, FV战队就已经回国了。 虽然裴总队, FV战队说, 让他们在欧洲多玩几天, 但FV战队的队员们都觉得那边也没事磨好玩的, 玩一周也就差不多了, 还不如尽快回国开播, 献一见久违的粉丝们。 金勇则是在IOI世界赛结束之后, 就已经回国了, 一直在等着, 听说FV战队回来了之后, 就第一时间找上门去, 听取了他们对冠军皮肤的想法。 之所以时间振抹感, 是因为IOI这边很急。 国服的玩家流失, 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舆论环境也没有任何的好转, 情况相当恶劣。 齿托公司现在急需上架FV战队的冠军皮肤, 扭转一下这种现状。 齿托公司内部已经确定了, FV战队的冠军皮肤要加急制作, 因为越早出来, 越能改善IOI国服的现状。 真要是拖上的半年, IOI国服怕是已经需要和区变成亚服了, 到时候再上冠军皮肤, 岂不是一切都晚了吗? 当然,对于冠军皮肤这个事情, 齿托公司还是充满警惕的, 因为上次就在FV战队身上栽过跟头了。 上一套冠军皮肤表面上看起来没石膜, 可一发出来之后, 就被玩家们一眼拆穿, 这完全就是在致敬裴总, 致敬腾达, 致敬Gogg呀。 这就让齿托公司吃了苍蝇一样的难受, 明明是自己掏钱发奖金, 自己掏钱做皮肤, 结果皮肤做出来, 大家全都在念腾达的好, 这多气人。 所以这次, 虽说是让金勇去沟通, 但实际上, 克雷蒂安和指头公司那边的皮肤设计师 也要全程盯着, 说什么, 也不能再出现上次的那种情况。 说白了, 就是拒绝一切跟腾达有关的元素。 现在金勇跟FV战队那边的初步沟通已经完成了, 要来跟克雷蒂安和皮肤设计师们稍微通一通气。 金勇介绍道, 这次FV战队倒是没有再提出跟腾达有关的元素, 不过, 他们提的要求还是有些古怪, 他们是要给几个热门英雄做皮肤, 但要求按照他们自己的本命英雄的形象来做。 就比如打野选手, 他去年选的英雄是本命英雄风暴剑客, 但今年风暴剑客没法上场, 所以他选的都是版本强势的打野英雄。 这次他选的英雄是决赛拿出来的虚空赢者, 他要求是要把虚空赢者做成风暴剑客的样子, 外观上要贴近, 而且要在回程特效中体现出风暴剑客的元素。 回程时, 风暴剑客全身的护甲破碎, 长剑也掉在地上, 从里面攥出了虚空赢者。 其他人的要求也差不多类似。 众人面面相去, 现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奇怪, 关键是, 虚空赢者和风暴剑客 这两个英雄的形象差距太大了。 按照设定, 风暴剑客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类形象, 全身穿着风暴涌动的铠甲, 手中拿着长剑, 行动迅捷灵活, 可以说是虐菜专用英雄。 而虚空赢者在设定中, 是一个类似于虫族的虚空生物, 勉强算是有个人形, 在设定中他虽然是虫族, 却有着极高的智慧, 武器就是两个锋利的前兆, 可以借助虚空之力进行隐身和位移, 是当前版本欧美队伍非常偏爱的热门英雄。 被加强之后, 这个英雄可以说是目前第一梯队的打野英雄, FV战队为了夺冠也只能疯狂地练习, 最后总决赛也是靠这个英雄赢下来的。 可如此形象差异巨大的两个英雄, 竟然要硬是缝合在一起。 克雷迪安有些无语, 他到底是有多喜欢风暴剑客这个英雄, 去年就已经做了冠军皮肤, 今年换了个英雄, 竟然还要再做一个。 金勇问道, 能做吗? 克雷迪安点点头, 能做肯定是能做。 把虚空赢者做成一个跟风暴剑客类似的人形英雄, 双爪的攻击动作没法改那就改成拿着两把剑, 移动和攻击的动作也可以按照风暴剑客来做出一些微调。 当然肯定也不能和风暴剑客一模一样, 那到游戏里岂不是乱套了? 还是要尽可能保留虚空赢者的特征? 现在的关键是, 这么做不会有什么不妥之处吧? 金勇想了想, 应该不会吧。 去年的冠军皮肤用了很多GAUT的元素, 所以有一定的记事感。 但这套皮肤我们全都用IOI的元素不就行了? 风暴剑客再怎么说也是IOI的英雄, 这无非就是相当于我们之前出过的元素互换皮肤吗? 那套皮肤还挺成功的。 金勇说的元素互换皮肤是指头公司之前出过的一套皮肤, 比如游戏中有一个类似训兽师或者猎人的角色, 一个人形英雄可以召唤野兽, 这套皮肤给野兽穿上了衣服, 给训兽师穿上了兽皮, 实现了元素互换的效果。 当然的反响还挺好的, 有不少人都买了。 克雷迪安想了想, 也是这某个道理。 去年的皮肤是因为有GOG的元素, 但今年FV战队提出的这个要求虽然有点奇怪, 但一来这完全符合冠军皮肤制作的规定, 二来FV战队的队员们确实是比较偏爱那几个本命英雄, 这件事情人尽皆知。 更何况这次没有用到任何GOG的元素, 再怎么折腾也只是在IOI内部的这些英雄之间折腾。 指头公司这边高层的想法是, 只要FV战队那边提出来的要求不是特别过分, 能满足都尽量满足。 毕竟还指望着用FV战队的这套皮肤挽回国内市场, 万一没有很好的满足FV战队的需要, 结果皮肤出来了, 玩家们不买账, 那怎么办? 到时候再爆出来, 说FV战队本来要的是某某皮肤, 结果指头公司不愿意, 又让他们改了要求, 那就全完了。 被愤怒的IOI玩家们冲烂那都是小事了, 最怕的是大家纷纷抵制这款皮肤, 甚至进一步加剧玩家流失。 在这种结果眼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行, 那就按这个方案来做吧。 回头我网上汇报一下, 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 克雷蒂安拍板同意, 我建了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晚上, 梦畅回到自己的住处, 针对继任者的第二波宣传公式已经展开了, 更多的宣传经费砸下去之后, 网络上对于继任者宣传热度丝毫不减, 仍旧能在很多网站上看到继任者的宣传物料。 与此同时, 飞黄工作室的官方账号也开始转发, 点赞一些, 分析, 继任者, 内涵比较好的影评或者视频。 影评这个东西, 毕竟是相当主观的, 有人会骂, 自然也有人会夸。 前某的那篇影评, 在网上引发了这么大的反响, 肯定有很多, 继任者的援助党, 或者认可, 继任者, 故事内核的人, 发影评或者视频来驳斥, 只不过暂时没有很有影响力的人站出来说话, 所以没有形成有效的合力。 当然, 现在有人想要站出来给, 继任者, 说话, 也得深思熟虑一番, 想想利害得失, 因为真的很容易被喷收了黑钱。 虽说飞黄工作室之前口碑不错, 但喷子喷人哪需要什么理由? 一些人即使想为, 继任者, 说话, 也得考虑清楚, 什么话能说, 什么话不能说, 否则万一说错了, 后果很严重。 飞黄工作室为这些人官方站台, 一方面是让继任者的支持者们更有底气了, 另一方面也更加激怒了那些不喜欢继任者的观众。 于是, 火药味就出来了。 本来是, 继任者的黑子们一边倒地在宣泄情绪, 成功地把继任者给刷到六分左右了, 现在却又突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甚至有官方下场的趋势, 这还能忍。 所以, 网上的争论越发激烈。 而这种争论, 不是围绕着, 继任者的制作是否精良, 演员演技是否在线, 这没时磨好争的。 大家都在争论, 这个故事到底合不合理, 到底有没有详制。 这种事情, 是很难争出个所以然来的。 孟畅琢磨着, 差不多也该以田公子的身份表个态了。 虽然下个月才能尘埃落定, 但现在不能沉默, 因为越早表态, 才显得越有预见性。 而且, 现在支持继任者的人被打压得太惨了, 形势有点一边倒, 必须得捧出一个意见领袖, 跟钱某的那篇影评做直接的对抗。 当然, 孟畅也莫忘记裴总的叮嘱。 田公子不要直接下场, 跟对方去辩, 那没有意义。 只要简单地发一条动态, 表个态, 同时维持自己高深莫测的形象, 那就够了。 我这也算是狐假虎威了吧。 表面上是田公子自信满满, 运筹帷幄, 实际上安排好一切的是裴总, 我只是做一个传声筒而已。 孟畅打开爱立岛网站, 然后发了条动态。 继任者是超越了时代的神作, 等全集播放完的第二天, 所有关于他的争论自然会消失。 这条动态不会删, 大家可以和我共同见证。 孟畅生怕被误解为这是在阴阳怪起, 所以说的一本正经没有任何的奇异, 甚至故意显得有点像是神棍。 仍旧是压上了这个号, 但裴总说的发动态, 相比直接发视频而言, 要高明了不少。 发视频讲解, 继任者是莫意义的, 认可的人还是认可, 不认可的人还是不认可, 不会因为是田公子发了视频, 就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但这条动态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棍架势, 效果就不一样了。 虽然会有很多冷嘲热讽, 但传播效果绝对比费尽千辛万苦 做一个视频要好得多。 很快, 这条动态就被疯狂评论和转发。 啊? 被盗毫了? 怎么只是发了个动态啊? 视频呢? 该不会是恰了饭吧? 超越了时代的作品, 全集播放完了之后, 争论会自动消失。 你别骗我, 我已经看过原著了。 要不是你说话一本真经, 我都以为你是在高级黑了。 可以, 前排流明, 继任者, 真能在下个月火了我道理拉西, 既然动态不会删。 那我坐等这条评论的点赞信息久久加吧。 装神弄鬼, 故弄玄虚。 你是阴阳人, 做个视频说说清楚不行。 有些人很兴奋, 表示坐等, 但也有些人张口就开喷。 显然, 这条动态很快就会被转发, 引发热议。 对于这些, 孟畅都不是特别在意, 这个号发一条动态之后, 就不会再登陆了。 下次再见, 就是1月13号。 孟畅已经把能压的全都压上了, 不成, 就当一切归零, 无事发生过。 成了, 那就证明了, 裴总确实有着常人所不及的远见着实, 而孟畅也会因为对裴总的绝对信任而赚得盆满钵满。 12月28日, 周五上午8点, 裴谦今天特意地起了个大早, 把老马也喊到了经济旅舍, 他想偷偷摸摸地体验一下云雀行动过山车到底有多好玩。 上次来的时候, 裴谦本来是想安排李总和投资人们上过山车受苦的, 结果莫想到, 他们一点都莫受到惊吓, 一个个的反而特别亢奋, 嚷嚷着要再来一遍。 后来听敏京超说, 这群人整整玩了一个下午, 到晚上才不情不愿地走了。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裴谦也有点好奇, 这过山车项目到底有多好玩啊? 但之前因为怕崩人设, 裴谦并没有跟这些投资人们一起体验。 所以今天, 裴谦特意拉上了老马, 想上午来体验一下。 裴谦主要是担心跟其他人一起玩, 自己背下地喊出来一两声, 实在是与裴总的人设不符。 但是跟老马玩, 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到时候, 说不定全场都是老马高昂的喊叫声, 必然成为全场的焦点, 可以有效掩盖其他人的任何声音。 更何况, 在马阳面前压根不存在什么崩人设的情况。 按照规划, 今天经济旅设正常开放营业, 而过山车项目则是上午9点正式开放试运营。 裴谦琢磨着, 提前一个小时到, 体验一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自己投了一个多亿的过山车, 自己都没玩过, 这是有点不太像话。 当然了, 前提是, 这个过山车的属性是好玩, 而不是刺激。 要是后者的话, 那赔钱肯定也是不会体验的, 只会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仇人给送上去。 车没法开进经济旅设里面, 只能停在门口的停车场。 不过停车场这边, 就有就有类似于平衡车, 观光车之类的公共交通工具, 可以在经济旅设的园区里用。 已经跟陈康拓打过招呼, 所以工作人员提前就在停车场, 等着了。 裴谦和马阳两个人, 坐上观光车, 进入经济旅设, 然后又往过山车项目那边走。 然而, 刚进入经济旅设, 裴谦就惊到了。 这么多人。 相对于平常而言, 经济旅设的人流量, 简直是暴涨。 要知道, 这才只是周五上午啊。 三个项目前都有人在排队, 队列看起来不涨。 这是因为, 排队的, 都是即将要进入的。 经济旅设是电子排号, 到现场之后可以领号, 领完之后, 不需要一直在原地等着, 而是可以四处闲逛。 等在APP上看到, 快到自己的时候, 才需要赶到现场排队, 否则过号是不后的。 三个项目前面排的人看似不多, 但这都是即将进入体验的, 还有不知道多少人领了号, 在其他地方等呢。 好在经济旅设里, 也不是只有这三个项目可以玩, 游客还能去喝咖啡, 或者到黄金迷宫里赚优。 奇了怪了, 这些人不去过山车那排队, 怎么反倒玩起这三个老项目来了? 按理说这三个老项目, 应该都玩腻了吧? 陪迁并没有玩过这三个项目, 也完全不想去玩。 好在今天的人流量虽然比平时多, 但毕竟是周五上午, 所以, 观光车还是一路畅通无阻地 穿过经济旅社原本的园区, 往过山车那边开去。 结果到了这边, 陪迁有点明白 为什么还有人在玩老项目了。 因为这边人更多, 过山车和经济旅社原本的三个项目离得很远, 这条路的两边已经被各种商铺给包园了, 当然都是李总和投资人们钱的。 现在, 这些商铺里全都是人, 就跟一些热门的商业街一样。 再往前走, 状况更是惨不忍睹。 过山车项目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虽说这个过山车项目也是现场取号, APPY排号, 但显然这些人都太热情了, 最早来的这批人都挤在项目门口, 等着九点钟一开放就去体验。 提前来了一个小时, 都已经有这么多人在等了。 陪迁难以想象, 这群人都是几点钟来的。 还好, 有工作人员通道, 俗称后门。 陪迁也是怕遇到熟人, 和往常一样戴着口罩, 眼瞅着快到项目的后门了, 陪迁提醒老马, 之前跟你说戴着口罩, 戴了吗? 要低调, 就俩人一块低调, 否则就显得太奇怪了。 戴了? 马阳在这种事情上, 还是很靠谱的。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口罩, 认真戴好。 陪迁? 口罩没毛病, 戴得也没毛病。 可关键是, 马阳的脸太长了, 这口罩遮住了上边, 就遮不住下边。 按照正常人那膜带, 口罩盖住鼻子以后, 下巴这还是露出来一截, 看起来总觉得很奇怪, 让人联想到, 内裤套在头上的变态。 怪不得老马平时很少戴口罩, 这客观条件, 也确实是不太支持。 不过, 这倒是也没大碍, 意思到了就行。 来到员工人员通道, 这边果然很冷清, 几乎默人。 显然大家, 在领了号之后, 药膜就到项目门口排队去了, 药膜就到周围的商铺里去逛了, 谁会闲得没事干在员工通道, 这蹲着。 毕竟游客又进不去, 在这堵门也莫意义, 但也只是几乎没人, 还是时不时的有一两个路人非常好奇的路过, 可能是迷路了。 裴谦没有在意, 带着老马从员工通道进入。 陈康拓早就到了, 带着俩人一路往里, 体验云雀计划过山车。 很快, 一圈结束。 马阳显然还没从机动中恢复过来, 仍旧在拿着磁轨步枪四下瞄准, 嘴里还发出嘟嘟嘟的配音声。 无虎! 谦哥, 这个过山车确实太好玩了! 咱们再来一遍吧! 裴谦黑着脸, 我先不来了, 改天再说。 过山车确实是挺好玩的, 沉浸感很强, 尤其是过山车快速移动, 旋转的时候, 重裙铺天盖地地冲过来, 再配合一些实景的模型, 让人紧张而又刺激, 甚至分不清楚哪些是虚幻, 哪些是现实。 互动性也很强, 拼命扣动扳机, 向虫群射击, 拼尽全力杀出虫围, 让人肾上限速飙升, 有一种在打沉浸式VR游戏的快感。 而且, 这个比VR游戏还要更加刺激, 因为还带着体感。 枪械能震动, 能发出拟针的声音, 周围是环绕音效, 画面是超轻沉浸体验, 再加上过山车本身的运动带来的失重感, 体验可谓拉满。 可坏事就坏事在这个互动性很降上了。 裴谦已经知道了, 这个过山车是有不同路线的, 游客需要认真打枪才能进入不同的路线。 最差的结局是什么都不做, 显向还生的被秦义对肠带出虫巢, 最好的结局是四个人都很给力, 并且选择的路线正确, 这样就可以杀入虫巢深处, 斩首虫族女皇。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结局, 可以简单地看成是不同的档次。 同样都是未能完成斩首行动, 有的结局是灰头土脸的从洞穴深处离开, 而有的结局则是杀出虫围, 直接从虫巢内突破地表, 飙升到几千米的高空中, 可以看到天空中密集的人类舰队和下方的虫海, 过一把岩影。 裴谦琢磨着, 虽然是俩人, 火力可能不够, 打不到虫族女皇那里, 但稍微发挥发挥, 看看高空的场景应该也是不难的吧。 结果真打起来才发现, 好像压根就没老马这个人啊。 就听见老马在旁边一直杂杂呼呼的, 又是尖叫又是开枪, 可打了半天, 你子弹都打哪去了? 裴谦抱着磁轨步枪打的那叫一个辛苦, 结果却完全感受不到来自于老马的火力支援。 这不由得让裴谦回忆起了当初跟老马一起打, 神奇和Gogg时的场景, 全程就跟没这个人一样, 只能说老马还是老马, 虽然从之前的大长脸变成了现在的马总, 但依旧初心未改, 不论玩什么游戏都是一个纯纯的混子。 最后硬是打出了最差的结局, 这还有什么再体验一遍的必要吗? 要知道, 这个结局可是所有游客什么都不干, 一枪不开, 只是在座位上看风景都能打出来的, 跟着老马再玩一遍, 那简直是一种折磨。 看到老马还是一游未尽, 裴谦劝道, 你看今天门口排了那么多人, 还是先让游客们体验吧。 咱们想什么时候体验都可以, 等回头找个机会, 在经济旅社这边风源搞个团建, 你可以把兔尾直播那边的员工拉来, 让他们陪你一起, 玩这个过山车, 一直玩到斩首重组女皇为止。 裴谦很有自知之明, 自己肯定是带不动老马了, 这种事情, 还是让老马的御用裴丸团队来完成吧。 马羊很高兴, 行啊, 那就一言为定, 我就等谦哥你安排了。 裴谦把陈康拓喊了过来, 设备莫问题, 就提前开放吧。 我看大家都在外边等着, 热情很高, 早开一个小时, 能多让一些游客体验。 能这么早来的, 都是真爱了, 让大家多安两轮吧。 反正事已至此, 过山车的火爆已成定局, 藏着掖着眼眸异异了, 顺其自然吧。 陈康拓愣了一下, 随即点头, 好的裴总, 我这就安排一下。 裴谦带着老马两个人, 又从员工通道离开。 只不过这次, 之前就在员工通道附近转优的人, 发现了他们两个。 不是才刚进去, 莫多一会儿磨? 工作人员今天一天, 应该都会在里边忙吧。 怎么走了? 这个人的脸也太长了, 口罩都遮不住。 这不就是马总吗? 马阳现在也算是个网红了, 毕竟之前就直播带货, 在微博上也撒过币, 在网上献过马总的人, 其实不少。 按理说, 戴了口罩, 应该是认不出来的, 奈何脸太长, 便时度太高, 戴了口罩, 也压根遮不住这明显的特征。 如果真是马总的话, 那另一位岂不就是, 怪不得这个背影这么我眼熟呢。 围观的路人瞬间激动了, 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 掏出手机, 拍了一张两个人从员工通道, 离开的背影照片。 拍摄者拍完之后看了一眼, 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构图不错, 对焦也没问题。 虽然拍的是背影, 但能看到马总的侧脸, 这大长脸, 非常的有变时度。 至于裴总嘛, 这个背影还是很眼熟的, 老粉丝应该都能认出来。 但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送福利去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这个点裴总来干吗? 过山车九点才开放, 裴总八点到, 然后很快就走了。 这个时间, 要说视察项目, 未免有点太短了, 顶多也就是去做了一圈。 可按理说这众项目, 裴总不应该早就体验过了吗? 干嘛现在又要去做一圈呢? 正纳闷着, 就听到正门那边传来一阵欢呼声。 拍摄者赶忙赶过去, 发现这个过山车项目, 竟然已经开始往里惊人了。 现在在项目门口排队的, 很多都是一大早在开园之前就已经到了, 所以发现, 项目竟然提早一个小时开放, 全都喜出望外。 当然, 也有一些人取了号之后, 就去周边的商铺逛了。 由于这次提前开放过山车项目是特殊情况, 所以陈康拓也非常贴心地为这些人留了专属通道, 找人在APP上发了通知消息, 并且暂停了过后不猴的规定。 这些提前到项目门口排队的人, 一直到十点钟之前都可以入场。 当然, 排号靠前的优先入场。 现场的游客们全都激动了, 只听说过因为特殊情况游乐园临时关门或者延期开放的, 很少听说还有反向跳票的。 冲! 拍摄者看到这个场景, 在结合之前看到的不由得恍然大悟。 裴总之前肯定早就体验过这个项目了, 这是肯定的, 毫无疑问。 那么, 在过山车项目正式开放运营的今天, 裴总特意过来一趟, 坐一圈过山车, 然后提前将过山车向所有人开放, 这只能说是一重一试感了吧。 在把项目开放给游客之前, 裴总自己一定要先体验一下。 就像之前裴总天天吃墨鱼外卖, 去墨鱼网咖, 用欧图手机一样。 嗯, 只能是这个解释了。 而且, 裴总看到现场的游客这摩热情, 就特意让工作人员把项目提前开放, 这也是一种善良啊。 一般的老板哪会在意这个, 哪怕游客们在外面多排队一个小时, 那也是大家自愿早来的, 一般是懒得去改规定。 但裴总就不一样了, 始终把用户体验放在第一位啊。 拍摄者突然误了, 这模一分析, 这张照片其实很有历史意义啊。 明显与之前的那几张世界名画, 有一区同工之妙。 比如之前裴总在墨鱼网咖的那张照片, 一边是肖鹏讲解墨鱼网咖的电竞生活馆模式, 备受好评, 人群涌入墨鱼网咖。 另一边是裴总逆流离去, 只留下一个背影。 又比如之前裴总在墨鱼外卖的那张照片, 一边是荆州电视台对墨鱼外卖做出采访, 瑞宇晨把时盒赠送给记者, 另一边是裴总默默地吃着墨鱼外卖, 同样也是滞留一个背影。 而他新拍的这张图, 一边是过山车项目提前开放, 大量游客涌入体验, 脸上洋溢着笑容, 另一边则是裴总和马总两个人, 逆着人潮离去, 极为低调, 甚至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来过。 对劲了, 对劲了, 这就是裴总一直以来的形式风格啊。 拍摄者一下子激动了, 立刻把这张照片配上简单的介绍文字, 发到了网上。 与此同时, 过山车项目周围的商铺里, 也是人满为患。 李时和薛哲斌两个人在附近的咖啡馆里, 正在喝着咖啡。 外面的游客很多, 这家咖啡馆也快要爆满了, 有不少人领了号之后, 都会进来歇歇脚, 所以, 生意好得不得了。 薛哲斌感慨道, 李总, 你又在这附近, 开了好几家店吧? 看现在这个样子, 这些店怕是要转风了。 李时非常谦虚地摆了摆手, 转风了谈不上, 小转, 小转而已。 你莫发现, 包括这家咖啡馆, 在内的所有商铺, 价格都很有好吗? 薛哲斌愣了一下, 随即意识到, 还真是这样。 他之前点咖啡的时候还没觉得, 现在一想, 这不就是跟普通商场里的咖啡馆, 或者墨鱼网咖里的咖啡差不多的价格吗? 甚至比商场里的一些国外咖啡品牌, 还要更便宜。 按理说, 经济旅社这里, 可是游乐园, 游乐园和景区里面的东西, 卖贵一点, 这不是天津的意的吗? 毕竟这个地方人流量大, 而且有句话叫来都来了, 大部分人为了找个落脚的地方, 哪怕咖啡馆里的咖啡, 比普通店铺里贵个一倍, 也只会肉疼一下, 该消费还是会消费的。 但按照李总的说法, 经济旅社里的所有店铺, 竟然都很便宜。 这就有点神奇了, 稍微涨价一点, 也不会对游客产生太强烈的刺激, 却能够大幅提升利润, 为食膜要维持现在的低价呢? 薄利多销这也说不过去吧。 力确实薄了, 但多销根本谈不上, 因为每家店铺的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 在成天爆满的情况下, 肯定是定价越高越好啊。 而且还不是一家店这模作, 是所有店。 难道说, 这是裴总特意要求的? 薄哲冰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些店都是属于不同投资人的, 想让这些投资人全都达成一致意见, 集体不涨价, 这可不是李总能做到的事情。 当然, 李总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压服这些投资人, 但终究只是压服, 不是心服口服。 更何况, 李总也压根没有这模作的动机, 因为李总自己肯定也是想多赚钱的。 那么唯一的可能, 就是裴总的要求了。 李氏点点头, 其实早在经济旅社刚开起来的时候, 裴总就已经强调过, 所有的商铺都不能抬价, 必须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来。 刚开始, 大家都不理解, 但默认敢违背裴总的意思, 所以也只能照办。 但现在, 随着这个过山车项目的开发, 还有第二批商铺的开放, 我大概能懂裴总的意思了。 薛哲冰考虑片刻, 以裴总的聪明, 肯定很清楚在经济旅社, 抬价能多赚的道理。 而且, 这些店都会给他分成的, 在赚钱这个问题上, 利益其实是一致的。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 裴总要的是长远利益。 可是, 这好像也说不通啊。 因为商铺就这魔多, 游客的数量远大于商铺的承载能力, 就算把价格降低了, 销量也没法进一步提升。 这里, 是游乐场不是商场。 游客又不可能每周都来, 一年, 来两次就不错了。 在这重情况下, 他们对商铺的价格也不会很敏感, 保持评价确实能赢得一定的口碑。 可是, 以经济旅社现在火爆程度而言, 这一新半点的口碑提升又有什么用吗? 薛哲斌怎么想都想不通。 从表面上来看, 裴总做出了一个非常有良心, 非常体谅游客的决定。 但大家都知道, 裴总是一个商业奇才, 不是说裴总没有良心, 不体谅游客。 而是裴总在体谅游客的同时, 背后一定有成熟的商业逻辑作为支撑, 从而达成腾达与用户的双赢局面。 李时薇薇点头, 看得出来薛哲斌还是很有进步的, 现在看问题越来越清晰了。 但距离看懂裴总, 显然还差得远。 你的论断当然是莫问题的, 但它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 第一, 商铺就这么多, 游客的数量远大于商铺的承载能力。 第二, 游乐场不是商场, 游客不可能每周都来。 对于大部分游乐园和景点而言, 这两个前提都是成立的。 所以, 绝大多数的游乐园和景点里面的商铺都很贵, 不论是吃的, 喝的, 还是住宿, 都是如此。 但如果这两个前提在经纪旅社这里不成立呢? 你想想, 裴总为什么要把过山车建在离经纪旅社原本项目这模远的地方? 而这个过山车, 它又是个什么类型呢? 薛哲斌愣了一下, 他之前确实没深入地想过这些问题。 按理说, 游乐园之间的项目肯定不能太远, 毕竟游客们的腿着在各种项目之间走来走去, 离太远了, 大家的游玩体验就会变得很糟糕。 但裴总在过山车项目上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现在从结果上来看, 过山车项目离得远了, 就可以在周围赛下更多的商铺。 而且, 整个老工业区还有很大的一块地方一点一点地改造下来, 怕是十年八年地也用不完。 目前的商铺也只是沿着经济旅设到过山车这条主路改造的, 后续完全可以再拓展。 也就是说, 只要商铺一直拓展, 那摩游客数量远大于商铺的承载能力这一点, 逐渐就被推翻掉了。 而这个过山车项目也跟其他的过山车有很大的区别。 一方面, 它跟许多大型游乐场中的室内过山车一样好玩, 另一方面, 它是可以重负体验多次的。 事实上, 很多人一年只能在国外大型游乐场的热门项目玩一两次, 单纯是因为成本太高了。 如果很方便的话, 这些好玩的项目, 很多人一个月玩一次也不会腻。 更何况经济旅设的这个过山车是有多结局的? 即使体验完了所有的结局, 也可以带着朋友一起来玩, 因为互动性很强, 所以每次玩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新奇体验。 那么, 游乐园不是商场, 游客不能每周都来这一点, 也就被推翻了。 薛哲斌恍然大悟。 李总, 我明白了。 裴总是想打破原本游乐园的那种集中的模式, 打造一个开放式的游乐园。 通过腾达的IP和游戏设计思维, 把大部分的游乐设施做成可重玩的项目, 然后在项目与项目之间塞入大量的商铺, 再用与商铺差不多的清明定家进一步吸引人流量, 打造一种游乐园与商业街融合在一起的新模式。 也就是说, 裴总追求的不是眼前利益, 而是长远利益, 甚至都不是三五年之内的长远利益, 而是十年甚至更久之后的长远利益。 这是要硬生生地把一个荒废了许久的老公业区, 改造成一个游乐场和商圈的集合体啊。 薛哲斌自己都被这个推论给震惊到了, 他第一反应是觉得有点离谱, 把一个荒废依旧的老公业区硬生生地改造成商业区, 这使人能干出来的事。 因为老公业区的荒废是城市发展, 产业升级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 而其他城市的老公业区改造, 最好的结果无非就是改造成一个创业园区之类的存在。 凭借特殊的艺术性打出一定的知名度之后, 吸引一下游客莫问题, 但想要真正变得繁华, 热闹起来是不可能的。 你总不能用枪指着游客过来吧? 宋福利去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但裴总显然不这么想, 否则他为什么要把过山车这个项目 见得离经济旅社原本的这些项目这么远呢? 总不能是为了让游客多走路吧? 那不是神经病吗? 肯定不可能。 显然, 裴总很有信心, 等这个过山车建起来之后, 周围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各种商铺, 从而带动整片区域的发展。 游乐园和商业街的定位, 其实是有些冲突的。 而且, 二者也很难融合到一起。 对于一般的游客来说, 商业街可以常去, 游乐园肯定不会常去。 但游乐园也有独特优势, 那就是一些商业街无法享受到的特殊娱乐项目, 例如大型过山车和其他的游乐设施。 可一旦这两个东西融为一体, 那就不得了了。 因为荆州老工业区的交通虽然莫纳摩便利, 不像很多大型商场就开在市中心比较繁华的地段, 但他的交通条件也谈不上特别偏远, 更何况地铁线路都已经规划了。 如果他既有云雀行动这种大型过山车项目, 又有美食、电影院、酒店、服装店以及各种数码用品专卖店等商铺, 那对于很多荆州当地人来说, 周末来玩一下就非常划算啊。 先去过山车那边排个号, 然后根据排队的时间可以决定在附近喝杯咖啡, 吃个饭,逛逛街或者看一场电影, 或者干脆去网卡里跟朋友们开个黑。 很多大型游乐园的项目倒是多, 但很多项目都是凑数的,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好玩。 而且即使在有Fast Pass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的项目还是要排队的。 排队两小时, 体验三分钟, 一天到头玩不了几个项目, 全程腿着脚都走疼了。 第一天来了, 第二天本来还想再来, 然而泪成狗在酒店不愿意动弹。 在经济旅社这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排队的过程中可以在周围逛街或者上网, 游乐设施是融入整个商业区之内的。 对外地人来说, 体验也同样不错。 周末两天选择住在经济旅社这边的酒店里, 挑着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体验一下, 剩下的时间还能自由安排行程, 比如去看一场GPL的比赛之类的。 而且, 随着经济旅社以后的项目越来越多, 规模越来越大, 这种体验还会变得越来越好。 因为按照裴总的这种规划, 经济旅社好玩的项目越多, 周围的商铺就越多, 游客自然也越多, 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正向的循环。 当然, 这个正向循环看起来很美, 但实际上要真的做到, 难如登天。 首先, 必须得有一个像腾达一样的公司, 能够花大价钱, 冒巨大风险, 搞出这些游乐项目。 这些项目要足够独特, 足够好玩, 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游客。 其次, 这些游乐设施的主办方, 还得特别大方, 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让商铺都能随意入住, 把周围的空间全面开放。 一般的游乐园做不到第一点, 而超大型的游乐园做不到第二点。 像很多大型游乐园, 因为投入过于巨大, 所以肯定是把一整块地全都拿在手里, 动辄耗资几十亿, 几百亿, 整个建设工程持续好几年, 甚至十几年, 不允许也根本没必要让商铺掺货进来。 但裴总在腾达目前的资金达不到那个体量的前提下, 非常聪明地采用了这种新模式, 所以才有了跟这些商铺的合作共赢, 也能带给游客更好的游玩体验。 这一通分析之后, 薛哲斌对裴总更加的心服口服。 可以说裴总最让人敬佩的一点, 就是他从来不会拘泥于自己现有的成功领域, 而是始终在向新的领域拓展, 而且每次都能提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而最神奇的是, 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只有腾达才能玩得转, 其他的任何公司都不行。 这就很神奇。 也难怪李总一直都跟着裴总投, 能抄标准答案干嘛, 还要自己费尽辛苦地去解题呢? 李氏说道, 如果你手头有闲钱, 也可以到附近开一家商铺, 只要按规定给腾达分成就可以了。 陈康拓已经去跟腾达其他的部门谈了, 摸鱼网咖, 摸鱼外卖等腾达自家的产业, 也会到这里开分店。 薛哲斌问道, 那该不会有其他人看到商机, 跑过来硬蹭却不给钱吧? 李氏微微一笑, 那是不可能的。 我和几个投资人是最早在这附近开商铺的, 我们都自觉遵守裴总立下的规矩, 后来者还敢越见。 如果真有人有这么大的胆子, 小吃即是那些被腾达抛弃的商铺, 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更何况, 老工业区这块地方的开发, 是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同意的。 你觉得, 在这块地方的使用上, 是腾达说话好使, 还是其他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投机者, 说话好使? 你看, 采访来了。 薛哲斌回头一看, 发现有个记者模样的人, 恰好走过咖啡馆门口, 正在采访游客, 后边还有人在, 扛着摄像机拍摄。 作为老工业区改造的成功项目, 在群众中的反响如此热烈, 电视台肯定要花大量篇幅报道的, 以后的支持肯定会越来越多。 陪总想要在这块地上践新项目, 肯定也会越来越顺利的。 薛哲斌点点头, 旁扶看到了整个老工业区重新焕发出生机的样子。 之前经济旅设的成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现在才发现, 原来那只是陪总规划的一个开端而已。 俩人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默默体验着腾达给荆州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薛哲斌拿出手机刷了会儿微博, 突然说道, 咦, 李总你快看, 裴总今天竟然来了, 还被人给拍到了。 李时从薛哲斌手中接过手机, 这一看还真是, 又是一张新的背影图。 而且, 拍摄者还给这张背影图做了一系列的分析, 综合之前的几张世界名画, 给出了结论。 凡是腾达的项目, 裴总都要亲自体验过后, 才会开放给用户。 这不仅说明, 裴总对自家的项目始终严格要求, 以身作则, 也说明他始终心细客户, 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最重要的是, 裴总始终都是默默地做着这一切, 守护着客户的权益, 从来以此为借口宣传, 营销, 而是保持低调, 甚至是默默无闻。 这几张图中, 裴总逆着人流而行的背影, 就是最好的证明。 薛哲宾不由的感慨, 裴总真是奇人啊! 这种潇洒自如, 肆意洒脱, 而又千功低调的人生, 真是让人敬佩。 跟白手起家的裴总相比, 我现在连接班都还做不好, 着实惭愧。 李氏安慰道, 没关系, 从善如流。 你从现在开始, 多学习裴总, 多跟投裴总相关的项目, 自然会慢慢成长的。 像裴总这样无视自通的天才, 毕竟是凤毛麟角,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能够努力地追上天才的脚步,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薛哲宾点点头, 好, 我也准备投点钱, 在这附近开家店。 12月31日, 周一, 裴谦在办公室, 看着网上铺天盖地的, 关于经济旅社的讨论, 一脸猛逼。 什么情况? 你们讨论一下, 云雀行动这个过山车, 有多好玩就算了。 怎么讨论起经济旅社, 开创了游乐园与商业区结合的新模式来了? 还有这个照片, 又是谁拍的? 我真没想这么多啊, 单纯就是跟老马过去, 体验一下, 之前都没玩过的过山车而已。 至于这么吹我吗? 裴谦都快被吹得尴尬死了, 恨不得用脚趾头, 抠出一个两室一厅。 关键是, 还有这么多人信, 就离谱。 当然, 这些虚名还不是最令人烦恼的事情。 最糟糕的是, 又有一大批商铺要入住老工业区, 而且还一个个地全都抢着上交保护费。 裴谦很纳闷, 你们开就开啊, 给我送钱干嘛呢? 关键是想不收还不行, 越是不收这些人就越是感到忐忑不安, 只会把分层提得更高。 裴谦也没办法了, 只能让陈康拓看着办了。 反正现在陈康拓收的每一笔钱, 将来都会在受苦旅行的时候兑现到他的身上。 眼瞅着又到月底了, 这一期的受苦旅行也已经过去一半时间了。 裴谦觉得, 自己差不多可以考虑开始安排第三期受苦旅行的名单了, 把之前莫关注到的那些漏网之鱼给全都安排一下, 像什么陈康拓呀, 田莫呀, 一个都别想跑。 正琢磨着,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抬头一看, 是梦唱到了。 显然, 又到了月底, 梦唱来散提成了。 裴谦看了一眼, 然后把笔记本递给梦唱。 最后这一下, 稍微有点可惜了。 裴谦说道, 继任者的宣传方案一直都保持得很好, 钱花了不少, 结果热度始终默起来, 评分也低到了六分。 总之, 稀碎。 如果按照之前的进展, 梦唱开始第二轮宣传之后, 保持这种杂钱不起水花的状态, 还真有可能拿到满提成。 可惜, 又是那个田公子莫名其妙地冒了出来。 这个田公子还真发了个动态。 其实, 裴谦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 他说, 田公子肯定不会发视频, 最多最多也就发的动态。 准确的意思是说, 只有极小的概率, 田公子会发动态。 因为裴谦觉得, 田公子来趟这趟浑水, 风险太高, 收益太低, 完全不是一个聪明人该做的事情。 可没想到田公子不仅烫了, 甚至还来了个浑水蝶涌。 这杀伤力完全不亚于发个视频了。 裴谦也很费解, 这个田公子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唐达也没给他打钱啊。 怎么就把继任者, 吹成画时代的神作了? 而且还说, 等继任者播放完的第二天, 所有关于他的争论自然会消失。 裴谦非常紧张, 在迁度上搜了一下这个日期, 结果屁都没搜出来。 搜索结果中, 全都是诸如 1月13日是什么节日, 1月13日黄历查询, 1月13日出生日的命运解析, 1月13日是什么星座等等之类的内容。 每到这个时候, 裴谦就很想说两句话。 第一句是, 谜语人滚出客。 第二句是, 垃圾千度。 只恨有用, Abi现在虽然已经比较有用, 但不是真的完全有用, 可想而知, 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裴谦说垃圾千度的次数 依旧不会减少。 虽说田公子当了一回可恶的谜语人, 网友们也都默猜到, 1月13日到底是个什么特殊的日子, 但热度是实实在在地被带起来了。 之前很多人在网上黑, 继任者, 刷低分, 引发了不少喜欢继任者的观众或老读者反感, 再加上官方给支持继任者的影评官方站台, 以及田公子的表态, 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越炒越激烈。 田公子的这条简单的动态并不能扭转乾坤, 但确实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这种神棍一样的发言引发了很多人的围观, 黑子们纷纷拿这个事情当笑料, 嘲笑支持继任者的人就等着1月13日一过, 无事发生, 然后就继续攻击继任者, 开始狂欢。 总之, 热度又起来了一些, 这直接导致梦场能拿到的提成反而大幅缩水了, 直接抽抽到了七万六。 虽说相比于他之前拿底薪时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但毕竟田公子的一条动态就害得他提成至少是腰斩, 这磨点心理承受能力的人还真的遭不住。 裴谦觉得, 梦场对于田公子的态度多半就像是自己对乔老师的态度, 不供戴天! 所以, 裴谦对此非常感同身受, 发自内心地表示, 可惜。 梦场也默默地叹了口气, 是啊, 但这也是莫办法的事。 再不用田公子的账号发动态, 裴氏宣传法就不完美了, 也只能割舍掉一半多的提成了。 虽说那边二十万刀已经全都砸进去了, 如果成了收益完全碾压这点提成, 但再怎么说损失的提成也是十来万呢? 梦场要说自己完全不肉疼, 那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跟着裴总这魔掌时间了, 梦场在一次次的惨痛教训中早就学会了, 有舍才有得的道理。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梦场对提成没有意义。 裴谦把笔记本电脑收起来, 说道, 下个月的宣传方案二选一, 分别是商洋游戏的安全文明驾驶, 和腾达游戏的鬼将二。 据说方向盘和硬件设备的工程样品都已经做出来了, 目前正在量产, 游戏的话, demo也已经有了, 只是完整版的游戏在月中发售。 鬼将二的话, 应该是下个月底, 或者下下个月初发售。 这次两个项目的难度都有点高, 你先去考察考察吧。 之所以说难度高, 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 这两个都是游戏项目, 而腾达的游戏项目必然是备受关注的, 天然的热度就高, 很难压得下去。 看到此消息的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虽说, 安全文明驾驶的玩法比较无聊, 裴谦也是指望着靠玩法劝退玩家, 但光指望这个, 似乎也不稳妥。 第二, 时间相对尴尬。 安全文明驾驶, 到月中就发售, 到时候, 游戏和方向盘等外设会搭配上市, 想要在月底前仍旧保持很低的热度, 这难度实在是太高了。 而, 鬼将二, 虽然是月底发售, 但它的最大劣势, 仅仅在于它是一款格斗游戏, 游戏内容本身并无太大的硬伤。 要说反向宣传, 其实不太好发挥, 好在孟畅也不是之前的孟畅了。 拉提成这个事情, 它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所以, 还是让孟畅自选吧。 孟畅犹豫了一下之后说道, 裴总, 我两个都不太想选, 我觉得这两款游戏都很难发挥, 我能不能继续做 继任者的宣传方案? 在孟畅看来, 这两款游戏, 用陪式宣传法来宣传, 都不太好办。 因为腾达游戏天然的口碑好, 前期就很难把热度给压下去, 而游戏发售之后, 不出三五天, 必然是一片好评如潮。 像这种项目, 基本上没有陪式宣传法的用武之地, 提成也根本拿不到。 与其如此, 还不如继续做继任者的宣传方案。 这模作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稍微对冲一下风险。 假如, 继任者到13号热度大爆, 那这个月的提成肯定就没了, 但自己那20万刀可就是赚翻了呀。 到时候, 谁还在乎这20万的提成呢? 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 继任者到13号热度没有大爆, 虽说20万刀打了水漂, 但提成肯定可以拿满。 相比于安全文明驾驶和鬼将2这两个成功率微乎其微的项目而言, 选择继续给继任者做宣传显然更划算。 而且, 梦畅还想继续盯着继任者的情况, 随时调整宣传方案, 必要的时候可以再把田公子给拉出来。 学了这么久的陪式宣传法了, 梦畅很想完美地运用一次。 而继任者这次的宣传方案才只完成了一半, 梦畅想补权另一半。 如果在继任者上面完整地运用一次陪式宣传法, 梦畅觉得自己的实力一定会有一次跨越式的提升, 产生质变。 陪迁想了想, 行啊, 他不由地暗笑, 这个梦畅还挺机智的。 知道两款游戏的宣传难度高, 就想着继续回去死磕继任者。 陪迁对此也没什么意见, 因为让梦畅做宣传方案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压低项目热度, 降低项目成功可能, 第二个目的就是多烧宣传经费。 第一个目的其实不可抢求, 因为项目成功与否, 主要还是看项目本身。 一个好产品哪怕宣传方案再怎么稀碎, 也只是暂时压住热度, 让它不为人知而已。 后边该火还是要火的。 所以, 陪迁现在对梦畅的期待主要是在第二点上。 只要梦畅能保证宣传经费花出去打了水漂, 收不回应有的效果, 那也可以。 而继任者,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是妥妥的扑接了, 再多头宣传经费也是白给。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让梦畅继续去那边烧钱玩呢? 反正都是这些宣传经费, 烧在哪都是烧。 梦畅觉得, 继任者那边更有把握, 裴迁也是这么认为的。 梦畅点了点头, 裴总还算是仁慈, 知道自己对裴氏宣传法掌握得不太熟练, 没有强迫自己选高难度的游戏项目。 而是默许自己在中等难度的赛道里再磨蹭一个月。 他刚要走, 裴迁又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把他叫住了。 有个问题, 我就是随便, 这么一问。 你也随便说, 畅所欲言。 如果, 我是说, 田公子这个人, 就在腾达集团内部, 你觉得腾达的这些员工里, 谁最符合田公子的真实身份? 裴迁一直在怀疑, 田公子就隐藏在腾达里面, 而且很可能就是田墨。 但之所以没有打草惊蛇, 送田墨去受苦旅行, 主要是觉得, 这可能是团伙作案, 有人给田墨剪辑视频, 修改文案。 毕竟田公子的视频太精良了, 不太像是田墨一个人能做出来的。 但老是这么拖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现在田墨又不在荆州, 到外地, 去开新体验店去了, 天高皇帝远的。 裴迁就算想近距离观察一下, 抓他的马脚, 也不太现实。 裴迁觉得, 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跟其他人交流一下意见, 说不定就能有一些新的收获呢。 孟畅作为全公司上下, 唯一跟自己目标一致的好兄弟, 又一直在调查田公子, 对田公子现实中的性格和为人, 都已经有了推断, 自然是第一个要问的。 听到这个问题, 孟昌愣了一下, 他迷茫了。 裴总这又是唱的哪一出? 田公子的真实身份, 不就是我吗? 裴总不是早就知道了? 这问题问的, 多此一举啊? 不对, 裴总的问法, 明显有问题。 裴总说了两个如果, 这是一种狠匠的假设语气。 在裴总明知道, 我就是田公子的情况下, 却还是让我去指认别人。 难道说, 裴总这是在未雨绸缪? 孟畅突然灵光一闪, 懂了。 田公子的身份不能暴露, 不能被别人知道, 他其实是腾达内部的员工, 这是肯定的。 但, 万一真的暴露呢? 那这个人, 也绝对不能是孟畅。 因为孟畅的名声太糟糕了, 虽然现在好转了不少, 但毕竟是在腾达做广告营销的, 这个职位太敏感。 如果田公子真被人怀疑, 是腾达内部员工, 而腾达又不得不, 做出回应的时候, 就必须推一个其他人来顶包, 说什么, 都不能承认, 孟畅就是田公子。 纳摩这个人选, 也就呼之欲出了。 孟畅考虑了一番之后说道, 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我觉得, 这个人可以是田墨。 裴总现在考虑的, 明显是一种小概率事件的应急方案。 田公子被巴士腾达员工这件事情, 其实发生的概率很低, 毕竟孟畅一直都是小心翼翼, 从不留下任何纸面资料, 跟裴总聊的时候, 都不会明说, 更何况跟其他人了。 但裴总的态度也是对的, 不能因为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很低就不去考虑它。 因为莫非定律, 那么, 既然要考虑这种极端情况, 那就要想到补救的措施。 就算是不能补救, 至少也要将损失降到最低。 而田公子就是梦畅这个事情一旦爆出来, 后果太严重。 可如果田公子是一个其他的什么人, 那这种后果就完全可控, 可以接受。 再隐身一点的话, 这个人肯定得是一个比较招人喜欢的形象, 不能太高高在上, 要稍微接点地气, 又显得比较友善, 实在。 这样一来, 就能把影响降到最低。 而且, 之前梦畅给田公子考虑的人设, 也是一个谦卑, 低调。 普通的人因为一直高高在上地做出一副叫花万民的姿态, 迟早都是要翻车的。 有些智慧, 却自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这是田公子的人设。 纳摩, 两相结合起来。 田墨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一方面, 他出身草根, 学历很低, 找工作时四处碰壁, 看起来是个普通道不能再普通的人。 另一方面, 他在加入腾达之后, 又很快地开窍, 获得了飞速的成长。 最难能可贵的是, 他也没有因为这种变化而膨胀, 始终还是保持着最初的那种心态。 这不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励志故事吗? 跟田公子的人设太符合了。 甚至他恰好也姓田。 听到梦唱的话, 裴谦眼神一寒。 果然, 英雄所见略同, 大家的眼光都是雪亮的。 这个田墨, 嫌疑最大。 裴谦又问道, 你这么说, 有什么根据吗? 田墨和田公子之间, 应该有一些更深层的联系吧。 梦唱愣了一下, 更深层的联系。 哦, 明白了。 裴总是说, 万一最糟糕的情况真的发生了, 跟大家说田墨就是田公子, 大家不信怎么办? 光是人设相符还不够, 还得有一些深层联系, 增加这个事情的可信度。 梦唱考虑了一下之后说道, 之前我在给房产中介模拟器, 做宣传方案的时候, 还去特意请教了田墨。 田墨给我讲了很多房产中介的事情, 他的很多观点确实震龙发聩, 裴谦眉头一皱, 随即心中冷笑。 哦, 能让梦唱说出震龙发聩这个词, 可不容易。 这说明田墨对房产中介这个行业确实有很多的真知灼见, 完全有能力做出田公子的那七十平。 更关键的是, 田墨既然对房产中介这个行业有真知灼见, 那他对其他的行业呢? 说不定就是畜类旁通。 说, 田墨刚开始是装的, 裴谦不太相信, 但也有可能是这祸突然开窍了。 如果做出这种假设的话, 那田墨跟田公子的形象就更加符合了。 在裴谦心里, 基本上已经把田墨和田公子看成是同一个人了, 甚至能够脑补出他发视频时自信的笑容。 这让裴谦情不自禁地有点恨, 恨得牙痒痒。 好你个田墨, 我对你如此信任, 你竟然这么对我, 在正常工作中给我搞事也就算了。 私底下还偷偷地搞个田公子的账号, 无偿地给我捣乱。 是可忍孰不可忍。 裴谦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 又问道, 但是, 田墨应该剪辑不出纳摩金粮的视频。 你觉得, 如果他有助手, 可能是谁? 助手? 哦, 也对。 孟昌愣了一下, 随即不由地为裴总的心思缜密而感慨。 做戏得做全套, 不能留下明显的破绽。 田墨确实剪不出纳摩金粮的视频, 纳摩这一点在未来就有可能被人抓住, 劲儿把一切都拆穿。 孟昌考虑了一下之后说道, 如果这样推断下来的话, 这个事情对田墨来说, 应该也是比较保密的, 不会到处炫耀。 那么, 他肯定只会跟身边比较亲密的, 信得过的朋友, 来共同经营这个账号。 考虑到体验店那边跟其他部门的联动不算很密切。 田墨信得过的朋友, 应该都是体验店那边的员工。 毕竟这些员工都是他的发小, 同学, 关系非常过硬, 是信得过的。 陪迁越听越兴奋。 可以啊, 孟昌, 推理太顺畅了, 越听越有道理。 他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那具体是谁呢? 孟昌有些为难, 心想, 我压根就不认识这些人, 我哪知道具体选谁比较好啊? 不过转念一想, 陪总这么问, 也不一定是要精确到某个人, 只要给出一种筛选方法, 也可以。 于是, 孟昌考虑了一下之后说道, 回头我找个借口, 让田墨那边出一个宣传视频, 到时候, 田墨自然会找部门里最信任, 最擅长的人来制作。 这样一来, 就能锁定这个人选了。 陪谦差点想要拍案叫绝, 为孟昌鼓掌。 太棒了。 困扰许久的田公子身份问题, 终于解决了。 不得不说, 孟昌还是挺聪明的, 调查田公子真实身份, 这个任务的难度很大, 但孟昌, 还是凭借着强大的推理能力给完成了。 种种蛛丝马迹标明, 田公子就是田墨, 而且还是团伙作案, 帮他检视频的人, 就隐藏在销售部门里。 只要孟昌找个借口, 让那边出个宣传视频, 那么看看谁的剪辑能力最好, 就可以把整个田公子小团体给挖出来。 送福利去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到时候, 哼哼哼, 受苦旅行什么的, 都太仁慈了, 必须连经济旅社的鬼屋项目, 也一块安排上。 当然, 田墨自己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问估计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所以, 裴谦也不会去问, 问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该出手时就出手, 直接安排就完事了。 想到这里, 裴谦点点头, 嗯, 你的推理很不错, 你去盲宣传方案的是吧? 我这没别的事情了。 梦畅长出了一口气, 还是裴总考虑的周全, 我太自信了, 觉得田公子的身份一定不会暴露, 以至于没有考虑过这种情况, 万一发生之后的应急方案。 还好裴总给我把这个漏洞给补上了。 而且, 我的表现应该也还算不错吧? 至少在裴总一步一步的提示之下, 给出了裴总预期中的正确答案。 梦畅刚要走, 又想起来一件事情, 对了裴总, 如果两个游戏部门去找我要宣传经费, 那怎么办? 这个月, 经济旅社的过山车项目就没给宣传经费, 但陈康拓硬是从李总那一票投资人那拉到了宣传经费, 很好地完成了宣传的任务。 但也不能老是这么搞吧。 毕竟不是每个部门都有经济旅社这样的条件。 陈康拓硬带想了想, 也是, 如果两款游戏一点宣传资源都不给, 那也挺奇怪的。 既然如此, 那就向征信的稍微给一点吧。 想到这里, 陈康说道, 这样, 你以后自由安排各个项目的宣传经费吧。 你可以拨给两个游戏部门一些宣传经费, 让他们自己看着弄。 拨出去的钱不会影响你的提成, 但拨出去的钱多了, 你用在继任者这个项目上的经费就少了, 到底拨多少? 你自己把握吧。 用在继任者项目上的经费少了, 提成可能会下降。 但宣传经费过多, 也可能会爆火, 导致提成暴跌。 这其中的度, 只能由孟畅自己把握了。 陈康觉得, 孟畅都已经正魔上道了, 差不多可以让他多承担一点亏钱的责任了。 由他来分配这些宣传资源, 为了提成, 他肯定会把资源多分到最不需要的项目上去。 那些能赚钱的项目, 肯定是能少分就少分。 这样一来, 裴迁的任务也轻松了。 有什么郭孟畅自己背着, 岂不美哉? 孟畅点点头, 感觉自己越来越受到裴总信任了。 之前都是被动的接项目, 做方案, 现在竟然可以自己决定, 如何分配宣传资金了。 既然如此, 肯定更加不能辜负裴总的期待。 肯定要把所有项目的宣传都安排好, 保证宣传资源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否则裴总能给自己这个权限, 看到自己瞎搞之后, 自然也能收回。 2013年1月4日, 元旦节后第一天, 孟畅来到广告营销部, 养金蓄锐完毕之后, 他已经准备好大干一场了。 啥也不说了, 继任者, 那边的宣传资源继续拉满。 元旦长假过去了, 继任者, 那边的争论仍旧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但很显然, 大家都吵累了。 因为争执的双方来来回回就是那摩歇化, 彼此要表达的观点都已经很清楚了, 再吵下去也无非是无限重负。 看到此消息的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当然, 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 而在网上跟人争论的本质就是个说个话。 谁都在努力地想要说服对方, 谁都不愿意接纳对方的观念, 改变自己的观念。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鸡同鸭讲, 争执升级变成谩骂, 最终以互相拉黑为结果。 换言之, 现在去网上跟别人讨论问题, 大概率除了收获一肚子气之外, 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目前, 继任者大概就处于这种炒累了的情况, 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暂时掩气息骨, 休息一番。 但, 依旧是以前某位代表的黑子们占据着上风。 因为, 继任者的支持者们也没办法提出 足够有说服力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田公子虽然跳出来 拉了一波仇恨, 但他并没有真的开始输出, 而是像神棍一样地预言了一个日期, 之后就彻底装死了。 任谁edit他, 或者给他发私信, 都是石沉大海。 刚开始, 大家对田公子的这条动态, 还有比较高的讨论度, 但也没有研究出来各所以然, 慢慢地就放下了。 在这种情况下, 孟畅觉得很有必要继续投入宣传资源, 让热度再重新起来, 让已经站累了的双方再度燃起斗志。 让战火一直延续到月中, 最好是每个周末, 继任者新一集播出的时候, 大家都能吵一通, 那才是最理想的情况。 其实孟畅本来还想让朱小册, 亲自录一个视频, 发在飞黄工作室的官方账号上, 给继任者站台一下来着。 虽说黄思博才是飞黄工作室的负责人, 但他在观众们心目中的地位, 远不如朱小册, 毕竟朱小册是导演。 而大部分人在看到一部优秀电影之后, 第一反应都是把功劳算在导演身上, 其次是演员、编剧, 最后才是投资人和老板。 让朱小册站台可以进一步引发争论, 让双方站得更欢一点。 但孟畅去跟包续一打听, 才知道这个事情有点困难。 因为受苦旅行这个月, 已经结束了室内训练的阶段, 正式开始到野外去受苦了。 相比于上一期受苦旅行的地点选在神农架, 这一期的受苦旅行看起来像是友善了许多, 选在了穷州附近的一个无人海岛。 当然, 说是无人, 只是岛上无人而已。 为了保障成员们的安全和身体健康, 旁边就有一艘船石刻带命, 船上就有医生。 而且, 一旦出现问题, 还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把人送到附近的医院救治。 但大概率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这些人在室内训练的过程中, 身体素质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就连体质最差的桥梁也是进步明显。 在海岛上顶多就是受点苦, 毕竟太阳很晒, 海风很大, 坚持下来应该是毫无问题的。 朱小册都已经到无人岛上去了, 日常的受苦任务很重。 而且, 岛上墨手机墨信号, 所有通讯都在船上, 这怎么拍视频? 而且, 就算真的挤出时间来拍摄, 网友们一看, 朱小册拍摄视频的这个环境, 这个受苦的现状, 多半也会哈哈大笑, 以为朱小册是在整活, 关注点完全跑偏了, 起不到梦畅想要达成的那种效果。 所以想了想, 还是算了。 能用宣传经费解决的事情, 就最好不要搞别的花样。 梦畅虽然最高目标, 是完成陪式宣传法的最佳效果, 但烧经费也是重要的任务之一, 莫必要省。 所以, 梦畅斟酌了一下, 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后续的宣传方案中, 选择继续无脑烧钱。 正在修改方案, 放在桌上的手机震了一下。 梦畅拿起来一看, 是叶之洲发来的信息。 商阳游戏那边, 叶之洲是上一批受苦旅行的成员, 已经受苦归来了。 而王小冰, 是这一期受苦旅行的成员, 正在和朱小册, 乔良一起在无人海岛上受苦。 这俩人无逢交接, 正如黄思博和朱小册, 置于飞黄工作室。 叶之洲发来的这条消息, 是想请梦畅去商阳游戏一趟, 体验一下安全文明驾驶, 这款游戏的Demo, 体验一下方向盘等外设, 这样可以更好地指定宣传方案。 腾达游戏那边, 现在的负责人是于飞, 鬼江2开发的时间比, 安全文明驾驶, 要晚, 但因为体量比, 安全文明驾驶, 小, 所以, 都是这个月研发完毕。 鬼江2, 那边, 过几天估计也要请梦畅过去。 现在腾达各部门的负责人都知道, 裴总正在逐渐地把所有的宣传工作, 都交给梦畅来负责, 所以, 项目快完成了之后, 都会等着梦畅到项目来考察, 制定宣传方案。 梦畅要是莫来, 那大家肯定都会很着急地给他发信息请他来。 毕竟这些项目都凝聚了整个部门的心血, 谁都不想看到因为宣传资源不到位而热度低迷。 看到这条信息, 梦畅稍微犹豫了一下。 因为之前去献裴总的时候, 他已经说过了, 自己不做这两款游戏的宣传, 继续把宣传资源砸在继任者上面, 裴总也同意了。 当然, 他还是要分给这两款游戏一些宣传资金, 只是方案就可以不用他来出了。 既然只给钱, 不出宣传方案, 那还有去体验的必要吗? 梦畅考虑了一下, 最终还是决定去一趟。 裴总正是把宣传资源调配的这个任务交到了他的手上。 所以, 现在他不能只考虑自己的那点提成, 还得从整个腾达集团的大局出发。 对不影响自己提成的项目, 撒手不管。 虽然理论上梦畅可以这样做, 但真这样做了, 裴总肯定会很失望的。 梦畅不接这两款游戏的宣传方案, 是因为这两款游戏不太适用于裴室宣传法。 但该有的常规宣传也还是要有的。 腾达游戏和商阳游戏的人都是只擅长研发, 不擅长宣传。 所以, 如果只是给宣传经费, 让他们自由发挥的话, 这个效果其实不太可控。 梦畅考虑着, 帮人帮到底。 既然自己是广告营销部门的负责人, 那还有职责去教一下。 只要让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稍微学一点营销知识, 用一下培饰宣传法的边角料, 把这些宣传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 那这些游戏活起来应该就不成问题了。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吗? 想到这里, 梦畅决定还是去商阳游戏一趟, 体验一下安全文明驾驶, 然后针对性地出一个宣传方案。 但这个宣传方案不会直接给到叶之舟, 而是会像裴总一样, 通过引导的方式, 让叶之舟自己领悟到。 这样一来, 就完成了培饰宣传法的自然传播。 否则, 腾达现在已经有这么多部门, 这么多项目, 以后的部门和项目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如果每个项目都要梦畅来做宣传方案, 那不得把他给累死。 所以, 梦畅以后的办法肯定是抓大放小。 对于一些重大项目, 亲自上手制定宣传方案, 对于一些常规项目, 就拨下去一些宣传经费, 让部门负责人自己出一份宣传方案就行了。 也不用怕不专业, 到时候广告营销部其他的员工们可以帮帮忙, 配合一下, 把部门负责人给出方案雏形给完善一下, 然后全面推进。 梦畅觉得, 陪总把分配宣传资源的这项权利交到自己手上, 肯定也是这样期待的。 梦畅坐车来到商阳游戏, 夜之洲热情欢迎。 来, 请看, 这就是我们维新游戏准备的全套设备。 商阳游戏这边有专门的游戏室, 非常宽敞, 此时已经摆上了安全文明驾驶的全套外设。 我们的外设可以单独购买, 但更推荐购买套餐。 有三种套餐可供选择, 第一种是入门套餐, 售价5800, 第二种是进阶套餐, 售价6800, 第三种是豪华套餐, 套餐价9999。 如果想获得最佳体验的话, 还是先是豪华套餐吧。 叶之舟给孟畅简单介绍了一下三种套餐的设备区别。 孟畅扫过三种不同的组合, 显然是豪华套餐的那个G力座椅最能吸引眼球。 三款套餐都是用了一样的方向盘, 脚踏板, 操作台, 区别在于入门套餐只有只有支架, 没有座椅, 需要自己配座椅, 进阶套餐多加了一个手刹, 而且可调节支架和座椅是一体的。 豪华套餐则是所有配件全部齐全的同时, 还配上了G力座椅, 看起来明显更加气派。 不用说, 这三种套餐是针对三种不同的玩家群体。 入门套餐相对而言是性价比最高, 最实用的, 因为不占地方, 可以放在书房里, 电脑桌旁边, 想玩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电脑椅来凑合一下, 不想玩的时候放着, 也不会额外多出一个赛车座椅占地方。 进阶套餐的价格提升幅度不大, 其实这一千块的差价, 主要就是在这个液压手刹和支架座椅上。 它的优势在于, 可以用液压手刹获得更好的飘移体验, 同时, 座椅和支架连在一起, 不会担心踩油门过猛, 动作幅度过大导致的座椅滑动, 而且, 座椅的坐姿, 肯定也是调整到了最适合驾驶的角度。 至于豪华套餐, 相比进阶套餐而言, 多了三千的差价。 这个差价主要是体现在激励座椅上。 显然, 这个豪华套餐, 是真正不差前玩家的选择。 要买这个套餐, 首先得, 才能承受这个万把块的价格。 其次家里, 还得有足够大的地方, 能放下这一整套东西, 加激励座椅。 可能有人会觉得, 进阶版没石磨必要, 七千都花了, 为什么不多花三千上, 激励座椅呢?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 一来, 七千到一万, 这可是将近百分之五十的预算提升, 不是谁都舍得加这个钱的。 其次, 激励座椅有人喜欢, 觉得它能够模拟真实的驾驶体验, 但也有人不喜欢, 觉得晃来晃去的, 会影响自己的发挥。 所以, 这三个套餐, 算是兼顾了不同消费能力的人群。 入门套餐的价格, 在驾驶模拟设备这个领域内, 其实已经算是很便宜了。 如果入门套餐都买不起的话, 那其实非常不建议入手任何的驾驶模拟设备, 直接用手柄玩, 竞速游戏就行了。 当然, 如果三个套餐都不想要, 也可以在前面两个套餐的基础上, 额外购买手刹或其他配件, 这个还是比较灵活的。 而且, 买不起不代表体验不到, 就像智能健身, 晾衣架一样, 完全可以到外面的公共场合去体验。 除此之外, 这三个套餐配的显示器, 也各不相同。 入门版配的是一台普通的待余屏显示器, 进阶版配的是高阶的待余屏显示器, 而豪华版配的是定制的窄边框三屏电竞显示器。 对于不同的显示器, 叶之舟也给梦畅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包括方向盘在内的这些外设都是欧图科技去找国内的代工厂设计, 生产的, 但所有的套餐都不带显示屏。 因为显示屏这个东西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玩家们直接买现成的就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求, 确定是买待余屏还是组三连屏。 如果欧图科技出个代工的显示屏, 加到套餐里, 反而会有捆绑销售的嫌疑, 会被喷的。 至于不同的玩家如何选择, 这个就全看个人了。 如果玩家想要最基础的体验, 那一个入门版代余屏或者廉价版三屏方案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想要好一点的体验, 那就得上超宽的电竞代余屏, 这个就比较贵了。 大品牌有这种50寸左右的超长代余屏, 售价大概在万把块左右。 当然, 也可以选择三连屏的方案。 三连屏相比于代余屏的优势在于视野更宽, 代余屏相当于两屏, 三屏多出一个屏幕的视野。 而且, 三块屏的价格加在一起, 也才和高端电竞代余屏基本持平。 但劣势在于有边框, 影响代入感。 欧图科技没必要自己去搞一款专门的显示器, 但想要提升体验的话, 办法也是有的。 具体的做法就是跟国内的显示器厂商合作, 专门推出了一款针对三连屏的超窄边框电竞显示器, 而且还搭配出了正合适的光学套件。 所谓的光学套件, 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三棱柱一样的特殊晶体, 将它放在三台显示器的夹缝处, 可以通过光学折射的原理, 让边框在人视觉中消失。 只不过, 这个光学套件的使用要求比较严苛, 三台显示器的夹角, 边框的宽度等等都有要求。 所以, 欧图科技只是配合显示器厂商给出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至于具体要选哪一种屏幕, 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套餐里并不会捆绑销售显示器。 孟畅在豪华版的纪力座椅上坐下, 感觉很舒服, 就像赛车座椅一样, 包裹感很好。 而且还非常贴心地搭配有赛车专用的安全带, 系好之后, 还真有点开赛车的感觉了, 仪式感满满。 在上手摸了一下方向盘, 不得不说, 这个方向盘确实是颜值在线, 相当的帅气。 深黑色的直驱电机方方正正, 方向盘是用Alcantara皮革包裹的, 摸起来手感非常好, 既不会冰凉也不会打滑, 甚至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盘一盘。 整个方向盘的造型也跟一些豪华跑车、 赛车非常接近。 此外, 还有带磁铁的换挡拨片, 为了让拨片在拨动时更加干脆, 声音更好听, 仪表盘显示屏、 转向灯和雨刷等各式按钮。 孟畅当年也是租跑车送过烤冷面的, 豪车也莫少开过, 平心而论, 这个方向盘各方面的手感跟豪车肯定是有差距, 但也已经相当不错了。 让孟畅比较在意的是, 这块小显示屏就跟真车的仪表盘位置一样。 这就相当于是把游戏中用UI来表现的仪表盘放在了下面这块小屏幕上, 这显然会更加强化驾驶时的沉浸感。 有人可能会说, 开车时还要低头看不方便, 但把仪表盘作为界面UI放在屏幕右下角, 不是一样要低头去看吗? 只要看仪表盘就会分心, 这是无法避免的, 现实中开车看仪表盘的时候也会分心。 完全不看仪表盘是不可能的, 只能是在驾驶过程中确认安全的情况下用眼角的余光瞟一眼。 把屏幕右下角的界面UI放到单独的显示屏上会更大, 更清晰, 就像F1赛车方向盘上也有一块屏幕显示一些关键数据一样, 整体感受会更好一些。 而且这样还避免了仪表盘放在屏幕上遮挡视野。 整个屏幕看起来会干净很多, 沉浸感也变酱了。 旁边还有一个专门的操作台, 上面有各种按钮, 看样子是为了模拟更多按键来用的。 这让孟昌觉得自己有点像是开公交车的老师傅。 孟昌又踩了一脚踏板, 感觉拟针程度也非常高。 据叶之舟的介绍, 三种不同的踏板采用了不同的方案, 离合器与油门踏板是可调式的弹簧进行回弹, 而刹车踏板则是靠一小段预载弹簧和大块的橡胶块, 轻踏和虫踏的脚感会有差异, 跟现实中开车的感觉十分接近。 电脑屏幕上就是游戏的demo, 虽然一些细节还不够完善, 但游戏大体上已经开发完毕了。 看到这个设备, 孟昌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去标一圈了。 毕竟很多人嘴上说着不喜欢标车, 实际上还是怕出事, 真到了游戏里, 踩油门一个鼻个狠。 不说别的, 就这直驱方向盘, 这带阵杆的全金属脚踏, 还有这纪力座椅, 步标一下, 岂不是完全对不起这套设备? 叶之洲介绍道, 目前可以直接选不同的游戏模式, 而正式版游戏, 就需要完成一系列的前置任务, 才可以了。 所谓不同的游戏模式, 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常规驾驶模式, 货运模式, 客运模式, 场地赛模式, 拉力赛模式等。 常规驾驶模式, 大致相当于正常开车的模式, 而货运模式和客运模式, 则分别对应大货车和大客车, 场地赛和拉力赛, 则是对应了不同的赛道。 孟昌毫不犹豫, 直接选了场地赛模式。 开玩笑, 有这么好的设备, 当然是要到赛道里去标了。 而且, 孟昌对自己的驾驶技术, 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他之前曾经去赛车场学过一点飘移, 自我感觉相当良好。 更何况赛车游戏这东西, 飘移应该都是会经过一定优化的吧。 就像很多赛车游戏里, 随便按一下手刹键就飘起来了, 现在无非是换了换设备, 把摇杆换成了方向盘, 把按键换成了真正的手刹, 操作还是一样的道理。 进入比赛场地, 非常娴熟地拉手杀烧胎起步。 进入第一个向右的弯道, 孟昌按照之前学过的技巧, 向往左打右, 快速往右打方向, 同时猛地一拉手杀。 然后, 车就直接横着, 撞上了路边的围栏。 砰的一声巨响之后, 画面从车内视角变成了车外视角, 安全气囊弹出, 驾驶员在座位上被撞得猛逼了, 工作人员纷纷跑出来救援。 周围的观众发出一阵惊呼, 有人是害怕。 而有些人则是嘲讽和困惑, 似乎是在纳闷这摩菜的人到底是怎么上赛道的。 梦畅! 不对劲啊, 这游戏的剧本不该是这个样子吧? 首先, 按照一般的赛车游戏而言, 我打方向了, 也拉手杀了, 不该非常顺利地飘过去才对吗? 其次, 就算我碰了一下, 应该还可以继续开吧? 怎么这驾驶员直接些逼了? 最后也是最离谱的, 周围的观众, 竟然还在嘲笑我。 如果是其他的赛车游戏, 路边的观众基本上都是背景版, 只会原地举着牌子蹦蹦跳跳。 结果这款游戏竟然还给观众做了不同的反应。 神经病啊! 你做这个干嘛? 而且撞车之后, 还会弹出一个页面, 告诉玩家车损情况和维修所需的费用, 甚至还有驾驶员受伤的情况和医药费的支出。 我见了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孟畅也就刚起步, 距离座椅才刚刚震起来, 方向盘和脚踏板也刚有了点感觉,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叶之舟倾渴两声, 嗨嗨, 你之前玩的都是一些娱乐像的赛车游戏吧? 没玩过模拟类的赛车游戏吧? 孟畅点了点头, 这个区别很大吗? 叶之舟有些哭笑不得, 当然大了, 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这款游戏里的赛车, 基本上是按照现实中真实的赛车来的, 高度拟针, 像你刚才那样粗略的飘移手法。 甚至不能算是飘移, 只能说是做死, 不撞才怪了。 所以, 针对这种情况, 还是建议先去玩一下其他的正常驾驶模式。 上赛到这个事情, 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的。 孟畅有些无奈, 点了点头。 好吧, 那我试试正常驾驶模式。 还好这是, Demo, 不是正式版的游戏。 否则这一状, 医疗费和修车的钱, 可能会让孟畅感到肉痛的。 孟畅又进入常规驾驶模式体验。 有了之前的惨烈教训, 这次孟畅开得小心多了, 完全按照现实中的感觉来开。 别说, 转化了玩法之后, 这游戏看起来正常多了。 小心翼翼地跟前车保持着安全车距, 该刹车就刹车, 看到红灯要停, 路上墨车的时候, 也要注意不能超速。 孟畅开了几分钟, 算是体验到了这一套设备的乐趣。 你针杆确实是挺降的。 方向盘就不用说了, 不仅能模拟不同的路感, 而且力回馈的力度很强, 可以借此判断车轮的抓地状态。 脚下踏板传来微微震动的感觉, 踩下去的脚感也和针车非常接近。 最嗨的就是这个G力座椅。 踩油门、刹车和转弯的时候, 都能感受到从对应方向而来的力道, 再配合屏幕画面。 沉浸感简直是飙升。 原地坐着, 竟然也能感受到推背感。 这一点相当的神奇。 只是越开, 梦畅就越觉得不对劲。 有这摩牛逼的直驱方向盘和G力座椅, 却只能枯燥地在城市里开车。 这不是暴殿天雾吗? 虽说游戏中的场景, 似乎是以荆州市为背景。 梦畅开的这一会, 看到了不少荆州市的标志性建筑。 而且, 整个游戏的画面做得相当漂亮。 但, 再怎么说, 屏幕里的东西也很难和现实相比啊。 要开车, 直接去现实里开车不就好了? 很多国产车也不贵。 现在国内的私家车普及率已经很高了。 愿意花大几千块买整套模拟器的人, 谁家里摸车? 买这么一套设备却不能标, 只能跟现实中一样的开车,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干出来的事? 当然, 准确地说这套设备不是不能标, 只是标失败的后果很严重。 车毁人伤也就算了, 竟然还会被围观群众嘲笑, 真是是可忍熟不可忍。 孟畅玩得有点憋屈, 但他并没有生气, 因为他始终牢记着自己是干嘛来的。 自己这次来不设玩游戏, 是为了做宣传方案的。 现在越是觉得憋屈, 不就意味着这宣传方案越好做吗? 还是挺符合陪氏宣传法的要求吗? 孟畅稍微有点后悔了, 之前他一听说是商阳游戏和腾达游戏的项目, 下意识地就觉得关注度太高, 陪氏宣传法很难成功, 所以不想接。 但现在看来, 这游戏虽然是商阳游戏出的, 似乎在陪氏宣传法的框架下, 也还是有操作空间的。 显然, 陪总布置的任务, 不管看起来再怎么困难, 肯定都有完成的办法, 只不过, 难度有高有低而已。 自己一听说是游戏项目, 就认为难度很高, 然后拒绝, 显然是草率了。 下次还是得充分调查之后, 才有发言权。 当然, 也谈不上后悔。 因为这款游戏是月中发售的, 如何保证把热度压到下个月才报? 这难度其实是很高的。 相比而言, 还是对冲、 继任者更香。 现在孟畅确定了, 这款游戏其实很适用于陪式宣传法, 只要不把热度压到下个月, 不考虑提成的问题, 就会很好办。 夜之周见孟畅站起来了, 非常期待地问道, 怎么样, 宣传方案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 孟畅倾咳两声, 嗨嗨, 这个月我只负责继任者的宣传方案, 其他项目的宣传方案我疼不出空, 得你们自己来解决了。 夜之周愣了一下, 啊? 他有点猛逼, 你不给我出宣传方案过来干吗? 特意跑到这边, 消遣我来了? 该不会是刚才撞车丢了人, 所以对我怀恨在心吧。 夜之周看着孟畅, 脸上满是狐疑的表情。 孟畅赶忙解释道, 你先听我说完, 宣传资金是照常给的, 这个你放心。 而宣传方案这个东西, 其实很简单, 我可以给你简单讲讲裴总清传的宣传方法。 你照着这个路子出一个大致的方向, 然后把方案交给广告营销部的人来做就可以了。 因为游戏部门的宣传难度 比继任者那边要低多了, 所以我就不亲自出手了, 得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那边。 夜之周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误会梦畅了宣传资源照给就行。 但是他转念一想, 又觉得不对劲。 等等, 我来做宣传方案。 我压根不懂这个啊。 梦畅微微一笑, 没关系,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裴总清传我的这套宣传方法, 我称之为裴饰宣传法,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前期渲染整个项目中乍一看不那么合理, 不那么自然的地方, 激发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从而收获更好的宣传效果。 梦畅简单地把裴饰宣传法的精髓内容给讲述了一遍。 当然, 没有去具体讲解各种细节, 而是着重讲述, 讲述了这种宣传法的内核和精髓。 因为梦畅觉得, 对这些负责人来说, 只要掌握了内核, 凭借着对裴总、 腾达集团和手头项目的深刻理解, 找到具体的措施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细节讲得太多, 反而会对他们造成误导。 叶之舟的表情, 从错愕, 到沉思, 再到赞同, 最后变成了赞赏。 这是裴总卿传给你的宣传法。 确实, 跟之前那些项目的宣传方案比对一下的话, 确实很符合。 但这摩珍贵的东西你, 直接跟我讲了, 不太好吧。 叶之舟乍一听裴饰宣传法这个东西, 觉得挺扯淡的, 心想, 怕不是梦畅脑补了一些什么东西, 自己生造了一个名词, 搁这框我吧。 他自己懒得做宣传方案, 然后让我自己做宣传方案, 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工作推个我, 然后还假装再叫我东西。 真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太恶劣了。 但随着梦畅的深入揭示, 叶之舟完全打消了这种想法, 甚至越听越觉得有道理。 裴饰宣传法这个名字可能是梦畅声造的, 听起来还有点土, 非常不符合裴总的气质, 但不得不承认, 腾达集团从过去到现在, 绝大多数项目的宣传方案, 还真就是按照这个路子来的。 裴总是这么做的, 梦畅也是这么做的。 而梦畅按照这个法子来做, 也获得了成功, 这足以见得, 裴饰宣传法是经受了考验的。 那么, 梦畅把裴饰宣传法, 跟自己或者其他负责人分享, 这不仅不是偷懒, 反而还是一种很慷慨的行为啊。 但这模珍贵的宣传法, 肯定是不能外传的, 一旦外传, 后果十分严重。 梦畅点点头, 所以裴饰宣传法的事情, 必须只能负责人们知道, 一定要高度保密。 如果是外人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的。 但裴总既然愿意把裴饰宣传法传授给我, 肯定还是希望裴饰宣传法, 能够在腾达内部发扬光大的。 只要在腾达内部负责人之间传播, 能够为腾达的各个项目带来热度, 那就没问题了。 叶之周点点头, 这个你尽管放心, 腾达的负责人们在保密这方面, 肯定都是值得信赖的。 类似需要保密的事情, 又不是只有这一件, 像之前的腾达精神手册, 其实也是各负责人一起保密的, 而且保密效果很好。 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 好, 那我简单说说, 对这款游戏宣传的想法。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前提条件叮嘱完了, 之后就是对裴饰宣传法的具体引导了。 孟畅虽然已经讲完了 培饰宣传法的内核和原理, 但考虑到叶之洲 确实没有宣传营销工作方面的经验, 刚交完一加一等于二 直接就让他上手去研究微积分, 这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 孟畅特意来体验了一下游戏, 就是为了能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个项目, 大致想出一个宣传方案, 然后用比较巧妙的方式 引导叶之洲给他开个头, 这样才能帮助叶之洲 更好的上手宣传工作。 培饰宣传法的精髓, 就是从一个项目表面上 最不容易让人接受的点去入手。 刚才我简单体验了一下这款游戏, 对于我而言, 第一反应不太接受的点, 应该就是最佳的宣传入手点。 你是游戏设计师, 在这方面, 你应该比我清楚。 叶之洲考虑了一下, 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安全文明驾驶 这款游戏不太让人接受的 点应该有三个。 之前在开发立项的时候, 就已经讨论过了。 第一, 很多玩家玩游戏 是希望可以发泄情绪, 做一些跟现实中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 一些可以横冲直撞, 在游戏中抢车砸车的游戏 才应运而生了。 哪怕不能抢车砸车, 大部分赛车游戏 也会尽可能地降低或关闭车损, 降低玩家发生碰撞之后 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而, 安全文明驾驶 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 所有人在这款游戏里 都必须遵守交通规则, 发生寡蹭和车祸要修车, 要住院治疗。 玩家在游戏中 也收到和现实类似的限制, 这显然会让一些玩家难以接受。 第二, 很多赛车游戏 为了让玩家更好地去飘移, 会针对驾驶感 进行一定的调整, 让键盘和手柄玩家 也能简单地飘移。 这就大大降低了玩家的上手门槛。 而, 安全文明驾驶 在这方面的难度 跟一些你真的赛车模拟类游戏一样。 不仅如此, 它的门槛甚至更高, 因为必须完成严格的训练关卡, 而且, 车辆故障还要修。 第三, 外设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 很贵。 对于懂行的玩家来说, 我们的设备 跟国外的直驱方向盘、 手刹、 G力作业相比 算是便宜的, 但对于之前 莫接触过这些设备价格的玩家来说, 成本高昂。 孟畅点点头, 叶之舟作为项目的负责人, 对项目的情况 显然了解得非常深刻, 非常清楚。 那模宣传方案 也围绕这几个点来进行, 就可以了。 围绕这几个点来进行宣传。 嗯, 我仔细考虑考虑, 叶之舟眉头微皱, 陷入苦思状态。 对于他来说, 研究这些宣传方案 确实很难, 因为之前基本末设计过。 好在孟畅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就像裴总在设计游戏时给出明确的方向一样。 根据孟畅给出的方向, 做一份宣传方案, 就像根据裴总给出的方向, 设计一款游戏一样, 二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共通之处的。 我觉得, 宣传语可以定为足不出户, 也能享受驾驶的乐趣, 这个宣传语可以贯穿始终。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愚蠢, 但其实真正体验到整套外设, 玩到游戏之后, 就会知道, 这个宣传语其实挺贴切的。 此外, 可以宣传人人都可以成为车神, 大家看到这个宣传语的第一反应, 可能会觉得, 这是一款飙车类爽游, 但实际上, 它却是一款, 对驾驶技术要求非常严苛的拟针游戏。 玩家们确实可以成为车神, 只不过是, 需要大量辛苦的练习。 虽然在修车和安全方面, 比现实要好很多, 但实际的训练量并不会少多少。 设备方面的宣传语不太好想, 我觉得, 可以强调一些这些设备的价格, 和吃灰属性,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劝退, 但实际上深入研究又会觉得,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这其实是一种很划算的长期投入。 梦畅耐心听叶之舟说完, 同时在心中对叶之舟说的这几条方法, 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评价。 方向是对了, 但细节差得太多, 而且有些宣传策略之间的冲突的。 但毕竟是第一次运用台式宣传法, 能找到方向, 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就像搞创作一样, 创作出来的东西很垃圾, 这没事, 以后总会慢慢变好, 他就怕脑子里根本没东西, 连垃圾都创造不出来。 创造出垃圾, 可以通过批判, 吸收一点点提升, 可如果什么都创造不出来, 脑子里空空如也, 那怎么提升? 像叶之舟现在的情况, 虽然想出来的这几个点子, 很不成熟,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但终究是想出来的些东西, 是按照陪式宣传法的正确路子在走的。 孟畅考虑了一下, 提醒叶之舟对一些细节问题, 再考虑考虑。 你能在短时间内想到这些, 非常不错。 不过, 你提的这几个点子都太散了, 没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 互相配合的营销方案。 甚至有些内容, 还是互相冲突的。 比如说, 你想用足不出户, 就能享受到驾驶的乐趣, 和人人都可以成为车神来宣传。 这就意味着你要用的是, 培饰宣传法中的片面法, 也就是强调, 某个商品片面的属性, 从而对消费者, 造成一种误导, 让他们发现全貌之后, 大呼上当。 但紧接着, 在消费者对这个全貌仔细琢磨一下之后就会发现, 我们之前刻意没提的缺点, 反而变成了优点, 或者说, 有独特的优势。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而强调设备的价格和吃灰属性, 用到的实际上是培饰宣传法中的劝退法, 或者也可以叫坦诚法。 也就是刻意坦诚, 甚至强调产品的缺点, 在第一时间对玩家们进行劝退, 但实际上, 玩家们深入体验之后会发现, 这种缺点往往伴随着好处, 或者有时候, 它并不是产品的缺点, 而是用户自己的缺点。 如此一来, 很多人反而会产生逆反心理, 越是劝退, 越要购买。 但问题在于, 这两种方法其实是互相冲突的, 因为前者要强调优点, 引导消费者自己发现缺点, 然后再反转回来。 而后者则是要强调缺点, 让消费者自己发现优点。 如果混在一起用, 很容易互相产生干扰。 药膜只用一种, 药膜就分开。 夜之粥, 分开。 梦畅点了点头, 嗯, 分开。 比如说, 游戏的部分由 商养游戏来宣传, 而设备的部分 由欧图科技来宣传。 两个宣传的时间 可以稍微错开, 打一个时间差, 宣传的方式 也可以做出差异。 游戏可以用游戏特有的宣传方式, 比如游戏平台上的宣传物料, 详情页介绍。 而设备那边 可以用科技产品特有的宣传方式, 比如开发部会。 夜之粥恍然, 原来如此, 懂了。 也就是说, 游戏其实更适合用片面法来宣传, 就像奋斗当时的宣传方案一样。 而这些外设则是可以用劝退法来宣传, 就像初代的欧图手机和智能健身量衣架一样。 梦畅很高兴, 嗯? 你能想到这些案例太好了, 省掉了我很多解释的功夫。 没错, 这就是陪氏宣传法的经典案例。 回头你可以稍微花点时间把这些案例研究一下, 模仿这些案例的具体流程, 同时结合这次的游戏和外设产品的特点, 出一个新的宣传方案。 夜之粥点点头, 明白了。 非常感谢。 现在我明白裴总的良苦用心了, 让各部门负责人都能掌握宣传营销手法, 自行制定宣传方案, 确实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他本来以为, 孟畅不给安全文明驾驶做宣传方案是想要偷懒, 但现在看来并不是。 孟畅如果想偷懒的话, 敷衍一下就完事了。 何必跑过来特意把裴氏宣传法传授给自己呢? 夜之粥也不会觉得宣传的工作跟自己无关, 毕竟裴总向来是希望负责人们可以成为多面手的。 宣传营销其实也算是产品的一部分, 作为项目负责人一点都不懂, 全指望着广告营销部来安排, 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一来广告营销部那边的人手也是有限的, 不可能每个项目都做到面面俱到, 难免有不纳膜到位的地方。 二来,广告营销部的人短时间内体验一下项目, 了解不够深刻, 给出的方案也不一定就是最好。 而项目负责人对产品才是最了解的, 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 做出来的方案肯定是最贴切, 最适合的。 孟畅微微一笑, 确实。 而且, 如果让我来做宣传方案, 有些方法我是不能用的, 会有一些限制, 但你们负责人就无所谓了。 夜之粥愣了一下, 嗯? 这个具体是指? 孟畅摇了摇头, 没石膜。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让他来做宣传方案, 肯定还是会考虑提成的问题。 这样一来, 很多效果特别爆炸的宣传手法, 压抑之后, 见效特别快的宣传手法, 就不能用了。 孟畅现在的宣传方法, 还是主要以投入大, 效率低的渠道为主, 比如在网上铺天盖地的给, 继任者, 买广告。 当然, 这不是裴总的问题, 因为裴总通过反向提成的方式, 来教孟畅使用陪式宣传法, 主要是因为, 这样比较好入门。 在孟畅初期一次次的挫折和碰壁之后, 能通过这种巨大的差异和反差, 更深刻地了解到, 陪式宣传法的强大之处。 但对于负责人们来说, 就完全不存在这种限制了, 对陪式宣传法的运用会更加自由。 这些宣传经费, 自然可以在利用陪式宣传法的同时, 选择最高效的宣传方案。 离开商阳游戏之后, 梦畅不由地开始回想, 自己自己来到腾达的整个经历。 之前还不觉得, 但现在,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巧合很多。 真的很像是裴总全程规划好的。 在冷面姑娘的时期, 裴总应该已经就注意到了, 他这个人在宣传营销方面很有天赋, 只不过, 路子彻底走歪了, 过于重视营销, 而完全忽视产品, 说好听点是爱吹牛逼, 说难听点就是骗钱。 于是, 裴总就默默地盯上了他。 冷面姑娘挤进周折, 确实成功地骗到了一些投资人, 但裴总早就, 看穿了一切, 始终笑眯眯地看梦畅发挥, 在冷面姑娘快要活起来的时候, 就浇一点冷水。 等梦畅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又轻轻地拉扯一把, 让他保持希望。 后来, 冷面姑娘黄了, 梦畅背了一身债, 裴总就非常慷慨地, 把债务转移到自己身上, 顺理成章地, 把梦畅收到腾达来, 负责腾达的宣传营销工作。 表面上看起来很费劲, 但实际上对裴总来说, 可能就是捎带手的事。 而且还通过冷面姑娘的倒下, 给了很多创业者一种启示, 顺便也警告了那些, 想从圆梦创投片投资的人。 当然, 这些就扯远了, 关键是, 裴总要把梦畅收归腾达, 让他来做腾达宣传营销部门的负责人。 梦畅现在, 回想起来才意识到, 当初裴总对腾达的宣传营销工作, 肯定很是头疼, 所以才找来自己。 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腾达虽然看起来人才济济, 但唯独在营销宣传方面, 默认能做裴总的接班人。 裴氏宣传法是反常理, 反逻辑的, 需要即将的逆向思维, 这不仅需要非常聪明的头脑, 还需要非常特殊的脑回路, 才能驾驭。 之前腾达的绝大多数优秀的营销方案, 都是裴总亲自做的。 但裴总作为整个腾达集团里的掌舵人, 这种事情总不能一直都自己亲力亲为。 因为越往后, 项目越多, 就算裴总每个项目都简单指点几句, 那也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于是, 顺理成章的, 裴总就找到孟昌来接班。 但孟昌自己很清楚, 当时的自己不仅仅是路子走歪了, 关键是, 失败了之后仍然不知悔改, 觉得自己是被裴总给算计了, 对裴总, 对腾达都充满了仇恨。 这个时候, 如果裴总以一种开放, 包容, 坦诚的态度跟他讲这些, 那他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那时候的孟昌, 一门心思想着, 怎么快点捞钱, 把自己身上的外债还清, 然后东山再起。 如果他真的在那种状态下, 还清了外债, 那不过是又走上了之前的老路, 结果多半是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 而裴总正是看穿了他的这一心理, 所以提出了一个反向的提成方案。 这个钱看起来非常好赚, 只要让宣传经费打了水漂, 一个月就能轻轻松松赚二十万, 这个价格远高于孟昌在外面找工作, 所能拿到的工资。 于是, 孟昌果然上钩了, 心动了, 签了这个协议。 而这正是裴总想要的, 裴总是想通过前期, 让他不断地受挫, 用铁一般无情的事实, 纠正他的错误观点。 之前孟昌觉得, 产品不重要, 光靠营销就够了。 但在加入腾达, 接二连三的失败之后, 孟昌不得不承认, 营销宣传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最重要的还是, 产品要有足够的产品力。 只要有强大的产品力做支撑, 纳摩再垃圾的宣传方案也会火。 如果没有强大的产品力做支撑, 吹得再好, 也终究会原形毕露。 而在孟昌的心态, 发生这种转变之后, 他就开始渐渐意识到 裴氏宣传法的存在, 并开始自发地钻研起来。 也就是说, 裴总实际上, 是绕了一个大圈子。 裴总完全可以直接把裴氏宣传法的细节 交给孟昌, 用正向的提成来诱惑他。 但那样一来, 孟昌的认识不会有任何改变, 他不会深入地研究裴氏宣传法, 还是会以一种混日子, 早日还债的心态, 在腾达打工, 不会真的跟腾达同心同德。 但现在, 孟昌在很多次拿到底心, 受到很多挫折之后, 明误了很多的道理, 心态也发生了转变。 这样一个广告营销部的负责人, 才是裴总所需要的。 而在确定了孟昌已经值得信任之后, 裴总让他来分配宣传资源, 显然是希望他能够把裴氏宣传法 在负责人群体中发扬开去, 让整个腾达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都能掌握这种屠龙之术。 那么之后, 整个腾达的广告营销工作, 就可以自行走上正轨, 根本不需要裴总再操心了。 所以, 这其实就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 很显然, 裴总努力地把所有负责人们 都培养成多面手, 就是希望自己不用再亲力亲为。 而是各个部门可以自行制定发展规划, 互相配合联动, 自行进行宣传营销。 以前全都是裴总自己辛辛苦苦地手动组装, 但他也一直在努力地搭建自动化生产线。 等这条自动化生产线搭建完成了, 腾达就可以真的完全不依赖裴总。 而是一直完美地在裴总的指导方针 和腾达精神的指引下, 自行发展。 到时候无论是谁, 想要改变这种模式, 都会遭到全公司从上到下的打击和抵制。 突然想到这一点, 梦畅莫名地有了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 裴总果然不是一般的企业家, 跟其他公司老板想的真的完全不是同一个次元的东西。 其他的老板只是在想, 怎么能多搞点利润, 今年换车, 明年换房, 或者再琢磨琢磨, 钱多了, 怎么移民。 但裴总不是, 裴总从不考虑这些东西, 他从头到尾都只在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把腾达打造成一个真正无敌于天下的集团公司, 让整个腾达都变成自己人格化的延伸, 这样一来, 即使裴总退休, 只要这种精神不断传承, 腾达也能够按照他规划好的路线一直发展下去。 这样一来, 也许腾达集团真正做到那种程度的时候, 就是裴总退休的时候了。 孟畅突然对那一天特别期待。 而且, 一想到自己能够被裴总看中, 能够作为腾达广告营销部的负责人见证这一切, 孟畅突然有一种热血沸腾之感。 自己之前凭借三寸不烂之蛇去骗几个投资人, 这算什么本事? 像裴总这样, 一己之力打造一个无敌的集团公司, 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啊。 学, 继续学。 显然裴总身上还有太多的秘密, 孟畅决定, 说什么都得留在腾达, 从裴总身上学的东西越多就越转。 孟畅走后, 叶之舟开始仔细考虑安全文明驾驶和这些外设设备的宣传方案。 之前孟畅已经把大方向给指出来了, 也帮叶之舟把思路全都给捋顺了一番, 接下来的工作就比较简单了。 出一个出版的方案, 然后把这个方案拿给广告营销部去细化。 按照孟畅的说法, 游戏和外设最好可以分开宣传, 这样等它们合体的时候才能产生最佳效果。 当然, 考虑到大家都知道, 商阳游戏和欧图科技的关系, 分开宣传不一定能起作用, 这方面还得好好考虑一下。 送福利去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游戏可以用奋斗的那个办法, 用片面法。 而外设则是走智能健身晾衣架那个路子, 用劝退法。 而且, 得跟常有说一声, 让他准备一下发布会的PPT, 在发布会上整活这块, 它是公司上下最擅长的。 嗯, 先给安全文明驾驶, 写一下游戏详情页上的宣传语吧。 人人都能成为车神, 足不出户享受驾驶的乐趣, 多元化的驾驶体验, 高度集中的驾驶感受, 肆意妄为, 拥有无限可能的驾驶世界。 这些应该都可以。 人人都可以成为车神, 让玩家们觉得, 这是一款飙车爽游。 但实际上的意思是说, 理论上, 人们在这里, 可以通过长时间刻苦努力地训练成为车神。 而大部分人, 根本不可能长时间刻苦努力训练。 多元化的驾驶体验, 玩家们可能会觉得, 有很多花样, 其实并没有。 所谓的多元化, 只是自己选开公交车, 或者开大货车而已。 高度集中的驾驶感受, 玩家们可能会觉得, 这游戏做得太好玩了, 让人很专注。 但实际上, 是游戏里碰一下的损失太大, 承受不起, 所以不得不专注。 肆意妄为, 拥有无限可能的驾驶世界。 玩家们肯定以为, 这是一款随便磕随便碰的游戏,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可以随便磕随便碰, 只不过碰完了, 要修车住院而已。 而这游戏的很多深层乐趣, 玩家们玩过一段时间之后, 才能体会出来。 这些乐趣, 其实也都可以在宣传语上表现出来, 只不过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体会不到而已。 至于外设发布会那边, 则是强调一下, 外设的价格贵, 容易吃灰, 坦诚地劝退玩家, 告诉一般玩票的玩家, 千万不要买。 或者干脆一点, 可以说这款设备, 是专供各大家校, 体验店, 商场和游乐场等集中采购的。 这样一来, 应该是先开设备发布会, 等设备的热度过去一段时间之后, 再出游戏的宣传, 这样捋下来, 流程最顺, 效果应该也会最好。 叶之洲把整个宣传方案给, 从头到尾的盘了一遍, 尤其是对照, 奋斗, 和智能健身晾衣驾当时的宣传方案, 吸取了一些经验, 让流程更自然, 过程更圆润。 齐活了! 果然, 还是得项目负责人, 自己最清楚自己的项目。 自己出宣传方案, 比试试都指望广告营销部来好多了。 叶之洲很高兴, 之前头疼的宣传方案, 竟然如此顺利地解决了。 他打算再完善一下, 就把方案发给广告营销部, 和欧图科技, 提前做好准备。 这个周末, 因为要调休元旦的假期, 所以是正常上班。 之前欧图科技那边, 其实本来也是要开这些外设产品的发布会的, 时间定在10号的晚上8点。 时间不需要变动, 只是针对新的宣传方案, 把发布会上要讲解的内容和PPT给改一下就可以了。 1月7日, 周一, 休了两天周末的赔签, 照常来公司上班。 什么? 你说上周末应该是元旦假期的调休, 正常上班。 不好意思, 周末就是要放假的, 元旦假期是元旦, 周末假期是周末, 一码归一码, 怎么能算调休呢? 作为老板, 公司赚的钱跟我没关系, 自由上下班的权利, 总是要有的吧。 当然, 裴迁也不是那么自私的人, 他其实之前就已经研究过, 能不能让员工们也跟自己同进同退, 一起放完元旦假期再访周末。 然而不行, 因为系统规定, 腾达目前的工作时间要按照法定节假日来, 额外开假可以, 但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显然裴迁这次末能想出来一个足够强有力的理由, 所以只能是下次再说了。 裴迁琢磨着, 到底什么时候能再接触一点限制? 到底是后想让员工休息多久, 员工就能休息多久吗? 那就太棒了。 刚到公司, 前台就提醒道, 裴总, 吴川已经在等着了, 您先去办公室, 我去通知他一声。 裴迁愣了一下, 吴川是谁差点脱口而出? 哦, 他有什么事吗? 裴迁换了一种问法, 前台, 说是动漫组那边已经出了一集动漫, 想给您看看。 哦, 裴迁想起来了, 吴川是飞黄工作室负责动漫组的负责搞代行者学院。 只不过这个人, 裴迁就只见过那摩一两次, 所以, 没石摩太大的影响。 行, 那五分钟后, 让他到我办公室来吧。 几分钟之后, 吴川敲门进入。 裴总, 这是按照您之前的指示, 做出来的代行者学院动漫的第一集。 吴川一边说着, 一边把平板电脑递了过来。 裴迁伸手接过, 直接点击播放。 不到一刻钟之后, 裴迁看着播放完毕的视频, 陷入了沉默。 好家伙, 这场堕, 一不留神就没了, 真是让人猝不及防。 裴迁之前看《继任者》的时候, 一集一小时, 下午上班之后, 在会议室看完三集, 继任者, 直接就可以下班了。 结果这个代行者学院倒好, 第一集算上片头片尾, 一共14分钟。 也就是说, 砍掉片头和片尾, 这一集也就10分钟。 虽说之前对代行者学院的短小, 已经有所预期了,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能这么短小啊。 当然, 这也不能怪吴川, 毕竟赔迁最开始, 就是这魔要求的。 当初吴川费了半天劲, 把国内的动漫工作室, 全都考察了一遍, 结果赔迁都不满意, 觉得交给这些动漫工作室赚钱的可能性太大了, 于是一拍脑袋, 决定自己用作游戏的方式, 来搞, 用即时演算的方式做动漫。 吴川当然也提出了很多意见, 大义无非就是说, 要做即时演算, 可能这些模型都要重做, 要找专门的动作捕捉演员, 不太容易控制成本, 难度太高等等。 于是赔迁高薪了, 要的就是这个啊。 最后, 代行者学院, 还是强行用即时演算的方式, 来搞了。 吴川在飞黄工作室内部, 拉了一批人, 又从外边挖了一批人, 硬着头皮开始制作。 当然赔迁这边, 肯定也给到最大的资金支持。 有这魔能烧钱的好事, 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当初赔迁的要求, 就是, 一集做15分钟到20分钟就够了, 这个时间挺合适。 只要在结算前做出一期, 那也算是完成任务。 至少这项目算是上线了嘛, 系统也不能挑这个礼对吧。 现在看来, 吴川算是提前完成了任务, 只不过他这任务完成的, 有点打了折扣。 说好的15分钟到20分钟呢? 这明明只有10分钟啊。 短小无力。 裴谦说道, 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要短一点啊。 吴川赶忙解释道, 其实, 原本我也是打算做成15分钟以上的, 但是在实际制作的过程中发现, 代行者学院, 原著本身就是比较偏碎片化的剧情, 做成10分钟更合适, 15分钟的话, 很难断在特别完美的地方。 而且, 这必竟是用了一种新的方式做动漫, 充满了风险。 第一集做短一点, 先出个成品看看效果, 如果发现问题, 也好及时纠正。 当然了, 如果裴总您觉得时间太短, 观众们可能无法接受的话, 那我可以回去再剪一剪, 把第二集规划的一些内容给剪进来, 凑够15分钟, 或者干脆二合一, 做成20分钟。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陪千一抬手, 算了, 其实这模一看, 10分钟的时长也还可以。 它突然反应过来了, 越是短小, 越是断章, 观众们不是越不爱看吗? 短点其实也没时模不好。 第一集的质量, 平心而论, 还行。 谈不上特别好, 也谈不上特别差。 Gaug的游戏中, 虽然有现成的英雄建模, 而且建模也很精细, 但要直接拿来做动漫, 还是稍嫌不够的。 毕竟, Gaug的视角决定了, 没必要做到单机游戏的那种精细程度, 那样反而会多占资源, 在一些低端电脑上运行试绘卡顿, 减少玩家群体。 所以, 代行者学院的制作组, 虽然可以直接用Gaug那边的英雄模型, 和一些场景素材, 但还是需要进行一些细化和调整的。 从成品来看, 代行者学院, 相比于一些民间自制的动漫, 短句而言, 肯定是有志地提升的。 毕竟整个动漫制作组, 都是从飞黄工作室这边抽掉来的班底, 又从外面挖了一些专业人才, 这种正规君, 绝非一般的业余爱好者所能比。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代行者学院第一级的这个制作水平, 跟一些国外的番剧, 国内的一流动漫制作公司作品相比,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再考虑到腾达集团为代行者学院投入的大量资源, 以及内容产出的速度。 这个项目似乎还行。 能亏? 裴迁迁掐指一算, 上次吴川来找自己正式敲定代行者学院的事情是在去年的十月底, 纳摩正式开始制作应该是在十一月初, 到现在差不多是两个月出头的时间。 两个月才搞出来一截。 十分钟? 那这效率可真是够感人的。 当然, 赔钱完全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 反而觉得吴川钱的很好。 就得是这样的员工多一点, 才能赔钱啊。 就算是之后流程熟练了, 制作速度加快了, 这效率顶多也就翻个倍吧。 一个月一集, 不能再多了。 结果一集才十分钟, 这播放量就算上天, 又能有多少钱。 代行者学院, 既然是个短剧动漫, 那就必然跟继任者一样, 只能去跟视频网站谈合作, 要磨一口价买断, 要磨根据播放量和热度来算分成。 但代行者学院, 可不如继任者啊。 继任者, 现在再怎么挨骂, 他好歹也是个高标准的大制作, 里头还有陆之谣这些影帝们的客串, 能唬住爱丽岛网站。 而代行者学院, 何德何能? 顶多也就是跟其他的国漫一样的待遇。 到时候, 不论是买断还是分成, 赚钱都不会太多。 再考虑到这个制作周期, 这个质量。 文。 当然还有一点必须考虑, 就是代行者学院的剧情。 裴谦觉得, 这个剧情还可以, 算是很好的复现了原著, 总之就是用GOD中的英雄角色做背景, 讲一群代行者, 也就是玩家的搞笑日常, 很多梗都用了现实中流传比较广泛的梗, 也自创了一些笑点, 拿来做吃饭时的下饭视频, 是绰绰有余了。 但要说特别特别精彩吗? 也就那样。 总之这是一部剧情和品质都还不错的动漫, 但时间, 投入, 更新频率等因素, 决定了它, 肯定不可能大火。 那就让人放心了。 行, 我觉得挺好, 直接播吧。 裴谦把平板电脑递了回去, 吴川愣了一下, 这就播吗? 裴总您不再提点意见, 改一改了。 裴谦摇了摇头, 这有什么好提意见的, 我对这方面不太懂。 你们都是专业人士, 肯定做得比我好。 再说了, 我以一个资深爱丽导观众的角度来看, 拍得挺好。 作为下饭视频, 完全没有问题。 既然质量已经到这了, 那就完全没必要再更进一步了。 抓紧时间, 快才是硬倒脸。 裴谦努力向吴川灌输差不多就行的理念, 希望带行者学院的质量能就此打住, 千万不要再拔高了。 就算有什么小问题, 也千万不要再改了, 差不多就行。 吴川点了点头, 好的裴总, 那就按您说的办, 我这就去联系视频网站。 那么, 这个代行者学院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收费模式呢? 买端制的话, 恐怕我们第一次做动漫, 价格不会很高。 赔钱大手一挥, 这个好办, 你去找黄思博, 再去跟爱丽导网站谈, 还是跟, 继任者一样, 按照播放量, 评分等因素来算分成。 但是跟, 继任者还是得有点区别, 评分的影响因素尽量低一点, 总播放量和总观看时常的影响因素高一点。 陪签琢磨着, 带行者学院本身的制作水平尚可, 虽然比不上国内一些最顶尖的动画电影, 但在爱丽导网站的国产东漫板块里, 倒也算得上是上架。 再考虑到, 高奥赌玩家们对这个题材的偏爱, 以及搞笑类短剧, 可能天然地就沾光, 这评分很可能不会低, 跟, 继任者, 面临的情况, 完全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既然如此, 那就把分成的侧重点, 往总播放量, 尤其是总观看时常上倾斜一下。 就按, 带行者学院, 这归宿的更新频率, 这如绣花针一般, 短小精悍的长度, 一个月十分钟的正片, 能有多少播放量。 就算播放量不错, 那总是常总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 吴川愣了一下, 不过还是没说什么, 点了点头, 好的裴总, 我这就去安排。 目送吴川离开, 裴千不由得有些小开心。 双喜临门啊! 继任者, 上周末又播了两集, 梦畅那边的宣传资源也在一直往里砸, 但情况还是没有任何的好转, 评分上下播动, 但总体来看还是非常的低迷。 现在趁热打铁, 代行者学院再上了, 就算口碑不错, 但只要赚不到钱, 那就一切好说。 这磨算起来, 终点中文网的灵感班, 三个版权改编项目, 两个亏钱, 一个赚钱。 赚钱的只有涌舵轮回, 这完全可以接受。 毕竟有回头是暗的火爆在先, 又是腾达游戏, 部门开发的, 赚钱情有可原。 更何况, 自己还收获了于飞这个主设计师, 安排了胡显兵, 一来一回, 算是不亏。 这磨一想, 还是挺乐观的嘛。 1月9日, 周三下午, 欧图科技新品发布会。 地点还是老地方, 绿洲四季酒店的宴会厅。 很多科技媒体的记者, 以及腾达的粉丝们, 早都已经到齐了, 现场坐无虚席, 甚至还有莫拿到票, 站在门口观望的。 发布会还没有正式开始, 所以场地内的观众们, 都在议论纷纷, 对这次欧图科技将要发布的新品, 充满了期待。 啊, 又到了一年, 哦不, 半年一度的常总单口向上专场了, 不知道这次常总, 又要给我们大家, 整一个什么活呢? 上次的智能健身量衣架, 我给99分, 少给一分, 是怕常总骄傲。 确实, 感觉智能健身量衣架的整活程度, 应该已经是巅峰水平了, 很难再有这样划时代的产品了, 这次只要能不退步就行了。 话说回来, 上次的智能健身量衣架, 整个发布会都看完了, 我都以为是在整活。 莫想到最后, 竟然真的卖爆了, 还断货了一段时间, 就离谱。 但愿这次发布的东西, 占地方小点。 那个智能健身量衣架我确实挺眼馋的, 但是家里实在没地方放了。 嗯, 我觉得你的期待很可能会落空, 据我观察, 欧图科技出的新品, 一定都是出人意料的东西。 如果你已经有了希望这东西小点的期待, 那到最后, 一定会事与愿违的。 也有可能你期待这欧图科技整活, 但厂总偏偏不整活了呢? 那些没有在聊天的观众, 则是有些无聊, 因为大屏幕上的内容, 和之前一样, 还是欧图科技智能新品, 和智慧生活, 健康生活, 便捷生活, 高效生活等关键词, 完全没有透露, 任何新品的信息。 不过, 这也让整个发布会显得更加神秘, 更加让人期待了。 请大家抓紧时间落座, 并保持安静, 发布会马上开始。 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EAS的电子音从音响中传来, 现场的灯光逐渐熄灭, 场内的观众们也全都安静了下来。 大家好, 我是常友。 欢迎大家百忙之中, 来到欧图科技智能新品的发布会现场。 我代表欧图科技的全体同仁, 向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听到常友熟悉的声音, 现场的观众立刻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长总! 半年不见可想死你了。 长总今天要整什么火? 尽管来, 我承受得住。 赶紧报价格, 报完我就下单了。 咦? 长总人呢? 掌声和欢呼声过后, 现场的观众们才发现有点不对劲。 怎么指纹其声? 未陷其人啊? 常友确实跟观众们打了招呼。 然而台上空空如也, 台下也莫看见他的身影。 大部分观众都陷入了沉默, 只有少数人想到了一件事情, 哑然失笑。 紧接着, 大屏幕上出现了画面, 一座无人的海岛上, 海风吹拂, 近处有几棵椰子树, 还能看到沙滩和时而掌落的潮水。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常友穿着一身受苦旅行训练用的衣服, 正对着镜头向大家问好。 跟上次相比, 常友的精神好了很多, 但明显黑了, 也瘦了。 现场的观众们迟疑了一下之后, 随即哄堂大笑。 哈哈哈哈, 什么鬼啊? 长总你这是在哪啊? 我就说嘛, 之前乔老师的直播我看了, 里头就有长总啊。 这是刚从室内训练场地, 换到室外场地了, 是一座无人海岛啊。 好家伙, 常总一边受苦, 一边还得加班, 给我们讲单头相声, 可太不容易了。 我强烈建议, 给常总多一个月的带薪休假, 在岛上多玩一个月。 直接在发布会现场, 搞线上发布会可还行。 这次连产品都没公布, 就开始整活了。 也不能说是整活。 我相信, 常总比我们任何一个人, 都更想亲临现场。 那是想亲临现场吗? 只要能不在这个海岛上受苦, 常总肯定是去哪都愿意啊。 常总未免也太拼了, 受苦就好好受苦嘛。 发布会这种事情, 偶尔让江源来开一次, 也没关系的。 那不行, 我们听的, 就是常总的单口相声, 没有常总的发布会是不完整的。 江源? 你以为江源就不在那个海岛上吗? 哈哈哈哈也对啊, 他俩是一起去的。 看到常有的状态, 观众们全都绷不住了, 感受到了浓郁的欢乐氛围。 要是其他的公司遇到这种情况, 肯定要模式发布会换人, 要模式安排常有提前坐飞机赶回来。 看到此消息的, 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但腾达就不是, 直接搞了个连线的方式, 把直播的设备, 运到了那边的海岛上, 然后让常有, 来远程开这个发布会。 反正这个项目, 是常有去受苦之前, 就已经开发了七七八八了, 常有对项目本身很了解。 而且, 这次发布会的, PPT内容, 都已经做好了。 常有只要准备准备就能讲, 还可以顺理成章地逃避一下午的受苦, 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 常有有些无奈地说道, 说实话, 我也没想到, 会在这种情况下, 跟大家见面。 这个事情, 还要从受苦旅行说起。 简单地, 把自己到受苦旅行的经历讲述一番之后, 现场再度爆发出笑声和掌声。 不过常有也莫讲太多, 毕竟整个发布会限定一个小时之内讲完, 他得把空时间, 争分夺秒。 很快, 常有的视频, 切成了一个小窗, 放到了大屏幕的角落。 大屏幕的主体部分, 则是出现了发布会的相关内容。 好的, 让我们直接进入, 这次发布会新品的价格环节。 入门套餐5800, 进阶套餐6800, 豪华套餐9999。 随着常有的讲解, 屏幕上出现了三种不同套餐的价格。 看到这熟悉的漏看两小时环节, 观众们又笑了。 对劲对劲, 就该直接公布价格。 这个环节之后, 我们就可以没有任何包袱的看整活了。 这次的价格更贵了, 上次的智能健身量一价, 才卖4999, 这次价格又提升了。 入门版就得5800, 豪华版直接干到1万块了。 所以, 这次会是什么新品呢? 我很想不走程序了, 直接说打扰了, 但还是先猜猜看具体是什么东西吧。 如果是85寸以上高端电视之类的东西, 卖到这个价格, 那还是可以接受的。 常有病, 没有在这个环节停留太久, 继续进入了看图猜物的部分。 大屏幕上出现了产品的具体尺寸, 130厘米乘130厘米乘115厘米, 占地面积1.69平米。 后边还有个括号解释, 不同套餐的尺寸有一定差异。 这个宽130厘米主要是考虑到了 整套设备中带于屏显示器 或者三屏显示器的宽度。 如果采用不同方案的话会有差异, 可能长一些,也可能短一些。 看到这个尺寸, 众人更困惑了。 比智能健身量一架小很多, 但这个尺寸, 还是不像什么正经产品啊。 为什么不同套餐尺寸, 还会有浮动? 看起来, 这个套餐是很多产品拼在一起的, 根据不同产品的尺寸, 套餐的尺寸, 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紧接着, 常有所在的小窗画面影去, 屏幕上开始播放视频。 但是让人感到很疑惑的是, 这个视频看起来并不像是宣传片。 因为宣传片嘛, 肯定是画面特别细致, 风景特别好, 里边也全都是俊男美女之类的。 但这个视频的清晰度却非常差, 似乎是一个车内的场景, 入境的, 也是一个其貌不扬的普通人, 看起来就像是某个车载摄像头拍摄的粗糙画面。 电子音响起, 身份验证成功, 请起步, 按照语音提示完成考试。 未在安全带, 考试结束, 成绩不合格。 视频中的大哥左看看, 右看看, 满脸都写着疑惑。 他还特意检查了一下自己旁边的安全带, 莫问题啊, 这不是扎好了吗? 于是他把头往右看, 伸出窗外, 似乎是想寻求考场工作人员的帮助。 就在这时, 车外传来考场工作人员的声音, 五十四号考生, 你坐在副驾驶干石磨。 看到这一幕, 现场立刻爆发出哄堂大笑。 笑死我了, 最快挂客。 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呢, 刚开始还以为是镜像, 结果他其实是坐在副驾驶啊。 安全带确实扎好了, 但是主驾驶莫人啊。 哈哈, 还问坐在副驾驶干石磨? 还没驾驶证, 当然做副驾驶啊。 别闹, 这肯定是新的考试项目, 考副驾驶证的。 紧接着, 视频中开始出现更多驾考, 迷惑行为大赏。 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 歪了十万八千里, 教练站在外面, 看着生无可恋。 倒库的时候, 在库边上放满了手机, 结果一辆教练车倒库的时候, 直接闸了上去, 其他的学员们赶忙跑过来, 从车轮底下抢救手机, 然而却失败了。 有人在后车大厅闭着眼睛, 双手拿着一个不锈钢脸盆荡方向盘, 左脚右脚交替做出踩踏板的动作, 似乎是在凭空回忆开车技术。 此外, 还有把驾校外墙撞他的, 把车开到沟里去的, 倒库把驾校教练追得上述的, 驾校教练十个学员挂了八个一脸生无可恋的。 总之, 各种学驾照和驾考时的奇葩录像全都有。 而且, 这可不是特意拍的宣传片, 全都是从网上找到的真实录像。 你还在为驾考而感到折磨吗? 你还在因为怕被教练骂, 而不敢去训练吗? 你还在为练车排队时间太长, 没办法掌握更好的倒库技巧而烦恼吗? 你还在担心不小心把教练车撞坏, 要赔钱吗? 欧图科技新品, 安全文明驾驶模拟器, 将会解决你的全部烦恼。 宣传片播放完毕之后, 常有的画面再度出现。 常有解释道, 上次的智能健身量一架发布会之后, 大家纷纷给我们留言, 说, 虽然也很希望看到我们整活, 但整活归归整活, 还是得拿出来点真正有用的东西。 所以, 我们痛定思痛, 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智能新品, 安全文明驾驶模拟器套装。 这套安全文明驾驶模拟器, 采用了最高端的直驱电击方向盘, 全金属微动踏板, 全面模拟真实脚感, 功能极为丰富。 常有开始介绍这款套餐的每一个部件。 直驱方向盘, 支架, 座椅, 液压手刹, 脚踏板, 操作台, 记忆力座椅等等。 对于三重套餐的区别和差异, 也做了详细的说明。 安全文明驾驶模拟器套装, 让你足不出户, 也能掌握熟练的驾驶技术。 不论是从没碰过车的人, 正在努力考取驾照的人, 刚考完驾照, 但不敢上路的人, 或者是已经开了很多年车, 但仍想进一步提升驾驶技术的人, 他都是你的不二之选。 接下来, 我们会努力和各大驾校展开合作, 争取让全国的驾校都铺满安全文明驾驶模拟器, 彻底跟除大家学车男的苦恼。 下面的观众, 虽然还是很给面子的在鼓掌, 捧场, 但这个产品一出来, 明显大家的热情都不是很高。 尤其是在听到常有说, 这个模拟器套装把驾校也当成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客户群体之后, 现场不感兴趣的人就更多了。 发布会还没开完, 已经有人在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了。 今天的发布会不太行啊, 前半段挺有意思, 尤其是看到常总在海岛上亮相, 太有意思了, 但后半段感觉莫啥感觉啊。 是啊, 单论整活程度来说, 智能健身晾衣架已经达到巅峰了, 想要超越确实很难。 更何况, 这次的产品本身有点太正经了, 没有智能健身晾衣架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以正常的画风来看这款产品呢? 前边那个宣传视频还挺有意思的, 真莫想到学驾照对很多人来说这么难。 但是模拟器再怎么说跟真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玩意真能对学驾照有帮助。 要说一点没有, 肯定是不客观。 但我觉得, 有和没有应该差不多。 我觉得以正常商品的角度考虑也不大行。 这价格也太贵了, 占地面积又这么大, 一般人应该买不起吧。 喜欢玩驾驶模拟器的肯定会卖。 国外的直驱方向盘比这个至少贵个40%以上啊。 一些大牌子, 甚至价格都翻倍了。 欧图科技有腾达生态, 做的这个方向盘肯定是卖爆了的。 但问题在于, 这个套餐方案不太行啊。 里边这个操作台有啥用? 现在大部分的模拟类驾驶游戏, 用盘面上的按钮, 就足以胜任了。 花钱买这个操作台, 没石膜卵用。 感觉有点不上不下的, 一般玩票性质的, 买个大厂的力回馈方向盘就够了。 两三千块, 选适配主机上的游戏。 真要是发烧友, 肯定早都有自己的直驱, 方向盘了。 总不能卖了再买这个吧。 也就是, 对一些新入坑的驾驶模拟器玩家来说, 有吸引力。 但这个群体, 未免也太小了。 确实, 竞速类游戏里, 纳摩多用手柄, 键盘玩的, 真用方向盘的都是少数, 更何况, 还是这摩一整套设备了。 不是还有驾效吗? 那就更不可能指望了。 确实有一些驾效有模拟器, 但一家驾效, 顶多也就够入那么几台吧。 而且, 驾效的模拟器都是坑爹的, 显示画面那么小, 操作起来跟真车也有很大差距。 说白了, 驾效的那些模拟器, 单纯是因为招的学员太多, 真车根本练不过来, 很多学员为了练车排队时间太久, 所以, 驾效才一拍脑门, 想出这么个点子, 让新学员先去练模拟器, 表面上是说让你更好。 上手真车, 实际上都是妥协之后的无奈之举, 就是为了分散人流量, 让你报了名之后, 哪怕轮不到学车, 也能有点失作。 卖给驾效, 肯定是能卖出去一部分的。 只要这模拟器, 比市面上其他的模拟器, 价格更好用就行了。 也不见得, 因为市面上其他的模拟器, 虽然质量不行, 但采购价格低呀。 你这套直驱方向盘的方案, 就奢侈多了。 驾效如果只是, 为了让学员们有点失作, 至于花钱上这么贵的。 一般的小驾校, 肯定舍不得, 也就大驾校不差钱, 才这么干。 不仅是现场的观众在讨论, 直播间的观众也在讨论。 而大家讨论之后的结果, 是差不多一致的, 除了少数一直关注着驾驶模拟器领域, 对这方面有强烈需求的玩家, 对此表示欣喜若狂之外, 大部分普通玩家都觉得, 这玩意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 大部分人都觉得, 这玩意确实可以卖出去一部分, 但主要的受众群体, 是模拟器玩家, 价效, 跟普通玩家关系不大, 而且销量不会很高。 当然, 也有人提到了, 腾达可能会发挥一下传统异能, 给这套设备, 配上一款新游戏。 毕竟智能健身量一架的成功, 健身大作战, 功不可没。 但凭借这一款竞速类游戏, 真的能带火一款最高套餐, 价格接近万元的方向盘吗? 谁都不敢保证, 毕竟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很多国民竞速类游戏, 足够火爆吧? 但那只是游戏的火爆, 对外设的带动, 一点都不明显。 很多人该用键盘, 手柄玩, 还是用键盘, 手柄玩, 也不会专门去买个站地方的方向盘。 所以, 这次发布会的关注度虽然很高, 但最后却没有起到非常热烈的反响, 大家反而更关注, 常有在无人海岛上受苦的情况如何了。 就连很多来到现场的科技媒体, 在写稿件, 以及做视频规划的时候, 也全都把焦点击中在了常有一边受苦, 一边远程开发布会的这个事情上。 而没有对发布会上发布的具体产品, 有太多的侧重。 1月10日, 周四, 陪迁在墨语网咖一边, 吃着早餐, 一边刷手机, 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闻。 嗯? 欧图科技那边的新品发布会, 昨天已经开了。 常有远程开发布会整活, 外设产品似乎反响一般。 好啊。 陪迁简直是喜出望外。 这两天, 他一直在为下个月结算的事情而发愁, 都莫怎么关注两个游戏部门和欧图科技那边的情况。 因为世界赛后GOG的营收又在涨, 房产中介模拟器和过山车等项目的成功又让腾达有了更多的赚钱渠道, 这让陪迁感受到了压力。 好在陪迁已经学金了, 这个周期他至少还有三四种不同的突击花钱手段可用。 不过, 这些手段具体如何运用, 还得仔细考虑一番。 之前我每次欧图科技的发布会我都看, 结果看完之后都火了, 这次我恰好错过了, 然后就反响拼拼。 难道说, 真是我的问题? 我只要一看就出事? 现场看出大事, 直播看出小事, 不看就不出事? 不不不, 这怎么可能, 玄学思想要不得? 陪迁很快打消了这种念头, 仔细看了看, 网友们对欧图科技新品的评价。 一些热衷于玩模拟器的玩家们, 确实是欣喜若狂, 毕竟这个价格的直驱方向盘, 真是太香了, 其他配件的价格, 相比国外品牌也是大侃, 在考虑到欧图科技背靠腾达, 品控, 售后, 配套软件, 这些都不会差。 发布会刚开, 产品还末, 正式发售, 就已经一跃成为方向盘这个领域最香的产品。 但问题在于, 这部分玩家群体, 在整个玩家群体中, 终究还是比较小众的。 欧图科技那边, 肯定还是遵循了裴总的一贯指示, 使劲备货。 备货越多, 全都压在仓库里, 卖出去的特别慢, 这不也能占下一大笔资金膜? 裴谦很高兴, 看起来终究还是有个好消息的。 又刷了一下爱丽岛网站, 看到, 代行者学院, 在翻具板块的专属宣传页。 飞黄工作室那边, 已经跟爱丽岛网站谈妥了, 跟, 继任者, 不同。 这次的分成, 主要是看播放量和播放时长这些因素。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输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虽说, 继任者, 目前口碑相当扑接, 但飞黄工作室, 跟爱丽岛网站, 毕竟是有过长时间的合作关系了。 而且, 代行者学院, 又能蹭到GOG, 天然就有不错的关注度。 所以, 爱丽岛网站那边, 还是给到了不错的分成。 但分成的前提是, 这个动漫, 不仅口碑过得去, 播放量和播放时长, 还得很长。 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明天晚上, 代行者学院的第一集就会播出, 但下一集嘛, 鬼知道要猴年马月去了。 毕竟以飞黄工作室动漫组的这个效率, 在考虑到, 代行者学院援助的字数, 妥妥的有生之年系列。 陪迁甚至能脑补出第一集上映之后的谈幕了, 肯定是满屏的短小无力。 1月11日, 周五, 飞黄工作室动漫制作组。 黄思博跟吴川两个人正在忙, 代行者学院上映播放的相关事宜。 继任者, 那边的情况基本上也就这样了, 这个周末就全都播完了, 只不过这剧集的评分和播放量一言难尽。 按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继任者的扑接怕是板上钉钉的了, 以播放量和评分为标准来分成, 妥妥地收不回前期投入。 当然, 继任者也并不是每一集都特别低迷。 后面陆之谣等几个影帝龙套出场, 以及几个大场面出来的时候, 播放量和谈幕量都有所提升。 但总体而言, 还是没有对整个剧集的评分产生太大的影响。 就算评分有波动, 基本上也就是0.1或者0.2这种波动, 评分始终在6分上下徘徊。 这也没办法, 因为继任者的评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已经完全谈不上什么公正, 客观了, 完全变成了两拨人的战场。 一些人无脑打高分, 另一些人无脑打低分。 援助党们越是想打高分, 把评分往回拉一拉, 黑子们就越是要打低分, 把评分再拉下去。 于是, 继任者就变成了一星和五星特别多的C字型评分, 也就是俗称的标准营销烂片评分。 一般的烂片都是L字型评分, 也就是大量的一星差评, 但营销型烂片因为有水军的存在, 所以刷了很多五星, 但这也依旧改变不了贪烂的事实。 所以, 这个C字型的评分也被嘲笑了很久。 黄思博已经不管继任者, 那边了, 最近一直在帮吴川安排代行者学院这边的事情, 因为他上次去找了孟畅之后, 已经心里有底了。 继任者, 接下来火不火, 其实跟宣传方已经一点关系都没了, 全看尤克拉亚那边的大选结果如何, 所以, 仇也没用, 等就是了。 与其为了这种事情而纠结, 倒不如多想想怎么把代行者学院做好。 就算计任者失败了, 只要代行者学院能够成功, 那么, 终点中文网作者灵感班的项目, 就是两个成功, 一个失败, 听起来也就算是相当过得去了。 毕竟版权改编这个事情, 本身就是高风险的事情, 成功率能有六成多,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但如果代行者学院也铺接了, 只剩下三成多的成功率, 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虽说能改编对于作者们来说, 已经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了, 即使在改编失败的情况下, 灵感班也依旧对他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但在外界看来, 这无疑是对灵感班和飞黄工作室的一次重大打击。 跟爱丽岛网站的合作都已经谈妥了, 今天晚上就可以开播第一集。 黄思博显然还有点担心, 我们定的这个播放策略, 应该没问题吧? 你跟裴总确认过了, 对吧? 吴川点点头, 黄哥你就放心吧。 裴总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裴总说, 作为下饭视频质量到这就够了, 一定要抓紧时间播, 快才是硬道理。 裴总还说了, 跟爱丽岛网站谈合作, 要按总播放量和总播放时长来算钱。 这不是恰好说明了, 裴总从敲定这种制作方法时就已经规划好的吗? 而且这种制作方式刚开始做素材慢, 可一旦素材都制作得差不多了, 之后的速度就会很快。 亮大广宝显然是我们的独特优势。 一天一集, 用腹泻式更新杀出一条血路。 黄思博点点头, 嗯, 裴总点头了就好。 在刚开始规划这个项目的时候, 吴川考察了很多的动漫公司, 然后去找裴总汇报。 结果裴总全都不满意, 提出要用游戏建模, 动作捕捉, 及时演算的方式来制作。 吴川有点不解其意, 但还是, 严格按照裴总的要求, 组建团队, 挖人, 开始带新者学院的制作。 不得不说, 刚开始起步, 确实非常困难。 因为, GOT中的游戏建模, 虽然也很精细, 但很难, 直接用到动漫制作中。 组建团队之后, 吴川除了让编剧团队花功夫改剧本之外, 还组织人手, 对动漫内所需的模型, 和各种美术资源, 进行了大改。 当然, 游戏部门和GOT项目组那边, 也帮了一些忙。 把这些资源, 全都搞了个七七八八以后, 吴川这才, 开始着手进行动漫的制作。 有了这些资源之后, 就简单多了, 反正都是及时演算, 用动作演员做动作捕捉, 一集才十分钟, 一天时间连动作捕捉, 带上后期制作, 快的话能做一集多点, 慢的话, 也能保底出一集。 这样算下来, 五天工作日出七集, 只要大家效率高一点, 应该是没时磨问题的。 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吴川才决定, 按照裴总的要求, 进行腹泻式更新。 裴总对代行者学院的定位相当准确, 它就是一个下饭视频, 莫必要精益求精搞得那么细致, 最重要的就是量大管保。 一周一集, 精益求精, 还是一周七集, 保证基本质量, 显然应该选择后者。 在跟爱丽岛网站坛合作, 进行前期宣传的同时, 拍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之中, 到现在, 已经拍出来三集了。 吴川决定, 从代行者学院首播开始, 一天一集, 更新量直接拉满。 网文作者们不是都普遍日更吗? 作为一个网文的漫改作品, 当然也要发扬这种风格。 在很多番剧都是周更甚至月更的时候, 一个能够保持日更的动漫, 肯定能让观众们大吃一惊。 一月十三日, 周日深夜, 裴谦顶着两个黑眼圈, 一边刷着手机, 一边打了个哈欠, 熬到十四号的凌晨零点。 我就不信了, 田公子说, 十三号会有事情发生, 这十三号明明都快过了, 哪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就觉得, 田公子这晚如被盗号一样的神棍发言有点问题, 这十三号, 哪有什么大事发生啊? 我都等了一天了。 算了, 网友们会替我骂他的。 裴谦刷了一下爱立岛网站, 看到继任者的评分仍旧是在六分上下徘徊之后, 放心了。 昨天周六的时候, 继任者最后两集联播已经全都播放完毕了。 这两集的信息量可以说是非常大, 倒数第一集为之前菲尔制造的公共安全事件进行了收尾, 倒数第二集则是非常详细地讲述了 菲尔登上超级英雄权力巅峰的场景。 整个公共安全事件大概花了两集半的时间来讲述, 占用了整个剧集相当重要的篇幅。 这是菲尔做过的最丧心病狂的一件事情。 这次的公共安全事件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 而菲尔则是借此机会拉下了之前在最顶端的超级英雄们成功上位。 上一集,观众们才刚刚看到了菲尔通过一个阴谋, 制造大量平民伤亡, 以不光彩的手段除掉了许多碍事的超级英雄, 双手沾满了鲜血。 下一集,菲尔已经在大量支持者和民众的簇拥下, 宣布自己的胜利, 以道貌黯然的姿态向所有民众宣示将履行自己的职责, 并登上象征着超级英雄最高权力的宝座。 这种反差,成功延续了继任者之前一直给观众们带来的不适感, 也可以说是整个继任者故事中情绪的最高峰。 菲尔赢了吗? 赢了,而且赢得相当彻底。 如果站在菲尔的角度来看问题, 以城王败寇的视角来看问题, 他铲除了一击,骗过了民众, 成功攫取了属于超级英雄的力量。 但如果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看问题, 抛开城王败寇的纯功利视角, 菲尔这个人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垃圾, 没有任何令人喜爱或欣赏的美德。 送福利去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总之,没有烂尾, 这个结局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符合绝大多数观众的预期。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继任者, 评价的两极分化情况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 接受这个故事内核的人对他高度评价, 不接受这个故事内核的人仍旧恨不得给他打赋分。 现在整个剧集已经播完了, 又经过了周日一整天的发酵。 裴谦觉得, 评分差不多可以尘埃落定, 改观定论了吧。 就算刚出最后一集的时候, 还有一点讨论的热度, 观众们又吵了几句, 但现在, 热度明显已经降下去了, 爱立岛网站上对于继任者的宣传资源肯定也会撤下来了, 后续应该不会再有大量的新观众涌入。 在这种情况下, 继任者的口碑还能翻身? 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吧? 唯一的变数, 也就是田公子那个令人担忧的神棍式预言了。 所以, 裴谦应试等过了整个的13号, 一直到14号的零点。 又刷了刷, 继任者的评分, 以及网上的评价和新闻, 莫发现有什么变化。 爱立岛网站上, 田公子的那条预言还在挂着, 有不少人一过了零点, 就去挖坟了, 对田公子一顿嘲讽, 但田公子不知道是睡了还是装莫看见, 总之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似乎是在装死。 呼, 虚惊一场, 我就说这么大的优势, 怎么可能一天时间说翻盘就翻盘, 那是不可能的。 虽然这一天提心吊胆的, 但能看到田公子翻车, 直了, 裴谦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去了。 1月14日, 周一上午, 裴谦一直睡到十点多钟才起床, 主要是昨天提心吊胆地睡得有点晚了, 今天的天气不错, 又睡得很舒服, 所以比平时起得稍微晚了一点。 起床洗漱过后, 裴谦着摸着, 马上就到中午了, 干脆直接点个墨鱼外卖, 吃完饭再去公司转转。 等外卖的时间, 裴谦又习惯性地拿出手机, 打开爱丽岛网站, 刷了一下继任者的评分。 嗯? 不太对吧? 看到这个评分, 裴谦愣住了。 他以为是自己还没睡醒, 或者是打开网站的方式不太对。 关掉, IP进城, 又重新点进去看了一遍。 没看错, 继任者的评分, 已经从昨天晚上的六分左右, 暴涨到了六点七分。 虽说六点七分的评分, 仍旧显得很寒酸吧。 但这重评分增长速度, 显然是非常不正常的。 睡了一觉, 就涨了零点七分。 那再过几天这评分不得上天了?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裴谦慌了, 直觉告诉他, 昨晚高兴得太早了。 这个评分, 显然跟田公子脱不开干系。 裴谦赶忙点开继任者的评论区, 查看最新的评价。 神作不解释。 对不起崔老师, 我之前还嘲笑过你。 现在看来, 幼稚的原来是我。 我这, 就去改评分。 你们笑, 继任者里的人物详志。 崔老师告诉你们, 继任者里不仅没降止, 反而还把他们的智商拔高了。 小说需要逻辑, 但现实不需要。 我原本以为, 继任者, 从小说到网剧, 都是爱搞笑的。 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这是不折不扣的神作啊。 崔老师对不起, 小丑竟是我自己。 改评分啊, 这样的神作, 不给个满分评价, 我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诸如神作, 神预言, 五体投地之类简单的评价。 从最新评价的这一页刷过去, 满满的全都是满分评价。 怪不得短时间之内, 评分就被拉高了那么多呢。 有很多之前打了低分的观众, 跑过来改成了满分评价。 还有很多压根墨看过的观众, 也跑过来给打了满分。 这评分涨得能不快吗? 但裴谦还是很费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口碑一夜之间, 就全都反转了? 他赶忙又找到田公子的那条动态, 发现挂在前面几个冷嘲热讽的评论, 基本上都还在, 毕竟赞数高, 权重高, 短时间内还没有被刷下去。 包括那个说, 继任者, 下个月火了, 就倒立拉西的, 也仍旧在热评前列。 只不过最新的回复, 已经清一色地, 变成了兄弟给个直播间防号, 和兄弟直播之前先吃剑尾消失片。 而按照时间排序看最新回复, 这边的画风, 也跟, 继任者的影评区一样。 之前的质疑声, 全都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边倒的吹捧。 田公子, 永远的神, 这都能预言到, 简直太牛逼了。 你比崔老师还懂, 继任者, 啊, 刚开始那些, 说田公子蹭热度的人呢? 出来, 道歉, 这才是田公子真正的风神之作。 之前的那些视频, 虽然内容丰富, 但现在看来, 还是有点肤浅了, 并没有超出一个优秀UP主的范畴。 但现在不一样了, 田公子一跃成为预言家, UP主的身份发生了质变。 我在想, 田公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到底是怎么做到, 把两件看似毫不相单的事情, 联系在一起的? 怎么会在国内很少有人关注的情况下, 察觉到这件事情, 跟, 继任者的深层联系? 不说了, 只剩膜拜, 可能这就是真正的大佬吧? 这就去给, 继任者, 打满分评价, 再把全集追一遍, 这样的神作却实不该被埋没。 非要说的话, 田公子在时间把空上还是出了点问题的, 说的是13号, 但其实14号热度才起来。 这你就不懂了吧? 田公子说了是13号, 但莫说是哪个地方的13号啊? 尤克拉亚当地时间13号, 那也是13号。 总之, 对于大佬, 我只剩下的敬佩, 这就去把大佬之前所有的视频全都散联一下, 以示尊敬。 看到评论区的这一篇异美之词, 裴谦更无语了。 这是要上天的节奏啊。 原本指望着, 继任者, 扑街, 田公子人设崩塌, 双喜临门啊。 结果现在变成了, 继任者, 口碑突然爆炸, 田公子靠着一条动态风神, 对裴谦来说, 双喜临门变成了双鬼拍门。 不过从这些网友们的回复中, 裴谦也总算是寻找到了蛛丝马迹。 为时摩会有人提到尤克拉亚? 这, 是个国家吗? 裴谦立刻搜了一下尤克拉亚的关键词, 然后这一搜, 当场爆炸。 之前还一问三不知的千度, 一下子搜出来了满屏的关于尤克拉亚大选的新闻。 在昨天的选举中, 大瓦西里以六成的选票, 碾压了尤克拉亚的现任总统, 大获成功。 裴谦本来还有点纳闷, 这不就是一个很正常的选举吗? 这玩意纪念一次, 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结果又犯了几个搜索结果, 在看完了几个营销号写的这位大瓦西里的生平事迹之后, 裴谦沉默了。 长相英俊, 出生于富商家庭, 法律专业, 从事传媒领域, 著名演员和主持人, 通过拍摄一部电影, 而成功获得民众的喜爱, 继而赢下大选。 这特摩简直就是菲尔本菲啊, 履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只不过菲尔是通过综艺节目, 而这位是通过电影, 甚至这位老哥上位的过程, 比菲尔还要更加顺利, 更加离谱。 妈的, 这个世界好像是针对我啊, 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而且还真魔凑巧, 裴谦简直是无语了,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脑子里残留的那些记忆, 很多时候不仅莫帮上他的忙, 反而变成了一种没坠, 拖了他的后腿。 因为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有很多时候根本就是失之毫厘, 溜以千里。 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 其实裴谦记忆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但他非常肯定, 那绝对不可能是2013年。 所以, 这种思维就让裴谦压根莫往这个方向去考虑, 结果事情一出来, 裴谦傻眼了。 其实类似的悲剧之前就发生过, 比如裴谦觉得以当前的技术水平根本做不好, 使命与抉择, 可万万没想到, 好死不死地就发生了技术突破, 胆巧了。 这样裴谦自然而然地有了一种 我被世界针对了的错觉。 显然, 这个事情的热度还会继续发酵, 因为实在是太有节目效果了。 各种营销号, UP主们肯定都会看到这个机会, 把这件事情给详细地讲给国内的网友们听。 而在这个过程中, 不论是UP主们主动提及, 或者是网友们自发讨论, 继任者都必然从中收获大量的热度。 在考虑到目前评分暴涨的情况, 口碑全面反转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甚至评分突破9分, 9.5分也不是不可能。 裴谦一脸惆怅, 玩犊子了。 继任者跟爱丽岛签的是分成协议, 播放量和口碑都会影响分成。 而现在看来, 想赔钱是不可能了, 能少赚点, 就谢天谢地了。 裴谦正惆怅着, 突然有人给自己发了一条信息。 一看, 是钱某发来的。 老板, 我顶不住了, 删铁跑路行吗? 我被骂得太惨了, 这铁子留着也行, 但是得加钱。 不用想, 田公子被吹得有多高, 钱某就被踩得有多惨。 尤克拉雅的这个事情一出, 钱某之前的观点就完全被推翻了。 你不是说, 继任者里的剧情降致吗? 你不是说里面的大财团, 超级英雄和普通人都很蠢吗? 但你这, 完全就是以上帝视角来看, 所以你才觉得他们蠢。 可如果在现实中, 没有上帝视角的人, 又如何真的判断一个人是真心还是假意的? 现实中的很多人, 连一些恰犯大V的谎言都拆不穿, 又何谈拆穿菲尔这样, 掌握着超级英雄的力量, 能够随意操纵舆论的人的谎言呢? 一旦钱某攻击, 继任者的理论从根上被瓦解了, 那他的这篇影评, 基本上也就GG了。 裴谦一看, 别说, 这个钱某, 还挺有职业道德的。 顶不住压力了想删铁跑路, 还特意跑过来跟自己说一声。 其实尾款都已经打过去了, 就算钱某一声不吭的删帖跑路, 又能怎么样呢? 几千块钱就让人家挨振磨一顿骂, 甚至就快连整个号都被骂臭了, 确实也是有点过意不去。 裴谦想了想, 就算钱某继续留着这个影评, 也只会被盯在耻辱柱上, 根本起不到降低继任者热度和评分的效果, 反而还会起反作用。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删帖跑路吧, 做人留意线, 日后好相见。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说不定, 以后还有, 再跟这个钱某合作的机会。 于是裴先回复道, 删吧, 我知道这个事情, 你已经经历了。 钱某很快回复, 老板大气, 感谢老板的理解。 老板你也节哀顺便, 恰好碰上这种小概率事件, 确实太倒霉了。 寥寥的几句安慰, 让裴谦甚是感动。 看看, 看看, 我的员工们, 觉悟还不如一个收钱写黑稿的。 这种情况下, 网络上一个陌生人的安慰, 也显得如此的弥足珍贵。 然而下一秒钟, 裴谦刷新了一下钱某的影评, 傻眼了。 钱某所谓的删帖跑路, 并没有真的把影评给删了, 而是直接改了评分, 然后换上了一篇新的影评。 钱某新影评的标题是, 崔老师对不起, 超越时代的神作, 继任者。 这本来是一个异星的影评, 但是在二刷之后, 我决定改评分了。 首先, 我要向崔老师道歉。 之前我说, 继任者的援助就是垃圾, 飞黄工作室非常认真地将它复原了出来。 所以, 继任者的剧集也是垃圾。 我还说, 继任者的剧情完全就是一种智商检测, 里面的角色, 从超级英雄到大财团, 再到普通的民众, 全都详之严重, 整个故事的发展, 根本不符合逻辑, 也根本经不起推敲。 但现在我认识到, 我错了。 应该去做智商检测的人, 应该是我自己才对。 我笑崔老师不懂小说, 崔老师笑我不懂现实。 现在, 我只想用一首经典的诗来赞美崔老师, 满指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 都云作者吃, 谁解气中味。 真的没想到, 崔老师竟然能早在一年前, 就如此有预见性地, 写出这样一部现实主义剧作。 这与蜀木寸光, 直到尤克拉亚选举结束之后, 才后知后觉的, 我完全是不同的境界。 鉴于我之前的影评给, 继任者, 这部剧集, 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决定重新写一部新的影评, 在表达歉意的同时, 也端正态度, 重新为大家解读一下, 这部超越了时代的魔幻现实主义, 剧著, 让它它获得真正客观的评价。 关于现实中跟, 继任者, 相关的那个事情, 我就不多做赘述了。 很多营销号, 和UP主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要做的, 只是以现实中的事件为基点, 重新分析一下, 继任者。 很多人都在感慨, 现实往往比小说更荒诞, 因为小说需要逻辑, 但现实不需要。 当大瓦西里这样一个现实版的菲尔, 真的从演员一下子赢得大选, 成为尤克拉亚的总统时, 我想, 没有人会再去怀疑, 继任者这个故事的合理性,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履历, 简直是一模一样。 从外形到家庭背景, 再到受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 全都高度接近, 唯一不同的地方, 可能仅仅是在于, 尤克拉亚是通过一部电影让人们熟知的, 而菲尔是通过一档超级英雄有关的综艺节目。 其实严格来说, 大瓦西里的路走的比菲尔要更顺, 而且顺得多。 电影是完完全全的虚构, 虽然电影中表达了创作者的思想, 但大瓦西里毕竟只是一个演员而已, 而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非常清晰的。 而菲尔做的综艺节目, 是会直接影响到现实中的超级英雄们的, 本身就是与现实高度相关的节目。 而菲尔在节目中的角色是导师, 这与演员有着本质的区别。 更何况, 菲尔不仅仅是有一档综艺节目, 他还持续不断地在网上点评时事, 点评其他超级英雄的行动方案, 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 他在成为超级英雄之后, 还亲自执行过任务。 虽然他执行的大部分任务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但民众并不知情, 只看到他妥善解决了危机, 救助了民众, 惩治了犯罪。 除此之外, 菲尔还认真分析了黎明氏的情况, 找到了自己粉丝的基本盘和迫切诉求, 并围绕着这一点, 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即使如此, 菲尔的路也走得相当艰辛, 面临着许多大财团和超级英雄们的绞杀, 一步走错可能就是万劫不复, 因为一旦失去了信任, 他所获得的力量就会全部消失, 到时候迎接他的将会是比破产更加悲惨的命运。 与菲尔相比, 大瓦西里在电视台刚一宣布要参选, 支持率立刻就暴涨, 甚至在最后的投票中以六成的优势胜出, 直接跳过了前面的所有阶段。 也有人说, 大瓦西里比菲尔强得多, 这两个人并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但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 以尤克拉亚现在的情况。 你真的觉得, 大瓦西里能力挽狂澜? 是, 在人们心目中, 他再怎么不行, 但只要, 是个正常人, 就肯定比前任做得好。 但这只能说明前任太烂了。 而且, 菲尔成为超级英雄之后, 黎明氏的人们生活也不一定就会变得更差。 有可能, 菲尔为了做表面文章, 还是会切实地去做一些有利于普通人的举措呢? 至少菲尔是战胜了黎明氏的大财团。 至于大瓦西里, 到底是战胜了尤克拉亚的财团? 还是在另外一个财团的支持下, 推翻了现在的财团? 这本身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 第二, 大家觉得菲尔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 这是因为开了上帝视角。 在原著中, 崔老师很多次写到菲尔做的那些可憎, 可比, 可恨的事情, 为的就是清楚地告诉大家,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写这些的话, 如果真有人会错了意, 认为菲尔是个英雄角色, 那可就太搞笑了。 可这种上帝视角也让读者掌握了所有的信息, 而不会真正站在剧中民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民众们看到的菲尔是个什么形象? 虽然有很多对菲尔的指责和攻击, 但他在自己的支持者面前的表现是完美的。 而现在很多人觉得大瓦西里跟菲尔不一样。 请问, 你有上帝视角吗? 你知道大瓦西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还不是只凭着道听途说的一些事迹和他的主张, 就认为他实际上是个不错的领导者。 那么, 你和, 继任者中那些选菲尔做超级英雄的普通民众, 又有什么区别呢? 更何况, 崔老师写, 继任者并不是要抨击某个人, 某个群体, 菲尔其人到底如何, 黎明市的人们, 生活到底是会变好一点, 还是变差一点? 这都不是他要表达的重点。 之所以把菲尔写得这么招人厌, 无非是让大家不要会错意, 降低理解成本而已。 他要说的是, 在这种环境下, 人们无非是从差, 或者更差两个选项中做选择, 某一个人的胜出, 可能并不是因为他足够优秀, 而仅仅是因为, 另一个选项对大家来说更不可接受。 黎明市选出的超级英雄到底是谁? 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黎明市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黎明市的情况永远不可能发生根本上的改变。 菲尔赢了, 或者菲尔输了, 都不重要。 一个大财团起来了, 另一个大财团下去了, 这也不重要。 排名第一的超级英雄是谁? 更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能不能通过表面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 能不能从这个故事中获得一点什么启发? 对于这一点, 我就不展开说了。 不太好说, 大家可以自己领会。 最后, 我想强调一点, 就是关于超级英雄题材。 一直以来, 超级英雄题材的电影横扫全球, 斩获票房无数, 以一种独孤求败的姿态, 进行着意识文化的输出。 诚然, 超级英雄题材电影中有一些价值观是正向的, 是有意义的, 比如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它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 当然是好的。 但, 超级英雄题材真的是完美无缺, 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在价值观上真的无可指摘吗? 恐怕也不是的。 其实在国外, 也有一些反超级英雄的题材出现。 在这些剧集里面, 超级英雄不仅没有保护民众, 反而无恶不作, 表面道貌黯然, 私下里却完全换了另外的一副脸孔。 究其原因, 也是因为现实告诉我们, 超级英雄题材有狠酱的美化和虚假的成分。 超级英雄题材电影, 本身就像是反超级英雄题材中的超级英雄一样, 是经过粉饰, 美化过的。 人们喜爱超级英雄, 顺理成章地喜欢上了诞生超级英雄世界的那个城市, 那个文化背景, 可它真的像大家想象中的纳摩美好吗? 如果真的有超级英雄存在, 它的一切都凌驾于普通人之上, 它具备常规武器无法限制的战斗力, 具备一呼百应的影响力, 纳摩, 它凭什么放弃奢华享受和功名利禄, 始终毫无怨言地为普通人当牛做马? 就全靠超级英雄的良心吗? 个人英雄主义, 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意义的, 人确实应该在一些情况下承担责任, 挺身而出, 但如果片面地强调个人英雄主义, 那就又陷入了另一种误区。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继任者就是站在一个不同的视角, 提出了另外的一种看法和观点。 至于他所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而对于国人来说, 也许答案在某种程度上会存在一致性。 最后, 再次向崔老师表达真挚的歉意, 向飞黄工作室全体工作人员以及继任者表达真挚的歉意。 继任者, 完全可以做成电影, 上映赚大钱, 也可以在国内拍摄, 降低拍摄成本, 减少亏钱的可能, 还能让陆之谣等影帝多拍几个镜头。 但飞黄工作室还是选择到国外去拍摄, 大量启用国外的演员, 影帝们也只能在剧情允许的范围内跑跑龙套。 最终, 继任者以聚集的形式跟大家见面, 冒着巨大的亏损风险, 将整个故事最完美地呈现了出来。 所以, 我再次要向飞黄工作室表达致敬, 你们不断地挑战, 超越自我, 没有固步自封, 而是不断地尝试新的领域, 新的题材, 是国内影坛当之无愧的骄傲。 看完了钱某新改的影评, 裴谦震惊了。 无耻老贼! 你不是说要删铁跑路吗? 有你这样删铁跑路的? 明明就没有删铁, 反而还把自己的友军给卖了, 对敌人举手投降。 你说你, 战场上当逃兵也就算了, 反正正面战场已经全崩了, 留下来也是个死, 逃跑是人之常情, 我不怪你, 但是你不仅举手投降了, 还对着以前的自己人重拳出击? 无耻啊! 这种人, 就该受到所有人的唾弃, 但也不用太生气, 反正在生死存亡的战场中, 这种两边倒的骑枪派, 一定是最不受待见的。 这个钱某之前喷, 继任者, 那魔狠, 被黑子们都推举成意见领袖了, 这仇恨, 已经是拉得满满的了。 你以为自己认怂了? 吧! 继任者, 吹一通, 大家就能忘了, 你的黑历史, 就能原谅你之前的所作所为。 白日做梦, 绝对不可能。 陪千点开影评下面的评论, 寻找网友们对钱某的唾骂。 他自己总不能亲自开口骂人, 但看看网友们的骂, 心情也会舒畅很多。 哼, 想想你之前的影评, 你就是个墙头草, 现在看到风向不对了, 被喷了, 也知道改口了, 早干嘛去了? 你跟田公子的差距, 完全就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完全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一个尬黑的人, 良心又发现了。 咦? 我为神魔要说又呢? 正常, 我记得这个人之前也是把 美好明天, 无脑黑, 结果后来看到风向不对, 又改了影评, 老强投草了。 他何德何能跟田公子相提并论? 他就是一个写影评的, 人家田公子一看, 就是现实中干大事的人, 做视频纯粹是玩票, 拿他俩来做对比, 简直是太欺负人了。 我觉得, 大家也不要太客责了吧,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焰。 确实, 知道认错总比那些死鸭子嘴硬的人好多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 也不能全怪钱某, 他之前的影评之所以能火, 只是因为说出了很多人心里的想法。 那时候, 太多人都觉得, 继任哲里的剧情太扯淡了, 太僵制了, 如果不是现实里, 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恐怕大家还是不会改变思想的。 我也觉得是这样, 俗话说, 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像田公子那样, 能一眼看穿故事与现实本质的人, 终究是极少数人, 大多数人, 都是像钱某一样的水平。 你们骂钱某墙头草, 但那些改了评分的人, 又何尝不是墙头草呢? 大家都是墙头草, 但知错能改, 就是好事。 而且我觉得, 钱某的这篇新影评, 也分析得挺好的啊, 比之前看到的那些无脑吹, 继任者的影评都好。 当然, 不是说不能吹, 它既然是神作就值得吹, 只是之前大部分影评, 都莫吹到点子上而已。 我也是看了影评才意识到, 继任者的故事, 其实是讽刺了两方面的内容, 既讽刺了超级英雄, 又讽刺了现实。 而有意思的是, 超级英雄题材, 其实也是现实的一种延伸, 这个细评起来, 就很有味道了。 总之, 神作不解释, 我们都欠崔老师一个道歉。 之前崔老师加入灵感班的时候, 有多少人不看好他, 都觉得崔老师是去摸鱼, 养老的。 刚写, 继任者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冷嘲热讽, 说一个网文作者, 放弃了自己的强项, 去胡写瞎写, 基本上离铺街也就不远了, 现在呢? 崔老师已经从鸽子巾, 进化成为魔幻线始祖艺文学巨匠了。 不得不说, 这个灵感班确实牛逼, 先是, 永舵轮回, 又是, 继任者, 全都成功了。 最后一个是, 代行者学院, 虽然现在只播了三集, 还看不出什么, 但质量也还不错, 考虑到God的影响力, 也绝对不会铺。 三部版全改编作品全部成功, 而且还是在不同领域, 以不同的方式成功, 太牛逼了。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吹一下飞黄工作室了。 是啊, 飞黄工作室一向是在不断地探索中, 从网络短剧到纪录片, 从电影到网络剧集, 不断地尝试各种新的题材, 新的表现形式。 而且, 每次还都能给我们一种惊喜。 这种探索精神和专业态度, 这时让国内某些只知道拍大男主, 大女主偶像剧圈粉撕钱的公司汗颜啊。 为什么我觉得, 更应该吹一下裴总呢? 据说这三个项目, 都是裴总挑出来的。 继任者, 这部剧集, 更是裴总立牌众议, 投入巨资拍摄的。 如果没有裴总, 乃来现在的成功? 因为吹裴总, 已经是基本操作了。 裴总做出什么事情, 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 所以大家都忽略了吧。 显然腾达集团的一切成功, 都能归结到裴总的头上。 不说了, 继任者, 这样的神剧, 怎么不得三刷, 四刷, 甚至把全集下载下来, 永久收藏。 我这就去刷剧了。 没改评分的, 抓紧改评分啊。 这样一部剧, 竟然悬没过9.5分。 你们这届观众, 是想把自己盯在耻辱柱上, 造一个爱立岛, 用户不懂电影的梗吗? 在一片吹捧声之中, 继任者, 在爱立岛网站上的评分, 直线上升。 有时甚至快到, 莫隔几分钟刷新一次, 都能看到平分的上涨。 裴千傻眼了。 说好的网友们, 对钱某重拳出击呢? 说好的墙头草, 绝对没有好下场呢。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凭什么钱某改了, 影评尬吹一通, 就能全身而退? 而且, 大家还都很宽宏大量地不追究了。 可恶啊, 这根本就不科学。 但是裴千转念又一想, 这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之前喷, 继任者的人太多了, 评分都被拉到六分了, 足以限的跟钱某持同样观点的人是大多数。 就像影评下面的某一条回复说的一样, 这些改评分的观众, 钱的是, 其实跟钱某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既然如此, 那干嘛? 要骂钱某吗? 骂钱某就等于骂自己啊。 一个墙头草确实会被群起而攻之, 但如果大家都是墙头草呢? 那么, 很显然, 墙头草这个行为, 就相当值得被原谅了。 是算了? 没想到, 钱某竟然这样都能全身而退。 那岂不是又变成了, 只有我受伤的世界了? 裴千本来还以为钱某是友军, 毕竟他准备, 山铁跑路之前, 还特意跑过来安慰了自己一下。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个所谓的友军, 转身就狠狠地捅了自己一刀。 关键是他都倒戈了, 敌人还欣然接纳了他, 就离谱。 这种感觉, 就像是原本战壕里, 还有两个人在坚守防线, 结果其中一个人突然跑路投降了, 还对自己这个最后坚持在战壕里的人冷嘲热讽。 太气了。 等等, 不对,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受伤啊。 孟畅不也挺惨的魔? 他提成又没了。 想到这里, 裴千心里突然舒坦了不少。 自己确实挺惨的, 但孟畅也好不到哪去啊? 继任者, 签的是分成合约, 虽然这玩意被封为魔幻线始祖一经典剧作之后, 它的播放量和评分以后肯定会越来越高, 但再怎么说也得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定的时间。 下个周期来钱, 下个周期再说。 但孟畅这提成可是当场就不翼而飞了呀。 要这魔一想的话, 那还是孟畅比较惨。 孟畅可太惨了。 前面两个月都是在月底闹出了幺蛾子, 导致本来有希望拿满提成的两个月提成都腰斩了。 这个月更是因为田公子的事情而原地爆炸, 提成直接清零。 太惨了太惨了。 真是闻者伤心, 见者落泪, 连我都对他同情起来了。 怎么办? 这样连续的重大挫折该不会严重挫伤他的工作积极性吧? 真要是二三十年都还不完欠款, 那也太可怜了。 陪迁其实本来也没打算让孟畅在腾达这捆一辈子, 让他当今年被执行人给自己打几年功, 差不多也就算是改造完成, 可以放归社会了。 相信有了这次深刻的教训, 孟畅应该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既然如此, 要是一直还不完欠款, 那也不是个事。 万一孟畅突然看破红尘, 变得无欲无求了, 那岂不是天大的罪过? 得抓紧时间想办法了, 眼瞅着这个周期的赚钱压力又激增, 得把之前想好的自救方案给抓紧细华落实一下了。 孟畅那边的提成模式, 也得再改进改进, 保护一下他脆弱的心灵。 痛定思痛, 陪迁也不再去纠结继任者的事情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抓紧时间花钱。 其实陪迁之前就已经想好了突击花钱的办法, 只是在观望。 因为他原本还怀着一点侥幸心理, 万一继任者和两个部门的游戏项目都不火吗? 那么这些突击花钱的办法就不全用, 可以只用一两个剩下的留到以后。 但现在这种情况, 不用也不行了, 必须得全用上了。 甚至一些突击花钱的力度还得继续加大。 陪迁打开笔基本电脑, 开始按照自己之前想好的计划, 敲定突击花钱的方案。 等下午, 这些方案完成了, 就把孟畅喊过来, 告诉他提成方案修改的事情, 安抚一下, 省得他受刺激太大, 出现一些精神状况。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此时, 孟畅才刚刚起床, 因为昨天晚上实在太兴奋了, 一直到凌晨三四点, 都还没有睡着。 尤克拉雅那边大选结果, 出来之后的第一时间, 孟畅就已经知道, 尘埃落定了。 之后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能预估出来。 当然, 对孟畅来说, 最重要的是, 钱。 难道这就是还金负债, 一身轻松的感觉吗? 当然, 范晓东那边的钱还莫转过来, 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且前提是, 范晓东这个朋友靠得住, 不会建材起义, 直接捐款跑路, 当场消失。 但孟畅觉得, 这应该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 虽然还没有实际, 还玩所有的债务, 但只要孟畅想悬, 很快就可以还上。 这还是孟畅成为老赖一来, 第一次感到这么轻松, 连睡觉都相填了几分。 至于这个月的提成, 开玩笑, 谁还在乎那点提成啊? 昨天晚上, 孟畅激动得很晚, 都没有睡着觉。 他一边不断地翻看, 各种关于尤克拉亚大选的消息, 一边畅想着自己还完所有的负债之后, 要做什么? 本来已经想好了很多的选项, 但一觉醒来, 梦畅又改变了主意。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还完了所有的负债, 裴总还会不会继续留他做 腾达广告营销部的负责人? 这看起来是个很无厘头的问题, 因为裴总既然对他如此器重, 费尽周折的清传培事宣传法, 显然是将他当成腾达集团 未来广告营销这方面的接班人来培养的。 既然是接班人, 那肯定要继续留在腾达了。 但裴总做事, 一向是出人意表。 万一裴总对孟畅走歪路来钱的方式并不认可, 一气之下把他赶出腾达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 宋福利去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因为孟畅发现, 裴总目前所有的来钱方式都是很坦荡的, 文化产业、实体产业、投资, 在做的事情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至于股票, 炒房之类民显来钱更容易地录走, 裴总是碰都不碰。 而孟畅的收入, 都是在国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搞来的, 在国内根本没有这种搞法。 而即使有, 裴总肯定也绝对不会支持。 那么, 到时候怎么跟裴总解释这笔钱的来路? 如果是以前的孟畅, 绝对不会纠结这个问题。 裴总生气于否观我毛事, 他把我赶出腾达, 我还巴不得呢。 还完了债务, 外边海阔天空的, 我去哪步行? 但现在, 孟畅不这么想了。 他一时到在腾达, 自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尤其是陪式宣传法。 自己现在这个水平, 也就是个半调子, 不能说只学到了陪式宣传法的皮毛吧, 肯定比那个要深入一些, 但距离完全掌握陪式宣传法的精髓, 肯定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屠戎记学了一半, 焉有半屠而废的道理。 这总是会让孟畅联想到, 某些小说中的剧情, 徒弟在师父手下学艺, 结果心术不正被师父逐出师门, 仗着学到的武艺在外面为非作歹, 但实际上学艺不经, 武功本身有着天然的缺陷。 而在类似的剧情中, 这种人的结局, 一般都会特别凄惨。 后机才能勃发, 孟畅非常确定, 一旦离开腾达, 自己绝对没有任何机会再彻底掌握陪适宣传法了。 到时候, 自己就是一个爵士武功学了一半, 有天然罩门的人。 所以, 孟畅陷入了纠结, 他想立刻就还玩所有的负债, 但又怕没办法继续留在腾达学习, 内心非常矛盾。 正纠结着, 电话响了。 范晓冬打来的, 兄弟,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五倍啊, 你的二十万刀, 直接变成了一百万刀。 虽说各重砸七砸八的费用扣了零头, 但那也是实打实的一百万刀啊。 你小子真是太赶了, 不服不行。 我现在真是后悔, 当时也跟着你下了五万刀, 虽然现在也赚了, 可是真的后悔, 没有多下点啊。 范晓冬的声音中, 是隐藏不住的羡慕和激动, 只能说, 还是胆子小了。 但这也莫办法, 人之常情。 范晓冬又不认识裴总, 不可能像孟畅那样对裴总无条件的信任, 把全部身家都压上去来一场豪赌。 不过, 兄弟, 我有个问题, 腾达不可能有这磨大的能量, 还能操控别国大选吧? 这太离谱了, 说什么, 我都不会信的。 显然, 范晓冬在激动之余, 也充满了困惑。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梦畅笑了笑, 腾达目前当然还没有那种能量, 别想太多了。 这次的事情, 完完全全都是裴总的远见和洞察力。 只能说真正的天才, 看问题的眼光, 都不会拘泥于某一个特定的领域, 而是会上升到哲学, 社会学的高度, 处类旁通, 一通百通。 裴总在商业上的成功, 绝对不是一种偶然, 也绝对不仅仅是商业规律的成功, 而是洞悉了深层规律和人性的成功。 有这种眼光, 推测出尤克拉亚大选的结果,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范晓冬感慨道, 裴总真是奇人, 这次我彻底服了, 还有什么事情, 是裴总做不到的吗? 梦畅沉默片刻, 说道,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而以我在裴总身边这磨长时间的观察来看, 他莫做的那些事情, 很可能不是做不到, 而是他不想去做。 电话那头也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显然范晓冬也在感慨万千。 过了一会儿, 范晓冬说道, 你是想, 现在还完所有负债, 还是在拿这笔钱继续投别的地方? 先还债也行, 反正还完了债, 还能有一些剩余。 如果这种成功能一直保持下去, 那这笔钱滚起来无非是个时间问题, 早晚都一样。 还完负债之后, 至少先消掉你被执行人的身份, 现在想出个门都不方便。 梦畅考虑片刻之后说道, 这是不着急, 我还有一些事情, 要去找裴总确认。 有可能我还完负债之后, 就不能再继续留在腾达了。 到时候这些机会, 自然也就没有了。 范晓冬愣了一下, 唯石魔? 裴总不是你的债主吗? 他应该巴不得你早点还钱吧? 孟畅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这就是你不懂裴总了。 算了, 这事也不太好解释, 总之钱还是你先拿着, 等我想好了之后再说。 范晓冬, 行, 看你。 挂了电话之后, 孟畅感觉自己有点击长路路的, 于是点了个墨鱼外卖, 打算吃完午饭之后到公司去转移转。 这个月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宣传继任者, 但现在既然已经大获成功了, 提成也没了, 那对他来说下半个月的工作就无所谓了, 随便摸摸鱼就可以, 不去公司上班都行。 然而, 刚吃完午饭, 就收到了一条来自于裴总的信息。 裴总让我下午三点左右去办公室找他。 这, 是表扬我为继任者做的宣传方案? 还是说, 我在外边搞的那些小动作被裴总给知道了? 梦畅突然有点小紧张。 按理说, 就算是宣传方案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提成也归零了, 肯定也得到月末的时候才会去对方案。 这次月中把自己叫过去, 肯定是有事。 梦畅不敢怠慢, 赶忙起身准备前往公司。 临近下午三点, 裴迁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快速敲打着键盘, 盘算着这个周期的突击花钱方案。 目前, 裴迁手上还留着四张牌可以打。 首先, 正在规划中的腾达总部大楼的建设工程需要大量资金, 这个是不影响结算的, 可以多砸钱。 其次, 这个月还有一个可以延期到下个月结算的项目, 只要想到一个短期内能多砸钱的项目, 并保证在下个月结算前可以正式运营, 就又可以砸出去一大笔钱。 再次, 裴迁手上还有三千万, 也就是周期初始系统资金一半的慈善额度。 最后, 可以自掏腰包十万, 转化成一千万的额外让利额度, 无条件白给。 现在突击花钱的手段多了, 裴迁也就不再像之前一样, 每到快结算时赚了钱都只能躺平了。 完全可以再挣扎一下。 只不过这些方案具体如何去执行, 裴迁还没有特别具体的想法。 腾达总部大楼好说, 把钱强塞给梁清帆, 让他去统筹规划就行了。 慈善额度的事情, 裴迁也差不多想好了。 最开始的慈善额度, 裴迁是直接捐给了母校汉东大学的贫困生们, 后来慈善额度多了。 汉东大学的贫困生们不太够用了, 就捐给了汉东省其他的大学乃至高中的贫困生们。 但很快, 又要不够用了。 因为这些慈善额度基本上是半年就新增一笔, 而且相比之前还会增长。 所以, 裴迁着磨着, 要不连小学生跟初中生们也算上。 而且, 帮助贫困生, 可能存在一定的幸存者偏差现象。 所谓的贫困生, 确实贫困, 但他们都是能上学的贫困生。 那还有上不了学的贫困生呢? 岂不是就住不到了? 虽说是九年义务教育, 但确实有一些孩子, 上不了学的。 既然要把范围扩展到小学生的初中生, 那这个补助的方式也要稍微改一改了。 之前是直接把生活费打到贫困生的校园卡里面, 现在赔钱考虑。 这点钱, 要说捐款建小学, 那是不太够。 但如果给一些小学定点供应一些资源, 那是没问题的。 比如, 给学校里的小学生每人每天一袋牛奶, 总没问题吧? 或者每个学期的期中, 期末给贫困生的孩子发点米, 油、鱼、肉、蔬菜之类的生活必需品。 这样一来, 说不定会有更多贫困家庭会改变主意, 送孩子去读书。 而且就冲着这些生活必需品, 也得保证孩子读完九年义务教育, 因为家长只要还想蹭吃的, 就必须保证孩子继续上学。 汉东省虽然也算是经济强省, 荆州市近几年也发展得很快, 但在很多偏远的农村里, 贫困到令人惊诧的家庭 也仍旧存在着, 而且有很多。 所以, 也不用担心钱莫出花, 慈善额度这个东西再多也不算多。 只是另外的两个突击花钱的手段, 赔钱还没有想好。 一个是跨周期项目应该做什么 能最快地烧钱, 另一个就是那自掏腰包 十万转化成的一千万让利额度, 到底应该砸在哪个产业上影响最小。 正考虑着,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抬头一看, 是梦畅到了。 裴总, 您找我。 梦畅努力地想从裴迁的脸上看出一些信息, 然而失败了。 而裴迁也在观察梦畅的表情, 似乎梦畅的情绪调节得不错。 虽然提成不翼而飞了, 但梦畅也并没有特别沮丧, 这是好事。 看来是自己多虑了, 经过纳摩多次的敲打和锤炼, 梦畅现在的心理素质已经变得像自己一样过硬, 再大的打击都能承受住了。 但提成方式该改还是要改的。 这次叫你来, 主要是跟你商量一下, 把提成的具体模式改一改。 这是改后的新协议, 你看一眼。 裴迁说着, 把之前已经让人准备好的新协议递了过去。 梦畅愣了一下, 伸手接过。 简单地翻了一下之后, 他的双眼微微睁大,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这,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新协议的字数很多, 但改动的地方, 其实不多。 简单来说, 就是给了梦畅一个复活甲。 新协议规定, 如果一个月内, 月中的15号之前, 梦畅做的第一个宣传方案失败了, 没有拿到提成, 那么, 他可以继续去做第二个方案。 而第二个方案, 不受前一个方案的影响, 只不过最高提成减到了10万。 当然, 如果第一个宣传方案没有失败, 那就还是按之前的情况来, 月底最高提成20万。 就拿这个月的情况来说, 梦畅本来是要做, 继任者的, 但热度已经炸了。 按照原本的协议, 他下半个月, 不管再做什么, 结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 继任者的热度太高了, 下个项目不论做什么, 都不可能把整个评价扭转过来, 自然也就拿不到任何的提成。 但按照新协议, 继任者热度炸了没关系, 下半月还能再做一个新的宣传方案。 只要这次的方案没有起到效果, 没有热度, 纳膜依旧可以拿到提成, 只不过提成的最高额度缩减到了10万。 赔钱考虑的是, 搞这个影视二度相当于是给梦畅多了一条命, 一方面可以让梦畅不至于纳膜惨, 到月底一分钱都拿不到, 另一方面也算是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按原本那个协议, 继任者宣传失败之后, 梦畅就在家里躺尸了, 这半个月都没事做, 这对于梦畅和裴谦来说, 肯定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而梦畅则是一边看协议, 一边大脑飞速运转, 思考裴总此举的用意。 这个新的协议, 毫无疑问对我拿提成更加有利了。 上线莫变, 但下线大大提升。 但这是怎么个意思呢? 难道是裴总看我拿提成太难了, 所以给我降降难度? 不能够啊。 继任者, 这个项目虽然没有拿到提成, 但我一顿操作, 完全把裴氏宣传法给拉满了, 裴总不可能看不出来吧? 现在我想拿提成, 其实并不难。 那为什么还要给我降难度呢? 嗯, 肯定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 梦畅开始发散思维。 之前, 如果一个宣传项目月初宣告失败, 那这个月我就都摸鱼了。 而按照新的协议, 月初方案失败了, 月中我还能再搞一个方案。 这是不是在暗示我, 现在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了? 在结合之前, 把宣传资金分配大权交给我的事情。 这样一来, 裴总的态度就很明确了。 孟畅懂了, 这说明裴总对自己更加器重了。 以前, 孟畅对裴氏宣传法掌握得不太好。 那么裴总一个月就只给他一个项目。 毕竟能力有限, 能把一个项目做好了就不错。 就算很早就失败了, 裴总也不会加派新的项目。 这应该是为了让他留足时间, 好好学习, 好好反思。 但现在裴总看到孟畅进步明显, 完全有余力一个月做两个项目了, 所以就改了协议的内容, 让他可以多劳多得。 虽说做两个方案, 工作量增加了, 但孟畅又不是一个人。 他现在是广告营销部的负责人, 手下还有一群小弟。 他只需要想点子就可以了, 有下边的小弟给他执行。 这点工作量还累不到他。 而且这样一来, 孟畅对陪适宣传法的运用, 也就可以不再那么死板了。 之前他必须得卡时间, 保证月底之前热度不爆, 下个月热度才爆。 但往往计划赶不上变化, 有时候是月底不得不爆, 导致提成腰斩。 那要是月中, 就因为种种原因, 必须引爆热度呢? 那提成不就没了吗? 虽说孟畅现在也不在乎这个提成了, 但很显然, 裴总还挺在乎的, 裴总不想看他白忙活。 于是, 有了这个新协议, 孟畅就可以更自由地选择时间, 引爆热度。 那提成, 炒热度这两件事情, 也就不再是完全的冲突的, 可以尝试着兼顾。 总之, 这是裴总看到, 孟畅学习裴氏宣传法有成, 给到的奖励。 玩法升级了。 想到这一层, 孟畅非常高兴, 把协议递了回去。 好的裴总, 我当然完全同意。 裴谦伸手接过协议, 看到孟畅的态度, 默默地点了点头。 嗯, 对吗? 我也觉得你, 肯定会很高兴地同意, 因为你完全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嘛。 嗯, 那就没别的事情了, 你回去继续准备下半个月的方案吧。 当然, 如果你觉得累, 下半个月不想要提成, 想要休息, 那也可以不做, 这个不是强制要求。 孟畅赶忙点头, 好的裴总, 我明白。 不得不说, 裴总还挺懂得体谅下属的。 孟畅刚打算走, 突然想起来, 自己有问题要问, 又停住了。 哦, 裴总, 我有个问题想问。 裴谦看了看他, 你说就是了。 孟畅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后说道, 假设, 我是说假设, 有朝一日, 我还玩了债务, 还能留在腾达, 继续做广告营销部负责人吗? 裴谦愣了一下, 有些困惑。 孟畅这是啥意思? 为啥要问这种问题? 难不成腾达对你来说, 是个什么好地方? 你这么想留下来? 哦, 懂了。 为了赚更多的提成是吧? 显然, 一个月二十万的提成, 对孟畅来说也是, 相当丰厚的收入。 到目前为止, 孟畅已经尝到了提成的甜头。 在腾达这边工作, 随便做做反向宣传方案, 就能拿到高额提成, 上班时间也特别自由。 想来就来, 想不来就不来, 这种好工作去哪找? 所以, 孟畅应该是体会到了腾达的好, 有点了不思蜀了。 之前的雄心壮志 大概已经消磨殆尽了, 只想在腾达养老。 他之所以有此疑问, 主要是因为, 他害怕, 一旦自己拿到足够多的提成, 还完了债就要离开了, 到时候再也找不到这么轻松惬意的工作。 所以, 才想在还完负债之后, 继续留下来, 轻轻松松地赚提成。 裴倩考虑了一下之后说道, 如果你负债还完了, 当然就没有留在腾达的必要了。 说是没有必要, 其实就是不要留在腾达。 裴倩说这话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 你梦畅这么有本事, 既然还完了负债, 那当然是要出去东山再起的。 就算你现在, 可能暂时觉得自己想闲鱼, 但你这种人一旦还完了债, 肯定会心思活络起来, 到时候, 这种闲鱼的思想多半就会发生变化了。 所以, 我肯定不留你, 因为你这个性格, 我留也留不住。 第二层是, 如果孟畅真还完了债, 那腾达也就不需要他了。 为什么? 因为, 等孟畅拿到了那么多的提成, 就说明腾达已经做了很多失败的项目, 烧了大量的宣传经费。 而那个时候, 裴倩早就已经达成目标, 亏成首付了。 到时候, 裴倩就财务自由, 退休了。 也就是说, 裴倩就不用再考虑着怎么亏钱了, 腾达也就正常发展下去了。 那还要孟畅干嘛呢? 所以, 孟畅还玩负债的那天, 基本上就是他和腾达分道扬镳的那一天, 因为他和腾达, 彼此就不再互相需要了。 孟畅不由的一惊, 裴总的态度, 显然再明确不过了。 还玩债务, 你就走人。 他愣了一下, 又问道, 什么时候还玩, 债务都一样吗? 我建了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裴倩点点头, 嗯, 当然是什么时间都一样了。 你越早还玩债务, 就说明越早完成了更多的返向宣传, 那我亏成首付也就更快。 早点晚点的又有什么区别? 孟畅则是有点梦了, 他本来以为裴总会说到时候你来去自由之类的话, 让他自己选择。 那样, 孟畅也就可以放心地把负债还上了。 让他选, 他肯定还要继续留在腾达。 但他万万莫想到, 裴总竟然会这么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裴总不是拿我当裴是宣传法的接班人在培养的吗? 那为什么说还玩了债务, 就没有留在腾达的必要啊? 这很奇怪, 有点不合常理。 但孟畅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这个问题很深奥, 绝对不是两三分钟就能想清楚的, 总不能赖在裴总办公室不走, 一直想这个问题吧。 于是他决定先离开, 然后再慢慢考虑裴总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从裴总的办公室离开之后, 孟畅来到广告营销部, 在自己的公位上坐下。 他没有立刻考虑新的宣传方案。 而是先苦思冥想裴总之前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乍一听, 裴总的话很奇怪, 完全不符合之前孟畅对裴总的一系列推断。 但孟畅相信, 裴总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地说这句话, 背后一定有什么深层的内在逻辑。 想要搞懂裴总的深意, 就一定要从裴总的整体布局入手。 裴总对腾达的发展, 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就是通过对各部门负责人的培养, 把自己的游戏制作方法, 营销宣传方法, 投资方法, 腾达精神等等一系列的秘籍, 分别传授给手下的负责人们。 等把负责人们, 全都培养成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之后, 整个腾达就可以在脱离裴总意志的前提下, 依旧保持既定轨道运转。 纳摩, 裴总也就可以闲下来, 退休了。 而裴总对我的安排, 应该就是培视宣传法的继承者和宣传者。 可作为继承者, 裴总不该希望, 我一直留在腾达吗? 我对裴总的理解, 肯定是莫问题的。 那也就是说, 我对继承者的概念, 理解出了问题。 裴总考虑的继承者, 跟一般意义上的继承者, 并不相同。 嗯,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裴总需要的是, 培视宣传法不断地传递下去, 传播开来, 而不是止步于我。 其他的诸如游戏制作方法, 投资方法, 腾达精神等, 也都是要不断传递下去。 传播开来, 也不能仅仅止步于负责人。 所以, 裴总才不断地把游戏部门的负责人, 调人到其他岗位上, 就是希望能够加速这种传承。 想通了这一层之后, 梦畅不由地再次感慨, 裴总果然是裴总, 看得真远。 一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 有任何不妥的事情。 在裴总这里, 也是有问题的。 很多大企业的总裁, 常常会面临, 没有接班人的窘境, 以至于要一直干到自己老死, 根本没法退休。 因为没有合适的接班人, 他一退休, 这公司也就散架了。 于是, 很多大企业的总裁, 就会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 只要接班人能够守城, 那摩大企业凭借着之前的好底子, 和市场优势地位, 也能活得不错。 能不能培养出优秀的接班人, 显然也是大企业总裁, 是否优秀的一项重要评价标准。 但仅仅做到这样, 显然还是不够的。 裴总就完全不满足于此, 而是又更高了一层。 只培养一个或者几个接班人的话, 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有些接班人, 可能刚开始看着不错, 但后来越来越不行, 这种不行可能是能力上的, 也可能是态度上的, 要么是能力滑坡了, 要么是思想变质了。 而即使运气不错, 培养的接班人成功接班了, 那在之后呢? 接班人在培养接班人, 还能不能再有这么好的运气? 就像古代的封建国家, 皇帝生了个儿子很贤明, 这当然是大好事, 但你能保证, 以后的每一任皇帝生的太子, 都很贤明。 这样传下去, 迟早是会退步的, 是会一代不如一代的,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按照最省事的做法, 培总完全可以把 自己的游戏制作之法 传授给游戏部门的负责人, 然后就不让他挪窝了, 一直做游戏, 接自己的班。 就像某些武侠小说中的 门派宗师一样, 弟子资质不行, 那就把自己的很多门绝学分 传给不同的弟子。 这样一来, 自己的绝学不会失传, 门派短时间内也不至于衰落。 可这样一来,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一代不如一代。 培总深谙人性, 所以对人是谈不上信任的。 这不是说他不信任 手下的负责人们, 而是说他懂得人性的弱点, 也懂得未雨绸缪, 长远规划, 尽可能地让自己设计的路线 少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培总选择的是一种 更加长远的办法, 通过不断地调动负责人们, 培养他们的增和能力, 让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 同时让部门内有潜力的人 也可以快速得到提拔, 也掌握负责人的技能。 这样一来, 就不会存在突然断层的风险。 如果培总只是把 培事宣传法传给了孟畅, 那万一孟畅中途被挖走了呢? 自己创业了呢? 或者干脆背叛了腾达精神呢? 孟畅意识到, 在培总看来, 自己应该只是一个跳板, 是用来传递培事宣传法的。 想通了这一层, 培总话中的意思, 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按照培总的计划, 孟畅通过拿提成还清了债务, 那肯定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培事宣传法, 应该已经在腾达上下开支散业, 绝不是只有孟畅一个人掌握。 在这种情况下, 孟畅确实没识魔必要留下来。 因为宣传工作谁都能做, 而孟畅应该到社会上去, 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 而不是继续窝在腾达, 干营销宣传的老本行, 原地踏步。 这么说来, 培总对我还是高度认可的, 并没有完全把我当成下属和接班人看到, 而是将我看成是一个独立的, 不依附于腾达的人, 鼓励我学成之后去社会上创业, 发挥更大的价值。 但如果我现在就还玩了债务, 那又怎么说呢? 孟畅临走之前又特意补了一句, 问, 是不是什么时候还玩债务都一样? 培总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这也让孟畅有些费解。 按照培总的规划, 培事宣传法要在腾达开支散业, 至少需要几年时间。 孟畅这么聪明, 学培事宣传法上且学了一年多, 才学出点门道, 想要一层层传下去, 哪能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呢? 可如果现在孟畅就还上了债务, 就要在培事宣传法, 没有传承完毕之前离开腾达, 这又是为什么? 难道说, 培总会因此认为我不走正道? 孟畅突然想到了这种可能性。 显然, 按照正常的流程, 孟畅花几年时间在腾达学习, 推广培事宣传法, 推广完了, 正好也就靠拿提成还清债务了。 可如果他的还债提前了很多, 那就说明他在利用培事宣传法之余, 在外面用其他的方法搞了外款。 而这些路子, 培总显然不支持。 培总会不会是因为觉得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 不能让培事宣传法的传达出现问题, 从上到下全带跑偏了, 所以才要让孟畅立刻离开。 想到这里, 孟畅惊出了一身冷汗。 还好没有跟培总说还债的事情, 否则就出大事了。 到时候, 培总肯定会把他赶出腾达。 现在对孟畅来说, 还债早就不是他的第一目标了。 他更在乎的是, 如何才能在培总这里学到真本事。 所以, 现在不能还债。 不仅不能还债, 还要想办法把之前的那些不义之财散掉一部分。 完全放弃赚外快肯定是不可能的。 孟畅还达不到培总那摩高的思想境界, 但为求心安, 用这些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那还是可以的。 到时候, 就算培总真的发现了孟畅赚外快的这个行为, 只要知道他拿这笔钱做了好事, 应该也会往开一面。 想通了这一切之后, 孟畅感到豁然开朗, 也很快有了决断。 而在送走了孟畅之后, 培谦继续考虑突击花钱的事。 谁能想到, 看起来那么靠谱的继任者, 也出问题了呢? 唉, 这些负责人们, 真是一个赛一个的靠不住。 养这群负责人, 还不如养条个动物, 至少动物吃饱喝足了, 不会想着被刺我。 而人就不一样了。 咦? 等等, 动物? 陪谦突然眼前一亮, 有了想法, 游乐园都已经开了。 那开个动物园行不行? 动物们这摩心思单纯, 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总不会再被刺自己了吧。 而且, 动物园的开销也很大, 要给动物们最好的生活环境, 衣食住行。 哦不, 动物不需要考虑衣和行, 但仅仅是住和吃, 也是很烧钱的。 而且, 给动物们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 这玩意可是上不封顶的。 开一家动物园, 前期投入巨大, 维持运营所需的资金也多, 后续的扩展性也很强。 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 想到这个点子之后, 陪谦简直是豁然开朗。 开个动物园养动物, 绝对是个好主意。 当然, 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 还是需要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网上稍微搜索了一下相关资料之后, 陪谦大概掌握了一些基本情况。 目前, 国内有很多的私人野生动物园, 只要能拿到相应的拍照许可就可以了。 比如, 某著名相声演员, 就在帝都郊区买了60亩的, 开了个私人动物园, 也是一件让人津津乐道的事情。 当然, 烧钱也是真烧钱。 对于目前的腾达来说, 想要拿到相应的许可并不难, 毕竟在荆州市有这么多成功的项目, 而且对这个动物园的投资也绝对不会少。 至于烧钱, 那就更是求之不得了。 别人搞私人动物园, 往往都是出于热爱, 是真喜欢动物。 就像很多开猫咖的, 实际上猫咖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因为很少有客人会天天去, 而每位客人的客单价也不高, 单靠卖咖啡基本上都是入不敷出。 猫咖的开销实际上也很大, 除了猫粮、猫杀等必须用品之外, 猫生一次病可能就带几千块就没了。 真要是按高标准养猫, 绝大多数的猫咖都得破产。 所以很多猫咖老板只能想尽办法搞副业, 比如拍短视频之类的, 获得一些收入。 补贴猫咖的开支, 到头来辛辛苦苦, 别说剥削猫了, 实际上是被猫剥削, 人给猫打工。 私人动物园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经营难度比猫咖还要大得多。 一方面, 动物的价格很贵, 普通兽类价格都不会低于两三万, 普通鸟类也不会低于几千, 更何况是一些珍稀, 名贵的保护动物。 而且, 想要照料好这些动物, 还需要农舍、 饲料、 运输、 饲养员和保洁人员的开销, 以及给动物看病的钱等等, 全都加在一起, 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此外, 动物园是集群化效应很明显的产业, 一些小的私人动物园就只有纳摩十几只动物, 也没有特别名贵的珍稀动物, 价格再便宜也不会有人去看。 游客们既然想看动物, 肯定是跑到一些大型的市政动物园里面去看, 久而久之, 小的野生动物园亏损越来越多, 自然就办不下去了。 这对其他人来说, 显然是个坏消息, 但对裴谦来说, 显然是个好消息啊。 越是亏损才越好呢。 到时候, 这些动物们如果真能可敬地吃, 把腾达给吃垮了, 那裴谦估计得当场给他们鞠躬表示感谢。 考虑一番之后, 裴谦决定把建动物园的事情提上日程。 只不过有个问题, 就是, 腾达目前似乎没有人适合去做这个动物园的负责人。 因为在裴谦看来, 做动物园园长最重要的是真心喜爱动物, 真的打算在这个行业干一辈子, 而且必须掌握基础的专业知识, 尊重动物, 科学饲养。 但腾达还真没这样的人。 绝大多数人都是, 从小就生长在城市中, 对野生动物, 基本上都是一种夜宫耗龙师的喜欢, 远距离地看一看大狮子, 大老虎, 是没问题的, 偶尔看一次, 猴子上窜下跳, 伸手要吃的, 也会觉得很新鲜。 但真要是长时间地跟动物相处, 还要整天头疼这些动物的吃喝拉撒问题, 那一般人, 是绝对坚持不住的。 整个腾达上上下下, 唯一跟饲养动物沾点边的, 可能也就是小唐了。 毕竟他是猫咪饲养员, 和首席蚕食官, 但问题是, 养猫跟养野生动物, 那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更何况, 小唐虽然是学霸, 但学的可不是兽医专业, 去当动物园园长, 这不是浪费人才吗? 所以, 这个负责人, 还是得想办法从外面去找。 而且, 这动物园具体怎么个见法, 也得从长计议。 而后, 裴迁又开始考虑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自掏腰包十万块, 转化成的一千万让利额度, 应该砸到哪个产业上去? 对于有一点选择困难症的赔签来说, 这还真是个问题, 因为这个让利额度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如果图省事的话, 就随便找个产业砸出去, 反正都是纯洒币, 不动脑子, 是最简单的。 可问题在于, 纯洒币必然引发这个产业的关注度提升, 口碑提升, 不火的项目可能会变火, 已经火了的项目可能会更火。 一个选不好, 这自掏腰包的十万块, 就会诱发连锁反应, 那就诱上了系统的当了。 怎么选呢? 裴迁看着现在腾达琳琅满目的各种产业, 有点恼人疼。 笑死, 根本选不出。 算了, 这种事情, 为什么要我自己动脑子? 让各部门负责人, 去考虑不相吗? 我直接让他们自己来提申请, 把自己需要这笔资金的理由, 写得清清楚楚, 然后选一个最不需要这笔钱的产业, 砸进去不就行了? 裴迁简直是被自己的机制给折服了。 某个部门, 如果越是需要这笔钱, 那就说明, 拿到这笔钱之后, 起到的效果最好, 影响最大。 既然如此, 那就绝对不能给。 反而是那些并不怎么需要这笔钱, 只是过来凑个数的部门, 肯定也写不出什么特别有说服力的理由。 拿到之后, 也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裴迁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把这笔钱放心地给过去了。 裴迁越想越对劲, 立刻上手写了一个简单的通知, 让有一项争取这笔资金的部门负责人, 写一份报告发来。 1月16日, 周三, 裴迁来到办公室, 继续未完成的工作。 每次临近结算, 裴迁就会变得很忙, 这让他有点沮丧。 尤其是现在学校都快要放寒假了, 下个月就要过年, 偏偏好死不死地赶上了周期结算。 裴迁倒是想像其他同学一样, 开心地放飞自我。 然而他不可以, 为了能在春节假期期间, 他踏实实地休息, 他现在必须得提前把结算的事情给安排好。 躺平的话, 那真就是半年多都白忙活了。 首先打开电脑, 查看各部门发来的申请。 裴迁已经自掏腰包, 换了一千万的让利额度, 前两天也让各部门发了申请, 详细地阐述一下自己部门需要这笔钱的原因, 以及拿到之后的用途。 各个部门负责人的效率都很高, 今天已经纷纷把申请发过来了。 而且, 申请的内容写得十分详尽, 一个个都拍着胸脯保证, 只要拿到这笔钱, 一定能妥善地运用最大限度地制造热度, 让本部门的产业快速发展扩张, 抢占更多市场。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尤其是墨鱼外卖, 墨鱼网咖等实体产业, 写得尤其情真意浅。 而其他部门也是不遑多让, 而且各有各的道理。 一些目前热度还不太高的部门, 认为这笔钱应该给到自己, 因为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均衡, 自己这边应该受到一些特别照顾。 等发展起来之后, 自然不会再去争类似的资源了。 而那些目前热度已经很高的部门, 同样认为这笔钱应该给自己, 他们拿到这笔钱之后, 可以获得更好的回报。 老牌的部门认为自己不像新部门那样受关注, 应该给一些补助了。 而新部门认为自己正在发展壮大的时期, 是腾达集团产业布局的重要方向, 更应该集中资源争取突破。 赔钱费了好大劲, 才把这些部门发来的报告全都翻了一遍。 结果不仅没有治好自己的选择困难症, 反而还让病情加剧了。 坑爹啊! 你们这某个邪法, 我真是没法决定要给谁了? 给不赚钱的部门, 你们跟我拍胸仆说一定能改善亏钱的状况。 给盈利的部门, 你们又拍胸仆说一定能赚得更多。 我看你们就是在刁难我胖虎。 赔钱也是无语了, 就知道这些负责人们一个个的全都靠不住, 连一千万这种小钱都不能替自己分忧, 更何况是亏掉几亿的大项目。 最后还得是全靠自己。 翻着这些申请, 赔钱再度陷入了纠结, 但翻着翻着, 他突然灵光一闪, 有了一个想法。 咦? 我的思考方式好像不太对。 我这是陷入了幸存者偏差啊, 愿意费尽写这个申请的部门, 肯定都是比较需要这笔钱的部门。 而既然写了, 那肯定就要写得漂亮一点。 既然如此, 我看一看哪些部门压根墨提交申请, 不就行了吗? 没提交申请, 就意味着不太需要这笔钱。 也就是说, 把钱扔给这些部门, 对他们的盈利状况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赔钱突然有了思路, 立刻把这些部门的报告捋了一遍, 跟目前腾达的主要部门一一对应。 然而他发现, 比较大的部门里, 就只有Gaug项目组没有发这个报告。 咦? 既然是Gaug那边没有发? 嗯, 也有道理, 毕竟Gaug那边的营收太猛了, 目前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 也基本上快到天花板了。 这笔钱如果撒到国服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纯福利性质的东西, 对Gaug的市场扩张, 基本上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至于营收, 肯定也不起作用, 因为这是一个纯福利活动, 不是打折活动。 Gaug项目组那边, 应该是考虑到, 自己拿这笔钱性价比很低, 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才没写申请。 可以, 那就给你们了。 你不要, 我偏要给。 裴总就是这模的任性。 当然, 这种任性是有原因的, 综合考虑之后, 砸给Diog项目确实是提升最小。 他已经非常赚钱了, 这一千万砸下去, 提升微乎其微。 所以, 这是就这模愉快的决定了。 至于其他部门, 在知道这个结果之后, 会不会很迷茫, 觉得被消遣了, 这都不是裴迁要考虑的问题。 裴总形势向来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毕竟系统不算人。 如果是一些特别容易引人怀疑的操作, 裴迁可能还会相对收敛一点。 但这笔钱花在哪个产业都能说得通, 裴迁相信自己, 善于发散思维的下属们, 一定能自己挠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裴迁直接给Gaug项目组那边发了的消息, 然后这事就这么翻页了。 那么接下来再让我看一看爱丽岛网站那边的情况吧。 不知道, 继任者和代行者学院现在怎么样了? 裴迁先是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继任者的页面, 结果页面平分一闪而过, 裴迁啪的一下就给关上了。 尼玛, 九点七分了。 这平分的增长速度, 怕不是做了火箭。 上周末, 尤克拉亚大选结果没出来的时候, 继任者的平分一直都是在六分左右徘徊, 结果过了这个周末, 平分突然就像是起飞一样的往上窜。 显然, 各种自媒体的炒作以及推波助澜, 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继任者, 之前本来就烧了大量的宣传经费, 虽然反响并不热烈, 但在大多数人面前都混了个脸熟, 埋下了伏笔。 虽说很多人对这个题材一点都不感兴趣, 也没到爱丽岛网站上去看, 但多多少少都知道有这某个剧集存在。 结果上周末的事情出来之后, 各种公众号, UP主, 自媒体们就像是闻到了肉味的狼一样, 瞬间扑了上来。 本来尤克拉雅的事情, 莫几个人在关注, 但周日, 周一这两天时间直接就刷屏了, 全都是在讨论的。 而凡是说到这个事情的视频或者文章, 都免不了要提一句, 继任者, 因为这二者实在太像了。 继任者, 原著是一年前的书, 这怎么说也不可能是蹭热度, 只能说是神预言。 再加上, 继任者, 剧集刚播出时在网上引发的争论, 以及极具话题性的六分变九分, 简直就是爆款文章和视频的绝佳题材。 总之, 前面花钱, 硬杂的热度, 现在全都变现了, 引发了绝佳的传播效应。 自然有更多的人, 慕名而来看, 继任者。 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不太喜欢这个题材, 觉得剧情并不是特别爽,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打满分。 因为之前很多人的评价标准, 是按照爽文或者爆米花大片的标准来评价的。 那么, 继任者, 这样一个不爽的剧评个六分是很正常的。 可现在, 如果用预言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具处这一标准来评价, 那妥妥地就应该给满分。 很多没看完全集, 甚至压根没看过的, 也愿意打个满分, 单纯为了节目效果。 原本的低分改了高分, 原本莫来看的也来给了高分, 继任者的评分当然就控制不住了, 原地起飞。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再考虑到, 继任者跟爱丽岛网站签的合同, 是按照评分和播放量来分成, 看现在这个情况。 往好处想, 这个评分也不太有继续上升的空间了。 屁啊! 有这么安慰自己的吗? 已经GG了。 算了算了, 我还是看一下, 带行者学院吧。 对于, 继任者, 裴谦是彻底放弃治疗了。 原著出来的时候, 明明好好的, 怎么看都看不出要火的样子, 怎么改变成聚集之后, 突然就出事了呢? 带行者学院应该会好很多, 毕竟它的质量就在这摆着, 上线再怎么高也不可能高到继任者这个程度。 然而, 裴谦点开带行者学院的页面之后, 再度猛逼了。 评分9.3分, 在番剧里算是中等偏上水平, 比裴谦预期中的要高一点, 但高的也不算很多, 完全在可接受范围内。 但这个播放量是怎么回事? 明明才刚开播末几天, 怎么就已经达到千万的播放量了? 裴谦简直是感到匪夷所思, 因为这个播放量, 完全比他想象中的, 要高出了一个数量级。 按理说就算, 高普玩家们来捧场, 前期有个一百万人追翻, 就已经是极限了吧。 追翻人数这个东西, 也是要积累的, 一个普通的动画, 不可能第一集刚播出来, 咔的一下就吸引了上千万的观众追剧, 那根本不可能。 按照带行者学院的这个更新效率, 一个月一集, 或者因为之前有存货, 所以出了两三集, 这播放量怎么算, 也就才两百多万啊。 这怎么直接多出了一个零? 陪迁感觉非常不对劲, 一定是自己遗漏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赶忙切换了一下追翻人数的选项, 发现在追带行者学院的人有一百七十多万, 这比陪迁预想中最夸张的情况, 人数还要更多。 但即使如此, 两三集播放量不也才五百万吗? 怎么会差出一整个数量级呢? 陪迁赶忙点开聚集列表查看, 结果这一看, 傻眼了。 从周六开始到现在六天, 播了六集, 日更可还行。 要说三两集的话, 还可以说成是因为有存货, 开头为了让大家多看点, 所以一起发出来了。 但连续六天每天都更新, 这说明什么? 说明, 这就是正常的更新速度。 因为按照常理推断, 如果你后边没存货了, 一个月才做两集, 那刚开始的时候, 六天六集, 把观众口味养雕了, 后面更新慢下来, 肯定不合适。 黄思伯和吴川, 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赔谦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显然, 如此之快的更新速度, 成为了很多人追翻的理由。 原本赔谦预估, 有一百万人追翻, 就很不错了。 现在竟然比自己预估的数字, 还高了七成, 这显然是大量更新带来的优势。 其他的番剧, 都是一周一集, 甚至一月一集。 更新速度慢, 年性肯定也会差一些。 而爱丽岛网站购买的海外番剧, 虽说一下子更很多, 但很多人早都已经通过其他途径看过了。 唯独代行者学院, 一天一集十分准时, 每天都看, 可以培养习惯, 提升年性。 而那些喜欢养一养再看的, 也绝对是亮大广宝, 比其他的动漫看得爽多了。 按照现在的趋势估计, 追翻的人数肯定会越来越多, 而这些人的观看年性, 应该也会远高于其他的番剧。 再考虑到, 代行者学院的更新频率。 这总播放量, 恐怕是要炸裂了。 陪迁赶忙点开 代行者学院的评论区, 查看网友们的留言。 平时不追翻的, 被Gawkey的推荐给吸引过来的, 莫想到还挺有意思, 一看就完全停不下来。 番剧竟然日更? 我算是开了眼界了。 什么神仙工作室, 是不是每周都七成以二十四小时的加班啊? 飞黄工作室都慢足出品, 加班? 你在想屁吃? 人家一周五天工作日, 八小时工作制, 多一个小时都要裴总批准。 啊? 我还以为他们跟我一样加班呢? 本来我加班的时候看, 代行者学院, 还觉得心里平衡了。 现在才发现, 小丑竟是我自己。 草! 那也就是说, 不是七天做七级, 是五天做七级? 这特模完全是打破人类极限, 颠覆行业客观规律了吧? 真的不是在吹牛逼吗? 其实这个事情说起来也不是很难, 因为, 代行者学院, 有现成的援助, 不用重新费脑子去考虑剧情, 而且本身的形式, 就很适合短篇幅的动画, 所以取材方便。 而且, 代行者学院, 是用即时演算做的, 有了建模之后, 只要请动作捕捉演员做动作表演, 一集十分钟, 录加剪辑完全足够。 对, 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有优势也有劣势, 优势就是做得快, 劣势则是品质和细节, 可能没办法做到极致, 乍一看品质尚可, 但仔细跟那些大作比较, 就能发现明显的细节差距。 但怎么说呢? 更新量这么大, 还要啥自行车呢? 其他动画如果想学也不是不行, 但需要两个前提, 第一需要有代行者学院, 这样百万字适合动画改编的援助, 第二需要高精度的模型, 专门的动作捕捉工作室, 以及在分镜、动作、 剪辑等方面大量的专业人才。 我补充一点, 还需要题材本身有很好的知名度。 如果代行者学院, 不是以Dog为背景, 而是一个原创故事的话, 大家还会对它的品质这么宽容吗? 还会在初期, 就收获这么多的关注吗? 这都不好说。 评论区全都在七嘴八舌地讨论, 代行者学院, 这种成功的模式。 大家的意见各不相同, 有人觉得代行者学院的质量, 其实算不上好, 只是因为更新量大, 所以才能火。 也有人觉得代行者学院的质量,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关键是, 剧情也很有意思, 又把GOT中的英雄角色模型, 更加精细化了, 对于GOT玩家来说, 值得一看。 但归根结底, 大家都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 那就是, 代行者学院, 火起来, 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他更的实在太多了。 细节差一点, 但没关系, 日更, 可以原谅。 转场莫纳摩流畅, 但没关系, 日更, 可以原谅。 有些剧情稍微显得流水账, 莫纳摩有意思, 但没关系, 日更, 可以原谅。 总之就是全都可以原谅。 对于很多人来说, 每天午饭, 晚饭的时候看一集, 能下饭, 这就足够了。 放眼整个爱丽岛网站, 这种日更的动画, 可是独一份, 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看到这些评论, 裴谦简直是悲从中来。 上大当了, 说好的一个月, 最多做出来一集呢? 好家伙, 直接一天一集, 你搁这下蛋呢? 生产队的老母猪, 也不能这么快啊。 飞黄工作室, 有一个说一个, 全都是反贼。 这个吴川看起来浓眉大眼的挺老实, 结果刚一荡上项目负责人, 立刻就原形毕露了。 安排, 必须安排。 下一期受苦旅行的名单上, 又多了一个需要重点照顾的对象。 不过话说回来, 也怪我当时莫问清楚。 我听说只做了一集, 还只有十分钟, 下意识地就认为, 这就是制作一集的时间, 吴川也只是找了些模型难做之类的理由。 如果我当时问出一集需要多久, 那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不对不对, 我怎么能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呢? 有问题的, 明明是这些刁民下属。 不管了, 受苦旅行必须安排。 裴迁默默地掏出小本子, 在填末名字的后面, 又加上了吴川。 加完之后, 裴迁不由地感慨, 这内鬼是越抓越多了。 本来以为, 两期受苦旅行之后, 就能把各部门负责人, 安排得差不多了。 之后的每期受苦旅行, 都可以多安排点外面的仇人, 比如乔老师, 软光剑这样的。 可万万没想到, 内鬼是一查接一查, 根本抓不完, 甚至还越抓越多。 这就让裴迁很怀疑, 整个腾达集团, 到底还有多少内鬼。 同时也让他更迫切地希望, 受苦旅行, 能够尽快扩容。 如果能一期就安排上百人, 那效率可就高多了。 很多负责人, 也就可以多去几次了。 现在虽然没有明确规定, 但各部门负责人, 确实只能去一次。 因为这个是吧, 不换管换布军, 骨干员部门都没去呢, 负责人已经去两次了, 稍微有点说不通。 所以, 必须扩容。 当然, 扩容也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就是, 必须要吃下网上报名的那些人。 扭亏为盈, 在短期内应该是不至于。 但这么一大批外面的人交了, 报名费进来, 肯定是会给受苦旅行回一大波血的。 不过, 人多了, 开销也更大。 还真不好说具体, 是亏还是赚。 所以, 陪迁仔细考虑一番之后觉得, 不能因噎费食。 不能因为这个东西有赚钱的风险, 就放弃了让员工们去受苦, 这绝对不行。 退一万步说, 如果有一天受苦旅行真的赚了, 那就继续扩大规模。 你们不是都喜欢受苦吗? 没关系, 成全你们。 看看到底是我先赚钱赚到顶不住, 还是你们受苦受到顶不住。 陪迁觉得, 反正自己怎么都不亏, 因为他对于赚钱的承受能力已经很降了。 而这些人对受苦的承受能力可不一定。 总之, 灵感班算是废了。 本来这个灵感班其实都快成功了, 很多作者都已经萌生了退意, 出来的作品也不被终点中文网上的主流读者所接受, 反响很一般。 陪迁本意是, 稍微给作者们画个饼, 改编一下这些作品, 一方面是把它们留在灵感班继续闲鱼, 另一方面, 也可以利用一下这些作品的扑接经验, 换一种艺术形式为自己亏钱。 可万万没想到, 全赚了, 就离谱。 以至于陪迁都有点怀疑自己了, 怎么自己随手一挑, 挑了三本书, 好死不死的就全赚了呢? 如果每本书改编赚钱的概率是50%, 那岂不是意味着自己随手一挑就挑出了12.5%的概率? 这特末也太倒霉了! 算了算了, 灵感班短期内算是没救了。 还是等这一阵过去, 以后如果新的改编作品能铺接几步的话, 那这个灵感班才有再被拯救的可能性。 还是看看游戏部门那边的情况吧。 鬼将二, 现在还没有开发完成, 按照之前的计划, 应该是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上线, 孟畅应该已经去那边安排宣传方案了。 至于安全文明驾驶, 这周应该就要发售了吧? 怎么好像只看到了外设的发布会, 莫看到游戏相关的宣传呢? 裴谦记得, 欧图科技那边的外设发布会是上周四开的, 到现在已经过去整一周了, 安全文明驾驶那边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 以至于很多玩家都以为短期内不会出相关的配套游戏, 所以, 买这些外设的人不多。 当然, 这个所谓的不多, 关键看怎么比。 如果跟一般的方向盘外设相比, 那卖出去的还是挺多的, 毕竟这个直驱方向盘相比于国内品牌来说性价比太高了。 很多驾驶游戏爱好者都会选择购入, 但大部分人分买的都是单品, 而非套餐。 这个所谓的不多, 主要是跟腾达的备货相比较的。 宋福利去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欧图科技从诞生之初就把过量备货写在了基因里, 不管是手机,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还是智能健身晾衣架, 全都是在正式发售之前就已经堆满了仓库。 仓库不够, 还要继续租, 总之就是备得越多越好。 这次的驾驶套餐也是一样, 相对占地方又贵的纪力座椅等套件备货稍微少一点, 而方向盘和基础套餐的配件基本上是全都拉满的。 光靠这些驾驶爱好者, 想要清空腾达的库存, 怕是有点鱼躬移山的意思了。 当然, 也有不少人猜到了, 腾达那边多半会出配套的游戏, 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联想。 连智能健身晾衣架都出游戏了, 更何况是这种明显服务于驾驶游戏的外设。 甚至有人从安全文明驾驶模拟器这个名字, 推测出了腾达那边要出的新游戏, 多半也是跟安全文明驾驶有关。 不过大部分人对此并没有很大的期待, 还在观望, 因为发布会上确实莫提这个事。 大家都以为就算要出游戏, 也不会是一两周之内, 至少也得一个月以上吧。 否则为什么不在介绍外设的时候顺嘴提一句呢? 裴谦也觉得纳闷, 是啊, 为什么不在介绍外设的时候顺嘴提一句呢? 他想了很久, 终于想出来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 因为这次对于安全文明驾驶的宣传工作, 梦畅撒手不管了。 这就导致, 商阳游戏和欧图科技必须分别负责自己这边的宣传。 叶之洲梅石魔负责宣传工作的经验, 肯定会因为宣传方案的事情纠结不已。 而欧图科技那边也只知道宣传自己这边负责的产品。 于是, 两边的宣传因为缺少统筹规划, 错位了。 错开了一周的时间, 导致前期热度低迷, 消费者观望态度明显。 嗯, 这应该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想到这里, 赔谦不由的嘴角微微上扬。 看起来, 把宣传资源的调配权交给梦畅, 确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因为梦畅只关心自己的提成, 所以就只会把精力放到自己负责的少数项目上。 而其他的那些项目虽然能分到一些经费, 但没有了专门的方案, 宣传效果肯定大打折扣。 不过, 就算夜之周再怎么慢, 再怎么不懂宣传, 这两天之内, 宣传方案应该也会出来了。 还是不能太掉以轻心, 需要持续关注。 裴谦留了个心眼, 默默地在官方游戏平台上 关注商洋游戏的官方账号, 等着安全文明驾驶的宣传物料出现。 与此同时, Dog项目组, 艾瑞克和赵旭明正在忙自己手头的工作。 Dog全球邀请赛结束之后, 各大屈服后, 开启了后续的运营活动, 在线人数, 销售额等数据都全面走高。 Dog项目组这边, 自然也就进入了一种躺赢的状态。 因为一年之中最忙碌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 玩家们也疲了, 现在不适宜继续搞一些大动作, 效果不会太好。 当然, 艾瑞克和赵旭明两个人 在收到裴总的奖杯之后, 备受鼓舞, 工作热情高涨。 但他们的工作, 也还是集中在常规的运营活动方面, 勤勤恳恳地完成活动的善后, 规划未来的整体战略。 至于短期内, 没有搞大动作的打算。 这时,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赵旭明抬头一看, 是研发组的负责人张南。 怎么了? 赵旭明发现, 张南的表情有点奇怪, 高兴之中, 又带着浓浓的肺解。 张南说道, 刚才裴总给我发消息了, 说那一千万的让利经费, 批给高项项目组了。 赵旭明也猛了。 啊? 不对吧? 我们不是压根没有写申请报告吗? 张南点点头, 对啊, 我也很纳闷。 可是裴总发的信息说得清清楚楚, 这笔钱就是给我们的。 而且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只要在下个月之前花出去就行了。 赵旭明跟艾瑞克对视了一眼, 两人全都陷入了沉思。 没有任何要求, 只要在下个月之前花出去。 只要在腾达做过负责人, 都会知道, 所谓的裴总莫要求, 只是说裴总口头上没有要求。 但默认会以为裴总真的没要求。 裴总的要求显然是隐藏起来的, 需要负责人们自己想办法去挖掘。 而这次Guy项目组根本默写申请报告, 裴总却还是把这笔唯一的宝贵的让利经费给了他们。 这种看起来非常离奇的事情, 本身就说明裴总背后必然另有深意。 赵旭明想了想, 问道, 其他负责人怎么说? 张南, 他们很羡慕, 但也莫说什么, 毕竟裴总既然想好了要给我们这笔钱, 肯定是有一定用意的。 一千万的让利经费, 这可不是小数目。 因为它不是营销经费, 也不是补贴经费, 而是让利经费。 营销经费, 砸出去是为了搞宣传效果的, 是为了卖更多的货, 赚更多的钱。 补贴经费, 本质上是一种促销手段, 可以是薄利多销, 也可以是扩大市场份额。 但裴总这次给的钱说得很清楚, 叫让利经费, 也就是给消费者让利的。 说得直白一点, 就是白给。 营销经费和补贴经费的用法是固定的, 花出去之后必须要见到成效。 而让利经费则不然是完全不考虑成效和回报的。 这个经费根本不考虑营销效果, 也不考虑能否赚得回来, 就是纯粹地感谢玩家, 给玩家让利。 其他的很多部门, 想要这笔钱想得眼馋。 而偏偏是, GAUG项目组, 最不需要这笔钱了。 一方面, GAUG项目组已经是整个腾达集团最能挣钱的项目组, 本身营收就高, 手中可动用的资源, 宣传经费, 也就冠绝所有部门。 就不说钱了, 以现在GAUG的体谅, 随便在游戏里发公告, 给自家产业打个广告, 那都会影响到数以百万计的玩家群体。 所以, GAUG项目组的人一致认为, 自己已经发展得这么好了, 受到了腾达集团这么多的资源倾斜, 没理由再去跟其他部门抢这抹宝贵的让利经费了。 另一方面, GAUG项目组之前已经拿过一次了。 之前, GAUG就搞过撒币活动, 虽说当时的反响也还不错吧, 但事后来看, 撒钱的效果也就那样, 可能稍微对宣传和市场扩张起到了一点效果, 但效果也没有到能够明显感知的程度。 即使不搞这个活动, GAUG的市场占有率和活跃玩家数也是在快速上升的。 也正是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 张南、 艾瑞克、 赵旭明这三个人才达成一致意见, 这次的让利经费就不跟着瞎掺和了, 免得给裴总留下一种贪得无厌的坏影响。 结果莫想到, 压根莫提交申请报告, 裴总却主动把钱给过来了。 对于一般人来说, 既然经费批下来了, 那就用呗, 这没石膜, 好纠结的。 可对于腾达集团的负责人来说, 这显然是一个信号, 这说明裴总完全推翻了他们之前的论断。 张南考虑片刻之后说道, 我觉得裴总把这笔钱给过来, 是在暗示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部门其实非常需要这笔钱, 甚至比其他所有的部门都更加需要。 否则, 裴总绝对不会在我们没有申请的情况下, 把钱强行塞给我们。 爱瑞克和赵旭明点点头, 表示赞同。 确实, 这应该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在资源调配方面, 裴总一直都做得非常完美。 虽然有些时候, 裴总会把大量的资源投入看起来并不重要, 边缘化甚至是与现有业务毫不相干的领域, 表面上看起来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但在事后, 几乎所有的案例都证明了裴总的大局观和前瞻性。 从局部的片面的角度看问题, 自然会觉得裴总的资源调配乱七八糟, 不按常理出牌。 可如果从整体的全面的角度看问题, 就会惊叹于裴总强大的布局能力。 看似没有章法, 实则一切尽在掌握。 那摩问题在于, 这笔钱到底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 说实话, 我有点想不出来。 高奥对目前的情况一切良好, 对我们来说, 这笔钱确实能给玩家让利, 提升一点我们的口碑。 但我们的口碑本身就已经非常好了, 其实不太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张楠还是有些不得要领。 艾瑞克沉默片刻之后说道, 如果我们本身没问题, 那就要从我们的对手身上找原因。 张楠眼前一亮, 你是说, IOI那边? 艾瑞克点点头, 开始认真分析, 裴总给了我们一件武器。 纳摩这件武器, 要么是可以对我们有巨大提升, 要么是可以对敌人有巨大伤害。 既然前者不可能, 那就只能是后者。 大家都知道, IOI世界赛结束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FV战队的夺冠, 让指头公司前面做的所有准备工作, 前功尽弃, 让FV战队转型GOG的讨论, 还上了热搜。 虽说指头公司一直装死, FV战队也没有做出过激反应, 让国内玩家们的愤怒没有进一步的激化, 但玩家还是在一直流失的。 为了挽回目前这种不利的状态, 指头公司肯定要有所动作, 否则就是坐以待毙了。 赵旭明点头, 嗯,很有道理。 不过, 我们也不知道, 指头公司准备做出什么动作啊? 他们可选的办法太多了, 打折促销, 给冠军战队拍宣传片, 或者专门做一些专属活动, 安抚一下国服玩家。 我们无法确定, 他们具体要做什么。 总不能去找原先的熟人, 刺探情报吧。 裴总绝对不会支持这种行为, 我们得赢得堂堂正正啊。 张南考虑了一下之后说道, 打折促销有可能, 但拍宣传片, 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为指头公司一直看FV战队不顺眼, 现在舔FV战队也没办法挽回国内玩家了, 反而显得自己很垃圾。 而且之前千辛万苦地打压, FV战队岂不是全都白费了? 我认为, 指头公司只会把FV战队赢得的, 不给说不过去的奖励给到位, 甚至做得比较出色, 稍微给FV战队的粉丝们和国服玩家们一个交代。 能不给的奖励, 肯定是一点都不会给。 而不给说不过去的奖励, 其实就是冠军皮肤了。 赵旭明恍然, 对啊, 张南现在也在给GOG准备冠军皮肤, 所以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这个方面。 艾瑞克问道, 冠军皮肤大概多久能出来? 张南想了想, GOG是下下个月。 按照去年的情况来看, IOI那边的开发速度跟我们相仿, 但今年IOI应该是急于借这个机会挽回国服流失的玩家, 所以有可能下个月就上。 回头我可以再找FV俱乐部那边确认一下, 他们肯定能得到消息。 赵旭明点了点头, 那这时间就对上了。 下个月IOI出冠军皮肤, 肯定还得有一系列配套的营销活动。 但我大胆预测一下, 这些活动里绝对不包括像我们一样的直接让利。 艾瑞克呵呵一笑, 这还需要大胆预测吗? 达亚克集团和指头公司永远也不可能跟腾达一样, 无理由地向玩家让利。 这是两家公司的本性决定的。 张南, 所以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这次让利活动, 对指头公司来说就是一把大杀气。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抵御的办法。 不仅如此, 我们还可以直接针对IOI的活动, 让他们的活动效果大打折扣, 甚至是起到反效果。 然后, 做好接收IOI最后一批难民的准备。 分析到这里之后, 三个人全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之后, 艾瑞克才长出一口气, 说道, 裴总果然是裴总。 这显然是图穷笔线, 准备把IOI给赶尽杀绝了呀。 虽然大家都知道, 已将圣勇追穷扣的道理, 但真正实施起来, 却很难这么坚决。 因为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之后, 大部分人会觉得赚够了, 吃饱了, 剑好就收。 但裴总考虑问题, 却根本不是这样。 是否继续发动攻击, 并不取决于自己这边已经取得的战果, 而是取决于敌方的动向。 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又如何? 胆子大一点, 战果还可以继续扩大。 我这, 就去准备方案。 张南转身离开, 艾瑞克和赵旭明两个人, 也很快开始了忙碌。 裴总已经下达了总攻命令, 接下来就是要部门上下通力协作。 必其功于一亿。 送福利去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1月17日, 周四, 裴千刚在手机上打开官方游戏平台, 就收到了一条通知消息。 商阳游戏新作, 安全文明驾驶, 即将发售。 点击查看。 裴千不由的精神一振, 终于来了。 仔细一看时间, 今天晚上8点游戏就发售了, 结果宣传资源现在才铺开, 这更加印证了裴千之前的推测。 肯定是叶之周第一次负责宣传方案, 所以搞得手忙脚乱的。 赶忙点进去查看。 商阳游戏在经过了很多款游戏的锤炼之后, 也早已不再是那个腾达游戏屁股后边的小跟班了, 而是变成了同样在官方游戏平台占据着一席之地的开发者账号,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这次官方平台也是给足了面子, 平台上的各种宣传资源给得相当大方。 商阳游戏自己肯定也会去其他的网站上买, 一些广告之类的给游戏做宣传。 对于这些, 裴谦都已经习惯了。 毕竟这种事情也无力阻止。 现在的关键是, 商阳游戏到底准备了怎么样的宣传物料? 只要宣传物料水平不行, 那么多给点宣传资源也不会怎么样, 反正也是推不起来。 点开游戏详情页, 裴谦很快就注意到了一些关键的宣传语。 人人都能成为车神, 足不出户享受驾驶的乐趣, 多元化的驾驶体验, 高度集中的驾驶感受。 肆意妄为, 拥有无限可能的驾驶世界。 诸如此类。 看到前两句的时候, 裴谦觉得有点土味, 不过画风还正常。 考虑到叶之洲压根没有任何的营销工作经历, 想出这种土味宣传语已经很不错了。 至少他如实地表现出了游戏的卖点。 但往后看, 裴谦也迷茫了。 不对劲啊, 我没指点过叶之洲啊。 裴谦很费解, 因为他觉得这个宣传方案有点像是自己做的。 后边这两句, 完全就是睁眼说瞎话。 玩家不知道, 安全文明驾驶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 但裴谦自己可是再清楚不过了。 多元化的驾驶体验, 这句还勉强可以接受, 毕竟游戏里有家用车、公交车、大卡车, 还有各种豪华超跑和拉力赛车, 说这是多元化的驾驶体验也没毛病。 唯一的问题就是, 大部分玩家在驾驶技术达不到的情况下, 是根本没法体验各种赛车的玩法的。 但后边这些宣传语就越来越离谱了。 高度集中的驾驶感受这一条, 玩家们肯定会觉得是游戏做的沉浸感很强, 代入感很强, 但实际上裴谦知道, 这条是在说游戏中撞车的损失特别大, 所以不得不高度集中精神。 至于肆意妄为, 拥有无限可能这条就更扯淡了, 游戏中确实有无限可能。 你能把自己的车撞成任何奇形怪状的形状, 也可以让你的驾驶员收到各种各样的医院账单, 乃至于病危通知书和死亡通知单。 如果把这几条宣传语结合起来, 玩家们一定会脑补出一个横冲直撞, 极度刺激的飙车游戏。 然而实际上, 安全文明驾驶是一款跟现实中开车很类似, 上路就要谨小慎微, 不敢有丝毫磕碰。 大部分情况下, 根本标不起来的真实驾驶模拟游戏。 这种宣传物料和游戏全部错位的感觉, 让裴谦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当初给, 奋斗做的宣传方案。 也是驴唇不对马嘴。 这种虚假宣传显然是有用的, 至少让玩家玩到游戏的第一时间会大呼上当。 当然, 奋斗的那个宣传方案后来翻车了, 但那属于极为罕见的意外情况, 不能当作常态事件来看待。 裴谦并不担心, 安全文明驾驶会走上奋斗的老路, 毕竟俩游戏题材完全不一样, 奋斗的现实题材天然地多了一些被歪曲, 误解的空间。 而, 安全文明驾驶只是一款竞速类游戏, 让裴谦感到困惑的是, 叶之洲为什么会给出这么一个宣传方案? 难道他不懂这种宣传方式, 对游戏出气的热度和口碑是很不利的吗? 明白了, 他这是东施孝平, 邯郸学部, 克舟求剑啊! 看到, 奋斗, 因为这个宣传方法火了, 就想如法炮制一下。 毕竟叶之洲完全不懂营销, 也分不清楚营销方案的好坏, 梦畅又撒手不管, 他想要做出一个特别的宣传方案, 就只能从过去的方案中汲取经验, 然后就汲取错了, 搞出了一个我心目中比较完美的宣传方案。 想到这里, 裴亲瞬间高兴了, 意外之喜啊! 又继续翻看更多的游戏宣传物料, 比如游戏的宣传视频。 果然, 这个宣传视频也是延续了这种宣传思路。 视频中, 一辆跑车在赛道中狂飙, 急迟, 驾驶员又是打方向, 又是拉手刹, 又是降荡补油, 各种酷炫的驾驶技巧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完全就是一个标准的竞速类游戏的宣传视频。 当然, 除了游戏内的画面之外, 宣传片中也有一些关于外设的画面。 在游戏画面中一顿飙车之后, 镜头一转, 驾驶员实际上是在安全文明驾驶模拟器上开车的。 陪迁越看越高兴, 对镜对镜, 再看看玩家们的留言和评论。 果然, 这个模拟器是有配套游戏的啊。 你怎么不早说? 腾达终于做竞速类游戏了。 孤独的沙漠公路, 什么叫终于? 明明是我先。 好像不大对劲啊, 游戏的名字不是叫安全文明驾驶吗? 这宣传片里怎么全都是在飙车? 对不上号吧? 可能是因为游戏里开车的画面太暴力了, 所以才叫安全文明驾驶, 方便审核吧。 而且也是强调一下游戏是游戏, 现实是现实,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胡乱带入。 不对劲, 腾达的游戏名字向来都是很直白的, 跟游戏内容产生直接联系的。 游戏名叫安全文明驾驶, 很有可能游戏内容也是。 而这个宣传资料才是骗人的。 那不能够吧? 宣传资料怎么骗人? 难不成这游戏不是飙车游戏, 而是跟孤独的沙漠攻略一样是受罪游戏。 我不信。 总之又多了一个选购外设的理由啊, 腾达的游戏和硬件结合起来, 无敌。 也莫这个必要吧? 很多人玩竞速类游戏也莫用到方向盘啊。 很多大佬不都是键盘、 手柄车神? 我觉得游戏肯定要买来玩一下的, 但用手柄玩就足够了。 是啊, 不买方向盘不是说它不好用, 关键是舍不得给它腾大磨大的地方, 反正买来也是吃灰的。 智能健身量一价, 好歹是真能健身, 但不会有人觉得, 竞速游戏能真的锻炼驾驶技术吧? 怕不是一学就会, 一开就废。 真把游戏里的东西带入现实, 怕不是超级马路杀手啊。 看完众人的评论, 裴谦心里踏实了不少。 还好还好, 反响很一般, 一点都谈不上热恋。 显然, 现在大家对《安全文明驾驶》这款游戏的期待和评价, 还是因为伤扬游戏之前的成功经历。 只要保持现在这种不温不火的热度就够了, 反正等游戏一出来, 玩家们绝对会大呼上当。 当天晚上八点, 吐尾直播的单机游戏区的某直播间内, 张彦如往常一样开启了自己的直播。 只不过跟往常相比不同的是, 这次他准备了完全不同的直播内容, 在三连屏的电脑屏幕前, 是一整套安全文明驾驶模拟器的设备, 而且是带记忆座椅的豪华版套餐。 张彦家庭条件优渥, 爱好也比较广泛, 平时喜欢开开直播, 跟网友们聊聊天, 虽然直播间也没有很多的人在看, 但这种感觉比上班要好多了。 他的主业是在电视台工作, 虽然并不太喜欢这份工作, 但贸然辞职的话, 还是要受到来自于父母等多方面的压力, 所以,暂时只是每天抽出下班之后的时间来播一下, 还时不时地放鸽子。 像他这种体谅的小主播, 其他的大平台也不太注意得到, 更不会花大价钱挖他。 而对于张彦来说, 跟大平台签约就意味着失去自由, 所以, 兔尾直播对他而言, 是最适合的平台。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喜欢开车。 除了日常上下班开车之外, 他也去过几次专业的赛车场, 粗略地学习过飘移等技术。 教练说他的天赋还不错, 但毕竟赛车是一项既烧钱又烧时间的运动, 所以, 对于张彦来说, 放弃工作, 一心玩赛车, 不管是经济条件, 还是家庭环境, 都不允许他这样做。 要知道, 玩赛车的开销, 可不是条件优渥的一般家庭能玩得起的, 没有大几百万想都不要想。 送福利去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至于要培养一名顶尖的赛车手, 那需要花费的钱更是天文数字。 更何况, 张彦虽然大学毕业刚一年, 还算是正年轻, 但对于赛车手来说, 这个起步已经很晚了。 现在的赛车手, 一般都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 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就在卡丁车厂练车, 日积月累下来, 跟半路出家的赛车手, 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当然, 半路出家闯出名堂的赛车手, 也不是没有, 但无一例外, 都是具有极高天分的人。 张彦虽然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和天赋, 还挺自信的, 但这种程度的自信, 显然不支持他放弃目前的一切, 去追寻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 不过作为兴趣爱好吗? 赛车类游戏, 还是可以多玩一下的, 赛车模拟器之类的设备, 也是可以买一买的。 张彦原本有一套国外游戏外设厂商做的皮带传动的方向盘和踏板, 买的时候, 价格大概是4000多, 玩了一段时间, 结果想要更新换代设备的心情, 越发膨胀起来。 因为看了直驱电机的视频, 越来越觉得手里的这个皮带传动的方向盘软弱无力。 只不过, 国外的直驱电机方向盘实在太贵了, 让它很纠结。 张彦当然也知道, 设备只是能让人玩得更爽, 根本不会对驾驶技术的提升有什么帮助。 很多专业赛车手, 也都是在用入门的游戏方向盘跑模拟器的。 但是, 控制不住啊。 尤其是在看到安全文明驾驶模拟器的豪华套餐, 只要9999之后, 它忍不住了。 当即把自己原先那一套方向盘出了二手, 然后果断下单购买。 当然, 它也没有第一时间购买, 而是稍微等了等, 看了看网上的第一波评测。 反正这套模拟器完全不缺货, 也不愁抢不到。 在几个国内的模拟器老手玩家一致推荐, 并且一致认为买到就是赚到之后, 张燕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搞了一套。 买来之后的这三四天里, 张燕也稍微跑了跑之前的一些架势类游戏, 但体验不算很好。 因为游戏的适配问题, 倒不是说不能用, 但很多细节方面的适配, 显然没办法做到那么完美。 原本的那个国外的游戏方向盘, 毕竟是经典款, 得到很多经典竞速模拟类游戏的支持, 调教得非常到位了, 各种按键和操作也很方便。 但欧图科技这套方向盘的硬件虽好, 但毕竟这些国外的竞速类游戏, 没有专门针对它做适配, 只能模拟其他的方向盘来用, 也就没办法完美地发挥硬件的水平。 等到今天, 配套的游戏终于发售了。 张燕肯定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购入, 跟直播间里的观众稍微聊了一会儿之后, 游戏下载完毕了。 张燕直播间里的观众不是很多, 但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粉丝, 发言比较活跃, 所以, 直播间里的热度看起来还不错。 更何况, 最近借着GOG全球邀请赛观赛系统的引流, 扑尾直播的流量相比之前又有了很大的提升, 而且能坚持每天用学习模式和专注模式打卡的观众, 基本上都比较和善, 在直播间里钓鱼, 吵架的现象远比其他直播平台要好得多。 所以, 张燕特别喜欢目前直播间的这种氛围, 只是, 如果观众再多点就更好了。 今天给大家播腾达的新游戏, 安全文明驾驶。 嗯? 有人已经玩过了吗? 什么? 这游戏对剑鼠和手柄相当不友好。 啊…… 没关系, 作为一名专业竞速类游戏玩家, 我方向盘都买好了, 还是豪华套餐。 什么? 说我是女司机? 一看就是新来的观众, 我明明是女车神好吧。 老观众们都知道, 我玩竞速类游戏, 很厉害的。 眼瞅着直播间的人数不断上涨, 该来的老观众们差不多都来了。 张燕正式开始游戏。 进入游戏之后, 首先看到的是黑屏上的logo, 包括腾达集团, 商阳游戏和欧图科技。 紧接着, 镜头向后拉, 黑屏上的内容逐渐缩小, 变成了一个巨幅的屏幕。 而镜头则是来到了车内, 变成了驾驶员的第一视角。 巨幅屏幕上的黑屏, logo消失了, 黑屏中间一道白色上下展开, 彭扶一闪大门开启, 优美的城市风景映入眼帘。 繁华的高楼大厦, 城市道路上驶过的车流, 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 两旁是金黄色麦田的国道, 城郊的专业赛车场, 拉力赛赛道, 诸多场景一一呈现。 从这些场景上来看, 安全文明驾驶的画面, 绝对是一流水平, 优化也不差。 最关键的是, 它与其他的竞速类游戏, 似乎有一些区别。 其他的竞速类游戏, 基本上都是大量堆砌优美的风景, 只有两车道, 而且路上的车也很少, 基本上都是偶尔才遇到一辆, 一方面是给玩家稍微提升一些难度, 不要变成纯粹的跑线, 另一方面, 也是让玩家不会玩得那么孤独。 但总的来说, 路上遇到的车辆, 对玩家正常驾驶的影响, 肯定是要降到最低的。 但, 安全文明驾驶, 开场, CG所呈现的这些场景中, 车流量却比其他游戏中, 都要密集得多, 而且道路规划也和现实中一样, 有很多条车道。 城市道路上跑的车辆各式各样, 但整体都是以家用车为主, 两边的高楼大厦, 看起来也非常真实。 感觉美术组在城市风光上下的功夫, 一点也不比野外那些优美的环境要少。 车这么多吗? 应该只是开场, CG做出来的节目效果吧, 显得很热闹。 一款竞速类游戏, 搞这么多车, 不赌车就谢天谢地了, 那还怎么竞速? 这个初始的车, 是什么车啊? 莫见过这个内饰, 可能是游戏原创的车型。 倒也正常, 很多现实中的车售权费太高了, 划算就买, 不划算就魔改, 这都是正常现象。 不过一款竞速类游戏, 却没有很多现实中的经典车型, 不得不说, 还是有点伤的。 反正是看开场CG, 还没有真正进入游戏, 张燕也就随便点评了两句。 很多优秀的竞速类游戏, 都是会跟现实中的汽车厂商合作的, 去买这些车型的授权。 对于玩家来说, 现实中开不起的豪车, 游戏里还能开不起魔。 哪怕花钱呢, 十几块钱体验一下豪车的驾驶感, 那也挺划算的。 所以, 现实中存在的豪华车型, 恰恰是很多竞速类游戏, 吸引玩家的重要因素。 但也有一些游戏买不起, 或者买不到各种现实中车型的授权, 那么唯一的办法, 就是魔改了。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把车子的品牌名换一下, 车的外观和内饰, 也稍微修一修。 但只要懂车的玩家, 还是能大致分辨出他的原型到底是哪辆车, 这样也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 但这个终究是有点擦边球的意思了, 不是最优解。 买不起授权的原因, 只有一个就是经费不够。 而不愿意, 买授权的原因可能是五花八门的。 比如, 觉得授权价格贵不划算, 觉得自己游戏很牛逼, 买了授权, 反而是给车商打广告不值得。 游戏中可能会对这些车辆反复蹂躏, 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所以车商不愿意买。 能买授权, 但就是想做一个完全虚拟的游戏世界, 等等。 张燕也莫太在意这个事情, 因为他注意到, CG里似乎还是有一些现实中存在的品牌的, 只不过大多数车子都是摩改版。 可能是因为经费大部分砸在游戏上, 没有刻意地去购买大量车辆的授权吧。 在展示了一遍游戏中的风光之后, 镜头再度切回大屏幕前, 展示玩家目前正在操控的这辆车的全貌。 这应该也是游戏中摩改的一辆车, 只不过, 张燕对这些五花八门的车型并没有太多的研究, 所以默认出来他的原型具体是哪一款车, 只知道它是一辆超跑, 外观很帅气。 与此同时, 前方大屏幕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操作提示。 系统已经自动检测到张燕使用的是安全文明驾驶模拟器, 所以会自动按照模拟器的按键来进行教学。 油门、刹车、离合、换挡、 手刹等按键, 依次操作一遍, 并在屏幕上简单地说明了它们的用途。 对于懂驾驶技术的人来说, 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概念。 但也可能有人是现实中根本没碰过车, 对这些知识一无所知, 第一次就玩这个游戏呢? 所以, 简单的科普, 还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了, 针对这些完全不懂的玩家, 系统也会非常贴心地询问是否要改成自动档。 虽说模拟器的离合, 手刹和档杆的大部分功能就用不上了, 但对于新手玩家来说, 能正常地让车跑起来显然更重要。 切换视角之类的操作, 全都集成在套餐的那块操作台上面, 非常方便。 如果没有这块操作台的话, 那就需要用键盘或者手柄上的按键了。 张晏有全套的豪华设备, 当然是要设置成车内隐藏方向盘的视角, 这样才能获得最佳的代入感。 在进行了简单的操作教学之后, 最后一步就是踩下油门, 向着前方大屏幕中的游戏世界直冲过去。 张晏很是兴奋, 直接一脚油门撞上大屏幕。 一切瞬间穿越, 来到了之前看过的城市道路上, 两边的高楼大厦飞快掠过。 刚一进入就是夜间的场景, 宽阔的三车道上没有几辆车, 只有其他的几辆超跑分布在前后左右各个方向, 似乎是在跟张晏驾驶的这辆车竞速。 张晏瞬间嗨起来了, 这一幕, 我熟啊。 不就是游戏一上来的热手和飙车环节吗? 这个环节, 其实就是为了让玩家尽快适应游戏中的驾驶手感, 记一下刚刚学过的键位, 顺便通过紧张刺激的赛事, 让玩家尽快地沉浸到游戏中。 这个赛段应该不会很长, 应该是几分钟就能完事, 之后才会进入正式的游戏环节。 一辆辆跑车急驰而过, 道路上空的测速探头和摄像闪烁。 做得还挺真实。 张晏不由的感慨, 这游戏竟然把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也都做出来了。 然而, 他刚刚这磨一走神, 下意识地降低了一些车速, 就看到另一辆跑车从旁边的车道加速掠过, 瞬间超越了他。 这能忍! 张晏直接一脚由门踩到底, 超回去! 不得不说跑车的性能就是好, 加速确实快。 而且, G力座椅虽然无法模拟出真车那种夸张的G力, 但推背感还是有的。 而且跟油门的响应吊叫得很一致, 这让张晏更加感到血脉奔章。 但毕竟两辆车都是超跑, 速度都非常快, 跑直线很难超越。 张晏更懊悔了, 如果不是刚才被上面的测速探头拍了一下, 让他分心了, 下意识地松了松油门, 降低了车速, 现在自己肯定还是在领跑的。 不过, 只要紧紧咬住, 等过弯的时候, 还是有超车机会的。 终于, 前方出现了一个弯道, 张晏预估弯道的距离减速了一下, 准备来一个漂亮的飘移, 完成超车。 然而, 在他打方向盘的瞬间, 突然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 首先是前车刹车灯亮起, 速度降得逼他预想中要快得多, 其次是他发现, 这辆车的操控性, 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车子并, 没有像他预想中一样, 顺利地飘起来, 反而是发生了严重的推头, 前轮打滑导致转向力不足了。 碰! 一声巨响, 张晏的这辆车, 接接实实地对在了前车的屁股上, 两辆车在巨大的撞击力作用下, 严重变形, 零件碎落一地, 然后又接接实实地撞在路边的护栏上。 这还没完, 两辆车的碰撞, 把整条路都几乎堵死了, 后边紧跟着的几辆超跑, 自然也完全来不及刹车反应, 一辆接一辆的连环相撞。 张晏是车内视角, 他只看到了安全气囊弹出, 感受到方向盘, 近立座椅模拟的剧烈震动, 然后视角就快速飘移, 不知道被多少辆车连续对了屁股。 终于, 这一切停止了, 但画面也不动了, 任凭张晏怎么踩油门, 打方向盘, 都没反应了, 屏幕逐渐黑了下去。 张晏猛逼了, 是不太对劲吧? 如果是在其他的竞速类游戏里, 只是碰了一下, 追了个尾而已, 顶多也就是把引擎盖撞飞, 然后该怎么跑, 还是怎么跑吧? 甚至游戏中应该提供关闭车损, 或者闪回的选项, 重新跑啊。 这不是新手教学关卡吗? 怎么直接就以连环相撞结束了? 或者说, 这是剧情杀? 也不对啊, 车是因为我的操控失误才撞上去的, 如果我老老实实地开, 莫想弯道超车, 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张晏的脑子里全是问号, 有点搞不清楚现在的情况。 紧接着, 黑屏亮起播出了一段新闻画面。 17日晚8点07分, 荆州交警大队接群众举报称, 夜间有豪车追逐进驶, 发生交通事故。 经查, 涉嫌追逐进驶的, 有7辆车。 当晚涉案车辆相约到附近路段飙车, 其中两车在弯道发生碰撞, 导致后车连环追尾, 造成两人死亡, 四人重伤, 一人轻伤的惨剧。 截至目前, 伤者仍在医院中进行救治。 警方已对涉案车辆驾驶人, 以涉嫌危险驾驶罪予以调查。 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追逐禁止, 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性质恶劣, 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和市民的生命安全。 几名驾驶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甚至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 相信他们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张燕难以置信地看着屏幕上播出的新闻画面, 满脸的人间疑惑。 什么情况? 他看了看时间, 现在不正好是17日8点07分吗? 那这不就是我刚才造成的那场车祸? 显然游戏中是直接读取的现在的时间, 来了个实时报道, 教育意义简直是当场拉满。 这一切都挺自然的, 非常的顺理成章。 飙车造成车祸了吗? 两死四重伤, 这已经是非常重大的事故了。 别说是吊销驾照, 终身不能再考了, 可能治好了直接判个几年都很正常。 这些事情张燕很清楚, 因为考驾照的时候都学过。 可问题是, 这是一款游戏啊? 游戏里有必要搞得这么真实吗? 新闻上用的照片显然也是游戏内的实景, 几辆车全都被撞得七零八落, 整个车头都已经凹陷得不成样子, 或者是面目全非了, 真是要多惨有多惨。 跟其他竞速类游戏, 里边高速碰的七八次, 也只是引擎盖飞了, 车还能继续开的情况,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游戏继续, 黑屏出现一行字, 两年后, 仍旧是主驾驶位上的第一人称市九, 只不过张燕发现, 这次整个车辆的内饰全变了, 不再是之前豪华超跑的内饰了, 而是变成了又破又旧的内饰。 仔细一看, 甚至还有点眼熟。 咦? 这不是教练车? 哦不, 考试车吗? 抬头一看, 这明明就是科姆二的驾考场地。 游戏中, 驾驶员从怀里拿出一个钱包, 打开看了一眼。 上面是一家四口, 父母双亲露出和善的微笑, 两姐妹尝得都很漂亮。 两年前, 我姐姐因为飙车去世了, 买来的新车连贷款都还没有还完, 就已经彻底报废。 因为是飙车禁逐, 造成了重大安全事故, 所以保险公司不予赔付, 我们只能强忍着悲痛的心情, 继续还完了所有车贷。 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 一定要好好考驾照, 好好学习安全文明驾驶知识, 绝不犯跟我姐姐同样的错误。 把钱包收好之后, 一位考官过来示意, 可以开始考试了。 屏幕上开始出现提示, 引导玩家完成科目二的考试。 张燕是一脸猛逼。 这, 这游戏的画风不对劲吧? 他暂停了游戏, 到网上稍微搜了一下其他玩家对这款游戏的评论, 然后才大致搞清楚这游戏开局的具体原理。 开头那段, 表面上看起来是正经的飙车, 但实际上却是在钓鱼。 之前张燕看到了测速探头在拍, 还想这游戏竟然做得这模真实, 连没石膜用的测速探头都做出来了, 而且还真的拍照了。 当然, 其他的很多竞速类游戏里也有测速探头, 但都是拿来给玩家刷数据的, 车速越高, 奖励越好, 所以张燕也莫太在意。 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个测速探头是真的会测速的, 也是真的会罚款的。 不同的玩家, 打出的结局也各不相同。 有玩家已经研究发现了, 初始关卡玩家是有一个默认角色的, 这个默认角色有一辆还在还贷款的豪车, 同时也有一定的存款和积蓄。 如果没有跟其他豪车飙车, 而是安安稳稳地跑完了大约十分钟的全程, 没超速, 莫违章, 那么就可以保留自己的驾照, 继承全部的存款, 人物也不用换。 如果超速被探头拍到了, 但没有出车祸, 同样跑完了全程, 那就只是会收到超速罚单和扣分。 如果撞得不严重, 可以找保险公司赔偿, 只是要多花钱涨保费。 当然, 也可能是被后边的车追尾了, 或者自己撞护栏导致驾驶员受伤,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是后车的责任, 就后车掏医药费, 如果是自己的责任, 就自己掏医药费。 但绝大多数的玩家都没打出来以上的任何一种结局, 因为他们全都像张燕一样, 上手就开始飙车了。 飙车却又没有那个技术, 怎么可能不撞? 一旦撞车, 游戏流程就会立刻结束。 这种车速, 妥妥的危险驾驶, 非死即重伤, 然后车也报废了, 保险公司也不给理赔。 如果主角还活着, 没有被吊销驾照, 那么就可以跳过前面考驾照的这个环节。 毕竟能在那种情况下, 还想着坚持交通规则, 并不磕碰地把车开到终点, 基本上也就不需要再多一个考驾照的环节了。 但如果, 主角重伤了或者挂了, 或者驾照被永久吊销了, 那主角就会换成他的弟弟或者妹妹。 具体的性别, 取决于玩家腾达游戏账号上实名认证的性别, 用于加强代入感。 张燕无语了, 瞬间有种想要伤好重练的冲动。 这不是坑爹吗? 你刚开始也莫告诉我要在游戏里遵守交通规则呀。 结果撞车了, 竟然这么大损失, 但他转念一想, 这也不能怪游戏制作者, 因为人家也莫鼓励飙车, 是他自己下意识地觉得这是在飙车。 而且张燕查了一下, 一开场就零事故跑到终点的话, 确实可以避免一些损失, 但跟这种最差的开局之间也不会有那种难以弥补的差异, 多玩几个小时就能弥补。 想要安全无事故地开完全程, 本身是挺难, 也挺枯燥的, 再重跑一边, 对观众来说, 可能不太友好。 观众们显然更想看驾照考试。 算了算了, 还就先体验一下驾照考试吧。 我竟然在竞速类游戏里考驾照, 真的是。 张燕看了看自己的直驱方向盘, 模拟真实脚感的全金属带震动的踏板, 再看看酷炫的G力座椅, 总感觉这画风好像不太对劲。 酷炫的外设跟游戏完全对不上号啊。 但也没办法, 谁让观众老爷们喜欢看考驾照呢? 那就考吧。 第一项, 倒车入库。 不同城市的驾照考试也有细微区别, 甚至同一个城市不同考场的考法也不一样。 比如倒车入库这个项目可能在第一个, 也可能在后边。 游戏里是按照荆州当地的驾照考试来的, 不过项目基本上都是这些项目, 大同小异。 十分钟后, 倒车入库车身出现, 扣一百分, 考试不合格, 请继续努力。 张晏默默地看着电脑屏幕, 表情陷入了呆滞状态。 他的两次机会全都挂在倒库上了。 对于这种局面, 他真的是始料未及。 因为当初他考驾照的时候, 科莫二是一次就过了的。 万万没想到, 反而是在游戏里翻车了。 当然, 原因不在游戏, 而在他自己身上。 因为之前他考驾照的时候, 是驾校教练告诉他看各种线, 死记硬背过的倒库。 而自己开车的时候, 都是看到车影像的。 结果游戏里的考试车, 根本没有倒车影像, 也根本没有教练教的各种线, 直接就整不会了。 游戏里的倒车入库, 基本上就全凭硬实力, 看左右后视镜, 确定车轮的轨迹, 然后再跟库边线比对, 调整方向盘角度, 然后不停顿地倒进去。 而且, 张燕意识到, 比较困难的, 可不仅仅是倒库, 后边的项目也不简单。 就比如S1, 如果是记住教练教的口诀, 找点找线, 提前知道打多少方向, 那就很容易。 可如果没有这些口诀, 全靠感觉拐弯, 那难度可就大了去了。 更何况, 张燕还是用了方向盘和踏板的。 我建了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方向盘的转向精度, 比剑鼠和手柄高多了, 踏板也可以把车速控制在自己需要的最佳速度。 这要是手柄和键盘, 怎么过柯木二? 这不是闹呢? 也怪不得之前就有谭目说, 这个游戏对剑鼠和手柄非常不友好。 就这考驾照所需要的操作, 它就不是剑鼠和手柄能轻易做出来的操作。 眼瞅着主播, 一顿操作猛如虎, 结果柯木二光速挂柯, 直播间的谭目也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好家伙, 比现实中开车还难的驾驶游戏。 开幕撞死了, 就直接换主角, 可太草了。 我突然觉得, 这游戏似乎还挺好玩的, 我也整一个, 挑战一下自己。 方向盘确实比手柄好使多了呀。 你们都觉得, 主播压陷了很菜, 但我用手柄压根连开都开不到库里去。 不说了, 我也搞个方向盘套餐玩玩。 看到这些谭目, 张晏一脸猛逼。 什么情况? 按理说, 不该是被劝退吗? 怎么大家好像还都对这款游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